年轻帅气的江峰 大学毕业后 被幸运地分配到一个国家机关 大醉之后 江峰迷上了美女上司 柳月 自此引发出一场 缠绵翡测的情感之战 和惊心动魄的 职场博弈 江峰借助柳月的关系网 精心组织周旋在职场之上 在一场大牌剧中 看什么人出什么牌 对什么事出什么牌 出牌时机的选择 出牌力度的把握 出牌的先后顺序 怎样出牌 才能与己最有利 处处有学问 处处有玄机 处处是机会 处处有陷阱 职场的圆滑 伪装 谦虚 意气 被极其聪明的江峰 演绎的淋漓尽致 这是谋略 更是智慧 江峰依靠起精湛的 出牌技巧 化解了 以书记为后台的梅林 和以人事局长为后台的 刘飞的 暗算 和攻击 最终彻底击溃的 这两个小集团 成为最后的赢家 然而出牌制胜的江峰 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喜悦 因为他为此付出的巨大的代价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 出牌 作者 易克 演播 何必问天 后期导演 燕照姑娘 本作品 由华音传媒 荣誉出品 第一集 这是在我的女领导 柳月的家里 柳月今晚喝醉了 一进门就坐在沙发上 闭着眼 扶着额头 表情显得很痛苦 我急忙给她倒了杯水 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 柳月白嫩修长的腿 在我的面前 一晃一晃的 还有洁白的脖颈 和高耸的胸脯 酒后成熟少妇的风情 让我不悠有些迷醉 而我也喝了不少 柳月勉强张开眼 怪怪地看到我一眼 看到我心里直跳 雄性荷尔蒙分泌速度加快 她低头喝水 没做声 身体一摇一晃的 看她这副神态 我有些不大放心 她自己这个样子在家里 对她说道 刘主任 你休息一会儿吧 我酒精在大脑里烧得厉害 努力使尽集中精力 和柳月说话 避免失态 打定主意 她休息后 我就回去 柳月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地面 默不作声 一会儿 点点头 站起来 摇摇晃晃地 往卧室里走 我站起来准备回去了 刚走到门边 突然听到 噗通一声 柳月歪倒在了地板上 我急往回去 假期柳月 浮到沙发上 自己也觉得 头重脚轻地 顺势 在柳月身边坐了下来 柳月的身体 挨着我的身体 我感觉到 她的身体很热 比我的还热 不知道为什么 我搀扶着她肩膀的手 一直没有松开 柳月突然无声地 开始哭泣了 当眼泪滴到 我的手上的时候 我才发现 她哭得很厉害 可以说是 热泪滚滚 好似心中隐藏着 一个巨大的痛苦和忧郁 我有些不知所措的 我的美女上司 一个文雅 贤静 高贵 端庄的漂亮女人 怎么突然就哭了 哭得叫人心疼 令人心痛 柳月好像处在迷幻和迷离之中 突然顺势趴在我的腿上 仿佛把我当作自己的亲人 发出了压抑的哭声 肩膀剧烈抽搐着浑身抖动 我全身的血液 突然开始迅速奔流 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 酒精的刺激和本能的冲动 让我浑身站立 我不由自主地 抚摸起柳月的肩膀 隔着薄薄的一层丝端 我的身体反应的厉害 像要爆炸 我还是处男 我没有经历过男女之事 这在今天听起来很可笑的 可是 在我那个年代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秦儿是我初中到高中的同班同学 又一起考入江海大学 只不过他在外语系 我们虽然多次接吻 抚摸 但从没有突破那个界限 虽然我多次想探索 那个未知的神秘生命之源 但秦儿坚持 要留到结婚的那一天 柳月显然是醉得厉害 哭个不停 听了 叫人撕心裂肺 心痛不已 我突然就有了一种冲动 胆子借着酒精的刺激 也大起来了 突然就抬起她的头 搂住她的身体 一下子 闻住她的火热滚烫 娇柔细嫩 性感的唇 柳月显然还处于 大醉眩晕之中 好像也没有意识到 是我在抱着她 或许还以为是在梦中 眼睛都没有睁开 任凭我狂吻 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 我显然是酒壮色胆 脑子一片混沌 疯狂亲吻柳月的唇和脖颈 胡乱地把它按倒在她自己家里的沙发上 就在我手忙脚乱 满头大汗 急不可待 却又无法进入的时候 柳月的仙仙玉手伸了过来 握住了我的 引导着我 终于找到了那个地方 当我终于进入的时候 柳月仿佛经历了一万年的饥渴和寂寞 痛苦而快意地打叫起来了 那一夜 揭开了我生命中崭新的一夜 在这个比我大十二岁的成熟少傅的身上 我从一个懵懂青年变成了一个男人 那一年 我二十二岁 分到江海日报社记者部工作 那时我朝气蓬勃 充满阳光 充满理想 满怀对未来的执着和希望 意气风发地走进新时代 记者部的主人叫柳月 名字好听 人更美 一个风姿绰越 美丽动人的中年少傅 她的风采 让我第一天上班见到她时 不禁为一致惊呆 我从没见过如此漂亮的女人 在她的身上 看不到任何岁月的痕迹 如果不是因为成熟儒雅的气质和闲静 而略带忧郁的眼神 怎么也不会相信 她是一个三十四岁的已婚女人 她的经验 甚至让我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情儿 也黯然失色 我在记者部的第一个月 由老同志带领锻炼熟悉 报社多年来的优良传统 叫做以老代心 柳月亲自带我 我不禁欣喜若狂 第一天 我提前三十分钟来到办公室 提水 拖地 擦桌子 大家上班后 一致地夸我勤快 有眼头 柳月凝神看了我一眼 然后带我出去采访一个活动 第二天 柳月对我写的一篇消息 进行了稍微的修改 认真看了我一眼 然后 前发到编辑部 说了一句 到底是新闻本可变的 基本功扎实 文才不错 第三天 柳月带我去北部山区采访 之前爬一座山 大家起一传续续的 我一路轻轻松松 并在最后五百米 搀扶柳月爬上山顶 第一次触摸到 我心中女神的手和胳膊 柳月赞赏地看到我几眼 说道 精神竞足 身体倍儿棒 到底是在大学里踢过足球 当过军体部长的 那时我才知道 柳月已经看过我的档案 了解我的底细了 第四天是周五 柳月带我采访 世卫的一个重要会议 在我的面前 柳月始终保持那份 闲静和优雅 那种高贵而教养的气质 让我从不敢有 半点越雷池的想法 森严优雅的 世卫常委会议事例 世卫领导和工作人员 不适合柳月打个招呼 显然 柳月和大家比较熟悉 是经常采访 世卫重要活动的资深记者 会议严肃而活泼 团结而紧张 开到下午五点 顺利结束的 会议刚结束 柳月的新闻稿 已经写完了 并送交世卫秘书长 审核完毕 传着报社 秘书长邀请柳月 一起参加晚上的会餐 在世卫招待所 江海宾馆一个豪华的小餐厅里 会议很成功 大家很轻松 喝酒很放得开 从领导到秘书 除了驾驶员之外 我和柳月挨在一起坐 这是我最喜欢的时刻了 因为 从柳月的身上 我可以闻到一种淡淡的 茉莉花香的味道 同桌吃饭的是 市委办公室的秘书们 还有一位副主任 大家对柳月都很客气 很热情 对我也很好 我知道 这是因为柳月的缘故 否则 我一个刚从学校 出出茅庐的茅头小子 哪里会放在他们的眼里呢 期间 大家喝多了 包括柳月和我 柳月好像心情有些压抑 大家只要敬他酒 他就干掉 也不推辞 也不多说话 顶多嘴角露出半丝笑意 我怕柳月喝多 站起来 决定主动出击 给在座各位 每人敬了一杯酒 柳月看出了我的用意 用感激的眼神看着我 我对视了他一眼 感觉那眼神里 充满了寂寥和迷茫 然后 他对在座的各位说 江峰是江海大学 新闻系 毕业的高材生 学生干部 党员 今年刚毕业的 跟我熟悉工作 各位领导 多关照啊 柳月的话 让我的心里一阵温暖 一阵冲动 大家对我热情了不少 喝酒的焦点 暂时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我一股劲的喝多了 但这并没有阻碍 柳月多喝酒 他又去隔壁的酒桌 给视为几位领导敬酒 我没去 不敢去 山沟里出来的我 从没和那么大的官 一起喝酒吃饭过 散场的时候 柳月明显喝多了 我也很有醉意 但头脑还算清醒 柳准 你家在哪里 我送你回家 我搀扶着柳月的胳膊 其实那会儿 酒后的她 显得很是妖娆 脸色红韵 两眼迷离 很动人 我很想叫她一声 月儿姐 可是我终究没有敢 我搀扶着 歪歪歇歇歇的柳月 送她回家 进了门才知道 柳月家里 只有她一个人 于是 就发生了 开头的一幕 命运仿佛造化 很会捉弄人 我的第一次 没有给青梅竹马的情儿 却给了我的美女 上司 柳月 那一夜 我几乎没有休息 酒精的刺激 和第一次品尝到 女人的巨大幸福感 让我不知疲倦 一次又一次地 从一个巅峰 到下一个巅峰 我这才知道 原来世界上 竟然会有如此美妙 妙不可言的事情 我陶醉在柳月的身体上 不能自拔 直到天快亮时 才一头栽倒在柳月身旁 呼呼睡去了 第二天 当我终于醒过来 发现床上只有我自己 拉得很紧的窗帘 透进一丝光亮 天亮了 今天是周六 不用上班 柳月正坐在床边的 大人小沙发上 穿得很整齐 看样子早就起了 已经洗漱完毕 神色甜静而淡漠 正凝神 蒸蒸地看着床头的一幅画 看到柳月冷峻的眼神 我突然感觉自己 很拘促 很荒唐 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份 突然觉得自己很狼狈 我急忙穿一起床 柳月在这一过程中 一直没有说话 等我穿好衣服 她才看着我 神色平静 仿佛昨夜 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你是第一次吗 她终于说话了 是的 我有些羞愧地回答 仿佛被人嘲笑的一般 来 柳月微微叹了一口气 牙根咬得紧紧的 好一会儿 才缓缓说道 对不起 你回去吧 就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我真正地看着柳月 这个带我 躺过女人和的美丽少妇 这个在我生命中 注定刻骨铭心的美女领导 昨夜的一幕一幕 在脑海里模糊地涌出片段 我不禁心潮澎湃 心绪难平 冲动地叫了一声 月儿姐 我的心中 突然涌出对柳月的 无限柔情 对这个迷人少妇 充满了无限的眷恋 那一刻 我忘记了她是我的领导 那一刻 我甚至没有想起晴儿 我的青梅竹马的女友 柳月这种眉头 看着我 摇了摇嘴唇 江峰 不要多想 昨晚 我们都喝多了 你回去吧 我 我心里突然很痛 我虽然醉酒 但是我的大脑 并没有全部麻醉 我知道自己昨夜做了什么 我知道 昨夜的那一幕幕柔情万段 和激情火热 都是真实的 我没有做梦 我突然想对柳月说 我爱你 男人的爱 就是来得这么快 我不知道自己心中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我觉得自己很无耻 很荒唐 可是又无法饿着内心的想法 和情儿一起这么久了 我从来没有内心里产生过 如此冲动的爱意和感情 从没有这种刻骨的 发自心底的痛 难道 这真的是爱吗 可是 我终究没有多说 因为我看到 柳月的眼神里 充满了不容质疑和果断 那是只有在工作时 才能看到的神色 我心又不甘 却不敢多说什么 我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样 带着第一次失神后的迷惘 冲动 和激烈的情怀 乖乖地 从柳月身边走过 低头 从柳月家里走出来了 从柳月家里出来 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柳月家里没有男人 只有他自己 为什么呢 那个周末 我没有去江海大学 找留校工作的情儿 推说工作忙 没时间 这是很久以来 我们第一次没有周末在一起 以前每个周末 我都要去陪情儿逛街散步 或者打羽毛球 我不知道经历着酒后唐突的一夜 会改变我什么 我不知道 自己心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在宿舍里躺了两天 却并没有睡好 我突然感觉到 自己不可遏制的爱上了柳月 这个比我大12岁的迷人少傅 这个带我进入生命之源的 妩媚少傅 这个让我 迷醉在温柔乡里的成熟少傅 和情儿这许久的感情 竟然会让我在和柳月的一夜柔情之后 突然觉得很淡 觉得好像是喝了许久的白开水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性和爱 这种突然涌来的性 我不知道这随之而来的感觉是不是爱 但是我心里头的一种感觉特别浓烈 仿佛过去从未感觉 我觉得这就是爱 虽然来的是这么突然而又荒诞 可是我觉得自己荒唐至极 柳月是已婚女人 我都不知道她老公是干嘛的 有没有孩子 就这么突如其来的爱上一个少妇 太荒诞 我躺在床上呼吸忽忧 忽而兴奋 忽而痛苦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自制力很强的人 我有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 可是为什么会在这个女人面前分崩离起 灰飞烟灭呢 我知道这一切很不可能太不现实了 可是我无法去说服自己 柳月的影子在我的脑海里 抬回了整整两天 挥之不去 如果这是爱 那么我和情儿之间是什么呢 我很矛盾 我很痛苦 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周一上班 我不敢看柳月的眼神 仿佛自己做了伤天害地 见不得人的事情 但是心里特别渴望和他在一起 毕竟我才来单位上班四天 我不了解我的领导 柳月呢 对我的了解 也仅限于有限的档案资料 和这四天的接触 柳月看着我的眼神 依然是那么的平静和淡然 那么闲静和舒雅 仿佛我们之间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开完不时例会 安排完一周的工作 柳月当着同事的面对我说 江峰 今天你跟我去南江县出差 我要了车 一会儿办公室的驾驶员 在楼下等我们 我的心里一阵激动 能和柳月在一起工作 是我最大的渴望 只要能和他在一起 去哪里都好 二十分钟之后 我和柳月坐在了去南江县的车上 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柳月坐在后排 我靠着后座 从车关后镜里看到了柳月 看到柳月那张白皙俊美的脸 心中振振起伏 我突然觉得自己在柳月面前很龌龊 很渺小 很微不足道 我坐在前排 胡思乱想着 柳主任 我们要去南江采访几天呀 驾驶员小王问柳月 三天 柳月简洁地回答道 又问我 江峰 你家是南江 是不是 是的 我连忙回答道 柳月对我家在哪里 都能记得这么清楚 我家在南江的乡下 山沟里 嗯 柳月答应了一声 然后没再说话 小王打开车内音乐 黄杰内沧桑忧郁的歌声 弥漫在车里 这只是一场游戏一场吗 在南江采访了三天 我跟着柳月学到不少的工作技巧 从选题到拟定采访提纲 从如何侵入提问 到引导被采访者回答问题 我学东西很快 第二天 就能独立去采访一个企业家 柳月坐在旁边听 不察言 采访完毕 柳月对我说 你的悟性很强 接受新事物很快 天生是做记者的料 我很高兴 因为这是柳月在夸奖我 我看着柳月的眼神 都在发光 我仍然不时地在回味那一夜 可是柳月却不看我的眼睛 我很想找机会 单独和柳月待在一起 可是很讨厌 那驾驶员小王 总是形影不离地跟着我们 晚上住宿 还和我是一个房间的 我觉得柳月的身上 有一种东西 让我着魔 而这种东西 是情儿所没有的 具体是什么东西 我却说不明白 和柳月一起出差的三天 我的心中充满了莫名的幸福感 还有心中的不知所措和兴奋 不时地又有几分忐忑 之所以忐忑 是因为心中不时地想起情儿 在自己有女朋友的同时 却眷恋着一个 比自己大十二岁的少妇 这多少让我感觉 心里有些惭愧和不安 我试图想让自己将那一夜忘掉 试了几次 但徒劳 反而越发清晰了 反而愈发对柳月不能自拔了 我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不可救药地 恋上这个女人 我不知道 这个女人是否喜欢我 我利用一切机会 观察柳月 对我的言行举止 试图得出某种信号 但是 我什么也看不出来 从柳月那里 我得到的信号就是 我是她的下属和徒弟 我不死心 我失望中不肯绝望 我执着而期待 采访结束了 晚上 南疆县委宣传部 为我们践行 明天 我们就要回报社的 宋行宴很热闹 大家都喝了不少酒 包括我和柳月 我不时地看着柳月 柳月装作看不见 和其他人谈笑逢生 公愁交错 出于礼节 我逐个儿地 给南疆县委宣传部的人敬酒 江记者很年轻有为啊 前途无量 县委宣传部的韩副部长 抬着我的肩膀 热情地说道 江峰是我们记者部的 新生力量 才来了几天 进步很快的 前途不可限量 柳月转过脸 看着大家 又看看我 我很感动和开心 柳月这么表扬我 韩部长说一万句 比不上柳月一句 我喝得有些多 傻乎乎地笑着 并同时说了一句俏皮话 年轻有 前途无 大家都背都笑的 哈哈大笑起来 柳月也是 笑得很美的 很华贵 脸色红扑扑的 眼神瞟了我几眼 我有些心跳 酒精的作用开始发挥了 浑身燥热起来 饭后 回到房间 小王在那里看电视 我醉醺醺地 整理采访资料 收拾行李 正在这时 房间的电话响了 我一接 是柳月打过来的 她就住在我的隔壁 江峰 你到房间里来一趟 柳月电话里的声音 有些醉意 我的心猛烈跳动起来 急忙答应着 放了电话 跟小王说 我出去见几个朋友 脚步忙乱地 去了隔壁柳月的房间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二集 柳月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见我进来的 唇我笑了一下 很美 我的心中一热 反手关上门 然后进来 坐在她的对面 心里茫然而又激动 还有一些局促 柳月站起来 给我倒了一杯水 放上茶叶 端给我 晚上你喝的不少呢 喝点水吧 解酒 我接过来 紧张地咽了一下唾沫 然后又看着柳月 感觉既熟悉 又陌生 我们聊会儿天吧 柳月和气地 又冲我笑了一下 很有善 脸色红扑扑的 眼神很水灵 好 我默默点了点头 柳月想了想 江峰 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爸 妈 还有一个妹妹 在江海大学上学 刚大一 音乐系的 哦 那不错呀 你妹妹一定挺漂亮的 是吧 是啊 你怎么知道的 看你这么英俊潇洒 你妹妹一定很漂亮 柳月轻松地笑起来 我心里开始放松 一阵高兴和激动 我妹妹确实很漂亮的 不过 没你好看 柳月又笑起来了 可能是喝酒的缘故吧 比较放松 我 我和你妹妹没法比的 我老了 不 你不老 你很年轻的 你在我的眼里 是最好看的女人 我脱口而出 心碰碰乱跳 柳月沉默地一会儿 轻轻说道 我比你整整大了十二岁 我们是两代人 可是爱情是没有年龄界限的 我又是一个惊世骇俗的脱口而出 吓了自己一大跳 我太荒唐了 仅仅因为一个酒后的一夜情 就要和一个大我十二岁的少妇谈爱情 而且对她的个人情况 还是一无所知 可是 当时我的心里没想别的 只有一种不可思议 不可遏制的爱意 急速上涌 然后通过我的口头表达了出来 柳月显然也吓了一大跳 眼神怪怪地看着我 江峰 你喝多了 我没喝多 我说的是机密话 我鼓足勇气 固执地继续说道 此刻 在我的眼里 柳月不是我的柳主人 是我的月儿节 那一晚的激烈情怀 在我的心里 又开始汹涌了 我说了 你喝多了 柳月脸色有些慌乱 眼神有些迷离 手有些发抖的 搬起水杯喝水 语言有些语无伦次的 对不起 是我误导了你 我伤害了你 我不知道你是第一次 对不起 请不要想多了 柳月边说 表情边边地痛苦起来 眼里充满了心痛和愧疚 一会儿 双手捂住脸 埋下头去 看到柳月这么痛苦 我的心里突然很难受 涌出了一阵悲意 鼻子有些发酸 我突然觉得 这个女人是那么脆弱 这么柔弱 这么需要男人的呵护 我 我没有想多 我想的就是一点 我爱你 我断断续续地说着 哽咽着 眼泪不争气地 流了出来 柳月大吃一惊 抬起头 边找纸巾 边跟我说 你干嘛哭了 你是男人 男人是不能哭的 我被柳月说得很羞愧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的眼泪 就这么不争气地 流了出来 以前踢足球骨折了 我都没掉过一滴眼泪 那一刻 我觉得好丢人了 今天真的喝多了 回去休息吧 别我和思乱想了 好好工作 努力学习 做一个合格的党报记者 柳月显得有些冷静 说起来大话 但是语气对我很温柔 仿佛是一个大姐姐 在群为着小弟弟 我急忙擦干眼泪 看着柳月娇美的面容 还有一双白嫩的玉手 想起那晚 是这玉手 在我迷惘无知的时候 带我找到了生命之缘 我的心里一阵冲动 突然就伸手 握住了柳月的手 柳月吃了一惊 有些慌乱 急忙想把手抽回去 我握它很紧 没抽动 你 你放开手 柳月的脸上是通红的 我爱你 我没有放开她的手 只勾勾地看着她 你 胡闹 柳月小声叫嚷道 你放开手 你弄疼我了 月儿姐 我稍微松了一下手 没有放开 动情地叫了一声 鼻子突然又有些发酸了 柳月身体突然顿了一下 然后将手慢慢地 从我的手里抽回来 轻轻地揉了一会儿 紧紧咬着嘴唇 蓝天说道 我说了 我们是两代人 面对现实吧 不要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 如果你愿意 私下里就叫我姐吧 在我的眼里 你应该是个小弟弟 别的是不应该多想的 月儿姐 我心中百感焦急 又深情地叫了一声 叫我刘姐吧 柳月轻轻叹息了一声 大家都是这么叫的 我不 我出了公开场合 叫你刘主任 私下里 我就叫你月儿姐 月儿姐 我固执地 又一连叫了几声 你真倔强 柳月有些无奈 说得这么半句 算是默认了我的坚持 我心里很高兴 毕竟 这前进了一大步啊 我想不清楚 这一大步是什么一大步 是要干嘛 是要走向何处的一大步 我只是 在冥冥之中 下意识地往前走 我不知道 将走向何处 那一刻 我的心中将 情而忘得一干二净了 眼里 只有我的月儿姐 难道 这是爱情吗 还是恋慕情节 想不明白 也不想多想 我只是觉得 对月儿姐 充满着无限的向往和眷恋 时间不早了 回去休息吧 明天还得赶路呢 留夜沉默的一会儿 看着我 微微一笑 明天即将来临 好好工作 男人 男人 是不能沉眠 与儿女情长的 男人 是要做事业的 我站起来 认真地点点头 月儿姐 我知道了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柳月欣慰地笑了 我坚信 你是一只极有骨 我用痴痴的目光 看着柳月 心里涌起一股 别样的情感 暖暖的感觉 在跟着柳月锻炼的 随后三个星期里 我刻苦学习 潜于观察 多方借鉴 在柳月的准准教导之下 很快进入角色 掌握了基本的业务能力 一般的新闻稿件 都能熟练撰写 而且 在月儿姐的亲自指导之下 还独自写了一篇人物通讯 被报社编委会 评为当月最佳新闻稿 我的进步 让柳月很高兴 经常在部市 全体人员会上表扬我 表扬我的学习态度 和勤奋执着 惹的几个男同事 老是用嫉妒的目光 仇视我 这段时间 我借口工作忙 一直没去看晴儿 到时晴儿 每个周末 来我的单身宿舍 拢洗衣服 收拾房间 打扫卫生 然后下午再回去 晴儿一来 我就埋头看书 不再像以前那样 主动和他拥抱接吻 更别说 再纠缠着 想上床了 晴儿没有任何觉察 经常提醒我 要多注意休息 别累着脑子 有时候 我靠在床头 看着青春活泼亮丽的晴儿 心中会突然很愧疚 毕竟 双方父母都认可了 我们的事情 毕竟 我父母 一直在催促我们结婚 可是 我不能欺骗自己 我无法掩盖自己 内心的感受 我无法去装作亲热 我心中 突然对晴儿产生了一种 可怕的陌生 我知道我很坏 我对不住 晴儿对我的一片真情 我甚至都无法和晴儿 去说我心里的想法 去告诉她 我心里 有了别的女人 一个打我十二岁的少妇 和晴儿在一起 是我内心最痛苦的时候 不是因为晴儿不好 而是因为 我他妈的是一个浑蛋 我觉得自己 亵渎了晴儿 纯洁的心灵 可是 只要一看见柳月 仿佛春风话语 我的心中 就充满了甜蜜和惬意 充满了阳光和舒畅 充满了希望 和理想 又是一个周末 下班前 刘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 她的主人办公室 是一个单间 我进去坐下了 刘月微笑着看着我 王芳 祝贺你 你的锻炼期结束了 这个月 你表现很好 可以说是优秀 下周一开始 你就可以单飞了 小鸟出笼了 我心里涌起巨大的失望 我习惯了每天和月儿姐 一起工作的日子 我不想这么快离开月儿姐 我单飞之后 就不能天天和月儿姐一起工作 不能天天见到月儿姐了 我的表情一刹那 有些失落 甚至很难过 默默点了点头 没做声 站起来 就要出去了 等等 刘月看出我的情绪不好 叫住我 嗯 这样吧 晚上你有时间吗 如果有时间 我请你到家里来吃饭 我做几个菜 给你祝贺一下吧 有 我有时间 我急忙回答道 心情好多了 下班之后 我急不可待地直奔柳月家 柳月提前一小时下班回家了 一口气爬到三楼 喘口气 按门铃 几秒钟之后 柳月开门了 柳月穿了一身白色连衣裙 胸腹高耸 脖颈柔白嫩滑 头发完全挽成一个发肌 小腿裸露 白得晃眼 身体上那种好闻的茉莉香味 浸入我的鼻孔 我不敢再细看了 心直跳 叫了一声月儿节 就进了房间 坐在沙发上 柳月已经习惯了我叫她月儿节 这叫我颇为安慰 她已经做好四个菜 弄了一瓶红酒 叫我来餐厅就做 餐厅的灯光很温馨 橘黄色的朦胧光线 很柔和 我和柳月面对面的坐着 柳月开酒倒酒 然后看着我温和的笑的 举起酒杯 小方 为你顺利出师 干一杯 谢谢你 谢谢你月儿节 我看着柳月柔柔的眼睛 笑了笑 举杯喝了 几杯红酒下去 柳月的脸色开始红韵 灯光下的柳月好美啊 像梦中的女神 维纳斯 我恍然如在梦境 迟迟地看着柳月 心中涌起 莫名的感动 和温情 柳月看着我 随意地笑起来 很轻松 没有的平时在办公室的眼紧 和素雅 我的心里也轻松了起来 江峰 你怎么 还没有找女朋友呢 没有合适的吗 柳月拖着腮 歪着脑袋看着我 那一刻 柳月像是一个好奇的女孩 大大的眼睛看着我 柳月一定是从我的第一次 做出的错误的判断 想当然以为 我没有女朋友 我不知可否 吃着东西 想撒谎又不敢 不撒谎又不干 胡乱的嗡了一声 随即反问说 嗯 月儿姐 你家里就你自己一个人吗 嗯 是啊 就我一个人 柳月点点头 看着我 很奇怪 是不是 是的 我老老实实回答 又傻傻地问道 月儿姐 你家里的人呢 柳月又轻笑起来了 胸脯微微颤抖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傻呀 你说呢 我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呢 却看见 柳月的眼睛里 已经蒙上了一层迷雾 眼神变得有几分 犹豫 和寂寥 然后 就突然轻轻叹息了一声 我不敢再说话了 柳月端起一杯红酒 一饮而尽 然后 就又笑起来了 不说这个了 来 喝酒 你这一个月进步很快的 说实在的 你的能力和素质 出乎我的意料 当然 或许也可能是 最重要低功的你吧 其实 月儿姐 这都是你知道和教导的结果 我动情地看着柳月 口舌发干 其实 月儿姐 我 我不想接受锻炼 我 我 我还想继续跟着你 傻孩子 柳月似乎有些开心 笑着说了我一句 我的心里一阵暖流 这声傻孩子 让我感觉 柳月浑身充满了母性的光辉 傻孩子 你总是要独立去工作的 再说 独立工作呢 你还是属于我的兵的 你还是继续跟着我干呢 柳月又端起了酒杯 喝完之后 又说 当然 或许很快 我就要 说到这里 柳月突然停止了 就要什么呀 月儿姐 我无知地瞪着眼睛 看着柳月 没什么 柳月摇了摇头 神秘地笑笑 还没定下来呢 等定下来再说吧 我那时对官场和职场 基本是一窍不通的 对柳月的话 自然是无法理解 对柳月在官场打拼的本领 自然更是一无所知的 又喝了几杯酒 柳月的脸更红了 我的身体也开始发热了 红酒又厚劲了 江峰 你会不会跳舞啊 柳月突然看着我问道 眼神里有几分放肆和野性 会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个年代 大学里周末主要活动就是 举办舞会 我不但会 跳得还相当不错呢 当然 主要是和琴儿搭档 那好 我们到客厅跳舞吧 柳月说着站起来 来到客厅 打开音乐 随即 一曲舒缓地慢三 恰似你的温柔 流淌在客厅里 柳月将客厅的大灯关掉 灯光变得温暖而柔和 然后 柳月拉起我的手 将手 放在我的肩膀上 平静地注视着 我的手 轻轻搂着柳月的婀娜细腰 我们开始随着音乐 在客厅里 悠悠地跳起舞来 我的心中 洋溢着激动和幸福 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摇摆着 随着邓丽君悠悠的歌声 还有舒缓的音乐 搂着柳月的腰 触摸着她 极肤弹性的肌体 我的身体 有一股暖流往上涌 情不自禁地 握紧了柳月的手 搂着她腰的手臂 也在慢慢收缩 柳月抬起头 眼睛肆无忌惮地看着我 突然就笑了 随即摇摇头 不可以 我不甘心 我从柳月那里尝过的 女人的味道 我一直在怀念这种感觉 我一直还想再有这种感觉 我无比渴望这种感觉 我无法自已地 想拥有这种感觉 我稍微放松一下身体 一会儿 又一次进行尝试 柳月摇摇头 笑了 傻孩子 别胡思乱想了 把我当姐对待 我毛手毛脚的样子 一定让柳月觉得很好玩 因为柳月在我的面前 表现得很随意 甚至有些肆意 全然没有白天的舒雅和冷静 月儿姐 我 我再一次感到口舌发干 柳月松开我的手 拉着我来到客厅沙发上坐下 换了一首优美的钢琴曲 打开客厅的灯光 端给我一杯绿茶 然后在我的对面坐下来 从茶几上摸起一盒三五排的香烟 便着一颗烟 悠悠地吐出一口烟雾 然后淡淡地说道 我们聊会儿天吧 跟我讲讲你的故事 好不好 我看着柳月坐在沙发上抽烟的姿势 很难想象 这是我白天见到的柳月 此刻的柳月 显得很是放松 很随意 很舒坏 只是 眼睛里的忧郁 更加浓郁了 我第一次见到女人抽烟 特别是我心中的女神 竟然抽烟 这让我感觉到极大的刺激和新鲜 我心里产生了几分莫名的兴奋 然后我们边听着音乐 边喝茶聊天 柳月对我的成长是很感兴趣 听我讲从小到大的各种故事 听我讲大学里的各种趣事 听我表达自己的各种 对人生和爱情的观点 听我畅想 对理想和事业的各种憧憬 我那晚似乎滔滔不绝 口若悬河 引经据点 直输胸易 弹性越来越浓 语言幽默风趣 不时都得柳月开心大笑 又不时地让她汗手赞扬 我很注意 不让情儿出现在我的故事里 小心翼地避开所有的 和情儿有关的故事和细节 虽然心里不时闪过一丝歉意 然而很快地 就被柳月那明亮的眼睛 所驱散了 在我的故事里 只有学习 朋友 生活 还有理想 事业 唯独没有爱情 夜深了 柳月看着我的眼睛 越来越明亮 很专注地看着我 眼神里充满了喜爱和温柔 我很兴奋 很激情 很热烈 我毫无倦意 知道吗 江峰 听了你的经历和思想路程 结合我这一个月对你的印象 我总体感觉 你是一个悟性和素质很高的人 你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在同龄人中属于佼佼者 只要你好好努力 你会很有前途的 你的明天会很灿烂的 总归 你是一个优秀的男孩子 在我的嘴巴中场休息的时候 柳月看着我 点点头 每一次听到柳月夸我 都会让我很开心的 这次也不例外 我看着柳月 月儿姐 好高兴听到你表扬我 我好喜欢你表扬我 这会儿 我感觉你不是我的领导 我感觉 你是我的好姐姐 柳月笑起来了 我比你叹一寻 我们是两代人 不是感觉 我本来就是你姐姐 其实 其实我现在 蛮喜欢这个弟弟的 柳月的话 让我的心里一阵激动 我忍不住抓住那柳月的手 柳月姐 我突然卡壳了 我真恨自己 刚才那么能说 这会儿 一到关键时刻 嘴巴却卡住了 只是抓住柳月的胳膊和手臂 我 傻孩子 你什么你 柳月含笑地看着我 胸脯微微起伏 柳月姐 我 我还是说不出话来 突然就一把把柳月 拉到了我的怀里 柳月的身体在我的怀里 突然变得滚烫和柔软 我把她搂过来的时候 感觉到她的心 其实跳得很厉害 呼吸 也开始急促了 我知道 柳月和我一样 内心充满了渴望和希望 我决定主动一点 我熟练地吻向柳月的唇 她张开嘴唇迎接着我 双手也主动搂出了我的脖子 柳月丰满了身体 和我的身体 隔着薄薄的一层衣服 互相挤压 摩擦着 我浑身的血液 流速开始加快了 我终于 可以在清醒状态下 品味我的心爱的女人了 柳月和我吻得很主动 我得到鼓励 想进一步 想解开乳罩的胎子 可是 我却不知道怎么解 手上的后面裙子里面 半天也无法达到目的 我不仅有些着急了 扑斥一下 柳月笑起来 从我的怀里出来 站起身 充满疼爱的摸了摸我的头发 拉着我的手 轻轻说了一句 傻孩子 跟我来 柳月领着我 进了卧室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三集 进了卧室 后面的事情就顺利成长了 我在柳月主动的引领之下 开始了又一次的新奇探索和进攻 和上次的懵懂 无知和麻醉不同 这次 我没有醉意 我头脑清醒 柳月也是 我终于明晰地感受到 巨大的幸福和快乐 终于领悟到了 生命中 最美妙 最激情的那种时刻 带给我大脑的冲击 那一夜 我的整个身心都在燃烧 我头脑格外清醒 我不放过一秒钟的 享受着人生的美味 和上次不同 这次 我轻车熟路 轻松假意 虽然动作有些笨拙 方式有些单一 但基本要领 却掌握得很到位 第一次 持续了很久 我在昏黄的灯光之下 感受着视觉和心理 还有肉体 带给我的多重刺激 我像一头刚出栏的小牛犊 横冲直撞 我不停地叫着月儿姐 她闭着眼睛 脸上带着享受的表情 不停地答应着 我不停地说着我爱你 她的表情舒缓 而又紧张 没有答应 只是金金搂住我 仿佛怕我忽然消失 在最后的时刻来临 柳月突然泪流满面 嘴里叫着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浑身剧烈颤抖着 脸上的表情突然很紧张 我吓得一跳 我理解柳月为什么会泪流满面 那是幸福的泪滑 那是激动的情怀 那是享受的舒畅 可是 柳月为什么说她要死呢 我那是性逗初开 不懂里面的道道 所以吓了一跳 心里吃了一惊 浑身一颤 惊惧地看着她 柳月过了一小会儿 睁开眼睛 看到我的表情 放肆地笑了 傻孩子 干嘛呢 被我吓着了 我点点头 上一次 我们都在大醉之中 都忘却了很多细节和感受 这次 我认真感受 却吓了一跳 柳月伸手摸着我的脸 开心地笑了 傻孩子 你有时候 此时一种幸福 一种享受 一种痛苦的享受 一种极致的境界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我的脑袋随即被柳月温存地 拢在她的胸前 柳月像是抖着一个孩子一样 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和背部 让我倾听她的心跳 还有 闻秀她胸前的方向 很快的 我又来的感觉 我年轻而充满活力的身体 再次进入战斗状态 柳月开心地笑着 释放开母性的温柔和宽广 来吧 但要去飞 那一夜 我在柳月的引领和教导之下 迅速成长 学到了很多新鲜的知识 掌握了很多要力 战场在房间的各个部位转移着 地板 沙发 鞋子台 卫生间 梳妆台 茶几 我们不停地战斗着 战斗的间隙 互相默默地注视着 然后就是温存地微笑 深情地接吻 我们彼此用心灵和肉体 来诠释着灵魂的深度交融 当天色开始放亮 我们终于眼气息骨 消涌在一起 沉沉睡去了 直到下午三点才醒过来 我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 悦儿姐 我爱你 柳月没有马上说话 只是微笑着看到我半天 然后轻轻地说道 别说爱 爱太神圣了 太沉重 太严肃 太累 说喜欢吧 我窘了一下 随即笑了 好的 月儿姐 我喜欢你 好喜欢 好喜欢 和情儿在一起的时候 我从不这么说 感觉太肉麻 太酸了 可是 此刻 我竟然自然而然地说出这话 感觉没有一点别扭 感觉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柳月点点头 傻孩子 记住 不要随便对一个女人说爱 爱不是随便就可以说出口的 是要用心灵和灵魂 来领悟的 哦 我很乖地答应着像一个孩子 潜伏在柳月的胸前 不时地损悉着生命的甘甜 我们现在这样了 等到了办公室 我该如何领导你呢 柳月突然轻轻笑起来了 拍着我的肩膀 我怎么感觉 很好玩呢 到了办公室 我保证还是规规矩矩地 叫你刘主任 保证本本正正地服从你的领导 我认真地说道 嗯 那很好 不过 我觉得很有趣 很有意思 柳月抚摸着我的头发 笑得很是开心 此刻我很满足 我脑子里只有柳月 我不想想得更多 只想抓住现在 享受着珍贵的一分一秒 我想柳月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她也和我一样 没有谈得更多更深入 快晚饭时 柳月家的电话响了 柳月在外面客厅接电话 我在卧室里 只听到直言片语 嗯 这个事情您多费心了 属于我的 我一定要得到 晚上我没事 我过去找你 嗯 好 就在那地方 柳月的声音很低 好像不愿意被我听到 但是 我还是听到的一部分 我有些不开心了 我觉得 那边一定是个难的 柳月好像是要出去 和她约会 但是 我什么都不能说 更不能干涉她 也无权干涉她 因为我现在和她 除了是肉体关系 好像感情还没有升个到 可以干涉她 个人自由的地步 我心里 涌起了一阵 强烈的嫉妒 我索性装作睡着了 闭上眼睛 其实心里很难受的 因为我突然觉得 自己有一种被抛弃 被冷落的感觉 那一刻 我又想起了情儿 想起了对我 一往情深的情儿 但是 一想起和柳月的缠绵 一想起柳月的温存 我心中刚刚升起的 一丝愧疚 轻刻之间 荡然无存 我和情儿 这么多年的感情 竟然在柳月面前 轻和瓦解 分崩离席 溃不成军 我感觉自己很迷惘 因为我在柳月身上 找到了 从未有过的感觉 那种感觉 就像一只虫子 爬进了灵魂 深入了脑髓 欲罢不能 无法解脱 我边睡边想 心里一会儿 欣赴着柳月的 万般柔情 一会儿记录着 外面长长 而暧昧的电话 一会儿 竟然真的睡着了 柳月好半天 才回卧室 将我摇醒了 起床吧 我晚上有饭局的 我一言不发 一咕噜爬起来 穿衣起床 简单洗漱完毕之后 开门要走 等等 柳月过来抱住我 在我的额头上 亲了一下 柔声说道 辛苦了 乖孩子 回去好好休息 我他妈就是反见了 柳月的一句话 又让我开心起来的 我的不快一扫耳光 乌云散去 心中充满了阳光 抱着柳月的身体 缠绵了一会儿 在他的一再催促之下 才开门离去的 回到宿舍门口 天色已经晃昏 我一眼看到 晴儿正全坐在宿舍门口 等着我 我一大早就来了 在你门口等了你一整天 晴儿看我回来了 急忙站起身来 委屈地说道 看着晴儿可怜巴巴的样子 我的心中突然一痛 我不知道 该如何安慰晴儿 看到晴儿的样子 我突然很惭愧 我急忙打开门 让晴儿进屋 说实话 晴儿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初中到高中 我们一直在一个班 初中是同位 高中是前后位 关系一直很好 高三那年 我们情窦初开 小月一起考入江海大学 之后明确的关系 双方父母也都很满意 晴儿比我小一岁 青春靓丽 性格活泼 走到哪里都很热眼 在学校里 也是他们外语系的细化 周围经常一大帮男生 暗地里给他写情书 递条子 不过我很得意 也很自信 因为我知道 在晴儿的眼里 只有我 他对别的男孩子的追求 从来都是一概不予理睬 他痴迷地爱着我 深情地迷恋我 将自己的心 全部交给了我 晴儿看着我倦怠的眼神 关切地问道 你是不是 昨晚没回来睡 应去打构级呢 大学毕业前的每个周末 我都经常会和几个司党 凑在某一个宿舍里 通宵打构级 晚度中 晴儿都知道的 有时候还会在那里陪着我 此刻看着我疲倦的神态 晴儿理所当然认为 我出去玩儿去了 我没有回答 心里突然感到很潜意 很心虚 感觉很对不住晴儿 我不由地拉住晴儿的手 问他 晴儿 饿不饿 嗯 晴儿点点头 我一天没吃东西呢 就喝了一瓶水 我心中突然大痛 感觉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坏蛋 我很疑惑 自己怎么会突然变成了一个坏蛋 因为在这之前 我一直感觉自己是个好人 好人变成坏蛋 难道这么快就可以吗 我拍拍晴儿的肩膀 我带你出去吃饭去 你想吃什么 晴儿高兴起来了 拉住我的胳膊一捧一捧的 我想想啊 嗯 我想吃什么呢 晴儿果真歪着脑袋想起来 我趁机照了一下镜子 不由吓了一跳 脖子下方侧面 竟然还有一小块 没有洗掉的口红痕迹 我心里很紧张 瞥了一眼晴儿 看他没注意 迅速用湿毛巾擦掉 又好好的洗了一把脸 用梳子梳了一下头发 嗯 风哥 我想去吃粥 晴儿想了半天 终于想出了答案 好 平衡周电的干活 然后晴儿像往常一样 跨着我的胳膊 我们一起直奔平衡周电了 路上 我的心里乱糟糟的 心里的天平不断失衡 一会儿是 晴儿的纯情和温存 一会儿是 于儿姐的妩媚和娇柔 我的心里充满了矛盾和斗争 刘月不许我说爱她 而只许说喜欢 其实冷静下来 我心里也觉得 这么快就说爱 有些荒唐 毕竟爱和喜欢 不是一个性质的 在我的面前 柳月始终保持着冷静和从容 始终掌控着我们的进度和方向 而我仿佛在身不由己 随波逐流 我不舍得晴儿 可是 我绝对离不开柳月 到了平衡周电 我的心还没有平衡过来 平衡周电旁边 是一家大酒店 报驰楼 装饰豪华 灯火通明 小车穿流不息 我和晴儿刚到周电门口 我随意扭头看了报驰楼门口一眼 正好看见一辆黑色的皇冠3.0 停在门口 随后 一个平头 大约四十多岁 大富翩翩的男子 从车里钻出来了 接着 一夜穿着白色连衣裙 头发晚成发肌的美丽女郎 从另一侧车门出来了 我不由得一待 这女的 分明是柳月 那男的 一定就是下午打电话的那位了 我呆地在平衡周电门口 心里一下子变得不平衡起来了 经过昨晚的谈话 柳月对我了解了很多 从过去到现在 从经历到阅历 从性格到志向 可是 我却对她 几乎一无所知 我只知道 她是自己一个人居住 是我的美女领导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老公 有没有孩子 结婚没有 过去如何 现在怎样 什么打算 有何梦想 我只知道 她做业务很棒 知识很丰富 气质很高雅 同时 我还知道 她创上的功夫 特别优秀 几乎可以说是出那把嘴 虽然我不知道 别的女人会怎么样 无法去比较 但我意识里就感觉 她是最好的 我迟迟地看着柳月和那男的 亲热地走进了报纸楼 那男的手 还随意地 在她的臀部碰了一下 我的心 一下子变得着痛起来 心跳几乎停止 大脑顿时开始冲血 两眼发火 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和嫉妒 涌上我的心头 我几乎不能自已了 我狠狠地看着 那个大肚子男人的背影 心里狠得咬牙切齿 狠不得拿刀 剁了那狗日的 我觉得这男人 一定和柳月 有什么说不清的关系 当然 此刻我不可能意识到 这个大肚子男人 后来会和我的成长 密不可分 干嘛呢 发什么呆呢 饿死了 快进来了 亲儿看到我在门口发呆 站在周店大厅 回头喊我 我回过神 急忙走进去 晚饭我吃得索然无味 我的心里老是惦念着柳月 和那大肚子 我心不在焉地 听着秦儿叽叽喳喳的情愫 漫不经心地附和着 吃过饭 我和秦儿走出周店 我回头看着金笔辉煌的报纸楼 心里想 此刻柳月 一定在和大肚子男人 在里面的某一个包间里 边吃边喝 边亲热 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那大肚子男人的肮脏的手 一定在柳月的身体 某一个部位游动着 甚至 那大肚子男人的嘴巴 也在柳月娇嫩的嘴唇上 瞬息着 我受不了自己的想象和遐想 我的心中充满了脚痛 突然扭头 向报纸楼跑过去 边回头 对秦儿说道 我去里面上个卫生间 我从一楼跑到四楼 几乎所有大小单间 都是关着门的 我看不到里面 而我又不可能 一个一个推门去看 我不敢 我觉得来这里吃饭的 都是有钱人或者大人物 我没那胆量 终于 我垂头丧气地走下楼 对等待的秦儿说道 走吧 我的心情无比低落 我的内心无比沮丧 我的心灵无比伤痛 我的灵魂无比迷惘 我失魂落魄地和秦儿回到我的宿舍 听完了 秦儿不回去 住在我这里 秦儿以前在我这里住过几次 都是他睡床 我睡地铺 这次也不例外 我一直觉得自己特纯洁 和女朋友一起过夜 虽然有想做那事的冲动 但是 却总能在秦儿的劝阻之下 保持自治 安静地在地板上睡去 可是 经历了和柳月的风月之事 我突然感觉到 或许 我对秦儿的性冲动 一直就不是那么强烈 一直觉得是可有可无 所以才能在秦儿的劝阻之下 收敛住 不然 换的是柳月 我会不可阻挡地 重逢陷阵 攻城掠地的 夜深了 我躺在地铺上 辗转反侧 无法入眠 脑海里不停地一吟着 柳月和大肚子 心里度火难熬 几乎要发疯了 或许是秦儿察觉到 我今天的异常 或许是敏感地注意到 我对他的冷冻 他也同样不停翻身 没有睡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黑暗中 一个柔软温香的身体 悄悄地 贴到了我的身上 秦儿下的床 和我一起躺到了地铺 搂着我的脖子 柔软的唇 吻着我的脖颈 和耳垂 秦儿少见的主动 让我颇感意外 我不由自主地 搂住了秦儿的身体 秦儿和我互相拥抱接吻 一如我们平时那般 我的心里很色 我和秦儿的拥抱和接吻 都很僵硬 动作很被动 月光的余晖洒进屋子 我眼睛睁得大大的 有神而无力 我畅畅地看着窗外深邃的夜空 思绪已经飞到柳月那了 此刻柳月在干嘛呢 是不是已经熟睡了 还是像我想她那样 想着我呢 还是 我不愿意再想下去的 我的视线转向着秦儿的脸 不由得一睁 秦儿没有像以前 接吻时那样 闭着眼睛 而是睁着眼睛 看着我 风哥 你有心事 是不是 秦儿认真地看着我 长长的眼睛睫毛 在如洗的月光之下 一闪一闪的 我 我的心里一阵发虚 别胡扯 我哪里有什么心事啊 我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我就是担心你这一点 你好胜心太强了 工作要一点一点去做 别太勉强自己 别给自己施加太大的压力 秦儿侧躺着 轻轻地 抚摸着我的脸 温柔地说道 秦儿把我不快的原因 归咎于工作上的烦恼和压力 他没有意识到 我对他的情感 在悄悄地发生着质变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我会对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产生怀疑和动摇 我的心里一阵愧疚 一阵感动 多好的秦儿啊 多好的女人啊 别担心我 我不会太勉强自己的 我不会背负压力的 我轻声说着 将秦儿抱紧 闻向秦儿的唇 将舌头 伸进秦儿的两片唇里面 秦儿不禁闭上眼睛 默默地享受着我的温存 我看着秦儿的模样 心里阵阵发动 我实在不忍心去伤害秦儿 我不能去伤害秦儿 他是无辜的 他是善良的 我难过地闭上眼睛 轻轻地和秦儿温存着 忽然 我的脑海里不可阻挡地 出现了柳月的影子 出现了他放肆 而又野性的目光 出现了他疼爱 而又关切的眼神 出现了他妖娆 而又妩媚的表情 我懵懂迷梦般地意识到 此刻在我怀里抱着 拥吻的是柳月 是我的月儿节 我突然来了感觉 动情地和秦儿接吻 深情地拥抱 抚摸秦儿柔软 丰满的身体 一会儿浑身发热 冲动不可避免地来临了 我像昨晚对待月儿节那样 伸出手 伸向秦儿的下面 我的手突然被阻止住了 秦儿握住我的手 温柔地 在我耳边滴雨 风哥 别 我现在等到那一天 那天 我把自己完整地交给你 好吗 差那间 我醒了过来 我睁开眼睛 看到秦儿的眼睛依然在闭着 脸上荡漾着幸福和纯情 还有淡淡的微笑 我刚才竟然错把秦儿当成了柳月 差点做出那事 我他妈的真混蛋的 要是秦儿知道我此刻心中的想法 他一定会很悲痛的 我心中变得非常清醒 我突然兴致全无 放开秦儿 坐在地步上 摸出一颗烟 在黑暗中点照 深深地吸了两口 一团鸟鸟的烟雾 在夜色中慢慢生腾 秦儿在为我留守着处女的真结 将女人最珍贵的东西 为我保留着 我呢 却将第一次主动给了柳月 那个让我痴狂的成熟少妇 看着窗外皎洁的月光 我心乱如麻 心里突然感觉很寂寥 很悲凉 秦儿也坐起来了 从后面抱着我 胸脯挤压在我的后背 隔着一层薄薄的衣服 风哥 你生气了 我没有说话 我还在想着柳月 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秦儿见我不说话 沉默了片刻 一会儿 身后传来嘻嘻索索的拖衣声 风哥 我转过头 秦儿已经将外面的衣服脱掉 只剩下内衣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四集 月光下的秦儿 显得分外娇美 分外柔嫩 分外诱人 秦儿略带害羞地看着我 脸上的表情 还有些紧张 我知道 秦儿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 我不开心 只要我开心 她可以为我做任何事情 我知道此刻秦儿的意思 她一定是以为 我是因为想得到她补随 而不开心生闷气 她想让我再进一步 得寸进食 满足我的某些需求 可是 我的身体 已经属于了另一个女人 那一夜 已经将我掏空了 我的元气还没有恢复 秦儿美丽的动体 竟然没有能让我动心 我那会儿想 除了柳月的身体 或许没有别的女人 会再让我有真正的性冲动 可是秦儿对我 真的是没得说 我无法去伤害她 我不能去伤害 我没有理由去伤害她 我将烟熄灭了 决心对秦儿好一点 我用毛巾背 将秦儿裹起来 将秦儿抱起来 放到床上 躺在秦儿的身边 亲了亲秦儿的唇 秦儿 别多想了 好好睡觉 安心睡觉 秦儿看我的表情释放了 点点头 在我的温暖的背弯底 秦儿安然入睡 我苦苦挣扎思念了半天 也扛不住疲倦的进宫 憨然入睡 我终于睡着了 而且睡得一塌糊涂 第二天 我醒过来 已经是中午时分了 我足足睡了十个多小时 秦儿正在给我洗衣服 午饭已经买好 放在床头柜上 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秦儿留校 还是在外语系工作的 却并不教课 担任系里的辅导员 这在大学里 是蛮不错的工作 高中时 我一直是班里的团职部书记 秦儿呢 一直是班长 大学之后 我还是担任班里的团职部书记 同时是 新闻系学生会的 军体部长 秦儿呢 还是班里的班长 同时 是外语系 学生会的学习部长 这么多年 我一直是从事务实的工作 你呢 一直是务虚的 秦儿时常和我开玩笑 秦儿说的没错 这班级里的团职部书记 相当于地方的党委 班长 相当于政府 系里的团总职书记 和辅导员的职能 也是如此 一个务虚 一个务实 但是秦儿这么说 我嘴巴上 却一直不服气 我这是 虚功实作 地方上党领导一切 班里嘛 就是团领导一切的 你始终是处在我的领导下的 你在我的手里 是翻不了把的 我常常贼笑着 对秦儿说道 我一直认为 相比外面 纷繁杂物的社会 校园是一片净土 女孩子出来混 很危险的 到处都是邪恶和陷阱 留校工作 是秦儿的最好选择 看我醒来 秦儿将最后一件衣服亮好 擦擦手 走过来 夫 起来吃饭吧 弄了吧 昨天你就没大吃 我揉揉眼睛 打个哈欠 起一窗洗漱 然后和秦儿一起吃午饭 我下午就回学校了 下午心里要开一个小会 我刚留校 不能迟到的 表现要好一点 秦儿边吃边说着 衣服都晾好了 天黑前几地收回来 你现在是党报记者了 要注意形象 出去多吃菜 少喝酒 营养少车 平时多照顾好自己 听着秦儿婆婆妈妈的唠叨 我感觉秦儿特像一个保姆 吃过饭 秦儿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将房间又彻底打扫了一片卫生 然后对我说 我回去了 下周再见 说完 秦儿期待地看着我 等待我的吻别 我轻轻地拥抱了一下秦儿 吻了吻秦儿的额头 秦儿 路上小心点 下周见 秦儿满足而幸福地笑了 然后转身 向外走去了 看着秦儿 看着秦儿孤单的身影 渐渐远去 我的鼻子突然有些发酸 心里潮潮的 我刚要回身进宿舍 却正好看见柳月走过来了 我那时住在报社附近的民房 租住老百姓的房子 房子还是报到第一天 柳月帮我联系的 一个月租金五十元 我看着远处悠闲地走过来的柳月 不知怎么定 心里有些后怕 秦儿走得真是巧了 再晚走两分钟 就和柳月正碰头了 柳月昨晚一定休息得不错 精神饱满 面色光润 两眼充满了灵气 穿了一件蓝色白条纹的 休闲连衣裙 头发随意地披在肩上 和平日里正规的形象相比 别有一番方位 我一看到柳月 心里就没了分寸 昨晚到现在一肚子的怨气 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心里顿时就暖暖地 柔柔地 充满别样的感觉 我真他妈见了 我脸上立刻展开了灿烂的笑容 笑得很开心 很真实 迎接柳月的到来 柳月笑得很含蓄 脸上似笑非笑的 但是眼神很开心 很温和 手里提着一袋子水果 你笑起来很纯 像小孩子在笑 很天真 很纯洁 柳月走近我 这样评价我的笑 因为我是发自内心的笑 所以才会很真的 我接过柳月手里的水果 便请她进门 这年头 能发自内心的笑不多了 笑得成了一种摆设和工具呢 柳月边说边进门 又用赞扬的口气说道 不错 傻孩子 个人卫生整理的不错 很爱整洁的好孩子 提出表扬 我一听柳月叫我傻孩子 我心里就激动 我一看到柳月 就动情 我把水果往地上移放 反手关上门 一把就从后面 抱住了柳月 双手直接就按上了柳月的前胸 下面直接有了反应 隔着裤子 顶着柳月的臀部 柳月大概没有想到 我现在这么大胆 这么直接 比我的哼了一声 身体有些绵软 柳月的反应激发起了 我的男人本性 我将柳月反身转向屋门 让柳月扶着屋门框 伸手撩起她的裙子 扯下她的内裤 扶着柳月的腰 急急活活地 从后面挺了进去 此刻 我将刚刚离去的情儿 望得干干净净 心中只有柳月 只有欲望的火焰在燃烧 我猛烈而又无礼地冲击着 柳月脸色飞红 身体微微厚弯 迎合着我 在门口战斗了十几分钟 然后我们没有分开 我推动着柳月往前走 慢慢地落到裙上 继续疯狂地放纵 只有和柳月在一起 我才能找到我的灵魂和肉体 我才能感觉到 欲望的回归和存在 柳月仿佛充满了激情 解放后的烈焰和热火 主动迎合着我 主动配合着我 被我带领走向极乐的巅峰 当一轮战斗结束 我和柳月大汗淋漓地躺在床上休息 房间里的电风扇呼呼地对着我们吹着 柳月脸色潮红 眼神更加水灵 目光更加柔和 一会儿靠着床头坐起来 从包里摸出一盒三五 先点着一颗 吸了两口 递给我 接着自己又点着一颗 深深地吸了两口 我找了一个旧茶笔当烟干 放在我们之间的床上 边抽烟边问柳月 我之前没在你面前抽过烟呢 你怎么知道我抽烟呢 干几 直接 柳月用手指优雅地探探烟灰 淡淡地说道 不相信感觉 我直觉 你就是个小烟枪 你的感觉真准啊 我赞赏地说道 柳月突然笑起来了 喂 和你说个事啊 我从第一天见到你 我就感觉 你和我之间会有一点事 没想到 是这一事 我也不见笑起来了 姐 和我在一起 你开心吗 嗯 柳月点点头 你呢 我也是 很开心 发自内心的开心 开心就好 曾经和诗 开心也成为那种奢侈 柳月悠悠地说着 眼神里突然闪过一丝忧郁 我没说话 我知道 柳月突然间 又有些惆怅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柳月 因为我对她一无所知 一会儿 柳月摇那摇头 又笑了 刚才我来你这里的时候 正好遇见对面一个 扎扎马尾辫 穿红色连群的女孩走过来 长得那个水灵啊 真清纯 我一听 知道她说的是情儿 想起柳月刚才自诩的直觉 我心里不禁咯噔一下 怎么了 柳月看到我的表情一睁 扭头看了我一眼 没 没什么 烟头躺着手了 我熄灭了烟头 其实 我还是有些奇怪的 柳月吐出了一口青烟 慢慢悠悠地说道 像你这么优秀的男孩子 竟然还没有女朋友 奇怪啊奇怪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心里有些发虚 嘴巴上却很硬 大学毕业 没女朋友的多了 柳月扭头看着我 一会儿狡黠地笑了 傻孩子 你和他们不一样的 你是那种 出类拔萃的男人 你是最优秀的男人 我很开心 伸手摸着柳月光洁的大腿 你真这么认为吗 月儿姐 是啊乖孩子 柳月痴痴地笑着 伸手在我下面摸了一下 在我眼里 你无论从哪方面 都是最优秀的男人 这么优秀的男孩子 竟然会没有女朋友 看来是你眼眶子太高了 一般的女孩子看不中吧 你希望我有女朋友吗 我盯着柳月的眼睛 手继续在她的大腿上游动着 不知道 柳月给了我一个 模棱两可的回答 接着又说 你说呢 其实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因为我心里 一边是海水 一边是火焰 一边是期待 一边是矛盾 我们静默了一会儿 柳月又说 其实 我发现我刚才来的时候 遇见那漂亮女孩 和你挺般配的 你们俩在一起 可真的是狼才女貌啊 你凭什么这么感觉呢 我的心里一阵惊激 虚弱地问柳月 直觉 柳月回答得很干脆 我们俩在一起 就不是狼才女貌了吗 我心里一尘 接着反问道 我们 柳月顿了一下 温情地看着我 傻孩子 我们之间 是不能用这个词来形容的 我不这样认为 我执拧地说道 我觉得你好美啊 柳月姐 我都快被你迷死了 柳月笑得很开心 浑身发颤 胸前的肉团格外地晃眼 她的嘴唇 凑到我的耳边 轻轻地 瞬息着我的耳垂 骗着我的耳阔 一会儿 疑难地说道 姐不要求你别的 只求别把你迷死 你死了 姐怎么过呢 我心中一热 把柳月未吸完的烟熄灭了 搂过柳月的身体 在柳月洁白滑嫩的身体上亲吻 舌头和嘴唇 慢慢地滑动 一边轻轻地说道 姐 我不想被你迷死 我想死在你的身上 柳月妩媚地笑得起来 扶弄着我的下面 并用软软的声音对我说道 傻孩子 不等你累死 姐已经被你弄死了 柳月就是这么会了破人 我的身体迅速地 又起了反应 我略微粗鲁地 一把将柳月翻转身体 扶上去 搂住她的前胸 又一次 进入了柳月的温柔深处 年轻真好 我喜欢你 小男人 柳月断断续续地呢喃着 扶在床上 下午五点 柳月催促我穿好衣服 乖宝贝 今晚我带你 去一个地方吃饭 带你见一个人 谁啊 我很好奇 去了你就知道了 这个人以后对你很重要 记住 一定不要乱说话 不要多说话 不要乱插眼 柳月为我理了李依林 整理了一下头发 满意地看了一会儿 然后叮嘱我 我点点头 虽然我不明白 如何把握这三段的尺度 我心里莫名地兴奋起来 三十分钟之后 我跟随柳月来到江海宾馆 来到餐厅的一个单间 柳月开门先进去了 我跟在后面 一进门 我迎面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平头男人 坐在餐桌的城中间 看见那个男人 我呆住了 柳月带我来见的人 竟然就是大肚子 看见大肚子 我很意外 扭头看着柳月 搞不懂柳月想干嘛 这鸟人 以后对我很重要吗 不光我看着柳月 大肚子也看着柳月 小柳啊 这位是 大肚子看着我的眼神 像是在神贼 让我很不舒服的 柳月回身揽过我的肩膀 顺手关上房间的门 看着大肚子 杨哥 这是我表弟江峰 专门带过来给你抱个道 代表你这个码头 一边说 柳月拦着我肩膀的手 一边用力地按了我一下 同事对我说 江峰 叫杨哥 这时 我看到大肚子看着我的眼神中 滴意顿笑 变得和气起来的 杨哥 我叫了一声 杨哥站起来 脸上笑起来 冲我伸出手 哈哈哈哈 原来是小表弟啊 好好好 欢迎 来来来 来这里坐 说着 杨哥热情地把我 拉到他左边的位置上坐下来 因为杨哥坐在中间 我坐在他的左边 柳月就只能坐在他的右边了 这让我心里有点很不舒服 我心里暗暗骂了一句 骂他个逼的 柳月和我一左一右 坐在杨哥的身边 我看了看柳月 他冲我微微一笑 我心里稍微安慰了一些 这时候 一个服务员敲门进来了 恭恭敬敬地冲杨哥说道 杨部长 可以上菜了吗 杨哥微笑着点点头 啊 可以上了 另外 告诉你们王经理啊 我今天是私人朋友聚会 没事 别进来打扰我 服务员唯唯诺诺答应着出去了 这个杨哥是个部长 什么部的部长呢 我心里转悠起来了 老子毕业前是系学生会的军体部部长 咱俩评级啊 小表弟在哪里做事情呢 杨哥虽然是在问我 眼睛却看着柳月 今年刚从江海大学毕业的新闻系的本科 学生干部 大员 分了报事 让我要到记者部里来了 亲自带她的 柳月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心里暗笑 柳月撒起谎来 脸不变 心不跳 不愧是检验是广的 啊 不错不错 好好干啊 杨哥这才转向我 带着领导的风范 拍拍我的肩膀 小伙子 很精神啊 年轻 风华正茂 有前途啊 听这口气 这杨哥比我系党总制书记 勉励我的时候 还要有拍头 我没说话 记住柳月的叮嘱 点头笑笑 我先来把他带过来 和你认识认识 以后他的进夫 还得你多关照 离不开你的帮助的 柳月像对老朋友讲话一样 看着杨哥 这年头 伤到有人还办事啊 好说好说 杨哥看着柳月点头 小柳 你放心 你的小表弟 就是我的小表弟 名字我记住了 我心里会有数的 我表弟来报社才一个月 一直都是我带着锻炼的 报社都不知道 我们这层亲戚关系的 您可要保密啊 柳月对杨哥说道 理解理解 当然会保密了 杨哥乐呵呵地看着我 小伙子长得这么英俊 有女朋友没有啊 我一时有点傻了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看了柳月一眼 杨哥问你呢 说吧 柳月笑呵呵地看着我 嗯 有了 我坑着出两个字 脸色有些发红 哦 杨哥看着柳月 真可惜啊 我侄女是今年刚大学毕业 我正琢磨着可以找个对象呢 刚看中你小表弟 呵呵 可惜人家已经名花有主了呀 柳月含笑着看了我一眼 然后对杨哥说道 你也不想一想 我表弟这样优秀的男孩子 还能找不到对象吗 我这小表弟啊 基本素质很高的 能力不错 不是我自夸 来报社这一个月 进步很快 拥有水平 可以和工作两年的记者 相聘美了 最近事理几次大的活动 都是他采访写的 文字驾驭能力不错 正着高度把握得好 杨哥认真地听着 然后点点头 嗯不错呀 会写文章是个本事 现在市值各部委办局 都需要能写稿子的 文笔好的 这次如果你不走 我还盘算着 把你调到部里来呢 我心里大吃一惊 柳月要走 到哪里去呢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五集 这是菜上来了 杨哥招呼我们 边吃边喝边聊 我看着柳月 柳月却仿佛没有看见 我脸色的变化 对杨哥笑着说道 谢谢杨哥气重和高看 其实我 我这也不算走啊 只不过 是去省委宣传部帮忙而已的 组织关系又不过去的 我愣了 我知道你的打算 不过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你还年轻 想追求进步也是对的 在市里 提拔的空间很有限 很多科技干部 都压死了 是的 空间太有限了 我挣科技五年了 在报社熬到复县级 费事了 不说很多资历比我老的老主人们 在那死熬着 就是一个梅林 我也多不过他呀 虽然他的资历比我浅 柳月一饮而尽 梅林现在 还是办公室主人吗 杨哥问柳月 是的 马老板的大红人 天天跟着马书记 形影不离 我一听 柳月说起来 我们单位的人和事 不由他注意听起来 呃 这个小天哪 工作能力是不错 也很能干 很具有开拓性 就是和这个梅林 一直弄得不明不白的 这家伙 别一是英明 毁在一个女人身上啊 这梅林可是不简单的 杨哥摇摇头 我越听越吃惊 这杨哥竟然好似是个大官 报社里一把手党委书记 马笑天 在他的口里 被简称为笑天 我不由得 用敬畏的眼神 看着杨哥 这杨部长 和我那学生会 军体部长看起来 确实不是一个级别的 至于梅林 我来报社一个月 至今未曾谋面 看来也是一个大忙人 而且还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 我现在在单位里也别扭的 梅林站着马书记 对她好 处处和我比 什么都想压我一头 很可笑 刘月摇摇头 也不见为敬吧 接着要去帮忙 对我来说 也不身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这还亏了你 从中斡选呀 我斡选是一回事 关键还是你业务帮 全省十大优秀记者 人家当然愿意你去帮忙了 他们新闻处 每年向中央新闻单位 发稿的任务 也是很重要的 压力很大 迫切需要你这样的骨干力量 杨部长看着柳月 用婉计的语气说道 其实呢 我是舍不得你走的 我知道 你这一走 恐怕就难以再回来了 但是 只要是你喜欢的事情 你想做的事情 你想进步 我不会阻拦你的 我会尽力地帮助你的 我听了这话 感觉杨部长 对柳月的口气和态度 很暧昧 心里不是滋味 可是 又说不出什么 同时我心里突然很难过 柳月这一走 恐怕就难以再回来的 那我怎么办呢 青山常在 绿水长流 柳月端起酒杯 意味深长地看到我一眼 又看着杨部长 杨哥 谢谢你 真的 我非常感谢你 我并没有走远的 大家会经常见面的 经常打交道 别为我的离去而伤感 我会经常回来看大家的 杨部长端起酒杯 干了一杯酒 沉稳地笑的 呵呵呵呵 婚馆场不容易啊 女人更难 去的盛城 我会管照一些人帮助你的 你自己要把握好方向 好自为之啊 我会的 柳月点头 杨哥 以后你要多抱住身子 嫂子已经走了两年了 个人问题该考虑的 也要急早考虑了 身边没有个人 也很孤单的 我在旁边听柳月说这话 心里感到很高兴 这话明白乌乌地告诉我 杨部长虽然是单身 但是柳月和杨部长是清白的 杨部长看了看我 又看着柳月 沉默了半天 门声说出一句话 不说这事了 喝酒 反后 杨部长先走了 临走前 专门和我握手告别 态度很和蔼 小表弟 后悔有机啊 杨哥再见 我突然对这个杨部长 有了些许的好感 然后 我和柳月 一起打出租车回去了 今晚这顿饭 我心里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的 我急切地想和柳月私聊 一进柳月家 我满腹的疑问刚要开启 柳月先捂住我的嘴巴 顺便在我的脖子上亲了一下 宝贝 是不是很多问题要问呢 先别问了 先洗澡 洗完澡 我会告诉你很多事情的 别说 柳月边帮我脱衣服 推着我 往卫生间里走 我于是 暂时把问题压下去了 去洗澡了 柳月也脱的衣服进来了 喂宝贝 姐和你一起洗 姐给你洗 淋浴之下 柳月的双手 在我的身体上滑动 涂抹着沐浴液 细心地为我涂抹着每一个地方 我看着柳月丰满 而又弹性的乳房 伸手握住 放在手里揉搓着 我的身体下面 也迅速硬起来 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浑身的血液都在凝聚 柳月站起来 抱着我 身体和我紧紧贴在一起 放满的前胸挤压着我 我们在淋浴下 亲密地拥抱在一起 我暂时将脑子里的疑问抛开了 和柳月纵情地亲吻 抚摸 我的手 在柳月的全身 揉搓 油滑 揉捏 很快地 我再度胸气呢 将柳月 抱起来 放在洗手台上 掩齐息骨之后 我们一起躺在柳月宽大而柔软的床上 柳月将我的脑袋 放在她的胸前 抚摸着我的头发 让我轮流瞬息那两颗葡萄 柳月点燃一颗烟 悠悠地吐了一口 然后对我说 宝贝 现在是答应时间了 我来解答你的疑问 我先说 你听 我俯在柳月的胸口没有抬头 嗡了一声 示意她开始 今晚这个杨哥 是咱们市委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 组织部的二号人物 我不细说你也知道 她权力很大的 和我认识很多年了 老朋友 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兄妹关系 这人很正的 人品很好 围观多年 经验丰富 关系很广 对我很好的 我这次 接调去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帮忙 她出了很大的力 今天上午给我回话 说搞定了 姐 你什么时间走啊 我迫不及待地问道 明天就走了 杨部长说 省委宣传部那边 已经给报上的马书记 打了招呼了 借用期限 暂定一年 明天 一年 还是暂定 我心里涌起了巨大的失落 还有无比的难过 浮在柳月的胸口 姐 你走了 我怎么办 你还会想着我吗 乖宝贝 你是姐的好宝贝 姐怎么能不管你呢 我今晚带你建言部长 就是要安排我 走后你的事情的 这个杨部长 别看是副部长 是那个不与半觉的头头 见了他 可都是毕恭毕敬 没有敢对抗的 你好好工作 别的别管了 有事情就去找他 我希望你 不但能做一个好记者 而且 能在政治上 有好的前途 能快速进步 柳月轻轻地 抚摸着我的背 我走了 会经常和你联系的 电话写信都可以 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你也可以没事时 去省城看我 柳月牺牲细雨的安慰着我 我点点头 心里仍然很失落 月儿姐 你是不是戒掉了 就不再回来了 嗯 这个不好说呀 要看具体情况来定的 如果能把关系办过去 我当然会留在那里了 但是很难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希望你留不成 记掉完就回来 我懵懵懂懂地说了一句 柳月笑的 傻孩子 不管姐在哪里 都会记着你的 会关心你的 我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去找那个杨部长呢 嗯 比如 单位里人事调整 内部布施的调整 进职称 外派学习 重点培养等等 如果出现对你不利 或者你想要 而不容易的事情 都可以去找的 他都能帮你实现 其实你现在 有个很大的优势 我们是党报 你是党员 报社里有很多 比你年龄大的 资历老的 还都不是党员呢 这是他们无法和你比的 那时候还不知道 这个党员对我的重要性 后来才体会到 柳月这句话的含义 原来入党是提拔的前提 特别是 在党报单位 不入党 想提拔 想都别想 记得听人说过 入党最容易的是当兵 其次是上大学 到了单位里 想入党很难 多少人为了一张党票 正在这头破血流 我后来一直很庆幸 自己在大学里 考军体部长这个职位 换来了党员的身份 哦 知道了 我回答道 平时没事 你也可以去他办公室 坐坐的 汇报汇报思想 听听他的教导 这可是一个 官场老油条啊 刘月说道 哦 知道了 我还是那句话 心里空荡荡的 记住一点 任何时候 都要一定让他认为 你是我的表弟 我们是表姐的关系 不可露出破绽 刘月突然很严肃地说道 我点点头 又问刘月 他对你很好 他对你有那个意思 是吗 是的 他是有那个意思 他对我有那个意思 已经很久了 刘月回答得很痛快 他老婆患病去世两年了 他一直没有找 就是等我的 那你答应他了吗 我傻傻地问道 傻孩子 你今晚看不出来吗 你一只顾问 为什么你不答应他 我尊重他 把他当大哥看 可是 我对他没有那种感觉的 虽然他一直对我很好 而你 不同 那种感觉 是什么感觉 我傻傻地问道 傻瓜 自己去想吧 刘月拍了一下我的脑袋 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只可以一会 不过 也说不清楚的 我窃喜了一下 又问 那你为什么不明确告诉他 回绝他 让他放弃等待和希望呢 刘月看着我 沉默了一阵子 然后说 你还想 你不知道的 你也不明白 爱情和婚姻 并不是简单的一个 行 或者不行 爱 或者不爱 就可以解决的 学生时代的浪漫爱情 和生活中的现实爱情 是不同的 我似懂非懂 点点头 月儿姐 我好喜欢你啊 我不喜欢你和别人好 我学乖的 不再说爱的 因为刘月说过 爱太沉重 让我深说此字 我知道了 我明白你的想法 刘月配配我的肩膀 起来 我给你个东西 我坐起来 刘月将抽了一半的烟 塞进我的嘴里 然后下床去客厅 一会儿进来了 拿了一个精致的正方形纸盒 打开 拿出一个BB机给我 摩托伦拉 汉险的 126台的 给你的 以后我找不到你 就呼你 我吓了一跳 那个年代 大哥大是个传说 BB机刚开始流行 大多数都还是数字的 一般只有那些领导 和有钱的 才在腰里 别着汉险的 而且价格不费 接近三千多元 对于刚参加工作 一个月工资 三百多元的我来讲 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虽然我很羡慕 别人腰里的 吱吱的叫声 你从哪里弄的 这玩意很贵的 我不要 你带着用吧 我说 去有点去采访 给局长写了一个专访 受的贿赂 刘月笑嘻嘻地对我说道 这个给你用了 我等以后再想办法弄一个 你别在腰上 出去就吱吱地叫 多神奇啊 我很高兴 很喜欢这玩意儿 同学聚会时 让他们看看 也说明咱混得不赖 起码能满足一下 虚荣心的 看我很高兴地摆弄这个 刘月很开心 拍拍我的肩膀 宝贝 以后你做记者厂了 人家给你送东西的多着呢 什么玩意儿都有 各种各样的礼品和纪念品 做记者 别的好处没有 就是礼品和纠缠多 我开心完了 我开心完了 收集BB机 突然又涌起了别离仇 看着刘月 月儿姐 你走了 我会很想你的 很想很想 刘月在我的脸上亲吻着 用舌头舔着我的耳垂 抚摸着我的身体 温情地低语道 宝贝 记得宝贝 坚持不得你的 我翻身 将刘月放平 鲁莽而冲动地 在她白嫩柔滑 而丰满的身体上 亲吻着 脖颈 胸口 腹部 逐渐往下 用舌头瞬息着 撇着她的每一寸肌肤 每一个敏感的部位 刘月情不自禁地 呻吟起来了 紧紧抓住我的头发 身体颤抖着 紧紧宝贝 尽好喜欢你 姐心里只有你 激情再次爆发了 这一夜 我和柳月没有睡觉 除了聊天 就是做爱 然后再继续聊天 感觉有说不完的情话 倒不完的缠绵 释放不尽的激情和欲望 中间有一阵 高潮之后 我哭了 泪流满面的 我舍不得柳月离开我 柳月也哭了 然而很快的 又笑了 抬着我的脸说道 男人不哭 男人不哭啊 姐会经常和你见面的 于是我擦干眼泪 紧紧抱着柳月 生怕她马上就会消失 柳月任我抱着 轻轻地和我耳边撕磨 在我的耳边轻轻说道 宝贝 不许你找别的女人 我点头答应着 心里很虚 很慌 很惊 注意 不要和梅林接近 远离她 静儿远之 更不要得罪她 柳月用舌头尖 轻轻地 骗着我的耳朵 哦 我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是 只要是柳月不喜欢的人 就一定不是好人 我一定会静儿远之的 想我的时候 就写信 我到了之后 就会把地址发到你的BB机上的 柳月温柔地 继续亲吻我的脖颈 嗯 我心里吵呼呼的 方便的时候 去省城看我 我带你出去玩 给你买衣服 柳月继续说着 声音越来越小了 我突然感觉脖子上热乎乎的 有东西流淌下来 一摸柳月的脸 柳月哭了 我的泪水 又无声地流了下来 和柳月认识一个月 我流了三次眼泪 这之前的十年 我没流过一滴眼泪 我和情儿在一起的时候 从来都是一座山 坚强地靠山 从来都是 我安慰情儿 可是 和柳月在一起 我却总是感觉到 自己的幼稚和无力 感情的潮水 总是那么澎湃 总是那么容易出动 内心悲和痛的神经 泪水 总是那么容易流出来 第二天早上 起床之后 柳月将房间钥匙 留给了我 柳月要先去办公室 和领导同事告别 让我今天稍微迟到 一会儿再去 不要送她 我知道 她是怕我在那种场合之下失控 而我也确实不知道 能不能控制住自己 我们深深地吻别 深深地 许久 然后柳月和我分开了 紧紧摇了摇嘴唇 努力笑了一下 宝贝 走呢 住我一路顺风吧 一路顺风 我痴迟地看着柳月 然后柳月转身下了楼 带着简单的一个行李箱 柳月走了 带着我无穷的思念 带走了我寂寥的心 我跑到阳台 看着柳月的身影 在楼道拐角处消失 心中无险悲凉 我的心充满了惆怅 从认识柳月到现在 我始终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 他不说 我也不问 以后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六集 柳月走后 记者部原来的副主任刘飞 接铁柳月主持工作 因为柳月属于戒调性质的 人事档案关系还在报社 还属于报社的人员 工资还是由报社发的 也就是说 还是有可能要回来的 所以报社党委 没有委派新的主任 而是由副主任主持 柳月的办公室也没有动 仍旧保留着 刘飞还是和我们一起 在大办公室办公 这多少让我有些安慰 或许柳月 真的能再回到报社的 我心里暗暗 希望柳月的理想破灭 留不成省城 戒掉到期赶紧回来吧 我不禁为自己的自私感到惭愧 相比杨哥 我感觉自己的想法很卑鄙 老杨苦等柳月两年没有回报 柳月要进步 要去省城 他一样能伸出鼎力之手 并答应帮助柳月 想办法把关系办过去 这是一种多么宽广 多么无私的胸怀和气度 而我只想到了自己 为了自己的所谓的爱 宁愿用柳月的理想作为代价 我感觉自己很渺小 觉得自己对柳月的感情 还不够真挚 不够深厚 不够无私 我觉得自己 好像还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爱 还不能领悟爱情的真谛 我迷惘了 我失落了 我寂寥了 我心里对柳月产生了一种 深深的愧疚 和强力的思念 在柳月走后的第一分钟 我就开始想念柳月了 白天 除了采访和写稿 我的脑子里装的都是柳月 晚上 我会在柳月的房子里 待上几个小时 坐在客厅里 静静地 挺邓丽君的 恰似你的温柔 这是我们第一次跳舞的时候的旋律 我坐在沙发上 静静地听着 抽着柳月留下的三五香烟 在鸟鸟的烟雾中 回响我们的一幕一幕 我不敢去卧室 不敢睡那张床 那会勾起我太强烈 太刺激的怀念 我受不了那种刺激 我不敢去享受那种刺激 我就这么静静地 坐在客厅里 静静地 听着音乐 静静地 抽着香烟 静静地 面怀过去 回忆 回忆着 从我心里跳出来 拥抱你 到晚上十一点 我悄悄地关好门窗 关好灯光 悄悄离去 回到我的简陋的宿舍 在我那张 和柳月战斗过一个下午的床上 在对柳月甜蜜而痛苦的怀想和记忆之中 渐渐渐睡去了 先有性还是先有爱呢 先有情还是先有欲呢 爱情和性欲是不是可以分割呢 我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 开始初步思考这些问题 当然 依我那时的经历 和对人生的体验 最终思考的结果 只能是两个字 幼稚 柳月走后 我时刻将BB机 随身装在口袋里 在单位里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有BB机 为了不引人注目 我将BB机调到振动 随时等候柳月呼我 柳月走后的第二天上午 我正在外面采访呢 大腿附近的裤子口袋 突然一阵发麻 BB机在疯狂地震动着 我激动地 急忙走到无人的地方 迫不及待地 逃出BB机 阅读信息 果然是柳月在呼我 我的月儿 终于来信息了 亲亲 我今天刚报道 一切顺利 误念 我的通讯地址是 世界放路35号 102信箱 方便就给我写信 想你的月儿 我狂喜激动 兴奋地蹦起来 把BB机放在嘴边 狠狠地清了两口 好像是在 请着柳月那 柔软 性感的唇 采访结束 晚上 在柳月家的书房里 在温馨的台灯指下 我泡上一杯茶 点着一颗烟 摸起笔 展开心智 看着写在台上 相框里端庄美丽的柳月 带着无尽的甜蜜 和牵挂 怀着缠绵的亲情 和思念 给柳月写信 月儿姐 此刻 我正坐在你家的书房 写在台前 坐在你曾经 无数次坐过的椅子上 便看着你娇美的面容 便向着你 无边的温柔 给你写信 今天 我终于收到信息了 好高兴啊 你走了两天了 两天 对我而言 仿佛是漫长的两年 我每一刻每一秒 都在思念中度过 想着你的脸 想着你的笑 想着你的一举一路 想着你的每一寸温柔 想着你的每一个亲吻 我想你 我的相思 就像禅书的青唐一样 在夏日的雨漏中飞涨 而你 就是我心中那棵 长春树 回想我们在一起的短暂时光 我的心绪 迷迷茫茫的 你那美丽的倩影 动人的眼神 妩媚的笑脸 总是伴着月光入我梦来 让我牵挂不停 我仍旧受着期待的煎熬 心中不停地把你思念 你的容颜一次又一次地 出现在我的面前 还是那么亲切 美丽 但无法接近 就像此刻深邃的夜空中 闪烁的星星 我停下笔 看着窗外的星空 深深地 吸了一口烟 女儿姐 刘飞接替你主持记者部的工作 你的办公室还留着 她和我们一起在大办公室里办公 她对我还算可以 我对她很尊敬 因为她是领导 这几天 我开始独自出去采访了 没有你在我身边 我觉得自己有些发愁 但是还是挺过来的 世界性新闻采访完 都能及时交稿 刘飞对我这几天 还是很满意的 每天我走过你的办公室门前 都要忍不住看几眼 仿佛你就在里面办公 在里面打电话 好希望 你还能在那办公室里上班呢 我知道 我的想法很自私 我想让你回来 我知道 我不应该这么想 我应该希望你前途光明 仕途坦顺 可是 我心里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我不愿意对你撒谎 月儿 认识这么久了 我从没有问过你的过去 你也没有告诉过我 就是我不关心你 我经常在深夜里 想着你忧郁的眼神 你说你对很多事情有直觉 我也有直觉 你的眼神告诉了我 你曾经的沧桑和坎坷 或许 还有隐藏于心底的 忧伤和苦痛 所以 我不想刺激你 不想关回你对过去的回忆 所以 我从不在你的面前 询问你的过去 我想 或许 有些过去 永远成为尘封的回忆 会更好一些的 知道吗 月儿 你的美丽的眼睛里 若有若无的忧郁和悲怆 时常会让我心痛 让我忧伤 我从不认为 我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可是 自从和你之后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有如此澎湃汹涌的情感 我的感情的潮水 怎么会如此丰富呢 写到这里 我看着相框里的月儿呢 淡淡的眼神里 依然的忧郁和淡漠 一种隐痛和心疼 悠然而生 我不想刻意地去知道她的过去 我也不想去打听她的过去 可是 我分明感觉到 从这双眼睛里感觉到 月儿 一定有着刻骨铭心的过去 心中一定还有 阴影的创伤 和苦楚 姐 你给了我从没有过的人生激情 给了我从没有过的温暖母性 给了我最新鲜的人生体味 你是我心目中的阳光和希望 是我人生道路上 心得一夜的引路使者 我从没有如此眷恋和依恋一个女人 你成为我灵魂和肉体 不可分隔的一部分 我多么想让我们的灵魂 进入同一个区壳呀 夜深了 喧闹的城市安静下来 周围一片寂静 偶尔 传来远处火车的气笛声 我毫无倦意 脑子里充满对柳月刻骨的眷恋和亲密 不停地写着 当晚 我没有回宿舍 我睡在客厅的上法上 我还是不愿意 去那卧室的床上 我要等到柳月回来 和柳月一起 在床上睡 带着淡淡的相思愁苦 我朦朦胧胧的进入梦乡了 半夜时分 突然一阵急于阻的敲门声 将我惊醒了 深更半夜的谁来敲门呢 我一咕噜爬起来开灯开门 一看 是一个三十七八岁左右的中年人 身材挺拔 眼神很炯 相貌英俊 一看就是 很精明的那种人 你找谁啊 我半夜被弄醒了 没有什么好气 同时 我自使身体结实 对这深夜来客 没有一点惧怕感 对方显然很意外 又抬头看看门牌 然后看着我 你 你是谁 你管我是谁呢 我问你找谁 你是谁 我更加没有好气了 我找柳月 对方两眼指咯咯地盯着我说 我是柳月孩子的爸爸 柳月呢 我一听 头轰的一下子炸了 直接懵了 我立刻弄明白这男人的身份了 我靠 拐什么玩儿呢 柳月孩子的爸爸 不就是柳月的老公吗 柳月的老公来了 我的头皮懵懵的 妈的 这个男人竟然是柳月的老公 哪一个 我感到很意外 心里略过一丝惊慌 但是 在我迅速地初步判断出 这男人身份的同时 我立刻又做出了另一个判断 这狗屎 是柳月的前夫 一句有二 一是柳月说过 家里只有他一人 而且 柳月将自己房子的钥匙 留给了我 二是 这狗屎刚才说 自己是柳月孩子的爸爸 而不说 自己是柳月的男人 还有 他没有钥匙 我看着这男人 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神里 充满忌妒 而他 虽然在找柳月 却没有要进门的意思 这更加确定了我的判断 我高大的身躯 堵在门口 他滴溜着眼神 乱往里看 我突然想到 柳月眼里的忧郁和悲凉 柳月心里不为人知晓的苦楚和哀痛 或许 就是这狗屎带给他的 想到这里 我不由信心倍增 勇气大增 低气提足 心里突然对这个陌生的男人 这个自称是柳月孩子爸爸的男人 增加了几分敌 我没有让他进门的意思 眼神迅速变得敌视 冷冷地说道 柳月不在 你找他干嘛 你是什么人 那男人好像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用领导看下属 大人看小孩的目光看着我 这男人亲密的目光 显然是伤了我的自尊心的 老子现在大小也是个党报记者 到哪个单位去采访 都是笑脸相迎的 好吃好喝好接送 就是那些不为半局的局长见了我 也是和气的 握握手 打个招呼 你这老小子 竟然敢用这种眼光看脑子 同时我还想到 这男人深耕半夜砸门 是不是想来骚扰柳月的呢 我心里生气了 我甚至想揍这个男人 很明显他不是我的对手 我在大学里 除了是足球队队长 还是校武术队的队员 专联三大 像他这样的 遗憾就是 养尊处优习惯的 从不锻炼的主 三个两个的不在我的空下 我左右摇晃了一下肩膀 然后转了穿脖子 发出咔嚓的声音 想香港电影里的高手的架势 转了两圈 然后才对那男人说道 我是谁 关你鸟事啊 告诉你了 柳月不在 那男人 用厌恶的眼光看着我 似乎在嘲笑我的幼稚和粗鲁 又显然是不相信我的话 伸着脖子 宠物里喊道 柳月 你出来 我找你有事 我不是骚扰你 我打你家电话打不通 我才过来找你的 我这才想起 柳月家的电话 被我把接线拔下来了 深更半夜的 这男人的声音格外响亮 我有些恼火了 伸手按住这男人肩膀 稍微一用力 他哎呦一声叫出来了 哎呦 你干嘛 没礼貌的东西 我说那柳月不在 你捣鼓什么样打进他 我火了 滚蛋 别让我发火 一想起这可能就是 给柳月带来伤痛的男人 我下手就是毫不客气的 他似乎没有受到过 这种无理的冒犯 退后一步 脱离开我的手臂范围 用狠狠的目光看着我 我没有跟进 仍旧堵在门口 有什么事 说吧 回头我告诉柳月 那男人似乎现在 相信柳月是真的不在了 冷冷看了我一眼 微服得高傲和矜持的神态 那好 麻烦你转告柳月 你你发烧住院 在医院里哭着找妈妈 后妈和保姆都看不了他 去不去 让他自己看着办吧 说完 这男人用手扶了一下 油光发亮的 一丝不苟的分头 轻蔑地看到我一眼 瞎都走了 我站在门口愣住了 你你发烧住院了 找妈妈 妈妈在哪里呢 我一时有些六神无主了 你你一定就是柳月的孩子了 那孩子发烧住院找妈妈 后妈和保姆看不了 可是柳月也不在呀 我看看时间 凌晨三点 这个时候 我没有柳月的联系电话 现在也无法找到柳月 一想到你你在医院里 呼着找自己的亲妈妈 我眼前呈现出台湾电影 妈妈 再爱我一次 那里面 母子撕心裂肺哭泣的场景 鼻子突然酸溜溜的 可怜的你你 原来和后妈一起生活呀 唉 我睡意全消 坐在客厅电话机的旁边 插上电话线头 琢磨着怎么找到柳月呢 想了半天也无计可施 最快 也得等到白天上班 插悬114 找省卫宣传部新闻处的电话 找柳月了 别的 实在是没有办法 可是 一想到可怜的你你 在医院里哭泣 我心里又很难过 无心插柳柳成音 我越是无意去打听柳月的过去 却找上门来一个狗屎男人 自称是柳月孩子的爸爸 妈的 还很牛叉 盛气凌人的 长得也很不错 有成熟男人那种气质 还颇有一种领导风范 我靠在沙发上 抽着香烟 开始胡思乱想了 柳月和这个男人离婚 一定是这男人的不好 伤害了柳月 然后柳月愤然离婚 孩子判给了男方 这男人 已经又结婚了 给妮妮找了后妈 唉 无骨的孩子 大人婚姻的牺牲品呢 我抽着烟 在屋子里烦躁地走来走去 担心孩子又难的心灵 因为今夜没有妈妈的呵护 而受创伤 好不容易 等到早上八点 我拿起电话 博通114 喂 你好 请给我查一下 省委大院总记的号码 很快查到号码 我急忙拨通了 又说 你好 请转宣传部新闻处 电话很快接通了 里面传来一个充满雌性的男中音 拖着尾音 喂 哪里啊 我急忙说道 你好 我是江海日报社的 我想找一下报社刚调到新闻处帮忙的一个人 女的 叫柳月 哦 你等等啊 接着 我听到那人在叫喊 小柳 过来接电话了 等电话这一会儿 我听到电话旁边还有说话的声音 看来 电话机旁边还有人 隐约听到 有人说什么 张处长 一会儿柳月过来了 喂 您好 我听见柳月的声音 一下子激动起来了 一是竟然说话 说不出来 喂 说话呀 谁呀 柳月又问了 声音很柔 很礼貌 柳月是南方人 普通话里带着那种 软软的无悦味道 在电话里听起来很好听 很有味道 我 姐 我拼命控制住自己的激动 终于开始说话了 啊 是你 柳月的口气很意外 接着 突然变得客气起来了 江记者 你好 我愣了 柳月讲话怎么这么客套了 好像公事公办一样 我刚要继续说话了 却听见柳月说 嗯 好的好的 你提供的新闻线索很重要 材料我收到了 我回头再和你联系 好的 谢谢你啊 再见 说完 柳月扣了电话 我呆若目击 一头雾水 还没从激动中调整过来情绪 柳月已经讲完话 扣死了 而且 话讲的是莫名其妙的 我抱着话筒发了半天呆 一会儿 把电话扣上 决定再打过去 正事还没讲呢 那边就说完了 这就什么事啊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七集 刚要按重拨键 电话突然响起来了 我一接 是柳月打过来的 我满腹疑问和唠骚还没有说呢 那边柳月软软的 清清的声音 就已经过来了 清清 宝贝 亲个 接着传了一阵嘴巴亲吻的声音 我又懵了 柳月和刚才好像换了一个人 我懵懵懂懂的说道 月儿 你刚才咋回事啊 傻孩子 你怎么打电话 打到我们出展办公室去了 吓死我了 我刚到新单位 就有电话找 影响不好的 人家会反感的 柳月温声软气的队友说道 我现在跑出来 在门口的公用电话亭 给你打的 怕你再打过去 累死我了 哦 我明白了 姐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有意的 我 我刚要说出 你你生病的事情 柳月接过话去 清清宝贝 姐不生你气 不生你气的 想姐姐了 是不是 说 是不是 柳月在电话那边很开心 我的心里顿时仿佛冰河融化 热流滚滚 暖意融融 姐 是是是 我好想你啊 可想可想了 我昨晚给你写信了 写得很长很长 足足午夜稿纸 姐也想宝贝了 清清 姐等着你的信 姐喜欢你写信 喜欢 柳月更加开心了 姐收到信 以后给你写信的 好不好 说呀 好不好 好啊姐 好的 我等你回信啊 我今天就把信给你寄过去 我也很开心 一号 别打起办公电话 那也不好的 姐刚来 最好表现好一点 不然人家会厌烦的 新人到单位 最忌讳的就是电话多 柳月在电话里说可不停 根本不给我插眼的机会 我差点忘了提醒你了 你在办公室里 也要注意啊 私事尽量不要用办公电话打 特别忌讳的是 电话聊天 特别是你们刚毕业的学生 抱起电话 经常打个没完 老同志都很厌烦的 你一定要注意啊 想打 就到家里 用我的坐机打 记住了没 亲亲 我不停的 哦 哦 哦 好不容易 等柳月停顿了一下 我忙说 月儿姐 我今天打电话找你是有事情的 因你发烧住院了 昨晚他爸爸半夜敲门找你 说是 你已在医院里找妈妈 保姆和后妈都不要 我还没说完呢 电话那边突然传来柳月 压抑的哭声 那种很压抑的乌业 仿佛是捂在被子里的嚎叫 极具冲击力 我心里顿时难受极了 柳月一定是在心疼宝贝女儿 可怜天下父母心 哪个妈妈不爱自己孩子呢 特别是未成年就父母离异 不能享受到母爱的孩子 听着柳月在那边悲伤的哭泣 我的心在流泪 既心疼柳月又心疼孩子 月儿姐 姐 月儿 我在这边轻轻地安慰着柳月 好半天电话那边 传来一阵长长的呼气 之后是柳月轻轻的声音 宝贝 我的宝贝 我一时没做声 我不知道 他是在说我 还是在说你 又过了一会儿 柳月恢复的正常 你去帮我做一件事情 可以吗 哦 你说 当然可以了 客房的小床上 有一个大布娃娃 你带着这个大布娃娃去医院 带我去看看妮妮 把这个送给她 就说 就说是妈妈给她的 就说 就说妈妈在外面上班 忙着挣钱给妮妮 买更多的布娃娃 让你乖 听 听爸爸和小妈妈的话 柳月边说 边又哭起来了 我听得柔肠寸断 连忙答应道 姐 别哭了 你放心 我这就去 刚说完这话 我突然想起一个重要的事情 会了姐 昨天你爸爸没告诉我 你你在哪个医院 这咋办呢 不用问的 一定是在儿童医院 儿童医院离她家 只有三百米 令你生病 都是到那里的 柳月慢慢地不哭了 你到住院处 问一个叫送你你的 就知道住哪了 好的姐 你放心吧 我这就去 嗯 亲戚 我今天要出差 等我忙完 会尽量抽时间 给你打电话的 柳月在电话那边说道 我和柳月来不及 再亲热别的 我先给刘飞请了假 然后急忙去客房 拿了大布娃娃 直奔儿童医院 我很快找到 你你的儿童病房 你你竟然自己 一个小单间 待遇很高 看得出 你你的爸爸 昨晚的那个男人 能耐很不一般 我轻轻推开病房的门 里面很静 一个五岁左右 眼睛大大的 睫毛长长的 像洋娃娃一般的小女孩 正坐在床上玩 旁边一个朴素的小姑娘 在陪着她 别无他人 你你看见我了 抬起头来 我不由一呆 整个就是柳月的童年血针 长得太像柳月了 你是宋妮妮小朋友吗 我笑容可期 弯下妖气 和妮妮相比 我像个大狗熊 是 妮妮抬头看着我 随即 吸引力转向的大布娃娃 大哥哥好 这大布娃娃 是给我的吗 我一争 这孩子 怎么叫我大哥哥了 我有那么年轻吗 不好玩啊 是啊 妮妮 大布娃娃是给你的 喜欢不喜欢啊 我将布娃娃递给妮妮 喜欢喜欢 我好喜欢 妮妮奶声奶气地说了 把大布娃娃抱在怀里 将脸贴在布娃娃的脸上 谢谢大哥哥 我要拢着布娃娃 一起睡觉就 好可爱的孩子 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和温馨 一种暖暖的爱 在我的心中生气 旁边那女孩 冲我笑笑 您请坐吧 不用 我摸摸妮妮的额头 妮妮的手退了吗 退了 那女孩一定是保姆了 看着我 和气地说道 今天早上就退了 医生说再观察两天 就可以回家了 我放心了 看着妮妮 越看越可爱 摸摸她的小脸蛋 拉拉她的小手 妮妮 想不想妈妈 想妈妈 想妈妈 好想妈妈 妮妮紧紧地搂着布娃娃 看着我 大哥哥 你知道我妈妈干嘛去了吗 这个布娃娃 是你妈妈给你买的 让大哥哥 给你带过来的 我和颜悦色地 对妮妮说道 妈妈在外面上班 忙着挣钱 妈妈说 要挣很多的钱 给妮妮买很多 好玩的大布娃娃 好不好啊 不好不好 你突然将布娃娃一声 躺在床上哭起来了 两腿在空中踢着 我要妈妈陪妮妮 我要妈妈陪妮妮玩 我不要布娃娃 我要妈妈去挣钱 给妮妮买布娃娃 小保姆忙着哄妮妮 我心里阵阵酸楚 心疼孩子 心疼柳悦 骨肉分底 谁知过呢 好不容易妮妮不哭了 我抱起妮妮 婷婷亲了亲孩子的脸蛋 妮妮 和大哥哥再见 大哥哥再见 妮妮红肿的眼睛看着我 我心里轻轻弹了一口气 转身离去 刚出病房门 迎面和一个人 撞了个满怀 抬头一看 我操 妮妮的爸爸 后面跟着一个 年轻貌美的少妇 我看见妮妮爸爸的同时 他也看到我 不由得一了一声 然后 用敌视而俯视的目光 看着我 嘴里不冷不热地 说出一句话 是你 你来干什么 他一定还在记恨我昨晚 对他的不礼貌 和鲁莽的举动 他俯视我 我更不愿意搭理他了 我整理了一下衣服 抬头看着他 不卑不亢地说道 不错 是我 我是要留意委托 来看看孩子 说完这话 我看到男人脸色不大正常 有些紧张 后面的年轻女人 脸色梳得一变 从后面冷冷地 瞪着那个男人 我不由仔细打量了一下 这个 柳月的继任者 年龄看起来 比我大不了几岁 身材很好 皮肤很白 打扮得也很艳丽 胸脯还算不错 说他是少妇 主要是因为 他脸上露出几分 成熟女人的味道 显得和年龄 有些不大相沉 不是我自卖自夸 这女人除了年龄 比柳月有优势 别的地方 没有能比得上柳月的 虽然也很漂亮 但那气质 风韵 仪态 和柳月没法比 不在一个档次上 而年龄 对于那些老男人 或许很重要 老男人 都喜欢找小的女人 从他们那里 来找回青春 但是 谁能确保 那些小女人 不给老男人 弄顶绿帽子 再戴呢 对于我这种 血气方刚的小伙 年龄算什么呢 我从来没有 将年龄当一回事 我反倒感觉 特别依恋 比我年龄大的女人 那种风韵和温存 那种风情和妩媚 是幼稚的女孩 无法拥有 也无法给予的 看着妮妮的小妈妈 看着这个四十岁的男人 我心里暗暗祈祷 这个小女人 给她戴点绿帽子吧 我觉得其实我很坏的 男人的脸色 很快地恢复地正常 脸上露出了微笑 那种很宽厚 很居高临下的微笑 谢谢你 谢谢你来看你 她甚至向我伸出了右手 我立刻也伸出了右手 既然她这么大度 我当然也不能小气 我现在大小 也是个国家干部 党报记者 不是一个月之前 畏畏缩缩的学生 我和她握手 她微笑着 但我分明看到 她眼里的轻蔑和阴冷 我也微笑着 我的笑很简单 是专门硬堆积出来的 不是对刘月那种 发自内心的笑 老男人和小男人的手 握在了一起 说她是老男人 其实并不老 只是比我老了很多 在她盛起的目光和神态之下 我没有任何自卑 我觉得我比她幸福 比她强 因为刘月喜欢我 和我在一起 能和刘月在一起 是最幸福的事情 这个男人 失去了刘月 说明她没福气 然后 我们松开了手 我觉得和她 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 还有她后面 那个小女人 话不投机半句多 我准备离开了 向她点了点头 再见 说完 我看也不看他们 错神就走 刚走了没两步 迎面过来一个穿西装的 五十多岁的人 在两个白大褂的陪同之下 正眼看都不看我一眼 直冲我身后而来 脸上堆满了笑容 哎呀 宋局长 您亲自来了 我身躯一阵 依旧往前走 但放慢了脚步 妈妈的 这鸟人是个局长 够日的 我边走边竖起耳朵听 啊 马院长 孩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果然是你你爸爸的声音 哎呀 哪里啊 咱们自己卫生系统的孩子 还能让委屈着吗 啊 再说了 您又是咱们主管局的一把手 我明白了 你你的爸爸是 市卫生局局长 市卫生局局长叫宋明正 我前几天 在市职各部委办局 领导内部通讯录上 见过这个名字 柳月的前夫叫宋明正 是个正线级的干部 妈的 很牛逼嘛 我不禁有些愤愤然 想起他带给柳月的痛苦和忧郁 那时 我没有什么社会和生活经历 根据自己所了解的知识 理所当然的认为 在宋明正 柳月和小女人之间 无疑是一个升官发财死脑婆 小三雀巢纠占的故事 受伤害的无疑就是我的月儿 所以我很生气 我很厌恶宋明正 还有他的小脑婆 而宋明正呢 我看不出他对我有多么喜欢 老子正好也不稀罕他喜欢 走出医院 孩子平安 我舒了一口气 然后就等着柳月找我 告诉他这消息了 他可以放心工作了 不用再专门赶回来 我先去邮局给柳月寄信 然后去办公室赶一个稿子 办公室里静悄悄的 都出去采访了 只有刘飞正在看报纸 刘飞其实很年轻 看起来也就比我大个五六岁 戴着一副眼镜 文质彬彬 颇有一副文人的架势 记者不是报社学习气氛 最浓厚的故事 其他不是上班时间 聊天喝茶的比比皆是 只有记者部很安静 除了外出采访 大家都习惯地趴在桌子上 分笔集书赶稿子 或者看报纸 巧声讨论写作心得和技巧 为了防止其他同事来骚扰 刘飞专门写了几个大字 贴在进门正对的墙上 无烟不适 谢绝闲聊 我自然要遵守规矩了 想抽烟的时候 就去外面的走廊 边抽烟 边琢磨稿子的思路 琢磨得差不多了 就回来继续写 写稿真是一个清苦的工作 那时 正值中国报业 刚步入市场经济轨道的时候 报社的经营很一般 我们刚刚告别的千余火 报纸由千页变成了交易 还没有告别纸和笔 记者写稿 都是用手写的 统一的圆珠笔 统一的新闻纸 制作的稿纸 编辑改稿子 都是用红色的毛笔 然后再用手 抄写在统一的稿纸上 电脑那时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 报社只有印刷厂 危机室才有电脑 都是386之类的 我礼貌的冲刘飞 点了点头 刘主任好 刘飞冲我微笑了一下 江峰 我正在看你今天发出来的稿子 写得不错呀 语言很简练 主题突出 层西分明 文笔流畅 不错呀 我心里很高兴 忙谦虚到 刘主任多这点 刘主任经常在我面前夸你 你刚来记者部一个多月 适应得这么快 难得呀 别松懈 继续努力 争取作名记者 写名作品呢 刘飞鼓励我道 我们都还年轻呢 我们记者部 是报社平均年龄最年轻的部士 你呢 又是我们部士最小的同事 有志不在年高 你的钱质很大的 好好干 我心里很感激刘飞 刘主任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刘飞点点头 其实啊 咱们要做一个合格的党报 记者除了要会写之外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必须要讲政治 讲政治 是做好一个党报记者的首要前提 我认真听着 默默记着刘飞的话 我觉得刘飞其实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人 一个善良 宽厚的老兄 这时 放在门后三抽桌上的电话响了 我忙过去接 你好 江海日报记者部 我是江峰 这是柳越给记者部定下的规矩 做文 先做人 放下记者的臭架子 从细节做起 接电话 上来先要自报家门 你好 江海大学外语系 我是许晴 电话里传来 晴儿模仿我口气的声音 然后是 嬉嬉的笑声 风哥 是我 听到晴儿的声音 我的心里一阵发汗 这两天 如果晴儿不找我 我都没有想起他 当时觉得 心里非常愧疚 充满了对晴儿的不安 不过此刻是在办公室 在这里闲聊 显然不大合适的 我想起柳越提醒我的话 想起柳越接电话的办法 扭头看了一下 正要起身 往外走的刘飞 装作认真地口气说道 哦 徐主任 你好 你说 我听着呢 晴儿在那边 显然是懵了 神经啊你 什么徐主任 我是晴儿 你提拔我当主任的 是西主任 还是办公室主任呢 我不说话 眼角看着刘飞 装作在听电话的样子 哦 哦 什么呀 说话呀傻了 晴儿在电话那边莫名其妙的 刘飞一出去 我顺手关上门 说话立刻变了语气 死丫头 电话怎么打到我们办公室来了 刚才办公室我们领导在了 我怎么和你说话呢 我刚来一个新单位 是不能有很多私人电话的 解脱了大家会烦的 知道不 晴儿披头盖脸被我说了一通 半天没说话 一会儿有些委屈地说道 那好几天了 也不给我打电话 我想你了 就给你打电话了 你们那都是什么臭规矩啊 我们学校里就没这些事 我在系里 随便什么人给我打电话都可以的 废话 学校里怎么能和报社比呢 报社虽然是事业单位 和机关办公没什么区别的 再说了 你在系里都很熟悉了 大家当然不会说你了 我刚来 电话多了 会给人家不好的印象的 这是新人的不成文的规矩 我教育着晴儿 又说 我这几天事情很多的 零时间和你打电话呀 这样好了 以后想找我 就给我打传呼吧 说着 我把传呼号 报给了晴儿 126 599 7992 您比比金了 还是汗险的 晴儿在电话那边很惊奇 又很兴奋 从哪弄的 晴儿知道 我是肯定买不及比比的 我们刚参加工作 我和晴儿家境都不富裕 我们都是属于旧詹帽朋友的行李 哦 是的 汗险的 我 这是我们记者部 统一配置的 工作需要 我对晴儿撒谎道 和晴儿确定恋爱关系后的四年大学时间 我从来没有对晴儿撒过谎 可是 最近 我已经连续对晴儿撒谎了 而且 连眉头都不用皱一下的 思路很快 随口就来 我刚发现 我原来还有这个天赋啊 太好了 以后我要是想你了 想找你了 我就呼你 做记者真好 真为你高兴 晴儿在电话那边很开心 哦 我这是办公室电话 一会儿同事回来 看见我们抱着电话聊天 影响不好的 先这样吧 以后啊 不要打我办公室电话 明白了吗 我对晴儿说道 明白了 大记者 晴儿拖着长衣 你这幸亏还没当大官呢 要是当了大官我要找你 是不是 还得专门登记预约呀 晴儿的话 把我给逗笑的 我说 好了 就这样吧 你办公室现在 是不是就你自己啊 晴儿问道 是的 不过很快的 就会有别的同事进来了 我眼睛盯着门口 亲吻一下 晴儿命令道 我对着话筒亲吻一口 晴儿在电话那边满意地笑着 晴儿 再见了 风哥 周末见 我刚放下电话 回到办公桌前 刘飞就回来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八集 坐在办公桌前 想起晴儿 我心中不由有些矛盾 我父母对晴儿十分喜爱 早就已经把她当作自己家的儿媳妇对待了 连结婚时给儿媳妇的姻缘都从香底找出来 准备好了 晴儿的父母对我同样很满意 对我这个准女婿疼爱有加 未来的丈母娘只要听晴儿说 要带我去她家 都是提前就做好了我最喜欢吃的饭菜 两家父母虽然还没有正式见面 但我的父母已经提出来 打算这个秋天选个日子 双方见面 确定我们的亲事 定亲 并确定结婚的日子 而现在夏天即将过去了 也就是说 在双方父母的眼里 我们两个已经是内定的夫妻了 就等着办手续 等级结婚了 在和柳月有那事之前 我从没有对我和晴儿的关系 有过任何动摇和怀疑 我们走过了漫长的大学思念恋爱期 从初恋到热恋 到现在的平稳状态 虽然少了当初的很多兴奋和新鲜感 但是感情却是愈加弥厚 愈加春香 我们一直在向往和憧憬 未来两人在一起的美好和甜蜜 甚至想到结婚后是马上要孩子 还是等几年先干事宜 在晴儿单纯 痴情 朴素的脑海中 我也就是他晋升的唯一和所有了 他的心已经完全属于我了 虽然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结合 晴儿最喜欢的事情就是 在我的面前撒娇和调皮 让我背着他在河边散步 牵着他的手去野外踏青 挽着我的胳膊 在夜晚的马路上散步 在他的眼里 我不仅是他未来的夫君 未来孩子的爸爸 还是他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给他安全和依靠的哥哥 这是一份亲情和爱情 同样醇厚的感情 可是 自从那一夜 自从和柳月有了那事 自从我第一次尝到那身的感觉 自从我品尝到成熟少妇的风情和滋味 我的心乱了 我的大脑失去了平衡 我的意识产生了强大的地震波 我的思维一片紊乱 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 会带我走到何处 我只知道 我无力自拔 我不能自拔 我无法自拔 我甘愿沉溺其中 我乐于沉溺其中 我迷醉于柳月的所有 从肉体到灵魂 从风韵到风味 从声音到动作 我如痴如醉地 被这个少妇所吸引 我的灵魂仿佛被她射走了 我的精神仿佛被她牵引 我懵懵懂懂 不知所想 我只知道 我强烈地不可遏制地 思念着柳月 喜欢 并深深向往着柳月 向往着她的一切 柳月在办公场所的高贵 冷峻 教养 气质和舒雅 令我崇拜 令我敬仰 令我仰视 令我自豪 柳月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成熟女人的温存柔幸 母性怀抱 妩媚妖娆 和顺从怜爱 令我着迷 令我感动 令我向往 令我怀念 令我乐不思熟 以和令所有男人欣赏 向往和渴望的女人 也不过如此了 我坐在办公桌前 忽而擎而 忽而柳月 脑子里想放电影 不停地轮回闪放着 我心里充满了矛盾和焦虑 还有隐隐的担心 可是 一下班 一回到柳月的房子 我顿时把所有的事情 都泡到九霄云外 吃着大碗面 抽着三五烟 翘着二郎腿 守在电话机旁 一门心思地 等着柳月的来电 到下午六点多 我刚吃完面 电话没响 BB机却嗡嗡地震动起来了 谁在呼我 是柳月 还是晴儿 我摸起BB机 呼我的不是晴儿 是柳月 阿峰 你在哪里呢 柳月的情况怎么样呢 回复我BB机 号码是 126 2685066 悦儿 柳月叫我阿峰 我感觉挺有味道 挺喜欢的 晴儿一直都叫我峰哥 南方的女人称呼起来 和北方女人不一样 都喜欢阿什么的 阿亮 阿狗 阿猫 我叫阿峰 有意思啊 柳月配的BB机呢 这一消息让我很高兴 以后 我也可以呼她了 我摸起电话 给柳月打传呼 请传呼小姐发布如下内容 月儿姐 你你已经退烧 不日即可出院 一切都好 雾年 我现在在你的宿舍里 回完传呼 我打开音乐 关掉房间大灯 在舒缓的音乐中 在昏黄的灯光之下 点着一颗烟 悠悠地吐出一团清烟 一会儿BB机又震动了 柳月回传呼了 我一把抓起BB机 一看 不是柳月 是晴儿 峰哥 我在办公室加班的 没事问候你一下 在干嘛呢 方便就回电话 晴儿 我摸起电话 打给晴儿 哎 晴儿 怎么这么晚了 还不回去啊 下什么班呢 筹备一个明天的会议 弄材料的 晴儿笑嘻嘻的 有船户真好啊 跑到哪里都能找到你 你在哪里啊 哦 我在外面忙的 你好 你忙吧 我不打扰你了 我说 好的 你也早点休息啊 哎 对了 我下午发工资了 去买了一个 菲利普的电动提器刀 终本给你送过去 省得你偷懒不刮胡子 老是炸我的脸 晴儿对我说的 哦 好的 哎 你不怕说这话 比别人听见啊 真晕啊 我自己在办公室加班的 晴儿很得意 好了 别多做了 我在忙 先挂了啊 好吧 再见 峰哥 刚挂了电话 放下话筒 电话随即响起来了 一接 是六月的 阿芳 电话好忙啊 我家的电话 我打不进去呢 月儿姐 我刚才回了一个传呼 我忙起来知道 然后说到 你在哪里啊 办公室吗 哪里啊 刚忙完 回家路上的公用电话停了 还没吃饭呢 饿死了都 快给我说说 今天妮妮的情况吧 于是 我把今天的情况 和柳月详细说了一下 除了妮妮哭 和遇见宋明正那一说 那就好 那就好 你看了布娃娃 一定很高兴吧 是不是 柳月在电话那边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是啊 好高兴的 抱着布娃娃 轻格不挺 可开心了 我对柳月说道 柳月开心了 笑起来了 又说 妮妮可乖了 可听话了 妮妮是个好孩子 我看了可喜欢了 真的 阿凤宝贝 你真的很喜欢妮妮吗 柳月紧跟着问我 是啊 好喜欢 好可爱的女孩 好像是 你童年的翻版 就是一点 她叫我大哥哥 柳月又开心地笑了 好好好 你喜欢妮妮 我很高兴 你这样去 叫你大哥哥 好一个阿凤哥哥 我也笑起来了 被柳月给感染了 对了 你在医院病房 都遇见谁了 那你的爸爸和小妈 在不在呢 柳月又问我了 不在 我直接了当地回答 我只看见一个小保姆 在妮妮的旁边 我不想在柳月面前提宋明正 和她的小女人 我认定 这小女人是第三者 认定宋明正 抛弃糟糠之妻 另有新欢 我不想辞接柳月 啊 柳月沉吟的片刻 换了个话题 阿凤 给我的信 寄出了没有啊 寄出了 下午寄出的 好好 我等你的信呢 我想看看你写的信 看看傻孩子写的信咋样 柳月又开心起来了 收到看完 我给你回信 我好好给你写信 其实 现在的人们很多人 都在怀念那个年代 通讯发达了 现在就没有人靠写信 来交流感情了 一个手机 几句简单的话语 方便了大家的交流 却疏远了心灵的距离 我心里热乎乎的 月儿 我老是不停地想你 我想最近抽时间去看你 宝贝 现在不可以的 我刚来 事情很多 很多工作 都要去熟悉 去适应 等我安顿好呢 你再来看见吧 月儿温柔地安慰着我 又说 姐这人做事情 有个特点 要么不做 要做 就一定要做好 姐虽然是 接着来这里的 但是 我一定要靠能力 靠业务 站稳脚跟 我相信自己 有这个能力的 哦 姐 我也相信你的能力 其实 我很佩服你的工作能力 我由衷地说道 我希望你也是 该工作的时候 好好工作 该玩乐的时候 尽情玩乐 该想起的时候 就用身心去想 总之一句话 男人 要有事业心 要有抱负 你还年轻 我不希望你老是沉免在儿女情场中 你应该有自己的拼搏方向 努力奋斗 为了理想 事业 和爱情 柳月平缓地说着 语气很有力 我送你七个字 一定要记住 拼命工作 拼命玩 拼命工作 拼命玩 柳月语重心长的这七个字 深深打动了我 牢牢烙印在我的心里 成为我以后工作和学习的指导准则 成为我人生的一个左右鸣 很多年后 当我在事业上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 当我把酒临风 笑谈诸侯 当我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时候 我仍然不识回忆起 柳月当时讲这七个字时候的语气 脑子里 依然是那么清晰 姐 我知道了 我明白自己该怎么去做了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认真地对柳月说道 嗯 我知道 你一定会成长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的 现在呢 说实在的 你虽然生理上 已经是一个男人了 一个强壮的男人 但是 你的心里上 还是一个大男孩 以后要走的路 还很长 我希望 你能很快成长起来 从里到外 都是一个真正的 成熟的男人 一个事业和生活 都成功的男人 柳月用鼓励的口吻 对我说道 嗯 好的姐 我会的 一定会的 我此刻感觉自己是柳月的下属 再听领导训诫 姐相信你的 来宝贝 亲亲姐姐 男姐姐亲亲 现在是 亲热时间 柳月讲完 态度一转 又活泼起来了 软声软气的 对我说道 很多时候 我打电话和接电话都不方便的 有事啊 就给我打传呼 等我忙完这几天 亲亲要来看我 我带你玩 夜深了 柳月和我打完电话 回宿舍吃饭去了 我却毫无倦意 站在阳台之上 看着深邃的夜空中 闪烁的繁星 还有皎洁的一弯月亮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那月光 多么像柳月的眼神呢 温柔而母性地 注视着我 其实 在柳月和我在电话里亲热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却总是浮现出 柳月那忧郁的眼神 我觉得 或许我开始起开那柳月的心扉 开始探究柳月的心怀 开始进入柳月 沧桑 而又苦楚地过去 我一厢情愿地分析着 琢磨着 随后的几天 我和柳月 一直保持着船户机上的联系 我每天早上会提前20分钟 到达办公室 第一件事情 先给柳月打一个船户 问候早安 然后提水 拖地 擦桌子 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 我就会接到柳月回过来的船户 向我报平安 基本都是她在酒店里吃晚饭 省级单位 酒厂就是多 转眼到了周末的前一天 快到下班时间 办公室里 又只剩我和刘飞两个人了 刘飞在写东西 我在看新闻获奖作评选 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 我忙过去接 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很脆 有些奸细 还有些傲慢 刘飞呢 让她接电话 我一天很不高兴 这一女人怎么这么没礼貌 这么傲慢 这么牛逼呢 不知道是什么来头啊 又一想或许是刘飞的老婆吧 忙说 收到 然后对刘飞说到 刘准 电话 刘飞过来接过话筒 我听见刘飞说话的声音 变得很热情 客气 而前空 梅主任呢 你好 领导 什么指示 好 晚上六点 好 嘉年华三零八房间 带一名记者参加 好好 好的 梅主任 放心好了 我带着记者 马上就去 再见 我在旁边一听 梅主任 莫不就是传说中的女人 梅灵吗 报社党委办公室主任 看看时间 下午五点三十分 接完电话 刘飞的表情很严肃 对我说道 江峰 走 跟我去嘉年华 去参加一个晚宴 我急忙带上包 跟刘飞一起 直接去了嘉年华 路上 我接到情儿的船户 明依子 去你处 欢度周末 我看船户的时候 刘飞见到了 笑了笑 江峰 有女朋友没有啊 哦 有了 大学的同学吗 哦 是的 我的声音很虚弱 那很好啊 大学女友 还不好意思啊 江峰看我不自然的神态 笑着说了一句 我笑了笑 没回答 感觉心跳的厉害 这么快就陪着船户了 刘飞又问 不错呀 还是汉险的 和我的一样的 说着 刘飞从包里摸出一个BB机 摸托罗拉的 果然和我的一模一样 然后刘飞说道 和刘主任一起去游店去采访受了会 一般不向外拿的 怕保持的同事说闲话 不过过一段时间 大家都普及了就好了 我感觉有些发窘 忙说 哦 我这个 是我表姐送的 不是 哈哈哈哈 刘飞看着我笑的 没关系 咱们做记者的都明白 慢慢就适应了 你表姐对你可真好啊 刘飞的话 让我有些似懂非懂 也不想去弄懂 就笑了笑 画那个话题 刘主任 今晚参加酒厂的 都是什么人呢 刘飞看着我 刚才当公司 美主任通知 今晚马书记 从省委党校学习回来 请沈济局的王局长吃饭 有重要事情 安排我 等一名记者参加酒宴 到时候 现场安排任务 至于别的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美主任一会儿 在餐厅门口 等我们呢 我吓了一跳 今晚 我要和抱着的老大 一起吃饭了 还有梅林 说话间 到了蒋年华 刚到酒店大堂门口 一个起而短发 头发微黄 皮肤白皙 面容妖媚 胸铺高耸 穿一身米黄色套裙 脚穿白色高跟鞋的 中年少服 站在服务台前面 冲我们招手 刘飞 过来 声音有些奸细 口吻有些霸道 这一定是梅林了 我一直没见过的 报社办公室主任 果然是个不一般的女人 和柳月相比 不是一种内心的 另有一番风味 特别是那双内眼 射人心魄 让人不敢多看一眼 还有那 目空一切 趾高气扬的神态 刘飞和我走过去了 刘飞和梅林打招呼 梅主任 我们来了 梅林点点头 然后看看我 眼神里露出几分 轻挑和放肆 小帅哥 你好 我很不适应梅林 这种讲话的态度 骂了个逼的 好像老子是 酒吧里的男副生一般的 我心里很不快 但马上想起来 柳月的叮嘱 于是 平静地看着梅林 梅主任好 我是刚分配到 保持记者部的 我叫 姜峰 梅林一下子接过话 早就知道你的名字 办公室今年 接收毕业生的时候 还专门看过你的档案 照片就很帅 这真人 比照片上还帅 跟着柳月干 可惜了 早知道 到办公室来跟我干了 我一听 心里又很别扭 可又不能说什么 毕竟我是新来的 她是办公室主任 老板的红人 于是我勉强地笑了一下 心里很烦恼 又很庆幸 幸亏没分到办公室 在新闻单位 不做新闻业务 没什么前途的 而且 要是分到办公室 上哪里 去认识我的月儿姐呢 梅林和刘飞说着话 妮妮的眼神 不时打量着我 我感觉很不舒服 就走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 看着餐厅里来来往往的人发呆 刘飞在梅林面前显得很尊敬 带着千工的表情和口气 我感觉更加别扭 一个办公室主任 正科技干部 你刘飞大小也是个副科技吗 至于吗 见到他这个样子 我对梅林第一次印象不太好 感觉很傲慢的一个女人 虽然长得很漂亮 很有一种风情 后来 我外出采访 从别人谈话中 无意中听到 对梅林的评价 说她是那种 很骚的女人 那种很多领导 都喜欢的交际型的女人 我坐在那里 心里暗暗地重复着 刘月给我的叮嘱 注意 不要和梅林接近 远离她 静而远之 更不要得罪她 当时刘月告诉我的时候 我并没有什么感性认识 只是口头答应而已 现在见到梅林 初步感觉到 刘月这话的道理了 我那时只是感觉 梅林很风骚 并没有感觉到梅林的厉害 周末的江海宾馆 来吃饭的人不少 有不少试制单位的人 大家带着欢度周末的祥和笑脸 彼此见面 亲热地打着招呼 梅林更是忙得很 一会儿这个局长 一会儿那个主人 一会儿神采飞扬 一会儿热情握手 不停地和走过去的人打招呼 看来梅林认识的人很多呀 过了一会儿 梅林和刘飞 突然向门口走过来 两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走得过去 我也站了起来 我知道重要人物到了 过来的是 报社党委书记马孝天 和市审计局的王局长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九集 来报社一个多月 我从来没有见过马书记 只知道他在神委党校学习 梅林也只是听说 今天两个一起见到了 马书记四十出头 中等个子 五官集中 脖子较短 嘴唇厚厚的 眼神炯炯 给我的感觉是 如果马书记留的长发 特别像那个年代 红得发紫的一个歌星 就是唱少年壮志不言筹的那位 梅林和刘飞上前迎接 我就跟在后面看 梅林热情洋溢的 和王局长握手 马书记看到我一眼 随即面带笑容的 邀请王局长进房间 梅林在前面带路 经了一个带卡那OK的豪华单间 我才知道 今晚就我们五个人 王局长和马书记 彼此好像比较熟悉的 都爽朗地笑着 开着叫人笑不出 听不懂的玩笑 说着某某市长 某某书记等等的经历 我都听不懂 梅林紧挨着王局长坐着 脸上带着妩媚的笑 王局长显得很开心 不时地和梅林开个玩笑 然后上酒上菜 好酒好菜 酒我知道是五粮叶 菜我都叫不上名字来 开始前 马书记才给王局长介绍我们 指着大家对王局长说道 啊梅林你已经认识了 这是记者部的副主任刘飞 这是记者部的记者江峰 大家都微笑着 向王局长尊敬的点头示意 我很惊异 马书记竟然知道我 竟然认识我 我又很感动 这么大的领导 我还不认识他呢 他竟然认识我 我不由得 又有些兴奋和激动了 王局长向我们微笑着点点头 然后对马书记说 小天 我看你们报社呀 不光出笔杆子 还出美女和帅哥呀 啊 看看 美女 帅哥 王局长指着我们三个 马书记呵呵笑起来了 哎呀 王老兄见笑了 哪里比他当你们审计局呀 你们那个办公室主任张力 哎呀 那可是绝顶美女啊 梅灵也附和着说道 是呀 王局长 你们审计局 那才出美女呢 王局长和和笑着 看着梅灵 我看 比不上你啊 还是你美 大家笑起来了 我看着刘飞 他笑 我就跟着笑 当然是记忆出来的笑了 然后王局长又说了 我记得 你们报社记者部的主任 也是一位美女啊 哦 你是说柳月呀 她接着到省委宣传部帮忙去了 马书记说道 啊 这个柳月不简单啊 才冒双全 那文章写的 优水平 我在报纸上经常见到她的大作 文笔很犀利 文采很好啊 王局长赞扬道 呵呵呵 是啊是啊 那可是全省十大优秀记者 咱们江海的一支笔啊 马书记也赞同地说道 听他们夸柳月 我很高兴 心里又很自豪 暖暖的 这时 我看见梅灵的眼里 闪过得一丝不快 脸色微微有些变化 嘴角抿了起来 然后大家喝酒 马书记敬酒 大家一起举杯 马书记说道 王老兄 今天是周末 邀请你出来欢度周末 老兄弟好久不聚会了 怪想的呀 王局长盲谦虚道 哎呀 萧天书记客气了 大家都是老朋友 我们审计局和你们报社 也是友好单位 不要分彼此嘛 然后大家干杯 我看刘飞喝掉 我也跟着喝掉了 然后又喝 三杯之后 马书记和王局长 还有梅灵 活跃起来了 刘飞和我呢 就规规矩矩地 带着笑脸 在一边吃菜 当听众 马书记拍着 王局长的手 老哥 咱兄弟俩 这么多年的感情 没得说呀 今天我见了你 格外亲 王局长笑笑 哎呀 萧天老弟客气了 你是大忙人 在神威党校 学习深造 我一般可是 见不到你呀 今天你倒是有时间了 是不是有事啊 老伙计啊 马书记微笑着 看了一眼梅灵 梅灵忙跨着 王局长的胳膊 王局长 先喝了这笔酒再说吗 来 我敬你 说着 梅灵的身子 挨紧了王局长 王局长有些醉意 梅灵的酒量大 我实在不行了 不能再喝了 王局长 这酒 您可一定要喝的 不然我可不依您呢 梅灵的身子 蹭着王局长 正值夏天 穿得都很薄 相信王局长 一定很爽吧 不过还在拿捏着 哎呀 小天 你看 你看 哎呀 难得梅灵一片心意 王老兄就喝了吧 我也陪着 马书记举起了杯子 梅灵端起王局长的杯子 举到王局长的嘴边 王局 就看您给不给小梅面子呢 哎呀 好好好 喝 王局长就着梅灵的杯子 一张嘴 梅灵把一杯酒 倒进了王局长口中 然后梅灵也一口干掉了 哈哈哈哈 马书记开怀大笑 哈哈哈哈 王老兄有福气啊 美女给你喂酒 哈哈哈哈 王局长也呵呵笑着 哎呀 这个小梅啊 我真是拿它没办法 太能缠人了 这时 马书记看着刘飞和我 刘飞 江峰 你们一起敬王局长一杯酒啊 刘飞忙端起酒杯 倒满 站起来 我也跟着 我们一起敬了王局长一杯酒 我们干掉 王局长象征性地点了点嘴唇 就放下酒杯了 然后马书记对王局长说道 今天叫他们记者部的主任和记者来 就是专门来给你服务的 啊 你看看 有哪些需要宣传的 你提提方向 他们回头去专门给你弄 我想 局长专访是要搞一个的 然后再来一个 全局的工作综数 王局长看了看我和刘飞 然后对马书记说道 啊 就说不谈工作 今天不说这个了 再说了 你都听我说了 这样就不错 那就这样吧 回头 我安排办公室接下 不用 王局长 回头 让他们找你们办公室接下 我们要给你们搞好服务啊 梅林对王局长说道 妈的 别的单位都是求着我们发稿 我们采访宣传他们 还得我们主动上门 求着给他们发稿 真贱啊 我心里暗暗地想着 我明白了今晚 叫我和刘飞来的意图了 可是人家王局长 根本就不愿意在酒桌上谈工作 我们成了摆设 刘飞连连点头 哈哈 我们明天就和审计局办公室联系 搜集材料 请各位领导放心 保证把任务完成好 马书记点点头 然后又和王局长干杯了 边说 王老兄啊 听说最近你们局 要开始对市职事业单位 开始审计了 啊是啊 局党组决定的 行政事业科 下周就开始 先从文化宣传口入手 王局长说着 酒杯放在嘴边 然后突然笑着 点着手指 小田 老小子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马书记笑着点点头 老兄到底是老兄啊 我有数了 王局长举杯 一饮而尽 马书记大悟高兴 对梅林说道 放卡拉OK 唱歌 王局长舞跳得不错呀 很快的歌舞升平 马书记放声高歌 弯弯的月亮 少年壮志不言丑 梅林和王局长 搂在一起跳舞 我和刘飞 就坐在旁边扶 倒酒 敬酒 鼓掌 我看着马书记 唱歌投入的样子 真的很像那明星啊 除了头发短了 和歌声难听之外 梅林和王局长 跳着跳着就不规范了 梅林两个胳膊 搂着王局长的脖子 王局长两手 搂着梅林的腰 随意地放在梅林的臀部 像是一对情侣在摇摆 王局长的手 还不时地轻微动一下 梅林脸上带着妩媚的笑 边和王局长摇摆 边轻音地说着什么 两人的表情都很轻松 王局长显得很开心 大家一直边喝 边唱边跳 兴致盎然 期间 为了惯王局长 梅林有一次 还坐在王局长的腿上 和王局长 喝起了浇杯酒 马书记笑呵呵地带头鼓掌 我和刘飞也随着鼓掌 我边鼓掌 心里边觉得 这梅林果真不简单 周旋于大人物之间 很自如 很潇洒 很随意 那天听杨部长说 马书记和梅林关系 好像不明不白的 可是 如果他们真有那事的话 梅林和王局长这般亲热 马书记应该会生气的呀 此刻 我有一些想不明白的 刘飞好像已经习惯了 这种场面 边听着马书记隐行高歌 边看着他们跳舞 随意晃动着二郎腿 吃着零食和水果 我看着我的老板和老板的办公室主任 还有市审计局的王局长 大开眼界 手艺匪浅 中间有一阵 梅林还过来和我喝了一杯酒 手随意地搭在我的肩膀之上 我急忙往后一缩身体 让她的手自然滑落了 梅林斜眼看着我 嘴角露出一丝不明显的笑意 我一阵鸡皮疙瘩 连忙将酒干掉 借口上卫生间 溜了出去 当晚大家都喝了不少 我也喝多了 直到十二点才回到宿舍 第二天 我正在睡觉呢 琴儿来了 看看时间 早上六点 我有些发晕 琴儿干嘛这么早过来呢 看到我在宿舍 琴儿好像松了一口气 脸上很宽慰 昨晚的酒还没醒呢 琴儿一进门 就连连叫上 南文死了 满屋子的酒气 说完 急忙开门开窗顿风 又打开电风扇 然后拖地 我还没睡醒 又爬到床上 半睡半醒了过去 一会儿 听到琴儿关上门 然后也爬到床上 把我往床里面一推 依偎在我的身边 像个小猫 也睡着了 原来 她也是起得太早 也没睡醒 一直睡到十点 我才趴起床 琴儿正在洗衣服 打扫卫生呢 不知道 她睡到几点起了 琴儿的思想很单纯 在她的意识里 和我接吻 拥抱 抚摸 就意味着 自己已经是我的人了 不仅仅是灵魂 还包括肉体 琴儿爱干净 很勤快 总是显不住 乱了一周的房间 很快就洁净明亮起来了 我醒来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摸船乎 看看 有没有柳月的信息 正好 琴儿晾好衣服过来了 风哥 这就是你的BB机吧 我看看 便说 琴儿便伸手 要拿BB机 我吓了一跳 里面有柳月的信息 发现的可不得了了 急忙一锁手 哎呀乖乖 高科技产品 别动坏了 有什么好看的 好了好了 我要起床了 琴儿一撅嘴巴 不看就不看 多大事啊 改天我自己买一个 也不给你看 我微微一笑 没说话 自顾自地穿外衣 琴儿催促我去洗漱 她开始做面条了 我洗漱完 琴儿伸手递过一个纸盒 给你的 菲利浦 我打开一看 菲利浦提起刀 去试试吧 以后不准有胡子 再扎我了 我试的是 很好 对琴儿说道 不错 效果很好 琴儿看着我 抱抱我 我伸开双臂 琴儿投到我的怀抱里 轻轻地和我接吻 边用手摸着我的下巴 一会儿说 刮得好干净啊 一点也感觉不到扎脸 我不见笑了 对琴儿说道 谢谢你啊 琴儿 你是我 让刮胡子成为的乐趣 琴儿依偎在我的怀里 仰脸看着我 一会儿 脸颊和我的脸 贴在一起 轻轻摩擦着 在我的耳边 轻轻地说道 风哥 你爱琴儿吗 这是我们这几年 琴儿问的最多的一句话 不厌其烦 点睛了小妇人的小自情节 明知道答案是一样的 还是想问 而且还得让我必须回答 不能含糊其次的 嗯 我回答 琴儿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 在我的怀里扭动着 不依不饶 以前都是回答 我爱琴儿 这次怎么成的恩了呢 喂 我知道 我无法回避 于是照须回答 喂 我爱琴儿 琴儿满意地拍拍我的脸 这就对了 以后不许偷懒 不许省略 知道了吗 嗯 我回答 好了 风哥 咱们吃饭吧 面条煮好了 我和琴儿刚端起饭碗 嗡的一阵震动的声音 我的BB机响了 一定是柳月来的传呼 我放下饭碗去拿BB机 琴儿看着我 果然是柳月的传呼 让我回他电话的 谁在乎你啊 琴儿看着我 哦 办公室刘主任 我若无其事地将BB机 放进包里 夹几包 你先吃啊 琴儿 我去趟办公室 一会儿就回来 说完 我出门就往办公室跑去了 慢点 别着急 琴儿在我后面喊道 我等你回来吃 我一口气跑到办公室 办公室没有人 我摸起电话 就给柳月打 琴儿姐 电话刚一接通 我就上气不接 下气地叫着 很开心 琴儿姐 我来了 我在办公室的 阿芳 跑不到办公室的吧 柳月在那边的声音 很甜静柔和 今天是周末 我在办公室加班的 想你了 给你打个传呼 其实呢 没有什么事 就是闲聊 我的心里热乎乎的 柳月想我了 真好啊 被人想着的感觉真好 姐 我也想你了 我对着电话说 办公室今天没人吧 都休息了吧 柳月问我 是的 今天没有什么采访任务 都休息了 不过 平时办公室 也基本没人的 大家都往外跑的 是的 记者部的特点就这样的 每天蹲在办公室里的记者 不是一个好记者 好作品 好新闻 是跑出来的 要深入基层 抓鲜活的新闻 才有可能 写出好的作品 工作一定要切记 不要浮躁 要扎实踏实 要沉下去 柳月又在教导我了 嗯 我认真地听着 一会儿说 姐 我昨天见到梅玲了 还有马书记 哦 说给我听听 柳月好像很在意这个 详细说 具体点 于是 我把整个过程 全部详细地说了一遍 包括王局长 对柳月的评价 梅玲的表情 以及梅玲看舞的眼神 说完之后 柳月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说道 阿峰 我上次跟你说的话 你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我时刻都记住了 我绝对不和她接近 绝对不得罪她 很多事情有时候 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不可能做到 绝对不接近 但是 心里一定要是个地方 说话做事情 要有数 有分寸 一定不要得罪她 哦 我知道了姐 这梅玲很厉害嘛 好像刘飞对她很记得 很尊敬啊 嗯 你刚才还不了解 妈妈你就知道了 她不是一般的厉害 别看她是办公室主任 抱上那些老祖们见了她 都得客客气气的 不敢得罪她 这其中的道道 你会慢慢摸清的 刘月对我耐心地说道 报社人是很杂的 耳熠我诈 勾心斗角 在市值单位是出了名的 你刚来 不要掺进去啊 任何一派都不要靠拢 只管做自己的工作 任何人都不要得罪 就走中英之道好了 有事情 即使告诉我 或者找杨哥 我不想找杨哥 我只跟你说 我有些不大喜欢柳越 老是提起杨哥 虽然我对他不反感 好的 柳越宽容地笑笑 马书记对你的印象 一定是不错的 你跟我锻炼的时候 我经常在马书记面前提到你 表扬你 他知道 你是个不错的小乖乖 我也笑了 心里很温暖 姐 梅林对你 是不是很妒忌啊 妒忌你能力比她强 嗯 这个 不好说 也差不多吧 不过 我和她不是一路人 不具备可比性的 我也不想和她比 我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她的很多东西 我是学不来的 也不想学 我不想再走错路了 再迷失方向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十集 走错了路 我很奇怪 姐 你迷失了什么方向 这个 很复杂 不要问这个 现在我也不想提 都过去了 刘月 缓缓缓地对我说 阿峰 人成长的道路 有很多条的 一定要擦亮眼睛 选好道路 不要迷失自己 做任何事情 都要记住 别损害别人的利益 不要去伤害别人 我在电话这边 不由得点点头 哦 我记住了 姐 我们不标榜自己是高尚的人 但我们绝对不做 不讲道德 没有品质的人 我们要做有良心 讲道义的人 刘月又说 我的心一抽 感觉刘月 好像在看着我的眼睛 我不由得想起了琴儿 今天我给你上课了 你喜欢听吗 刘月呵呵笑了起来 喜欢 我喜欢听 月儿姐 你讲什么我都喜欢听 我连忙说道 嗯 阿峰乖 亲亲宝贝 姐亲亲你 刘月开始软绵绵地 说道 姐 我好想你啊 好想吻你 嗯 亲亲 你下周过来 姐让你好好亲亲 柳月的声音急剧诱惑力 我听了欣喜若狂 姐 那我下周过去看你 好 下周来吧 姐等你 姐很想你了 柳月的声音语发软了 太好了姐 我恨不得现在就过去看你 我今天就想去省城看你 还有什么下周呢 我此刻心急如焚 恨不得马上出发 傻孩子 别说傻话 姐这星期是立假 等下周吗 到时候 姐让你好好的 柳月好言地安慰着我 和柳月打完电话 我的心情格外轻松 愉快地回到宿舍 一进门 晴儿正在那里等着我 面还没吃呢 你怎么还没吃啊 我等你回来一起吃呢 我自己不想吃 晴儿看着我 风哥 忙完了 哦 是的 我端起饭碗吃饭 边含糊地答应了一声 心里有些歉意 做记者 一好也不好 好的地方是 可以到处跑 见多时光 不好的就是 每个休息日 随时都有任务 是不是呀 晴儿边吃边问我 哦 是的 我以后可能就几乎没有周末了 也不可能老是去看你了 也不可能老是周末和你在一起了 我顺着晴儿的话往下说 为以后打个铺垫 理解 男人吗 事业为重 我不会拖你好腿的 你放心好了 晴儿对我说道 你和我周末过来之前 先给你打传呼 你要是加班采访 我就不过来了 晴儿真是个乖孩子 知书大理 晴儿越乖 我的心里就越沮丧 吃过中午饭 我带着晴儿去报社河边的公园散步 晴儿挽着我的胳膊 阵午的阳光很耀眼 但是已经没有那么灼热了 夏天快过去了 公园的树荫之下 三三凉凉的游人在散步 河边还有不少人在钓鱼 晴儿 我和你说个事啊 我晚上宿舍的那批私党 要聚会的 那就去呗 别让我去啊 又出烟又喝酒的 烦死了 晴儿嘻嘻笑着 嗯 好的 不过我想 到晚上六点半的时候 你给我打一个传呼 我笑盈盈地看着晴儿 干嘛 打你传呼干嘛 晴儿围着脑袋看着我 我 我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现在有传呼了 你到时候呼我一下 我调成声音 让他们听见 让他们知道我有传呼了 清儿开心地笑起来了 我知道了 你是想 在你哥们面前抓个面子 炫耀一下 是不是呀 我黑黑地继续笑着 有点不好意思 行 没问题 我到时候多呼你几次 反正公交电话不花钱的 我打127 晴儿一蹦一跳地看着我说道 我心里暗喜 想象着那帮家伙 见到我的BB机时 羡慕的表情 对了 风哥 下周末 你有没有时间呢 晴儿在我对面 边后退 边说 我 哎呦 够呛啊 下周末 有个预约的采访项目 我急忙撒谎 干嘛呀 我妈昨天打电话过来 说想我和你了 让我们回去玩呢 说有事情 想和我们商议一下 征求我们的意见 晴儿羞答答地说道 你没空 那就退迟一下吧 什么事啊 我看着晴儿 我妈说 我们俩的事情 想 想给我们定亲呢 晴儿羞红着脸看着我 我的心里一下子乱了 我又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自己面临的问题 我感觉自己现在 实在交踩两只船 哦 先等等吧 我最近很忙的 刚来新单位 也好好表现 我对晴儿说道 那么急干嘛呀 不是我急的 是我妈 晴儿急忙说道 妈她 她不知道听谁说的 说做记者的接触的漂亮的女的多 怕你 怕你变心 所以 所以 这都是什么呀 我故作不高兴 这都扯到哪里了 晴儿见我不高兴了 忙过来抱着我 别生气了 我没这么想啊 我是相信你的了 乖 风哥 别生气 以后我再也不说这个了 其实我哪里是生气呢 我是做贼心虚 晴儿这么一说 我也就下个台阶 情绪立马就好了 继续往前走 柳音下 有个石道 我们决定坐一会儿 刚坐下 一声清脆的奶声奶气的声音 传了过来 大哥哥好 我一看 是妮妮 站在我的面前 穿着洁白的连衣裙 戴着花边草帽 两只大大的眼睛看着我 旁边还有那个小保姆 我乐了 忙伸手抱起妮妮 清了一下点半 妮妮好 你出院了呀 身体都好了吗 是吗 是呀 大哥哥 我都好了 妮妮伸手摸摸我的鼻子 大哥哥 我妈妈呢 晴儿也喜爱地看着妮妮 伸手摸妮妮的脸蛋 这女孩真漂亮呀 谁的孩子 我先回答妮妮 乖妮妮 你妈妈在上班呢 忙着挣钱 给你买好的好的好吃的 好玩的 然后我对晴儿说道 我同事的孩子 晴儿开心地笑着 你同事的孩子 叫你大哥哥 看来你是真的不大呀 乖 妮妮 晴阿姨 大姐姐好 妮妮笑嘻嘻地看着晴儿 大姐姐的眼睛好漂亮 和你一样好看 我和晴儿都乐了 我将妮妮放下 正在这时 不远处有人喊妮的名字 我一看 是宋明正 和她的小女人 小保姆忙带着妮妮过去了 妮妮跟我和晴儿挥手 大哥哥 大姐姐 再见 再见 嗯 我和晴儿挥手 我边看着不远处的宋明正 此时 宋明正也看到我和晴儿了 晴儿正依偎着我的肩膀 我冲宋明正笑了一下 理解性的笑 宋明正还了一笑 同样是理解性的 我看到宋明正的眼睛 盯着我和晴儿 露出几分不解和疑惑 我知道 宋明正一定以为 我和柳月有那种关系 和柳月的关系很密切 所以 才会用这种眼神 看着我和晴儿 我心里突然不自在起来了 站起来 拉着晴儿往回走 弄得晴儿莫名其妙的 路上 晴儿问我 风哥 明明是你同事的孩子 那你刚才见到你你爸爸妈妈 怎么不打招呼呢 你不懂啊 他那妈妈不是亲的 是后妈 就是那小女人 我同事 是他爸爸的前妻 可怜的妮妮 晴儿叹息了一声 可怜的妮妮 我心里 其实也有同感 你那同事 一定很漂亮吧 晴儿又问我了 是你们记者部的吗 我含糊地答应了一声 是 漂亮的女记者 真叫人羡慕 她除了漂亮 还一定很潇洒 真是想不明白 有这么好的孩子 干嘛要离婚呢 晴儿歪着脑袋 边想着 边自言自语的 听到晴儿对柳月的评价 我没说话 心一直在发沉 我他们的老感觉自己 这会儿不洒脱 有些狼狈 回到宿舍 晴儿又和我聊天 亲热了一会儿 我和晴儿亲热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拥抱 接吻 我以前 多次想摸摸 看看晴儿的下面 她始终不同意 害羞怕得要命 最多只让我摸摸胸部 还是搁着乳烧的 我一直很喜爱珍惜 晴儿的纯洁和自重 为自己有如此青春的女朋友 而感到自豪 现在 我却没了那种冲动 我和晴儿抱在一起 只是一味重复着之前的项目 抚摸 接吻 没有更进一步的行为和试图 晴儿躺在我的怀里 很知足 很幸福 很快乐 很开心 晴儿其实是一个 很容易满足的女孩 下午 晴儿坐公交车回学校了 晴儿的学校 离报社很远 坐公交车 要一个多小时 风科 下周我不过来了 你好好工作吧 大家周再联系 晴儿从我的怀里出来了 依不舍得 和我回首告别 背着小包 屁颠屁颠地走了 我的心里又是一阵寂寥和惆怅 突然感到了孤独 晚上 在宿舍哥们儿聚会的饭店单间里 我的BB机挂在腰间 和大家若无其事地看大山 突然 吱吱吱吱的声音持续叫起来了 晴儿给我打传呼了 我装作没听见 和大家继续聊天 谁带BB机呢 BB机响呢 老三开始发问了 我的 我装作刚听见 从腰里摸出BB机 开始看信息 卧槽 行啊 才工作几天 混上这个了 还是汉险的 江湖牛逼啊 到底是在示威机关报的 就是不一样 大家纷纷用羡慕的口气说着 眼睛红红地 看着我的BB机 我心里很得意 很满足 看完信息 把BB机往腰里一挂 站起来 兄弟们 晴儿呼我了 我去回个电话 我的死党们都认识晴儿 我打算到楼上上个厕所 就回来 哎等等 宿舍的老大发话了 从包里摸出一个东西 递到我的面前 哑的 用我这个回 别找公用电话了 我一看 靠 大哥大 很大的那种 香港电影里黑社会老大用的那种 老大的父母在广州经商 这一定是他父母给他买的吧 哇塞 老大真牛逼啊 混上这个了 这个可是个稀罕物啊 一万多一个呢 四党们的眼光 都被我手里这大哥大给吸引过来了 纷纷赞叹 没人再提酒那BB机了 老大得意的摇头晃脑 我一阵沮丧 我靠 头记不成十八米 挂了 被老大把风头给压了 我硬着头皮给晴儿拨电话 那边老大叼着烟卷 又发话了 呀的 电话费很贵的 一分钟好几毛钱了 长话短说啊 别和晴儿砍大山啊 一场失败的炫耀 让我老老实实的 把BB机收了起来 也算是知道了什么叫做 山外有山了 我用老大的大哥大 回复晴儿的时候 晴儿听说是老大的大哥大 在电话里笑得 上气不接下气 连连说我表演失败 说以后可别这样干了 一周之后 刀把这事和柳月谈起来的时候 柳月也笑 但随后就搂着我的脑袋 亲着我的额头 拍着我的肩膀 BB让你受委屈呢 别灰心 你以后会超越他们的 这就是少妇和女孩的区别 这就是柳月和晴儿的区别 从他们那里 我得到的是不同的感受 在这种不同的感受里 我的个人的心理情感和天平 也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 周一上班之后 我满怀幸福的期望和憧憬 开始了一周的工作和生活 我每天都在计算倒退这时间 感觉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那么慢 那么磨蹭 周三那天下午 我出去采访刚进办公室 刘飞进来了 递给我一封信 江峰 你的信 我见过手法时给你拿回来了 哦 谢谢刘主任 我接过来一看 心顿是跳起来的 信封上虽然没有写 机器人地址和姓名 但是这熟悉的字体 不是柳月 又是谁呢 刘飞盯着我的眼睛 看了几秒钟 然后微微一笑 转身回到自己办公桌了 那一刻我断定 刘飞知道这一信是柳月寄来的 和柳月同时这么久了 他一定熟悉柳月的字 他认出了柳月的字体 我没有多想 我心中很激动 柳月亲自给我复信了 这信中一定有很多情意绵绵 和倾土中长 我反复地看着信封上 这眷秀漂亮的手写字 信中充满了温馨和欣慰 我觉得柳月做事很仔细 他没有用生卫宣传部的 统一印制信封 而是用大街上随处可以买到的 普普通通的信封 我知道 他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的事情 可是还是让刘飞看出来了 我心中有些遗憾 却并没有多大的担心 我没有在办公室撕开信封 我将柳月的信放进包里 要等到回宿舍慢慢地看 然后我开始忙活别的事情了 我觉察到 刘飞一直在用眼睛的鱼角 扫描着我的一举一动 刘准 这个周末我想请半天假 回到家看一看 我想起了周末的事情 决定提前和刘飞说 因为周日一天去省城 显然时间往返不够的 行 没问题 刘飞爽快地答应着 真准了一下 看着我又说 江峰 其实咱们记者部 一天半天的假是不用请的 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 要天天在外面跑 上下班 也不用准时来点名 只要记得到时候 给办公室来个电话就好了 个人的一些私事嘛 该办的就去办好了 不用打招呼的 这也是咱们做记者的便利和优势啊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刘主任提示 我感激地看着刘飞 刘飞笑了笑 然后又说 哈哈 我们昨天去审计局采访的局长专稿 弄得怎么样了 昨天 我和刘飞一起去试审计局 落实上周马书记安排的政治任务 我连忙从包里 拿出写好的稿子 交给刘飞 哦 今天刚写完的 这要给你呢 你可以修改修改 刘飞简单看了一下题目 然后放进抽屉里 好 速度不慢呢 我明天专门仔细看吧 这稿子得好好给弄一下 老板的旨意 马虎不得呀 那个神机局工作总数我来弄 咱俩分工 不过 你这个最重要 我很高兴 刘飞将重要的活儿交给我干 我不怕挑重担 我喜欢挑战性的工作 下班之后 我急活活地回到宿舍 关好门 半躺到床上 拿出柳月的信 放在嘴边亲了一口 然后才撕开信封 开始看信 亲爱的阿峰 柳月一开头的称呼 就让我激动 我急忙屏住呼吸 急切地往下看 终于收到你的信了 我好高兴 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 看你的信 读你的信 读你的感觉好温暖 好开心啊 虽然可以打电话打船呼 可是 我还是喜欢看你写的信 看你潇洒流利的文笔 看你苍尖有力的字体 仿佛在感觉 你有力的臂膀 和火热的温度 还有你发自内心的开心的笑 好喜欢你的笑啊 来自内心的笑 很天真 很纯真 很直率 我心里一阵融融的暖意 仿佛在和月儿节 面对面的谈心 我现在一切都已经安顿下来了 工作顺利在开展 来到这里才知道 原来世界是多么小 原来的视野 是多么的狭窄 原来的目光是多么短浅 才知道 什么叫井底之蛙 固步自封 我在努力工作 尽快地适应角色 我一定会在这里 挣扎稳脚跟的 我会做得很好的 相信我 我是优秀的 就像我相信你一样 清清 想你 我灰心地笑了 我觉得刘月 不论在哪个圈子里 都一定会是佼佼者 这是她本身的素质 和能力决定的 我在这里 是不知不够的大头兵 当了省城才知道 咱们那科技干部在这里 根本就不是官 这里随便一抓一大把 年轻人一提拔就是付出 相当于 在那报社的副总编 老半人辛辛苦苦一辈子 也混不到的级别呀 站得高 才能望得远 我喜欢站在高处 享受高处的风景 感觉高处的风浪 同样的 我也希望你能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我很看重你 我感觉 你具备这种素质 我认定你一定会站到 越来越高的地方的 看到越来越远的风景 不久的将来 你一定会是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柳越的话 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也感觉到了压力 我觉得 自己要是干不好 愧对了柳越的期望 是我无法接受的事情 阿峰 亲亲宝贝 你想我吗 我知道你一定想我的 是不是 我也想你的 我晚上自己躺在宿舍里的时候 闭上眼睛 脑子里都是你 是你的坚强和勇敢 是你的鲁莽和懵懂 是你的有力和撞击 是你的活力和青春 这个周末 来吧 姐等你 姐带你玩 让你开开心心 放放松 来吧宝贝 姐等你 柳越的话 让我热血沸腾 心中激荡不朽 大脑神经高度的兴奋起来 我无比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十一集 第二天 我在宿舍里写完 昨天的采访新闻稿 已经是上午十点了 接着赶到办公室交稿 办公室仍然是刘飞自己在 我把稿子交给刘飞 刘飞接过去 然后跟我说 江峰 你昨天写的那个 审计局的那个局长专访 我看了 写得不错呀 这一类的领导专访 说实在的 很容易模式化 落入俗道 但是 我看了你的 耳目一新 格式很新颖 选题很独特 角度很鲜明 作为一个新人 能写到这个程度 很出乎我的意料啊 我一个字也没改动 感觉这一文 很有咱们刘主任的语言风格 我听得很开心 其实在柳月带我的这一个月里 我几乎认真败读了他写的所有稿子 不知不觉中 模仿了他的文风和语言风格 我承认 柳月是我进入社会之后第一个老师 从工作到生活 从生理到心理 好 留准过奖了 还得你多指教啊 我还是以学习为主 我谦虚地说道 哎呀 江峰 别谦虚 在报社和在机关单位里做办公室混日子 玩人不同啊 报社是靠业务吃饭的 做记者 有没有真本事 一个月就看出来了 不会写稿 写不出好稿子 直接就露馅了 刘飞呵呵地笑着 机关单位主要是玩人啊 咱们做记者呢 除了要会玩人 还得会玩文字 我看你大有潜力啊 我听了 也忍不住笑了 我对机关单位等等都知之甚少 我觉得报社就是机关了 虽然是事业单位 因为这稿子是老板亲自安排的 老板特别提出来要审稿 我上午呢 把稿子送给美主任了 他说 等老板回来 给老板看 刘飞又说 你这篇稿子 可是肩负着老板的重要政治使命啊 哈哈哈哈 领导满意就是最大的政治 这话在刘月太武期间 曾经多次和我提起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 有一次 刘月审阅完我的稿子之后 边签字 边对我说道 江峰 咱们做党报记者的 一定要讲政治 什么叫政治 领导满意 就是最大的政治 刘月的话经常在我耳边回响 现在刘飞这么一说 我愈发体会到这话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一想到老大要亲自审阅我的稿子 我心里陡然感觉 压力大了起来 在办公室心神不定的 坐了半个多小时 一会儿 办公室的内线电话响了 刘飞接的 接完之后 对我说道 江峰 马书记回来了 正在办公室看你写的稿子 美主任来电话 让你到马书记办公室去一下 我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了 老板照见 非同小可 又摸不清老板对稿子是否满意 不知是凶是急 两股几乎战战 忐忑不安的 去了二楼书记办公室 我出身贫寒 农家子弟 祖上三代贫农 在我参加工作之前 就没见过什么大官 唯一见过最大的是 乡里的分管计划生育的 副乡长 那还是他带着计划生育小分队 到村里 抓育龄妇女士见到的 参加工作之后 不停见到各种县级 副县级的干部 甚至经常能摸摸他们的手 不再需仰视才见 我内心经常感慨着巨大的变化 真有一种翻天覆地 凯而康 翻身浓奴做主人的感觉 倒是如此 马书记亲自单独召见 还是让我紧张起来的 我边下楼 边不停地咽唾沫 到二楼马书记办公室门前 梅林正站在门口等我 见到我 梅林玩耳一笑 笑得很暧昧 很妖娆 那妩媚传情的眼神 让我的心里不由得一挡 妈的 这女人的眼神太勾人了 我心里念叨了一句 马书记在等你呢 来吧 梅林靠近我 自然地拍了一下我的后背 显得热乎而亲切的样子 与一起很温和 全然没有出现是那种娇气 我闻到梅林的身体 发出一种舍香的味道 仿佛是传说中的 催情药的气味 我来不及品味梅林的味道了 因为此刻我内心的紧张 已经压倒了我的情欲 再说了 我也不想去品味梅林 我不想惹事 我牢牢记住 柳月对我的告诫 梅林推开马书记办公室的门 马书记正坐在里面 高大的黑色皮转椅里 面前是像乒乓球桌 那么大的一张老板桌 马书记见我进来了 抬起头 目光很深沉 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 马书记 我进来之后 回归句句地 站到马书记的面前 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 我被马书记此刻的威严震慑了 全然没了前几日 和马书记在一起吃饭时的感觉 马书记冲我点点头 没说话 江峰 来 坐 梅林没有出去 直至马书记对面的一张椅子 示意我坐下 我坐下之后 拘谨地看着马书记 等他发话 马书记接着低头看稿子 不再看我 仿佛我不存在一样 我沉默而尴尬地坐在椅子上 身体笔直 表情千功而拘束 心情很紧张 我感受到了全力的威严 和自身的渺小 梅林过来 迈着轻盈的脚步 白色的高跟鞋 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音 浑圆洁白的小腿肚 从裙子下摆露出来 很性感 梅林先拿起马书记桌上的杯子 给马书记换上新茶 然后用一次性水杯倒了一杯茶给我 放在我的面前 边冲我微微一笑 笑容很甜 我感激地看了一眼梅林 心情稍微放松了一点 然后梅林坐在后面的沙发上 看报纸 不再说话 室内很静 静得 只听见落地挂中的摇摆声 马书记很专注地 看着我写的稿件 手里拿着一支笔 刘月跟我说过 马书记是从市委宣传部 调过来的 现在还见着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很有文采 文笔了得 很有思想的一个人 当年也是江海市委出名的一支笔 想到这里 我心里没了底气 不知道马书记会如何发落我的稿件 一会儿 马书记抬起头 看着我 开口说话来 语气低沉而平缓 江峰 这稿子 是你自己写的吗 是的 马书记 是我自己写的 我连忙回答道 刘飞帮你修改了没有 没有 刘主任说 他一个字也没改动 哦 马书记点燃一颗烟 然后 往椅子后背上一靠 嘴里喷出一口青烟 吐出两个字 呜 可以 我靠 终于表态了 我松了一口气 不过没说话 梅林站起来过歹 对马书记说道 江峰 你看就是很能干的小伙子 才来了一个月 写稿 就能得到你的肯定 不容易哦 马书记的嘴角 露出了一丝笑意 垃圾稿子 在手里颠了颠 看着我 看来 你跟了柳月一个月没白跟呢 这文的语言和思路 很有柳月的风格呀 马书记提起柳月 让我的心里很激动 比马书记夸我还高兴 我忙说道 哦 我跟着刘主任 刘主任都是言传身教 尊尊教导 刘主任都是亲自给我改稿子的 亲自给我指点写文的思路 柳月带兵是没得说呀 报社最会带兵的主任 最敬业的记者 马书记跟着说了一句 哎 可惜呀 我很高兴马书记 能表扬柳月 心里很兴奋 很激动 但是 不明白马书记 半截而挂着的可惜 是什么意思 这时 我瞥了一眼梅灵 发现梅灵脸色冷了下来 眼神里充满了嫉妒 我的心一沉 马书记对我的稿子 给予了肯定 对柳月一个月的带兵工作 给予了赞扬 我心里很舒畅 甚至 有些受宠若惊 虽然梅灵的脸色不大好看 但我已经顾不上了 马书记最后在 稿件发稿签上签了个字 将稿子交给我 你直接给刘飞吧 让他送总编室就好了 按照报社发稿流程 马书记签字直接发稿 显然是不合理的 但是 好像报社 不会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的 我记得柳月和我说过 报社有三个正线级职位 书记 社长 和总编辑 因为报社是市委直属单位 部署于政府序理 党委书记是一把手 马孝天是党委书记兼社长 还兼着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 自然是报社老大 报社总编辑叫张文远 一位五十岁左右 文志彬彬 和哀可亲的老报人 是二把手 我双手接过稿件 站起来 毕恭毕敬地和马书记告别 退出书记办公室 当然 临走时没有忘记 冲梅林感谢地点了点头 梅林用欣赏的眼神看着我 稍微挤了一下眼睛 充满了轻微的挑逗 我心里一跳 盲低眉顺眼地走了 将稿子拿回来之后 我才发现 没有在稿件标题签上 数作者的名字 于是我恭恭整整地 在作者那一栏写上 本报记者 刘飞 江峰 我知道 这是报社的规矩 不管稿子是不是他写的 只要是领导和你一起去了 一般是要把领导的名字数上 并且要数在自己前面 这也体现了执逼者对领导的尊重 当然 在我跟柳月出去的时候 柳月写的稿子 都会在后面挂上我的名字 而我写的稿子 柳月却每次都在修改完后 删掉自己的名字 只保留我自己的名字 但是刘飞毕竟不是柳月 我觉得还是保险一点好 于是我将作者名字写好之后 才把稿件交给刘飞 刘飞接过稿子看了看 突然冲我笑了 拿起笔 将自己的名字 画了个后制符号 放在我的名字后面 便说 江峰 稿子是你写的 你的名字理应放在前面 我不能占你的便宜啊 这是你的劳动成果 我也笑了 刘主任真谦虚啊 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觉得刘飞做的是正确的 我的劳动成果 我的名字理应在前面 但是 这世界上不合理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了 我也不能说他这样做就对了 于是我只能说他谦虚 然后就是干笑 报上很多主人们带着记者 或者编辑下去采访的时候呢 都是当兵的写稿 主任们喝酒收礼 然后回来呢 还得将名字数在当兵的前面 但是 咱们记者不没这规矩 刘主任带头不让这么做的 这也是尊重大家的劳动 体现真实的个人水平 刘飞对我说道 不过 刘主任和老总们出去的时候 写的稿子呢 都是将老总的名字数在前面 这也是规矩 我觉得刘飞的话很实在 很实际 都是现实中的事情 不管对错 存在即合理 我心里又很欣慰 柳月虽然离开了 但是记者部 处处都有柳月的痕迹 处处都能看见柳月的影子 而在我的心里 也时时不忘柳月的教会 咱们记者部的记者 当初几乎都是刘主任 手把手带出来的 我当年来记者部 也是刘主任带出来的 刘飞笑呵呵地看着我 所以啊 可以说 刘主任是我们的姐姐 也是我们的师父 我们都是师出同门 都是刘家班的 我一听乐乐 很开心 刘家班 很好的比喻 我们都是刘家班的班员 刘月呢 就是班主 你们都是学长 我是学弟 还得多向你们学习啊 我对刘飞说道 哎 我看你也基本是 刘主任的关门弟子嘛 刘主任这一走啊 刘飞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后面的话没有说 拿着稿子 去的总编室 我有点莫名其妙的 刘飞没说出的后半截话 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 刘飞看我的那眼神 让我有点心跳 转眼到了周末 到了我要去省城和柳月 相会的日子了 我从早上一起床 就处在激动和兴奋当中 打算中午去长途汽车站 上午十点的时候 我正打算要去车站 却突然接到柳月的BB机信息 苏和杨哥联系 就这么几个字 弄得我是一头雾水 莫名其妙的 杨哥的电话 我有办公室的 办公室里很近 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女记者 陈静 一个文静的女孩 和我差不多大的样子 比我早一年来报舍的 此刻她正在宁神府岸协作 我看了看陈静 摸起办公室电话 拨通了杨哥的号码 喂 哪里啊 电话里传来一声 沉稳而矜持的男中音 不微自言 我 杨哥 我是小江 我连忙说道 小江 杨哥好像有点没回过味来 你是 我是江海日报社的江峰 杨哥 刘主任刚才让我和你打电话的 我估摸杨哥不一定记起我的名字了 心里一阵冷落感 于是报了单位的名字 又不能说柳月的名字 沉静在旁 就说了刘主任 在发音的时候 还特意地把刘 说成了刘 哦 杨哥想起来了 态度一下子很热情 小表弟啊 江峰 对对对 小表弟的名字 不好意思啊 杨哥这脑子不好用啊 你一定是在办公室打的电话吧 不管叫柳月表姐 叫刘主任了 我被杨哥爽朗的笑声感染了 心中觉得热乎起来了 是啊杨哥 我在办公室的 好 二十分钟后 到报社门口等我 我带车过去接你 杨哥爽快地说道 我愣了 杨哥 这 这是有什么事情吗 啊 小柳告诉我 你要去省报送稿子 我正好呢 要去省委组织部办事情 他让我捎带你一起过去 杨哥和气而亲切地说道 我去接你 咱们路上吃午饭 一起去省城 我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是这样啊 我不用坐公共汽车了 有专车了 杨哥的 柳月安排的 那一刻 我突然想到 柳月和杨哥 一定经常保持联系的 杨哥对我的热情 不是因为我是金锋 而是因为 我是小表弟 柳月的小表弟 杨哥是因为柳月 才对我好的 他是冲柳月来的 他一直在追柳月 追我的女人 我当时想当然地认为 没有柳月 我在杨哥的眼里 也就如同一颗草剂 我的心情突然变得 沮丧起来了 心里很难受 充满了嫉妒 我觉得很窝囊 有一种 无助而渺小的感觉 然而 我无法拒绝柳月的安排 别无选择 只能服从 我答应了杨哥 简单收拾了一下 准备出去 临走前 我看了一眼沉静 沉静觉察到了 抬起头 冲我甜甜的一笑 然后 里头继续写稿子 我很喜欢沉静的笑 和我的情儿的笑一样 一看就是那种 发自内心的 纯真的 原生态的笑 我也冲沉静笑的笑 然后关门 下楼 来到报社门口 一会儿 杨哥的车来了 一辆黑色的奥迪100 车牌尾数是39 前面都是0 记得柳月和我说过 怎么通过车牌号码 一号 喜欢七号 取七上八下之一 书记挂七号 空出来的一号车牌 没人敢用 就挂到 世卫车队的中八上 上了杨哥的车 杨哥坐在 副驾驶后面的位置 我坐在驾驶员的后面 和杨哥并排在后面 上车之后 驾驶员发动车辆 边问杨哥 杨哥长 中午饭在哪里吃啊 哦 平江 我已经和那边 组织部的张部长 打好招呼了 直接去县委招待所 杨哥轻描淡写地说道 平江县 是江海市下属的 一个边缘线 离江海市比较远 是到省城的必有之路 出了平江 就出了江海的下区了 江海到省城 没有高四公路 开车要六个多小时 因此 江海市值个单位 到省城办理公务 就形成了一个习惯 中途在平江县吃饭 对口接待 各找各的 坐在杨哥豪华的轿车里 我有些拘束 恨不得车轮飞起来 一下子就到省城 杨哥看了我一眼 脸上露出了和气的笑容 问我最近工作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困难等等 我礼貌地回答 心里其实是一股 对立的情绪 我知道 他对我的关心 是基于柳悦 我在江海日报上 经常看到你的署名文章啊 经常有大块头的稿子出来 而且还是头条 写得不错呀 文笔很流畅 文采很好 杨哥用鼓励的眼光看着我 昨天我看到报纸上登的你写的那个 审计局王局长的人物专访 写得很有思想 很有深度 很有政治高度啊 看得出 你是动了脑筋来琢磨的 刚参加工作 就有这一成绩 不错 好好干 不要辜负了你表姐的一番苦心啊 看得出 你表姐很关心你的 杨哥的鼓励 让我的心情放松了一些 提到柳悦 我心里又觉得很高兴 毕竟杨哥是一个相当级别的领导 能如此对待我这种小族子 要是其他人见了 不知道多羡慕呢 我觉得 自己的虚荣心 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十二集 我连忙谦虚地说了一通 主要意思就是 自己还不成熟 还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 和理论水平 还需要更好的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做好结合文章 说自己离一个合格的党报记者 还差得很远 我这不是说虚话 而是参加工作后的真实感受 学 然后吃不足 在不断的实战学习中 我渐渐领悟到 做一个党报记者 仅仅有写作能力是不够的 必须要讲政治 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 要深入基层 多实践 不然 不会写出真正有思想 有高度 有深度的新闻作品 听了我的话 杨哥赞许的点了点头 对 做党报记者 任何时候都要讲政治 党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一定要做好宣传引导作用 为党和政府做好参谋 党报记者的自身修养很重要 直接决定了这张报纸的档次和水平 你能有一个学习的态度 能有一个政治的觉悟 能有一个实践的意识 能有一个上进的信念 很好啊 我们组织部门 选拔年轻干部 就需要这样的 我觉得杨哥的讲话很有水平 很有高度 对我的肯定也很有水准 但是 我觉得杨哥说到 选拔年轻干部的事情 离我很遥远 毕竟 我刚参加工作 还没有转正 不过 今天杨哥对我 从思想和业务两方面 都进行了肯定 能得到视为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鼓励和赞扬 我很受鼓务 到了平江县委招待所 平江县委的一名副书记和组织部长 正在招待所的门口公营 我注意到和杨哥握手 他们都是伸出双手 要稍微一弯 脸上带着千功 而灿烂的笑容 杨哥对他们很客气 又转身介绍我 江海日报社的江记者 随同我一起去省城的 我沾到杨哥的光 两位县领导也急忙热情地和我握手 脸说 哎呀 欢迎欢迎啊 然后 大家直接去餐厅吃饭 进了单间才发现 房间里 还有更大的官在等着呢 县委县政府的两位老大 正在恭候 见了杨哥 他们像见了老朋友一样亲生 县委书记 伸手握住杨哥的手 哈哈笑着 哈哈哈哈 杨部长 想死我了 你今天总算来我这里吃顿饭了 不容易啊 县长跟在县委书记后面 连连笑着点头 杨哥颇有风度地和他们说笑了几句 又不忘记介绍我 江海日报社的江记者 县委书记和县长 也笑容可惧地和我握手 县委书记随后说了一句 小伙子 很年轻嘛 这可是年轻的大手臂啊 后生可畏 写了不少重头稿呢 杨哥拉着我边坐下 边对他们说道 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 学生干部 党员 看得出 杨哥是在有意在他们面前推我 县领导们 摸不清杨哥和我到底是什么关系 见杨哥这么说我 自然也都是一阵负荷 纷纷表扬 不过 那些负荷在我听来 就是明显的夸张和奉承了 饭菜很丰盛 主人很热情 一再感谢市领导 历临平江指导检查工作 杨哥连说客气了 只是顺路打扰 谈不上检查指导 另外吃饭变餐即可 不要这么扑张 吃过饭 杨哥和我与县委书记县长热情地握手告别 县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亲自带着一辆车 一直把我们送到平江陷阱边界 然后大家挥手告别 唉 边界迎送 恶需难改啊 分手之后 杨哥摇摇头 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今天的过程 让我很震撼 我第一次真正领教道 杨哥的地位和权威 大大的厉害啊 然后车子没有停 直奔上城而去呢 杨哥没有和我再交谈 靠在座椅后背 闭目养神 我毫无倦意 心中充满了兴奋和冲动 虽然还在路上 我的心 却早就飞到省城 飞到了柳月的身边了 柳月 亲爱的月儿节 我来了 下午五点半 车子顺利抵达省城西京市 江东省省会 路上 我接到了柳月的船户 让我到江东日报社门口等他 于是 我在江东日报社门口下车 和杨哥告别 杨哥直接去了省委组织部 我在报社门口无聊地来回走着 看着报社里 进进出出的人流发呆 这省级报社规模 态头可真大呀 比我们的大多了 我入神地看着 心里对那些匆忙进出 貌似像是记者的青年男女 不由得很羡慕 心里很向往起来 突然 有人在背后轻轻地 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一回头 柳月 柳月不知什么时候 站在了背后 正盈盈地笑嘻嘻地看着我 我煞是心里很激动 半个多月不见了 柳月更加亮丽青春了 头发剪成了奇眼短发 淡淡的妆 一身白色休闲衣 身上散发出淡淡的 熟悉的香水味道 柳月冲我笑着 嘴里轻声说了一声 阿峰 姐 我只说的一句就哽咽住了 久久的思念的情怀 和机遇的激动情节 交织混合在一起 让我百感交集 就只叫了这么一句 眼睛思思盯着柳月 充满了欢欣和热烈 那一刻 我差点像电影里那样 将柳月拥抱在怀里 亲热 激吻 柳月看出了我的热情和火热 她的胸口 微微起伏着 看得出 也很激动 只是 在呛压住而已 走 先去我宿舍吧 柳月弯腰提起我的旅游包 背在身上 很自然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现在住在江东日报社家属院 不离出面街的房子 就在报社办公楼的后面 怪不得柳月 让我从这里下车了 原来是这样 我很高兴 又把旅游包拿过来 我背着 姐 我不累的 你上班的地方 离这里远不远呢 不远 柳月一直前面 省委就在前面 一千多米的地方 我每天 都是步行去上班 锻炼身体了 很快地到了柳月的宿舍 一个老实的宿舍楼的二楼 柳月打开门 房间不大 两室一厅 收拾得很干净 很敞 我刚放下旅游包 柳月刚关上房门 我们俩就不愿而同地 抱在了一起 刚抱在一起 我们俩就不愿而同地 急切地互相寻找着 对方的嘴唇 随后就是吃热地接吻 嘴唇紧密地瞬息 射到热烈地交合 身体紧紧地拥抱 双手互相用力地揉搓 和抚摸 姐 我想死你了 我在接吻的间隙 对柳月说道 边抱着柳月 柔软火热滚烫的身体 往沙发上挪动 阿峰 亲亲 宝贝 今天好想好想你 好想 柳月呢喃着 没有随我往沙发方向挪动 却引导我去卧室方向 我心里一阵激动和欣慰 一把将柳月抱起 进了卧室 将柳月放在床上 柳月搂着我的身体 把我也拉倒在床上 胡乱踢掉鞋子 胡乱地 揭开对方的衣服 胡乱地 搅着对方的名字和昵称 很快的 我们就赤裸相见了 很快的 就如雨后缝干淋一般的 紧紧地 结合在一起 彼此紧紧地 搂抱在一起 彼此神神地 进入对方 彼此用心灵和肉体 开始了原始的呼唤 和冲突 短暂分别的激情 如火山一般喷涌而出 浓郁思念的饥渴和深情 似海水一样 汹涌澎湃 我和柳月离别后的第一次见面 就在激烈的战斗中开始的 火山 爆发了 结束之后 我们仍亲密地抱在一起 彼此深情地注视着 互相深情地微笑着 一会儿 就自动凑在一起接吻 宝贝 你是我的宝贝弟弟 柳月不停地亲吻着我 嘴巴贴在我的耳边 姐姐好想你 好喜欢你 好喜欢 我很开心 双手捧着柳月的脸 不停地用舌头 江里你有专门给你买好的吃的 你先吃 晚上回来 我带你出去玩 逛夜市 柳月边穿衣服 边对我说 七点钟 我要和杨哥一起去出席一个很重要的饭局 杨哥约了一个重要人物 我的事情 必须她的帮助 我一听 明白了 杨哥肯定是约了能帮助柳月调动的人 晚上一起吃饭的 组织部的办这事 一定不是太难的 刚见面就要分开了 我很不舍 心里又有些嫉妒 可是 我没有办法 我不能阻止柳月 我没有什么能力 我一无所有 帮不上柳月什么忙 而杨哥能 虽然我不想柳月能调走 但是 我还是希望柳月能过得快乐开心 这种矛盾的心理 让我一时有些沉默 柳月穿了一身很板正的套裙 又去洗手间 梳妆完毕 然后进来 抱着我的脸 温柔地亲了几口 阿峰 宝贝 别不开心啊 我吃过饭就回来了 回来带你出去玩 逛夜市 然后 晚上我好好陪你 我知道 柳月看出了我的不开心 心里有些不安 我觉得自己太自私 于是 对柳月笑了一下 姐 没关系的 你去吧 我等你回来 嗯 那就好 宝贝 柳月高兴地又亲了我一下 看着我 突然笑起来了 阿峰 我的口红都涂到你脸上了 起床 去洗个澡吧 我笑起来了 起床 对柳月说道 姐 你去吧 时间差不多到了 嗯 好 我走了 记住啊 冰箱里有吃的 记得吃东西 说完 柳月依依不舍地看到我几眼 走呢 柳月最后离开时的依依不舍的表情 让我还是喜欢 我总是希望尽可能多的 从柳月的身上寻找发现 她喜欢我 依恋我的证据和蛛丝马迹 那样会让我 对我和她之间的关系 更加确定 更加自信 更加放心的 柳月走后 我洗了一个澡 然后从冰箱里找出一大堆好吃的 都是我喜欢吃的烧鸡和火腿之类的 我盘腿坐在沙发上 打开电视机 摆放好吃的 打开一拉罐啤酒 自珍自饮起来的 我边吃边喝边看电视 边回味着刚刚结束的和柳月的缠绵 心里一阵阵的甜蜜和柔情 不停地涌动 我感觉自己好像是 走势的羔羊 重新见到羊妈妈一样 肉体和灵魂都获得了重生和释放 找到了久违的灵魂的家园 那一会儿我乐不思数 在柳月的安乐窝里 喝着啤酒 吃着可口的饭菜 等待着柳月回来 和我一起去逛夜市 只要能和柳月在一起 去哪里我都喜欢 晚上九点钟 柳月回来了 脸色红扑扑的 带着淡淡的酒气 等近来吧阿风 柳月一进门 就带着抱歉的口吻 对我说道 我吃着饭想着你 饭局一结束 我就赶紧找个借口跑回来了 他们去唱歌了 我听了很开心 我就喜欢听柳月这么说 我站起来抱着柳月的身体 不着急 姐 我喝啤酒看电视 滋润着呢 柳月看着茶几上摆着的空衣拉罐和食品 笑了 乖乖 怎么没有抽烟呢 见了吗 没有 你不在 你不抽 我也不想抽 我其实是没找到烟 身上又没装烟 就撒了个黄 柳月开心地笑了 我在外面从不抽烟的 只有在家里抽烟 你是唯一的一个 见过我抽烟的男人 我开心地笑了 走 咱们出去玩去 去逛夜市去 柳月边说 便换了一身休闲装 活动了几下身体 去享受一下 做市井小民的快乐 去放松一下身心 出了家属院 柳月开始跨着我的胳膊 很淑女地靠着我的肩膀 我们沿着灯火璀璨的马路人行道 往前步行走着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喜欢柳月 小鸟依然的感觉 一个白天还那么高贵 那么舒雅 那么气质 那么教养的美丽女人 此刻温柔 温顺地 依偎在我的身边 让我感觉自己 特别像个男人 夜市就在前面墓园 夜风吹来 阵阵烤肉的香味 飘了过来 我们在这里 可以像一对真正的情侣一样 随意地逛大街 这里是省城 是西京 很大的 没有人会认识我们 没有人会注意我们 我们是自由的小鸟 我们可以在大街上 当众接吻 大声说笑 柳月挽着我的哥婆 温声软语地说道 这里不像是江海 屁大一点事 就弄得满城风雨 路人皆知 从柳月的话题 我得到两个判断 一是 柳月想和我像情侣一样 自由恋爱 自由生活 她渴望无拘无束的日子 二是 柳月不想让周围的属人 知道我和她的事情 我理解柳月的心情 理解柳月的想法 但是 我觉得这很矛盾 既想追求梦想 又不愿意公实于 大庭广众之下 这是一件 让人为难 而且痛苦的事情 仿佛为了证明 自己刚才的话 柳月突然停了下来 轩然不顾周围来往的人 抱着我 羊头就和我接吻 眼神里闪烁着顽皮 和肆意地笑 我有些不大适应 我突然觉得 柳月胆子真大 一旦放开 比我还大 情热完后 柳月看着我 嬉嬉地笑 宝贝 是不是感觉不大适应啊 我点点头 搂着柳月的肩膀 两人继续往前走 其实 我在江汉很郁闷的 那个地方 那个圈子 那个圈子里的人和事 都让我窒息 让我抑郁 让我惆怅 柳月微微叹息了一声 在这里多好啊 这个城市上百万人 走在大街上 人来人往 没有人认识我 没有人在意我 我可以大声喊 大声叫 使劲地蹦跳 开心欢笑 这种日子真好 我好喜欢这种 无拘无束的日子 我好渴望 阳光下自由自在的生活 普通人最基本的东西 在柳月这里 成为了一种奢求 我默默地听着 心里一阵疼痛 不由地搂紧了柳月的肩膀 柳月一定是感觉到 我充满男人味道的动作 抬头看到我一眼 阿峰 你很像个大男人哦 好像有一种 依靠的感觉 那一刻 我觉得柳月是个小女人 一个渴望安全和依靠的 小女人 我本来就是个大男人 我从柳月微笑了一下 继续搂着柳月的肩膀 柳月温顺地靠在我的怀里 温情地笑了 嗯 是 你是大男人 你一定会成为大男人 从你到外 柳月到现在为止 一直没和我说起 晚上吃饭的详细情况 也不提杨哥的事情 他不说 我也不问 其实我很想问问 他那事儿 办得怎么样呢 我们就像一对热恋的情人一样 搂搂抱抱地 走在喜经繁华的大街上 就这么一直 走到了夜市 到了夜市才知道 这夜市原来就是 一条繁华的商业街 马路两边 店铺林里 各种服装 店铁和小吃店 逼逼皆是 灯火辉煌 人群川流不息 热闹非凡 柳月拉着我的手 我看得出 他心里释放得很轻松 我也是 我们惬意地 从一个店铺 逛到另一个店铺 看各种衣服 电器 边随意地买着小吃 边走边吃着 在一家电器商店 柳月给我买了一个提取刀 也是菲利普的 和清儿给我买的那个一样 我告诉柳月 别买了 我有提取刀 重复了 柳月不听 执意要买 说我有是我的 不是他买的 不算数 我心里漠然无语 也就随他去了 买了提取刀 柳月又拉着我 去看微型录音机 让店主拿出一个 索尼的微型小录音机来看 边对我说 这是目前国内新闻采访 最好的采访机呢 升空的 自动翻贷 我一看价格 五百多 太贵了 忙对柳月说道 这么贵 不买了不买了 回去报社会给我发的 那你等到猴年马月 报社现在经济紧张 能保证发工资就不错了 根本就没有自己 改善办公条件的 柳月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姐的采访机太旧了 不能给你用 姐给你买个最好的 你出去采访 是很得力的助手呢 好马配好安呢 买完采访机 柳月还不罢休 又拉着我 进了一家运动时装店 挑了一套颜色 饰样 都很时髦的休闲装 情侣套装 一人一套 总价格一千多 我心里有些不安 花了柳月这么多钱 柳月很开心 和我一起试完衣服 将衣服收起来 报号 挽着我的哥哥说 明天我们 穿着情侣装去爬山 好不好 我们去郊外游玩 我看着柳月 正在寻思回去的时间 柳月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 说道 明天再玩一天 你后天一大早回去吧 记者部 一天半天不去办公室 没什么要紧的 不考核的 柳月说的和刘飞一样 我点了点头 那杨哥那边 杨哥已经连夜赶回去了 明天市里有重要的活动的 柳月说道 他这次来西京 主要就是为我的事情来的 我心里一阵 原来杨哥此行不远千里的目的 在这里啊 原来 柳月在杨哥心里的位置 如此重要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十三集 齐硕本打算是明天下午回去的 柳月这么一说 我很高兴 这说明 柳月不想让我早走 他喜欢我多住一晚 买完东西 时间不早了 夜市上的人也渐渐稀少 我和柳月提着东西 回到宿舍 回到宿舍放下东西 柳月换了一身舒适的睡衣 对我说 阿芬 来 我们一起洗澡 我很喜欢和柳月一起洗澡 急忙脱了衣服 和柳月一起进了洗手间 洗手间的灯光很明亮 又很柔和 洗手台前的镜子 反衬出我们俩的身影 柳月脱掉水衣 搂出白嫩柔滑的肌肤 和婀娜的身材 还有丰满的胸脯 和迷人的黑三角 我呼吸加快 不由搂出了柳月的身体 体内开始生活 柳月妩媚娇柔的看了我一眼 温情的笑的笑 阿芬 别着急 我来给你冲洗 边说 柳月边和我站在淋浴之下 让我抚摸着她的身体 她伸手 抚摸着我的下面 仔细的给我冲洗 我的身体急速膨胀起来 一会儿柳月仰起头 任淋浴的水流 在她白皙俊美的脸庞滑下 看着我 柔声说道 宝贝 亲亲我 我急不可耐地 一把抱住柳月 低头吻住了柳月的唇 轻轻地 细细地品味着 瞬息着柳月嫩滑的唇 柳月微微开起嘴唇和牙齿 湿滑的舌头 游进了我的嘴里面 我们紧紧地搅合在一起 轻轻地流水 在我们俩紧紧 搂抱在一起的身上 滑落下来 我的身体和柳月 紧紧贴在一起 感受着柳月的风韵和柔软 一会儿 柳月开始亲吻我的脖颈 下巴 胸口 用舌头轻轻地舔 瞬息 柳月的舌的温热和流水的温度 交织在一起 她双手扶着我的身体 舌头慢慢地往下滑动 从胸口到腹部逐渐往下 终于 柳月停在我两腿间火热的爆发点 用柔软和温度 安抚叙事待发的坚硬和冲动 我抚摸着柳月的头发 柳月蹲在我的面前 扶着我的大腿 有节奏地活动着 我全身的血液都在急切地奔涌 浑身的火热 急剧 聚集到一个火力点 很快地 就喷涌而出了 我闭上眼睛 紧紧按住柳月的头 嘴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嚎叫 柳月温顺地停留在那里 直到我出了一口气 才慢慢站了起来 抬头看着我 讨好的笑着 我感动地抱着柳月 在淋浴温热的水流之下 抚摸着柳月的身体 亲吻着她的脸 脖颈 耳唇 瞬息着她的舌头 嘴唇 师父吗 宝贝 柳月轻轻地问我 姐 谢谢你 我抱着柳月的身体 亲亲 和姐在一起 以后不许说些 姐喜欢为你做事情 做任何事情 柳月抬头看着我 眼神里充满了默默的深情 阿峰 宝贝 姐喜欢你 此刻 柳月的眼神里 充满了柔情万端 让人看了心脸 说完 柳月像给孩子洗澡一样 为我全身涂满沐浴 双手在我的全身所有肌肤上 轻轻地滑动着 洗完澡 柳月为我擦干 又为自己擦干 然后看着我 声音微微有些颤抖 宝贝 帮我上床 我轻轻将柳月抱起 进了卧室 放到那张大大的床上 柳月关了房间大灯 只保留床头台灯 昏黄柔和的灯光之下 柳月美丽的动体 仿佛环绕了一层光环 分外的美丽 圣洁 柳月睁开眼 她柔情地看着我 脸色飞红 然后 悠悠气无力地闭上 我会眼 浮在柳月的身上 温柔地 开始亲吻柳月的全身 边手指交叉 握住柳月的手 当我的蛇 亲吻完柳月的全身 停留在柳月 两腿间的丛林身处时 柳月浑身轻微地颤抖 紧紧按住我的头 嘴里断断续续的 紧紧安放 宝贝 姐喜欢死你了 我抬起头 吻向柳月的脖颈 耳唇 同时开始缓慢而有力地 进入柳月 柳月紧紧搂住我的身体 主动迎合着我的动作 便与我进入得更深 当我开始的主动地 迅猛攻击之后 柳月不停地叫着 姐喜欢死你了 阿峰 宝贝 姐的小亲亲 在我猛烈撞击之下 柳月和我一起达到了巅峰 柳月突然发出了一声 仿佛来自心底的叫声 阿峰 我爱你 那一刻 我的激情滚滚喷涌 和柳月的火热巅峰 交织在一起 当了这么久 我终于听到了柳月的真情崩发 我真情实意地紧紧抱着柳月 柳月我爱你 我爱你阿峰 柳月又重复了一遍 声音有些颤抖 眼角流出了两行热泪 我轻轻地 用舌头舔去柳月脸上的眼泪 安慰地对柳月说道 柳月我也爱你 好爱你 柳月欣慰地看着我 伸手抚摸着我的脸 露出了母性的柔情和娇媚 宝贝 尽好疼你 尽好喜欢你 尽好爱你 爱你 我的宝贝 我的心中充满了万般柔情 浑身被情欲和幸福所环绕 我恨不得将自己和柳月融为一体 然后 我和柳月彼此默默地温情注视着 一会儿 彼此发出会心的笑 自动地将嘴唇凑在一起 风停雨歇之后 柳月从床头位里摸出香烟 给我点着一颗 又自己点了一颗 将燕灰缸放在我们面前的大床上 我们靠着床背坐在床上 边抽烟边聊天 阿峰 你不想知道今晚杨哥给我办的事情 到什么程度了吗 柳月裹着毛巾被 悠悠地吐出一口清烟 看着我 当然想知道了 可是 我又怕知道 我 我此时内心的矛盾 开始凸显出来了 宝贝 不要怕 有什么好怕的呢 天下之大 有多大 我又飞不出中国 柳月微笑地看着我 那 你那事 办到什么程度了 我鼓足勇气问道 嗯 今晚吃饭的时候 基本敲定了 剩下的 就是手续问题了 柳月吸了一口烟 今晚我才知道 其实 新闻处的张处长 早就想让我来的 这次戒掉 只不过是个借口 怕报社不放人 先戒掉过来 哦 我一时不知道 实习实义 看着柳月 那 那你什么时候办手续 很快的 杨哥具体操作这事 不能拖 避免夜长梦多 柳月的口气 变得很果断 哦 那就是说 你很快地 就要真正离开报社了 不知怎么的 我在为柳月高兴的同时 心里突然很难过 眼神黯淡下来 以后 我们 我们就要一直 两地相隔了 以后 柳月的口气 突然充满了迷惘 沉默了一会儿 以后 未来不可测 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 我的情绪更加低落了 心中很难受 充满了失落和悲凉 先不要考虑这么多了 走一步 看一步吧 柳月沉默了片刻 轻轻地说道 以后 如果有明天 总会有办法的 只要彼此心相应 即使两地相隔 又损得了什么呢 空间的距离 总是可以克服的 是可以解决的 我不明白柳月的意思 看着柳月的脸 柳月笑的笑 难道不可以调动吗 大卫是死的 人是活的 如果 如果真的能够 省级新闻单位那么多呢 去哪里不可以 我一下子明白了柳月的意思 柳月是说 只要我们能够永远在一起 我可以调到省城来工作 我知道柳月敢这么说 就有一定的把握性的 我竟然可以到省级新闻单位来工作 关键是 可以和柳月能够在一起 我一直很激动 又很兴奋 姐 真的吗 柳月看我高兴的样子 笑的 当然是真的了 姐只要想做的事情 就一定能做到 我傻笑起来了 姐 那就太好了 高兴了吧宝贝 柳月深情地看着我 姐可不想让你受委屈 你是姐的亲亲 姐 我爱你 我有一次不由自主地说出来了 柳月默默含情地看着我 一会儿缓缓地说道 阿芳 我也是 我也爱你 不知不觉的 我终于发现 我终于知道 我爱上你了 好奇怪 我比你大这么多 我一直将你当小孩子看 我竟然会 我伸手挡住柳月的嘴 不让他再说话 不想听他继续说下去 我深情地看着柳月 柳月听话地 停住嘴 也同样地看着我 我们又一次接吻 随后将烟头熄灭 互相纠缠在一起 又一次互相开始了 努力地索取和融入 那一晚 晴儿在我的脑海中 无影无踪 我在柳月的安乐窝里 享受着柳月的全部柔情 和柳月说着绵绵情话 互相倾吐着爱意 说着海湖湿烂 和天长地久 心中荡漾着激情和幸福 那一夜 酒别重逢后的激情和火热 几番沉浮 占我不灭 一直到黎明时分 才掩其息骨 我和柳月楼抱在一起 沉沉睡去了 如果说之前 我的心里还对晴儿 有几分留恋的话 此刻 这几分 也已经荡然无存了 我的身体和心底 终于彻底背叛了晴儿 不留一点残疑 我的心里只剩下 对晴儿的愧疚和不安 再次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中午十一点了 我一摸旁边 是空的 柳月已经起床 厨房传了一阵烧饭的香味 我连忙起床 穿上衣服 走进厨房 柳月刚做好鸡蛋面条 看我起床了 笑着对我说 傻孩子 睡醒了 辛苦了 去洗涮吧 准备吃饭 我微笑着没做声 从后面抱住柳月的身体 隔着薄薄的一层衣服 摩擦着柳月 丰满的臀部 身体迅速有了反应 双手也同时从前面伸了进去 柳月粉嫩的脸上红了起来 哼了一声 不由自主扶着厨房的台面 弯起了腰 我撩起柳月的裙子 扯下NK 很快进去了 扶着柳月的腰和臀部 结束之后 柳月去卫生间整理完 脸上充满了欣慰 我的小马鸡 好了 快去洗漱吧 牙膏都给你挤好了 吃饭了 饿不饿呀 累了吧 不饿 我黑黑笑了一下 有你吃 就不饿 柳月笑了 拍了一下我的屁股 去吧 调皮贵 饭后 柳月对我说道 我们去附近爬山吧 那座山上 有一座千年古叉 让我们去拜拜 我不信佛 更不相信拜拜 就会怎么样 但是 只要柳月喜欢 我就无条件地服从 我们穿上情侣休闲装 手拉手下的 去了附近的那座山 那座古叉 那座山并不高 但是绿化很好 郁郁匆匆 古树很多 走在小路上 有遮天逼日之感 山路上 游人并不多 偶尔会遇见 几个下山的游人 我和柳月手拉手 一起悠闲地爬山 像一对情侣一样 山顶传来寺庙里 悠扬的钟声 还有 敲击沐鱼的声音 下山的 三三两两的游人 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 都会用羡慕的眼光 看着我们 我心里很得意 很受用 我觉得和柳月在一起 自己很抓面子 很有一种男人的满足 和自豪感 我这么想着 不由伸出手臂 拦住了柳月的腰 柳月脸色红红的 看着我 阿芬 我们走在一起 人家会不会觉得是两代人呢 别胡说 我们穿着情侣装 大家一看就知道 我们是情侣 再说呢 你这么显年轻 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 顶多也就大个三岁的样子 阿娘经常说了 女大三 包金砖 柳月听了 呵呵地笑了 很开心 看到柳月这么开心 我觉得自己很快乐 浑身被一种别样的感觉 所笼罩和包围着 觉得自己像是在梦里一样 懵懵懂懂地 迎接着突如其来的幸福 但是 我心里又突然冒出一丝不安的隐忧 我知道 那是情儿又冒得出来 我心里其实很明白 情儿是我早晚要面对的一个难题 是我无法逃避的一个难题 我必须正视 必须去面对和解决 可是 我很害怕 害怕对情儿带来巨大的伤害 不敢想想 情儿得知这一切时候的后果 那一刻 我仍然抱着得过且过的想法 心想 能拖一天就是一天 能拖一刻就是一刻 得过且过吧 一会儿 山顶到了 当到山上那座古老的寺庙 这个时候香可不多 院子中间巨大的香炉上方 烟雾缭绕 香炉里插满了残余的和冒烟的香 柳月神情严肃 拉着我 掀着上香 恭恭敬敬地 将香点燃 插入香炉的香灰中 然后 双掌和石 鞠躬 我站在柳月旁边 学着柳月的样子做 然后 柳月拉着我进了大殿 在大殿中间的佛像前 微规矩矩地跪下 用标准的姿势 磕头左翼 我也在旁边 学着柳月的样子 闭目磕头 心里默默念叨 佛祖保佑 保佑和月儿 能结成夫妻 能白年之后 能白头偕老 阿们 上完香 喝完头 我和柳月在山顶转摇了一会儿 看看天色不早呢 下山回去 回去的路上 柳月看着我 阿峰 拜佛的时候 你有没有许愿呢 当然许愿了 希望佛祖保佑我们 永远在一起 希望我们 能美好 幸福 你呢 你许什么愿望啊 我说 柳月听我这么说完 眼神里楼露出 渴望和欣慰的目光 不过 我看得出 里面还有几分惆怅 和游离 我也许愿了 我希望佛祖保佑阿峰 健康成长 天天快乐 事业发达 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柳月 也眺望着灰蒙蒙的城市 轻轻地说着 柳月的许愿里 只祝福了我 而没有祝福我们 这让我 多少有些遗憾 柳月看出了我的遗憾 轻轻明明嘴唇 没有说什么 直到如今 直到柳月说爱我 我对柳月的过去 几乎还是一无所知 对于她的性格和习性 也只是浮光掠影 走马观花 浓情的烈焰 掩盖的一切 我把握住一条原则 她不说 我就不问 我天生就是那种好奇 但不乱打听的人 我的内心极其沉得住气 虽然我很想知道 下山走的是另外一条小路 弯弯曲曲 虚丽静通幽 我不熟悉 就跟着柳月走 走来走去 柳月把我带住的密林深处 周围不见人迹 前面没有了路 只有密密杂杂的一簇竹林 地上散落着厚厚的一层 新鲜的竹叶 柳月站住 突然转过身子 搂住我的脖子 用渴望和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阿峰 这里很隐蔽 很幽静 没有人来过这里 柳月的胸脯轻轻地挤压在我的胸口 她的小腹紧紧地 紧贴在我的腹部下面 柳月娇嫩活着的唇 和我的紧挨在一起 我回忆 紧紧搂住柳月 双手在柳月的背部和臀部揉挫着 低头稳住她的唇和舌 瞬息着 她体内的液体和火热 四周一片寂静 只有林中的小鸟 在叽叽喳喳 飞来飞去 偶尔一阵山风吹过 传来树叶洒洒的声音 当我的下面顶住柳月小腹时 柳月拉着我躺下 躺在松软的竹叶上 带着新鲜竹子七七的竹叶上 满目寒情 柔柔地看着我 便自己动手 这次交合 让我们都感到很刺激 柳月不敢大声叫 摇紧嘴唇 在我的强烈撞击下 发出极度压抑的声音和喘息 手臂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 当一切结束之后 柳月带着顽皮的笑 看着我 阿芳 喜欢不 喜欢 就是有点害怕 怕别人看见 柳月笑的 掏出只巾 擦干净我和她的身上 穿好衣服 站起来 拉着我的胳膊 阿芳 记住这一天 某年某月某日 柳月和江峰在此地一遥 并且留下浓厚的印记 我笑的 柳月也笑了 我们再一次抱在一起 深深地接吻 我对柳月的爱 越来越深 越来越浓厚 而且 我觉得柳月也对我 越来越好 越来越充满情人的亲密 虽然我仍不时地从她眼中 看到一丝忧郁 和迷惘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十四集 晚饭是在柳月的宿舍里吃的 柳月亲自下厨 做了好几道菜 又开了一瓶红酒 为我送行 此情此景 让我想起了第一次 在柳月家吃晚饭的情景 柳月也是如此这般的 炒菜 开酒 聚杯 我带着新鲜而兴奋的心情 在温情的气氛中 和柳月 边吃边喝 边聊 一瓶红酒喝光 柳月又开了第二瓶 我们继续喝 看得出 柳月今天喝酒很有兴致 白心的脸上露出了 微微的红韵 显得更加妖娆 妩媚 有些话 我早就想和你说了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把话说透 柳月点燃两颗烟 递给我一颗 慢慢地吸了一口 悠雅地吐出来 眼神认真而忧郁地看着我 你说 我们 柳月听顿了一下 阿芳 我们 你觉得 我们之间最终 是可能的事情吗 为什么不可能 我反问 其实我知道柳月的意思 不为什么 其实你明白 就因为年龄 就因为我是女的 你是男的 我比你大12岁 年龄就这么重要吗 我继续反问着 把玩着手里的酒杯 或许在你我的眼里 年龄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 在世人的眼里 在我们周围的人眼里 在你的家人眼里 很重要 男人可以比女人大 但是 女人不能比男人大 我不管 我不在乎 我提高的嗓门 你可以不管 你可以不在乎 但是 有人会管 有人会在乎 柳月继续平静地说着 虽然爱情是没有年龄界限的 但是 世俗是有的 婚姻是有的 接地恋 永远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 我抬起头 看着柳月 语气很坚定 但是 不要迈过去 我不会在乎 世俗的一切阻力 任何东西 都不能阻止我爱你 都不能阻止我和你在一起 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 都不能阻止我对爱情的追求 都不能阻止我们的爱 月儿 我希望你和我一样 有坚定的信念 只要我们真心相爱 任何东西 都不能阻止我们 绝不能 那一刻 我的决心无比坚定 我的意志无比坚强 我的口气 无比坚决 我觉得 自己突然很难忍 在我的鼓励之下 柳月的眼睛发出希望 和热烈的光芒 真的这么像 是的 那 你到底爱我什么地方 我爱你的一切 你的外表 你的内心 你的灵魂 你的肉体 你的气质 你的素质 总之 无论是你的优点还是缺点 我都爱 我一口气说完 可是 总有一天 我会忍老珠黄 我会比你老得快 柳月的眼神 又黯淡下来了 衰老的是你的躯体 不老的是你的心 你的灵魂 在我的心中 在我的眼中 你永远是年轻美丽的 你永远是蓬勃青春的 我最爱的是你 你献活的心灵 和不老的气质 你在我的心中 永远都不会老 永远 我伸手隔着桌子 握住柳月的手 用无比真诚的眼睛 盯着柳月 柳月似乎是被感动了 眼睛有些潮湿 阿风 我爱你 我一定会对得住你的 我以后 会好好疼你的 我也很感动 紧紧握住柳月的手 感受着柳月那纤细的手指 传过来的热量 和跳动 月儿 我好爱好爱你 我会用一生来陪伴你 呵护你的 那一刻 我们四目相对 默默含情 我看到柳月的眼神里 充满了无比的深情 和温柔 那一刻 我知道 我和亲儿的结局 要到了 虽然我还不知道 应该怎么去面对亲儿 应该怎么样 去结束这一切 我的心里 突然闪过一丝不安 随即脸上的表情 微微动了一下 你怎么了 柳月敏锐地察觉到 我的表情变化 微笑着说 你怎么 喝酒 我松开柳月的手 举起酒杯 月儿 来 为我们 为我们的明天 干杯 柳月默默盯了我 大约有两秒钟 就这两秒钟 就已经让我感觉很难受了 我觉得柳月的眼睛 好像已经看穿了我的心 看穿了 我心里想的事情 我觉得自己很卑鄙 很肮脏 很无耻 很龌龊 心里充满了 无地自容的感觉 还好 柳月就只是看了一下下 接着就举杯 和我碰杯 干掉 阿峰 当我们作为一个同事 一个同行的时候 我很看重你 很赏识你 你很聪明 敏锐 机灵 善于交集 接受新事物特别快 很有做记者 从政的天赋 我知道 只要你勤奋 加努力 你一定会很快地 走在同龄人的前面 你一定会出类拔罪的 柳月放下酒杯 拿起酒瓶 边给我倒酒 边说 现在 你是我的男人 我钟爱的男人 我对你更加寄予厚望 男人是不等一味地 沉沉儿女私情的 男人是一定要有事业的 好男儿志在四方 大丈夫 当恒星天下 我希望你树立远大的理想 有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 有正确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 过一种 积极向上的生活 我希望你 能成为男人中的佼佼者 我会做你的坚强后盾 最坚定的支持者 这是每一个男人的 愿望和理想 同样 也是深埋在我心中的 最大的愿望 柳月的话 让我很受鼓舞 我点点头 我记住了 在你的圈子里 在你的周围 不要和你的同龄人去比较 而要把自己 和最优秀的人去比较 不管他比你大多少 你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 他们能拥有的 所能做到的 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勤奋 你一样能拥有 能做到 我坚信阿峰 你会是一个最优秀的男人 最成功的男人 没有什么话比这话 更让人受激励了 我自信地握紧拳头 姐 我会努力好好做事情的 我会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 我会证明我的能力 我会实现我的理想的 我会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我绝不辜负你的期望 那一刻 我豪情万丈 壮志满怀 刘月欣慰地笑了 用信任的目光看着我 我一直很相信自己的眼光的 我知道自己是不会看错的 记住 不管任何时候 即使不是为我 也一样要有理想 要有作为 当然 为了我 我会更加高兴的 社会很复杂 很残酷 很多时候 只有能力是不够的 还得有足够的外力 外力 是的 外力 刘月轻轻地笑起来 傻孩子 外力就是关系 以后慢慢地你就知道了 关系也是生产力 我死动非动地点点头 喝完第二瓶 刘月的脸更红了 面若桃花 妩媚妖娆地看着我 阿芳 我们跳会舞吧 像第一次一样 我和刘月抬到客厅 刘月打开音响 又是邓丽君的 恰似你的温柔 刘月好像特别喜欢这支曲子 当温婉轻柔的音乐 撒满客厅 在柔和的灯光之下 我和刘月 搂抱在一起 在客厅里 缓慢地移动着脚步 跳着跳着 刘月慢慢牵引着我 靠近了沙发 自己主动倒在了沙发上 一双吃热的眼睛看着我 将我的身体 拉了过去 那一夜 注定是激情 而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一大早 我踏上了返回江海的客车 刘月亲自送我到车站 又给我买了一大堆 路上吃的东西 回去好好工作 记得查南信 我也会给你写信的 刘月站在车窗下 仰头看着我 眼睛潮潮的 车子开动了 我依不舍地和刘月 回首告别 车子走了很远 我回头看去 刘月还站在那里 显得孤独而寂寥 相逢总是那么让人 期待和欣喜 离别总是那么让人 伤感和心悸 我失神地看着窗外 翠绿的原野 下一次 我什么时候 可以再见到刘月呢 这次见面 刘月仍然没有和我 谈起她的过去 她不说 我仍然不问 我知道 到了该说的时候 刘月会告诉我的 别离柳月 回到江海 我将面对秦儿 将面对和秦儿的诀别 一想到这个事情 我不禁茫然失措 我不知道该如何向秦儿说 我的心里很吃出 回到江海 我没有想出该如何对秦儿 说出分手的话 我缺乏足够的胆量和勇气 秦儿对我无可挑剔 我找不出理由 我不敢面对秦儿 一颗善良的心 我不敢面对秦儿 被伤害的眼神 我知道自己是个混蛋 为人所不齿的混蛋 但是 我仿佛被某种力量所牵引 在一条单行道上 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已经无法回头了 虽然我没有对秦儿说分手 但是我的心里 已经没有了秦儿 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开始疏远秦儿 我每日除了工作之外的时间 都被柳月所重斥着 我的脑海里 我的心里 只有柳月 秦儿 已经完全没了位置 回顾自己的感情变化历程 我感觉自己很可怕 很无耻 亵渎了秦儿 对我的爱 不配接受秦儿的爱 同时 我身上感到 原来我和秦儿的爱情 竟然是如此的脆弱 在柳月面前 我对爱情的艰辛和执着 瞬间就灰飞烟灭 化为激粉 时间在一天天流逝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 夏日的炎热 已经褪去 秋的凉爽 悄悄地 减锐到每一个人的身体 在这一个月的期间 我和柳月除了通过BG机呼叫之外 更多的是 通过写信来交流 保持着每周一风的频率 我给柳月写信 除了倾诉相似之情 就是汇报最近的工作情况 柳月给我回信 则更多的是 和我谈我的工作 帮我分析工作中的问题 和解决办法 鼓励我好好工作 偶尔他也会谈起 他在身为宣传部的工作 我牢牢记住柳月的话 男人一定要有事业 我把除了想念柳月之外的 更多时间 投入到工作中去 周末几乎从不休息 一般都是在外采访 即使没有安排我的采访任务 我也会自己主动找选题 下去采访的 我这么做 除了工作原因 更多的是 不想创造和秦儿在一起的机会 秦儿每次给我打电话 或者呼我的时候 我总是在忙碌 在出差 秦儿几次到我宿舍来看我的时候 总是吃了闭门羹 我都在县里采访 从秦儿给我打电话的语气里 我感觉到 秦儿一方面很想念我 另一方面又很心疼我 嘱咐我不要太拼命 要多注意身体 我感觉自己和秦儿现在的话 越来越少的 两个人之间老感觉没什么可说的 秦儿曾经的绵绵细语 是我以前最喜欢的调料 可是现在在我的眼中 充满了无聊和枯燥 成为了喋喋不朽的血液 很肤浅 很稚嫩 而和柳月聊天 则是那么的充满韵味和哲力 那么的成熟和深沉 我知道自己在变 从脑海到心灵 我无法阻止自己 无法遏制自己 我在情欲的泥潭里 越滑越深 我近乎疯狂的工作 博得了刘飞的赞赏和夸奖 同时 我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的频率 也越来越高 最多的一天 报纸四个版 除了四版是广告 每个版 都有我的重头稿件 记者部的同事们 也对我刮目相看 看我的眼光 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佩服和尊重 特别是沉静 每天都在本报上看我的文章 然后在办公室公开的赞扬评论一番 别毫不避讳 用热烈的眼神看着我 我知道 尊重来自于实力 特别在报社 笔杆子里面出威望 不会写稿 在记者部就无法立足 就没有人会真正的 把你放在眼里 我用自己的能力 得到了他们的尊重 我不和沉静交流那种眼神 我也不对沉静 抱有任何别的想法 因为我心里有六月 我的月儿节 何况 我最近也发现 离我一次婚的刘飞 对沉静 原来有那么一层意思的 那是我偶然在下班后 回办公室的时候遇见的 那时 刘飞正在向沉静 表白吐露真情 而我正站在门口 听见了关键的几句 我立刻想起 沉静在用那种眼神 看我的时候 刘飞的眼睛里 充满了忌妒和不快 即使是瞬间就消失了 但逃不过我同样敏锐的眼睛 我不想得罪刘飞 因为她是我的领导 刘月和我说过 对领导要尊重 要尊敬 并要和领导对抗 和领导对抗 得罪了领导 没有好下场的 所以 我总是用纯同事的那种眼光 和笑容 客气地与沉静交流 虽然她的笑容 看着我的时候 很暧昧 就是有一件事情 让我不大开心 刘月寄给我的这几次信 都是刘飞从楼下传达式 给我带上来的 虽然刘月用的是 普通的信封 寄信人类地方 没有写地址和姓名 但是 我总感觉 刘飞每次地信给我的时候 眼神里 总是充满一种 别样的意味 什么意味 说不出 反正感觉很别扭 我有时候感觉 刘飞那眼镜片的后面的演出 经常充满了智慧和机敏 或者说是狡猾和灵童 这一个月底 我每天经过 刘月紧闭着门的办公室的时候 心里总是有一种 莫名的期待和守望 我想着 这办公室的门 哪一天或许会突然打开 里面坐着我的刘主任 但是 我又害怕这门打开 原来刘月的位置坐的不是刘月 而是刘飞 那就意味着 刘月的调动手续办完了 刘月彻底离开了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 从刘月的办公室门口经过 每天都是如此 这天上午九点半 我刚从外面开会回到报社 正好遇到送信的刚走 我兴冲冲地直奔收发室 满怀期待地去看看 有没有柳月寄给我的信 按照我的推算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每次都是这样的 收到这一次信 读完 回信 接着又陷入等待 下一封回信的期待中 这种期待 充满了甜蜜和煎熬 幸福和憧憬 还有痛苦和享受 刘月给我的回信中 很少谈到我们共同的明天和未来 几乎没有憧憬和幻想 这让我心有不甘 每次收到来信 都想或许这封信里 刘月会谈及我们的将来吧 我那时总是那么喜欢幻想 到了传达室的门口 正好遇见梅玲 正站在里面 看见我 梅玲一双多情的眼睛 充满了跳动 江峰 出去采访回来了 这里有你的一封信 说着梅玲扬了扬手里的 一个白色信封 妈的 这梅玲每次见到我 都是这副银鞋的眼神 我那时还不明白 后来 我经历的风月场多了 才知道 梅玲这一眼叫做 桃花眼 是专门用来勾引男人的 哦 是啊 采访回来了 我客气地说着 接过梅玲手里的信封 便说 谢谢梅主任 我一看信封上 眷秀的字体就知道 是柳月的 心里不由的大喜 眼睛里都在笑 梅玲看着我 又看着手里的信封 女朋友来的信啊 看你这么神采飞扬的 看到梅玲专注而疑问的眼神 我心里一跳 忙做出一副 不以为然的样子 不知可否的笑笑 转身上楼 走到楼梯上 我回头一看 梅玲还在那里看着我 眼神好像若有所思 我心跳更加厉害了 忙三步并坐两步 跑回到办公室 回到办公室 我并不急于看信 虽然我的心里很迫不及待 但是 我更想把这份喜悦 留到宿舍里 在那里 我可以安安稳稳 毫无顾忌地 看柳月的信 而在办公室 我总是感觉 刘菲娜狐疑的眼神 在我的身上 不停地转悠 她很可能在怀疑着什么 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柳月寄给我的信 我都完整地保存着 不在我的办公室 在我宿舍床破的枕头席子下面 夜深人静 我想柳月睡不着的时候 就找出柳月的心 一封封地吸毒 便回味柳月的细腻和温存 我已和柳月在一起的 每一个动作和笑评 在温馨的回忆中 安然睡去 办公室里很安静 刘菲在看报纸 沉浸在一台386电脑上打字 我办公桌前没有电脑 我只有用手写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十五集 我和刘菲沉浸打个招呼 坐在自己办公桌前 开始写刚采访的会议 三十分钟后 一篇新闻稿完成了 我检查了一遍 附上发稿签 签上自己的名字 交给刘菲 刘准 写完了 给你 江峰 你真是快枪手 出稿速度真快呀 陈静回过头看着我 眼睛里 充满了水淋淋 哎 我咋就没有你那样的速度呢 我的脑子 要是有那么好用就好了 哪里呀陈静 我有速度没质量 你是慢工出巧匠 还没质量呢 这个月的好新闻 几乎都被你垄断了 你还要什么样的质量 哼 不知足 陈静趁怒地看着我 刘菲微笑着看了一下稿件 接着就在审稿仁义栏上签上字 递给我 直接叫总编室吧 我已经和张总争取了 张总刚刚批准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记者部的稿件 直接叫总编室排版 不再叫编辑室了 太麻烦 耽误事情啊 报社的发稿程序是记者部 各相关的编辑室 总编室 我笑的笑 接过稿子没说话 我知道改变发稿程序的真正原因 报社真正的写手都集中在记者部 还有就是编辑部室的几位主任 其他的很多所谓编辑 大多都是烂鱼虫竖 浑水摸鱼 拿着红毛笔装模作样 乱删乱改 结果改了很多好文章 面目全非 惹得记者部的同事们都很有意见 刘月在的时候 就打算直接叫总编室的 但是估计到 和各编辑部室主任的关系 一直没有提 没想到 刘飞主政才两个多月 竟然把这事办成了 这可是大快人心的一件好事 记者部的同事们知道后 一定会欢欣鼓舞 但也一定会得罪编辑部室的主任 他们会觉得 自身尊严和权利受到了挑战 同时 我也感觉到 刘飞在温文尔雅的背后的 强硬的一面 交完稿件 我就直接回了宿舍 一脚踢上门 迫不及待地 打开刘月的来信 感受刘月那 如水的温柔和气息 心里的内容 和以往差不多 刘月照例对我最近的工作 进行了一番点评 当然 还有勉励 对于他自己 没提 对于我 一直渴望的我们的未来 也没提 我心里满足的同时 不免有些遗憾 躺在床上 反反复复地看着心 看着心里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每一个标点符号 反复地品味着 正在这时 我的传呼迹响了 一看是刘飞虎的 十分钟内 赶到报社门口 乘马书记的车 有紧急采访任务 刘飞 作记者 这种紧急采访的事情 很正常 我已经习惯了 只是不知道 这次又有什么重要任务 或许是 上头 又来大人物了 也可能是 马书记要出去走访单位 然后陪同给人家写稿 自从那次 审计局局长的稿子 马书记看完之后 马书记有什么重要 随身采访 都带着我 这让我的同事们 包括刘飞 都很羡慕 我不敢怠慢 急忙收拾东西 直奔报社门口 马书记的车 正停在门口 我赶紧上车 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回头一看 车后面坐着 马书记和梅林 两人正在轻声 交谈着什么 见我上车 梅林对驾驶员 说了一句 开车 去江海宾馆 最后 马书记对我说道 小江 刚接到市里通知 人民日报社的 一位副总编辑来的 来我们是做调研 身为宣传部 新闻出的领导 陪同来的 在江海活动三天 我们现在去江海宾馆 参加市里组织的座谈 之后 你陪同活动 搞一个采访扎机 我用尊敬 而崇敬的目光 看着马书记 连连点头 好 然后 马书记 又继续和梅林说话了 仿佛我不存在一样 我已经习惯了 这种场合 在领导演里 当你有用的时候 或者说 当他需要你的时候 你是一道菜 当你失去作用 或者 暂时用不到的时候 你就什么都不是 还有 和领导在一起 不管领导说什么 只要不问你 都不要乱察言 不要乱发表自己的主张 你需要的就是点头 领导永远是对的 多复合 多赞同 多赞同 甚至 必要的时候 拍几下马屁 不无益处的 我做工作 进入角色很快 在这方面 同样适应能力很强 进入角色更快 我拍马屁 从来不带着 阿谀奉承的笑 我瞧不起那种 这样拍马屁的人 显得很没有 自尊和水平 就像古代的太监 我拍的时候 总是一副 很认真思考的样子 并说出自己 附和的理由和见解 让对方知道 我是心里经过一番论证 才理解他的想法和意图的 才对他的观点 表示赞同 才显得心悦诚服的 进行赞扬 这样做 领导心里会更受用 会觉得 我对他的话 是真的在听 在吸收 在理解 不是敷衍色泽 此刻 马书记和梅林 在谈别的事情 我就装作 没听见的样子 专心致志的 准备采访机 和采访本 虽然他们的谈话内容 我尽收入耳 我发现 我他妈真的是一个 适合从政的料 比做记者都适合 到了江海宾馆 我们直接去了 座谈的会议室 座谈会马上就开始了 市委书记 市长 和宣传部部长 都来了 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 坐顶 我抬眼悄悄打量 参加会议的人 突然 我浑身猛的一阵 眼睛直直地定住了 我看见了柳月 正坐在 我对面的一个角落里 我盯住柳月的时候 柳月也正在看着我 冲我微微一笑 我浑身的血液都在奔涌 心中兴奋不已 老天哪 我的宝贝月儿来了 原来省委宣传部 新闻处陪同来江海调研的 是他 我毫不掩饰地高兴 尽收柳月眼底 然而 柳月只是微微一笑之后 就迅速移走眼神 低头开始记录的 我有些疑惑 然而 迅速地明白过来的 周围熟人太多 而梅岭 就坐在我的旁边 我感觉他此刻 正在用眼睛的鱼角 扫尸着 我领悟了柳月的意思 使劲压抑住 内心涌动的激情 深呼吸一下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开始传逐开会来 认真做记录 心里仍充满了激动 和兴奋 上午的座谈很简单 其实就是一个 见面欢迎会 一把手指欢迎子 二把手 介绍全时的基本情况 然后 就是欢迎午宴 市领导和马书记等陪同 我们 就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饭 包括梅岭和柳月 我才知道 新闻处的张处长也来了 柳月是随同他来的 张处长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中年男人 四十多岁 白白净净的 言行举止很沉稳 我想起来 自己第一次给柳月打电话 就是他接的 我对张处长的印象不错 很面善的一个领导 看着人民日报的副总编 在一大帮领导的前户后拥下 去的餐厅 我不由很感慨 这中央党报的副总编下来 真牛逼啊 三回到吃饭的间隙 柳月和大家热情相见 包括市委书记 市长 马书记 都和柳月认识 简单的握手寒暄 期间 我站在旁边看着 看着柳月和江海市的父母官 就像老朋友一样 谈话聊天说笑 心里很自豪 觉得柳月真不简单啊 之后 柳月和梅玲亲热地 搂抱在一起 梅玲脸上带着灿烂 而绚丽的笑容 和柳月说着 女人们之间最虚伪 和客套的话语 柳月微笑着 既不热烈 也不冷漏 硬瞅着梅玲 眼神还偶尔瞟着我 然后柳月走向我 当着梅玲的面 伸出手 江峰 不认识我了 见到老领导 还不赶快过来拜见 我笑了 忙过去伸出手 握住柳月的手 微微一用力 同时 我感觉 柳月也微微一用力 回应着我 然后 我们的手就分开了 同时 我们俩的眼神 相对了一下 只有大概零点五秒 即使这么短 也足够了 我们都彼此交换了 心灵的一个热烈印记 梅玲在旁边看着我们 刘主任 江峰可是你带出来的好兵啊 马书记经常夸的 说他起的稿子 都带有你的文笔风格呢 那这么说 马书记也附带表扬我呢 柳月不再看着我 看着梅玲 眼里充满了笑意 我看得出来 柳月在梅玲面前 即使笑的时候 也很谨慎小心 言行举止 都保持着得体的距离 我明白 柳月既不愿意得罪梅玲 也不愿意和他同流合污 宁可得罪君子 不可得罪小人 许多年以后 我的耳边 还经常想起柳月的这句话 可惜 那时的我 对社会的认识 还很肤浅 我能明白这句话的书面含义 但没有从内涵上 真正理解 并领悟消化吸收它 午饭之后 副总编 就要去下面县里调研了 省里是张处长和柳月陪同 市里是市委宣传部 部长 副部长 还有新闻科的科长 以及市电视台 报纸的新闻记者随同 其他市领导 接分完毕 不再陪同 这位人民日报的副总编 要去山里看看 市里就安排了 北部的几个县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 去了山里 副总编的任务是 调查研究 我的任务是 把副总编来调研的事情 写一个通讯 从头到尾写 反映出 中央党报 对我是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 发展的重视 要注意抓副总编的语言闪光点 我很卖力 精力也很集中 刘悦给我买的采访机 成了我得力的工具 刘悦和张处长等陪同人员 基本都是白色 没有什么具体事情做 就是安排行程 陪领导吃饭 找一些必要的材料等 刘悦比较轻松 在我集中精力 记录的时候 尽量地靠近我坐 有一次 趁人不注意 还轻轻地摸了摸我的手 我和刘悦很难有机会 难得在一起 住宿安排在山里的一座 度假村宾馆 每日以此为基地出动 晚上再赶回来吃饭 我和电视台的一个小伙子 一个房间 刘悦的房间 虽然在我的队伯 但是 他也是和 世卫宣传部的一位女同志 一个房间 而且 白天繁忙的采访之后 刘悦晚上 要和张处长 还有世卫宣传部长一起 陪那副总编 打升级 这副总编精力很旺盛 每天晚上 都要达到凌晨两点多 而我整理完一天的采访资料 已经很疲倦了 所以 在一起的两天里 我和刘悦没能单独在一起 只能在工作和吃饭的间隙 彼此交换着默默的寒情 偶尔在没人的地方 拉一下手 很偷情的感觉 第三天 采访上午就结束了 下午安排去爬山 大家都很放松 换上运动血 运动衣 陪内副总编去爬山 我不能去 因为宣传部长交代了 说是张处长要求的 在明天副总编离开之前 要将稿子写出来 将副总编个人亲自审阅 签字之后 才可以在当地媒体发表 所以 大家去爬山 我只能关在房间里爬格子 我的任务很紧张 时间很紧迫 而且 此次采访 对文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大家走后 我拿出浑身解数 爬在房间的写字台上 打开采访资料 开始奋笔记书 刚开始工作 就有人敲门 我打开门 柳月脸色红扑扑地涌进来 随手把门一关 不容我反应和说话 接着 就和我抱在了一起 两片火热的唇 就落在了我的唇上 阿峰 宝贝 终于能和你在一起了 柳月边和我接吻 边嘟囔道 真好想你啊 我激动的身体不能自持 来不及问什么 也来不及说什么 就是抱住柳月不放 在柳月的身体上 不停地抚摸 揉搓 柳月显然也很激情 主动伸手摸着我 这会儿 人都上山了 没有人会来打扰我们的 我们很快地就脱光了衣服 倒在了房间的床上 完胜之后 我们都平息下来 急忙打扫战场 穿好衣服 柳月又去卫生间 整理好头发和脸上的妆 姐 想死你了 你怎么没去爬山呢 我满足地看着柳月 知道你想我 才回来陪你的 柳月温情地看着我 我说完了 我说完了脚脖子 就找借口回来了 我忍不住 又把柳月抱在怀里 我们默默地注视着 一个月不见 仿佛是一个世界的隔离 都想把对方 仔细地看个够 我和柳月又深情地接吻 柳月主动张开嘴唇 让我的舌头伸进去 我们两人的舌头 又搅合在一起 我忍不住 又把手伸进柳月的胸口 又把柳月 往床上推倒 将自己的身体 压在她的身上 往下推她的裤子 柳月微笑着阻止了我 阿峰 别耽误正事 抓紧集中精力好好写稿 写完稿子 晚上 我找时间 我们好好说说话 晚上 你要陪那老东西打升级 哪里有时间呢 今晚应该有时间的 她爬上会很累 晚上还得喝酒 吃完饭 不一定能打升级了 今晚 她还要看你的稿子 这是她来江海 视察的一个印记 柳月温柔地 任凭我的手 抚摸她的胸部和大腿 乖 先别摸了 好好写稿 姐在这里陪着你 我听话地坐起来 开始忙活我的稿子了 柳月给我泡了一杯茶 放在我的旁边 然后就自己静静地 坐在旁边看报纸 不打扰我 我得承认 我工作起来时 是相当专心的 真正贯穿的柳月说的 拼命工作 拼命玩 这句话 我全身心投入到写作当中 进入了忘我的境地 忘记了身边 还有柳月的存在 因为文章的架构和内容 我这两天脑子里已经琢磨得差不多了 所以写的时候 就是把材料进行有机堆砌 合理不举 并揉紧我自己的一些观点 两个小时后 我尝出一口气 把笔一扔 走 完了 柳月一听 站起来 走到我的身后 为我轻轻地揉着肩膀 写完了 这么快 才两个小时 完了 三前字 调研计时 over了 我转动着脖颈 活动了一下腰肢 一起合成 想不到你现在 写稿速度这么快 柳月笑了 快枪手 不错 就是不知道内容怎么样 姐 你看看 先给我把关 我把稿子递给柳月 柳月接过稿子 坐在旁边 认真地看起来了 我端起茶杯喝水 柳月看得很专注 眉头微微皱着 二十分钟之后 柳月抬起头 也长出了一口气 看着我 眼神里充满了喜悦 阿芬 你写得比我好 要是我来写这个通讯 我写不到你这么好的 真的还是假的 我坐在床檐 真的 你选举的角度很好 领会内副总编的意图 特别准确 而且 你的语言 越发减脸犀利了 读起来很流畅 很清爽 想不到 这么短时间里 你的写作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祝贺你 我的宝贝 我真为你高兴 柳月将稿子放下 主动过来 站在我的前面 抱着我的脑袋 亲了额头一口 我很高兴 柳月的赞扬 总是让我很兴奋 我仰头看着柳月 姐 这稿子 还得给张处长看 然后 还得给那副总编看 不知道后面 能不能过关呢 没问题的 柳月双手捧着我的脸 在我的鼻梁上轻轻地亲吻着 能过我这关 竟能过他们的关 宝贝 你此前的任务完成了 可以轻松一下了 我看看时间 快四点了 他们爬山的 大约什么时候能回来 柳月看着我笑的 最快也得五点 很好 我看着柳月也笑了 我们彼此读懂了对方的意思 彼此为对方脱着衣服 然后又一次地躺倒在床上 这一次 因为我完成了任务 没有心理负担 尽兴地在柳月的身体上 奔腾跳跃 撞击追逐 阿峰 我爱你 使劲 来爱我吧 姐 我爱你 挨到你的骨头里 巅峰时刻 我们都自然而然地 互相说出了 我爱你 这三个字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十六集 我们都很尽兴 直到快五点 才起床穿衣 然后 我们穿着衣服 躺在床上 衣被他们很快回来 我们依然搂抱在一起 缠绵不休 我的手 依然在柳叶的衣服里面 摸索不停 我们利用着短暂的时间 彼此倾吐着分别后的思念 倾诉着各自的心理感受 不时地边说话 边自动地将嘴唇凑在一起 大约过了三十分钟 外面走廊传来说话声 和脚步声 我们忙分开下床 柳叶走进卫生间 收拾了一下衣服和仪表 我则打开房门 然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接着柳叶也出来了 也坐在我对过的沙发上 和我相视一笑 看着电视屏幕 感觉像是在透情啊 既紧紧张又刺激 我敲声对柳叶说道 我感觉我们好像一直都是在偷情 一直有一种紧张心理 今天呢 好像是偷情里面的偷情 更紧张 更刺激 柳叶眼神里露出几分惆怅和茫然 柳叶的话 让我感觉很无语 其实我心里 也是有这种感觉的 在省城内两夜一天 是我感觉最放松的日子 无拘无束的日子 柳叶又说 语气里充满了向往 我仍然没有说话 仍然是有同感 我明白 只有在一个谁都不认识我们的地方 我们才能肆无忌惮地去爱 去放纵自己的感情 我们的爱 仿佛是一种非常恋情 见不得熟人和世俗的阳光 我心里不忧有些郁闷 柳叶看我不说话 微微笑了一下 不要想那么多了 多享受现在吧 青春时光多美好 我们在一起 多美妙 我笑了 冲柳叶点了点头 一会儿大家都回来了 我同房间的电视台记者 也进了房间 见柳叶在这里 尊敬地叫了一声 刘主任好 你脚脖子好了吗 好了 我这儿正在看 张继执写的稿子呢 柳叶笑着 悠雅地站起身 拿着我的稿子 稿子我带过去呢 先给张处长看一看 然后再给副总编看 好的 刘主任 您坐好 我看着柳叶雅 雍容华贵的高雅气质 和风姿彻跃的美丽形象 心里很满足 这么美丽的女人 谁能想到 是我的女朋友 谁能想到 刚才还在和我激情娇荣 春风云雨 耳鬓死磨呢 刘月错身和我而过的时候 眼睛冲我挤了一下 我笑了 心里很轻松 电视台的记者 摸送刘月出门 对我羡慕地说道 刘主任原来是你的老主人 你可真幸福 有这么漂亮的美女上司 我听了 心里很自豪 晚饭就是送行宴 明天副总编要到临时去了 张处长和柳月照酒陪同 我们的任务就算结束了 晚宴很丰盛 大家都喝了一点酒 我完成了任务 也放开喝了一次白酒 恰到好处 晚饭之后 其他人都三三两两地 到附近的小溪和树林去散步了 我不想去 就自己坐在宿舍里看电视 一会儿听到敲门声 柳月推开门招呼我 阿峰 领导要审稿 你跟我来 我忙起身跟柳月出去 柳月低声对我说 先到张处长房间去 先给他看 你不要紧张 放轻松 有话我会说的 这几天 我对张处长 其实一直都是仰视的 省里来的领导 我们这样的小记者 是靠不上边的 我点点头 哦 我不紧张 我就要不紧张 柳月被我的幽默搞笑了 看看走廊里没人 突然侧过来 快速地亲了我的嘴唇一下 乖 跟进来 我幸福地摸摸嘴唇 跟在柳月的后面 进了张处长的房间 张处长住的是一个里外套间 我们进去的时候 他正在沙发上看电视 柳月尊敬地 站在张处长的面前 张处长 这是江海日报社的记者江峰 我记者部的同事 张处长微笑了一下 站起来 冲我伸出手 哈哈 哦 这么说 小江同志 就是小柳的部下了 张处长好 我是刘主任 带出来的病 我伸出双手 握住张处长 温暖而宽厚的大手 接着 张处长直至沙发 啊 坐 我和柳月一起 坐在旁边的双人沙发上 柳月的身体离我很近 小腿有意无意地 碰着我的小腿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我喜欢闻柳月身体上散发出的 淡淡的体香 气人心脾 柳月将我写的稿子 递给张处长 小江夏没有去爬山 在房间里敢写出来信用稿 副总编江海调研记事 请您审愿 张处长没有说话 甚至没有再看我第二眼 接过去 认真看起来 然后我和柳月 就坐在那里 安静地看着电视 不说话 等张处长发话 柳月随意地 将手放在沙发上 放在我们俩之间 悄悄地 在我的臀部挠痒痒 我感觉到柳月的俏皮和恶作剧 柳月的手指不甜地挠着 脸上带着温和的笑 眼神盯着电视机 我忍不住要笑 又强忍住了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 张处长终于看完了我的稿子 抬起头 不看柳月 却看着我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刚才没注意听 江峰 长江的江 山峰的峰 我忙回答道 江峰 不错呀 很好的名字 长江后浪推前浪 无限风光再险峰 张处长赞扬了我的名字 然后扬了扬我手里的稿子 江记者 文字工地不浅了 参加工作几年了 张处长看我的稿子之前 叫我小江 此刻改口称呼为江记者 我明白 这称谓的变化 是因为我的稿子 这再次证明了一个 颠扑不破的道理 尊重 来自于实力 三个多月 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 新闻专业的 学生干部 当员 我还没有回答呢 刘月强先回答道 哦 张处长用赞赏的眼神看着我 江记者 入行虽短 到行不前了 风华正茂 意气风发 年轻有为 这篇稿子我看了 除了文字老辣之外 关键是主题抓得好 很紧凑 利益很高 反应的思想很深刻 很贴合副总编的心意啊 我松了一口气 刘月看到我一眼 笑了 对张处长说道 张处 江峰是我这几年所遇见的 进步最快的毕业生 接受新事物特别快 进入角色特别快 很刻苦 很能学习 张处长点点头 小柳 这也说明你很会带兵啊 我看你在江海 作为一个小主任 实在是可惜了 照你的能力 你应该会有 更好的发展的 刘月笑的 张处 冰老师宽我了 我是您的兵 您要多批评才是 张处长哈哈一笑 我是想批评你啊 可是找不到你的把柄啊 我听了心里很受用 也很欣慰 然后张处长把稿子 递给柳月 你直接带江记者 去副总编的房间吧 给他看吧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的 说着 张处长主动站起来 向我伸出手 江记者 好好干 年轻人 加油啊 我急忙伸出双手 再次握住张处长的手 哦 谢谢张处长鼓励 我一定虚心学习 继续努力 我和张处长的短暂结识 当时并没让我想得更多 然而 后来 当张处长 对我的命运和前途 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时候 我体会到 柳月此次安排 给我带来的巨大作用 明白了柳月的一番苦心 告别张处长 我和柳月 去了副总编的房间 不出所料 副总编看了稿件很满意 还特意和我就写稿的思路和主题 交流了大天 随后爽快地 在稿子上 签上了名字 从副总编房间里出来 在走廊里 柳月和我都长舒了一口气 柳月说道 好嘞 通过了 你的任务彻底完成了 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我很轻松 好 明天回去见您就行了 柳月看着我 阿峰 咱们出去泽泽去吧 散散步 我回房间换件衣服 你到宾馆门口 右边山坡上的一片小树林等我 我点点头 忙回房间放下稿子 出了宾馆大门 往右转 沿着山路往上走 转过一个小桥 走到一片茂密的山林旁 在一个大石头上坐下来 在秋天的山峰里 在月色皎洁而凉爽的秋夜里 等着柳月来和我约会 周围静悄悄的 没有人 秋天的空气格外清爽 秋天的月亮格外明亮 不一会儿 柳月就盈盈地走过来了 月光下的身影格外婀娜 格外娇柔 我迎上去张开臂膀 柳月迅速地就投入我的怀抱 我们没有说话 紧紧抱在一起 柳月柔软的胸部 挤压着我的胸口 我开心地看着柳月 看着柳月月色中俊美的面容 忍不住在柳月的脸上亲吻起来 便用手在柳月的背部和臀部揉搓着 柳月微微闭上眼睛 让我的嘴唇在她滑嫩胶白的面容上滑动 搂住我的腰 一会儿突然笑了一下 伸手摸摸我的下巴 胡子明瓜 渣 我笑着继续在柳月脸上和波紧触摩擦 便说 明天就没有人渣你了 这会儿好好地扎扎你 灰蛋 柳月娇喘了一声 被我的抚摸和亲吻 激起了感觉 声音变得更加温存了 想灰蛋 灰蛋阿风 柳月的声音 让我的身体很快起了反应 我低下头 隔着衣服 在柳月的胸口 亲吻摩擦 使劲修着柳月胸前发出的 好闻的味道 柳月抱着我的脑袋 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 低头亲吻我的头发和耳阔 我呼吸逐渐促中 伸手到柳月的背后 伸进衣服里 解开那柳月的乳罩 解开柳月的上衣 将脑袋埋在柳月的温柔箱里 一会儿我站起来 将柳月反转身体 让柳月的身体 对着一棵古老的银杏树 柳月会议 默默地顺从了 一手撩起裙子 一手扶着树干 弯起腰 我不再犹豫 迅速将自己和柳月 结合在一起 在这古老的大山里的 银杏树下 山风徐徐吹来 松涛阵阵 附近草丛里 传来不知名的 小虫的叫声 一轮满月静静地 挂在夜空 漠不作声地 注视着我们 注视着我们 在银杏树下的 热烈和疯狂 柳月发出静静的声音 这声音在寂静的山野里 听起来 更加动人心魄 更加让人掉魂 更加激发起 我征服和占有的欲望 终于 我和柳月一起 达到了快乐的巅峰 一起在灵魂和肉体的 交融里得到升华 然后 柳月用疼爱的眼眶 看着我 阿芳 累不累啊 我摇摇头 不累 一直这么看下去 一夜也不累 柳月笑呢 想骂驱子 别偷吃了身体 然后 我们俩坐在树林边的一块 平坦突出的岩石上 静静地 看着清凉的夜空 看着天上的 星星和月亮 柳月仰望星空 突然轻轻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 月儿姐 我轻轻地 握住柳月的手 揽着柳月 柔弱无骨的肩膀 我想起了我的童年 想起了我的故乡 想起了我的过去 柳月悠悠地说道 我没有说话 拦紧了她的肩膀 往我的方向 贴紧了一些 我的举动 明白无误地 向柳月 发出了一颗信号 我在听 说下去 你对我的过去 感兴趣吗 想听吗 想知道吗 柳月问我 嗯 很感兴趣 很想听 很想知道 我说 但是 你不说 我绝对不问 我怕你的过去里 隐藏着太多的哀伤 我不想让你 在回忆里伤感 柳月在月光下 看着我 眼睛里发出 迷离的光 阿峰 你很知道 体贴人 其实 我很多次 想说给你听的 但是 又怕你不喜欢 我笑了 将柳月放屏 让她半躺在 我的怀里 让她的脸 朝着夜空 月儿 说吧 我一直在等着 这一天的 柳月温柔地 看着我 阿峰 心情我 我低下头 和柳月又一次接吻 轻轻瞬息着 她柔软的唇 柳月将我的手 放在她的胸脯 然后 把她的手 按在我的手背上 阿峰 感到我的心跳了吗 感觉到了 我的心 在和夜空里 划过的流星 一起跃动 在我的童年 在我的故乡 我经常拥有 这样璀璨的星空 拥有这样 宁静的安详 柳月的声音 唯唯道来 开始讲述一段 她的过去 我的故乡 不是江海 也不是东江 我是浙江人 我的故乡 在浙江省 苍南县 一个海边的 小渔村 我的父母都是渔民 爸爸每天 出海打渔 妈妈在家织网 我呢 就在家里 看小弟弟 每当爸爸出海归来 我们一家人 就在海边的月色下 爸爸就着 咸鱼盖喝酒 妈妈和我 还有弟弟 围在一起 听爸爸讲述 出海的各种故事 有美丽的海市蜃楼 有传说中的美人鱼 我们一家在一起 过着简朴 幸福 而快乐的生活 我听得入了谜 轻轻地 抚摸着柳月的秀发 然而 幸福的时光 总是那么短暂 在一个台风的季节里 热台风暴席卷我的家乡 我的家 爸爸 妈妈 还有弟弟 都 而我 因为在镇上上学 幸免于难 转眼间 一个幸福的家庭破裂了 所有的亲人都没有了 只剩下我自己 柳月的声音很平静 仿佛是在讲述一个故事 但我仍能听出 她心里的哀伤和痛楚 我的心里一阵紧缩 我不知道 柳月竟然有如此凄惨的童年 我的叔叔在江海做生意 在我成为孤儿之后 叔叔回到苍南 将我带走了 带到了江海 供我上学 生活 然而 五年之后 我上初中以后 我的叔叔患病身亡 婶婶改嫁 我有一次被扫地出门 只好结束在 同情我的班主任老师家 在学校和同学们的救济下 上完了高中 考上东江师范大学 直至参加工作 我的童年是在苍南度过的 我的少年和青年 直到现在 都是在东江省度过的 柳月睁开眼 看着深邃的夜空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我没爹没妈的 我像什么呢 我概括了一下 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苦难的少年 我的心都要碎了 我的月儿 竟然有如此凄惨的经历 我紧紧搂住柳月的身体 将脸贴在柳月的脸上 声音有些哽义 那青年呢 青年 柳月伸手扶起我眼角的内花 笑着说道 奋斗的青年时代 拼搏的青年时代 时至今日 我仍在拼搏 奋斗 然而 在我拼搏奋斗的过程中 我也曾迷失 也曾茫然 也曾失足 我抬起头 离开柳月的脸 注视着柳月 大学毕业前夕 在一次西京回江海的火车上 我先后的一位身份神秘的高官 在和我叛谈的一路 车到江海之后 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说是 如果工作分配有需要 可以找他 而我在当地无亲无靠的 没有任何关系 当时正面临 分到乡下做老师的命运 于是三天后 我打通那个人的电话 他直接约我 到一个酒店的单间里见面 见面之后 他要的酒菜 要我陪他吃饭喝酒 期间 他告诉我 可以实现我留在城市的梦想 可以为我 安排舒适的工作 那时候没有任何社会经验 我想在孤立无助中 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也再感谢他 并陪陪他喝了几杯 期间我去了一趟卫生间 回来之后 又喝了一杯饮料 随即 我浑沉沉地睡了过去 当我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宾馆房间的床上 一丝不惯 身边躺着同样一丝不惯的他 我明白了一切 心如死灰 没有哭泣 也没有吵闹 我记不得自己是怎样 跌跌撞撞 跑出了宾馆 跑到了江边 一咬牙 直接跳了进去 我打算 在这里追寻我的爸爸妈妈弟弟 大难不死 当我被滚滚难去的江水 裹下而下的时候 一位渔民救了我 在他的劝慰下 我决定活下去 坚强地活下去 生活是如此的不容易 正因为活着不容易 所以才要坚强地活着 那位渔民大哥的话激励了我 我决定活下去 那高官也没有食言 在他的安排下 我很快地 就如愿分到了江海日报社 并且直接进了记者部 就这样 为了自己的前程 为了一份如意的工作 我失去了自己的第一次 我的心一阵阵紧缩 我的眼里充满了痛苦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十七集 后来我才知道 李高官竟然是江海市的常务副市长 江海的十全人物 我在为自己的行为 感到羞辱和蔑视的同时 却无法拒绝他的安排 我没有选择 我被贫穷和落魄吓怕了 我想过有尊严 有保障的生活 我想做人上人 我想做这个社会的上流阶层 我需要这份工作 参加工作之后 副市长还想再找我 都被我坚决拒绝了 后来 副市长的秘书看中了我 疯狂地追我 我急于摆脱副市长的纠缠 也觉得 那秘书人很精明 有能力 在副市长默许之下 我和秘书迅速开始谈恋爱 结婚 很快的 就有了孩子 你你 我市长叫起来 那秘书就是宋明正 是不是 是的 是你你 那秘书就是宋明正 宋明正那时 在师傅办做副市长的秘书 刘恶看了我一眼 宋明正一直蒙在鼓里 一直不知道 我和副市长的事情 副市长默许我和宋明正结婚 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 婚后不久 副市长 就运作将宋明正 调到最偏远的一个线 去做副县长了 这样 他就有机会接近我 但是他始终没有得逞 时间不长 副市长出事了 因为受贿被抓 同时爆出 他的生活极其奢靡 还有多个情妇 但是 在他照顾的名单里 没有我 而我 在副市长事发之后 心里一直激怡地 对宋明正的愧疚 也使得我的神色表现很不正常 被宋明正觉查出来了 追问之下 我说出的事实真相 从此 宋明正变了 经常在外喝酒 经常不回家 回家也是摔摔打打的 直到有一天 我外出采访 深夜归来 打开卧室的房门 看到宋明正正和一个女人 在我们的床上 孩子在外面的沙发上 独自睡着 我没有哀怨 没有愤怒 我独自抱着孩子 去了单位的临时宿舍 第二天 我心平气和地 向宋明正提出了离婚 宋明正苦苦哀求 不愿意离婚 说他只是在找一个平衡 现在大家扯平了 以后好好过日子 我没有愿怨宋明正 我是自己已经不能承受过去 带给我的压力 我的精神 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了 这样的日子 我不能再过下去了 我对不住宋明正 他对我的抱负也是应该的 是我的报应 我不能毁了自己 也毁了他 我坚决离婚 宋明正没有办法 提出要孩子 我觉得自己既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 也不配做妮妮的妈妈 我答应他了 妮妮归他 离婚之后 宋明正很快地 结合那晚床上的女人结了婚 那女人 是医院的一个护士 宋明正生病住院的时候认识的 后来 宋明正调回江海 认识卫生局局长 而我从那以后 就一直过着单身独居的生活 每日你除了工作 就是工作 不再像别的 我专注地听着 轻轻抚摸着柳月的身体 柳月看着我 继续说道 直到现在 直到遇到你 阿峰 这是这么多年 我第一次将我的事情告诉别人 我的过去 除了宋明正 没有任何人知道 包括杨哥 现在 我都告诉你了 你是不是觉得 我很贱 我很卑鄙 我捂住那柳月的嘴 深深地注视着她 潮湿的眼睛 月儿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我从来没有想到 你的过去 会是这么凄苦 这么艰难 这么上处 月儿 你真的很不容易 你不见 更不卑鄙 人的一生 谁都难免会走弯路的 能意识到 没找回来 也就好了 柳月的眼中 终于蹦出晶莹的泪花 阿峰 谢谢你听我讲这么多 其实 我早就想和你讲的 我怕你瞧不起我 怕你唾弃我 这个世界 我没有亲人 除了你你 而今 我把你当作最亲的人 我才愿意向你吐露我心里 最深处的秘密 将一个最真实的我 展现给你 我只和你说 不和别人说 我感动了 紧紧抱住柳月的身体 将嘴巴贴在柳月的耳边 月儿 谢谢你 谢谢你将我当作最亲的人 我也把你当作我今生最亲的人 最最亲爱的人 亲爱的 我愿意 用我的今生来温暖你 来呵护你 来让你快乐 让你幸福 我感觉到 柳月的眼中 热泪流淌下来 流在我的腮边 流到我的嘴角 热热的 咸咸的 柳月紧紧地露出我的脖子 身体微微颤抖着 阿芳 我们 我们真的能永远在一起吗 那 月儿 我们能永远在一起 我们一定能永远在一起 我语气坚定地说着 那一刻 我不停地告诉自己 我要好好的爱柳月 好好的疼柳月 好好的让她快乐 幸福 我已经将晴儿 彻底从我的心中抛弃了 我的心里 只有柳月 晴儿 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柳月听我说得这么肯定 轻轻地恩了一声 嗯 可是 我对于未来 对于我们的未来 总觉得是那么不确定 那么渺茫和虚无 我们 年龄差得太多了 我比你大十二岁 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 我大为心通 月儿 爱情没有界限 我们之间 不是买卖 不是交易 不是协议 不是合同 我们之间是爱情 是爱 懂吗 爱 爱是没有年龄的界限的 爱是不应该有年龄界限的 我执着 我执着而热烈地说着 月儿 我爱你 你也爱我 这就足够了 为了爱 会不顾一切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爱你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不让我得到你 我是你的 你也是我的 我们 我们以后会永远在一起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刘月显然被我的话所打动了 显然她的内心同样充满了对爱情的向往和渴望 她不由抬起头 深深地注视着我 微微张开嘴唇 主动地亲吻我的唇 我的脸颊 我们再次热烈而亲密地紧紧抱在一起 疯狂亲吻 互相瞬息着对方的舌头 互相感知着对方的湿热 刘月再次躺下 躺在旁边的草地上 身子下面扑着刚刚脱下的外衣 娇嫩洁派的身体 再次展现在我的面前 阿峰 给你 给你我的身体 给你我的灵魂 刘月闭上眼睛 舒展开身体 大善作证 苍天为美 星月为伴 我将我自己彻底交给你 将我的心交给你 不管明天怎样 不管未来如何 今夜我和你一起 我会在刘月的面前 浮身到刘月的身上 在大善的静谜和夜空繁星 月亮的注视之下 缓缓地进入了刘月 在刘月湿润而紧密的裹下之中 攀执着刘月的肉体和灵魂 我注视着刘月俊美的面容 刘月脸上的表情 显得很从容 很先进 很享受而放松 眼睛微微闭着 长长的睫毛 轻轻颤动 当我终于到达刘月身处 当我终于触感到刘月的顶端 当我开始用速度和力量 来向刘月展示年轻和活力的时候 刘月的泪水 又一次滑落了 黏着嫩滑的脸庞 我明白 我彻底得到了刘月 得到了刘月的深核心 刘月是我的了 同时我也感知到 刘月对于我们的将来 依然是心中抱着不确定 依然是有几分迷茫和畅往 我明白 要彻底打消刘月的忧虑 只有用行动 只有行动 才是最好的说明 而行动的主动权 在我的手里 第二天 刘月走了 陪同副总编 取得了言试 回到报社 刚进办公楼门 正好遇见梅玲往外走 见到我脚道 江峰 过来 我停住脚步 没准好 采访结束了 是的 梅玲那双眼睛太妖媚了 我几乎不敢正视 他们呢 谁们 其实我知道 她问的是谁们 也知道 她最关心的是谁 刘月他们呢 刘准他们呢 陪领导继续视察 到临时去了 我连忙回答道 梅玲眼睛盯着我的眼睛 这几天很舒服吧 我知道梅玲的意思 因为 我从她的眼神里 看出了暧昧 还行 工作很顺利的 我装傻 嗯 我看见梅玲的眼神中 流露出几分妒忌 还有几分不满 一会儿 又打量着我 江峰 看见神采飞扬 好像不仅仅是工作顺利 身体也很舒服吧 看着梅玲不怀好意的样子 我心里猛地一缩 继续装傻 梅卓人 是啊 你还别说呀 身体还真的挺舒服的 嗯 梅玲继续盯着我 咋个舒服法呢 每天除了跟着领导往外跑 一早一晚 还爬山锻炼身体 你说能不舒服吗 我微笑地看着梅玲 梅玲眼神一闪 突然伸出手 冲我的腮帮捏了一把 接着就迅速地缩回手 小鬼 很聪明 去忙吧 不和你说了 我要去宣传部开会呢 我如蒙大舍 忙反身上楼 进了办公室 我知道梅玲在任何地方 都想和柳月一较高下的 但是梅玲的素质和能力 显然和柳月不在一条线上 而且正如柳月所说的 她和梅玲不是同一个类别的人 她根本无意和梅玲 进行任何的竞争 但梅玲不这样想 我明显感觉到 梅玲对柳月的现在 充满了不可忍受的嫉妒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可笑 有什么好忌妒的呢 柳月能写稿 梅玲不会 梅玲善于交际 善于周旋于男人之间 柳月做不来 两人各有所长 各过各的日子 梅玲干嘛非要硬和柳月比呢 照柳月的能力 今后的前途 显然要比梅玲强的 那以后梅玲还不得气死 我那时还不大理解 女人们之间那种 不可遏制的妒忌心理 后来我才知道 女人的妒忌 实在是太可怕的 对手的一切 都可以是她报复的目标 我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我后来成为了梅玲 报复柳月的工具 当然这是后话的 回到办公室 我把稿子交给刘飞 刘飞看完之后签字 然后看着我 见到刘主任了 我同样感觉到 刘飞的眼神里别有异味 我知道刘飞从柳月 经常给我写信 得出我和柳月 关系密切的判断 是啊 见到了 一起工作了三天了 我轻松地回答道 心里突然想起 柳月凄苦的家庭 和艰难的经历 不由觉得吵吵的 哇塞 你见到刘主任了 陈静高兴地走过来 摇晃着我的胳膊 江峰 你真幸福 见到刘主任了 我好久没见他了 怎么样 刘主任现在还好吗 我看见 刘飞看着陈静抓我的胳膊 脸色一下子变得 有些难看 我不想没事找事 轻轻转身 坐回到办公桌前 顺便摆脱了陈静的胳膊 便笑着说 刘主任现在很好的 工作生活都很顺利 也很惦记大家的 让我带他向大家问好 好像刘姐呀 什么时候能见到他呢 陈静跟着我 走到我的办公桌前 一双聪慧的大眼睛 看着我 江峰 仔细说说 见到刘主任的情况吧 我斜眼看了一下刘飞 刘飞正在冷眼看着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 勉强笑着 对陈静说道 这个 抽时间再说吧 我要先忙活一下了 陈静心有不甘 点点头 回到自己办公桌前 一会儿突然又跑过来 当着刘飞的面 递给我一个纸盒 对了 我今天出去开会 收了一个纪念品 提取刀 我用不着 送给你了 我一看 又是一个菲利普提取刀 那年头 菲利普提取刀特流行 普通的 四十八元一个 这时候 我看见刘飞的脸 终于变得相当难看了 他拿起一张报纸 装模作样地看着 手微微发抖 我看着陈静 推回去 陈静 谢谢你啊 我已经有好几个了 我也用不到啊 要不 你给刘主任吧 陈静眼里闪过几分失望 将纸盒又收起来 转身回到自己办公桌前 你都好几个了 刘主任天天这么多活动 还不得更多呀 刘飞听我这么说 脸色缓和了一下 半开玩笑地说道 我收的纪念品不少啊 还真没有收到送提取刀的 正好 我的那个提取刀的刀头坏了 陈静将纸盒锁进抽屉 头也没回 刘主任 你别灰心 下一次你开会说不定 纪念品就是剃须刀了 我看了 心里忍不住地想笑 刘飞被陈静弄得 很下不来台呀 此地不宜久留 我联盟站起身 各位 吃中午饭了 走了 今天是中午 下午 我在宿舍赶另外一个稿子 不过来了 刚出报社大门 正好看见晴儿戴着太阳帽 正站在报社的门口等我呢 看见我 晴儿很高兴 冲我一蹦一蹦地挥手 分开 算起来 我和晴儿接近一个月没见面了 自从我上次从西京回来 晴儿就一直没有见到我 我总是有各种理由 拒绝晴儿的约会 今天 晴儿不和我打招呼了 直接来了 我觉得 有些意外 我接过晴儿手里的包 边和晴儿往宿舍走 你怎么不打招呼就来了 你也不怕我出差呀 打招呼 你总是没空 打你招呼 你还经常不给我回电话 晴儿委屈地看着我 我昨天看了电视新闻 人民日报一副总编来江海视察 镜头里有你的影子 我看那副总编走了 估摸着 你也应该回来了 我就直接过来了 晴儿真聪明啊 我心里赞了一个 又说 干嘛不去宿舍等我 你上次不是拿了我宿舍的一把钥匙了吗 我怕你又接着出去采访 不回宿舍 我独守空房 有什么意思啊 晴儿说着 轻易地弯起我的胳膊 我甩开晴儿的胳膊 这位都是同事 注意点影响 晴儿愕然 同事怎么了 你害怕你同事知道 我们是光明正大的谈恋爱 怎么了 我猛然发现自己做出格了 一时无语 门头往前走 晴儿见我不说话 也不再穷追不舍 又夸着我的胳膊 撅起嘴巴 哼 我就是让你同事看看 知道我是你女朋友 省得你的女同事打你主意 我可知道 这做记者的女孩子 都很开放的 这次 我没敢再甩晴儿的胳膊 对了 我们心里有最要好的一个蓝姐 年龄比我大十多岁 对我可好了 经常邀请我 到她家去吃饭 晴儿开始在我的耳边 嘻嘻叨叨的 我漫不经心地听着 加快脚步 只想赶快到宿舍 对了 我刚知道 蓝姐和你们记者部的领导 还是好朋友呢 这可真巧啊 晴儿紧跟在我的身边 哦 我有些伤心了 你是说刘主任刘飞吗 不是刘主任 是刘主任 刘月 晴儿继续说道 蓝姐和她 竟然是大学同学呢 两人是一个宿舍的 上下铺 真可惜 听蓝姐说 刘月掉到省里去了 不然 我让蓝姐给说说话 刘月一定会好好照顾照顾你的 我心里一睁 一下子站住了 看着晴儿 天下还有这顿巧事啊 这有什么巧的 不就是同学吗 这还不正常啊 晴儿看着我 笑嘻嘻地说道 风哥 改天我带你去蓝姐家里玩吧 他听说 你是刘月的老部下 专门邀请你去做客呢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十八集 我盯着晴儿 我盯着晴儿 嘴巴半张 晴儿 你告诉蓝姐我们的事情了 当然呀 告诉我呀 我说未婚夫是江海日报社的记者 晴儿满脸自豪 我经常在办公室里 让大家看江海日报上你的名字呢 大家多夸你文章写得好 我突然发现 事情不大好玩的 心里突然变得沉沉的 怂怂肩膀 对晴儿说道 走吧 回宿舍吃饭 晴儿看着我的表情 有些奇怪 风哥 我怎么发现 你不大正常呢 我快步往宿舍里走 我很正常 你不要乱才艺啊 晴儿没再说话 跟在我的后面 回了宿舍 我突然感觉 自己和晴儿之间很陌生 见面竟然没有什么话可以说的 而晴儿在我的耳边 叙叙叨叨的话 曾经我很喜欢听的叙语 此刻竟然是索然无味 而和柳月在一起 不管说什么 即使不说话 我都会觉得 是那么的充满情调 那么的温馨柔情 时间是过得那么快 我心中突然一阵魁 回到宿舍 摸不作声地 给晴儿做饭 做的是鸡蛋面条 晴儿看我脸色不大好 也很乖 不都说话了 忙着给我收拾房间 洗衣服 风哥 要不要把床上的枕头和褥子 接起来 拿到外面晒晒 今天天气很好的 晴儿被我说道 便抱起枕头 我一听慌了 枕头下面的褥子底下 都是柳月的信 我忙说 晴儿 别 我待会儿 要睡午觉呢 先不晒了 晴儿听我这么说 又看了看我的神色 将枕头放下 没说话 一会儿做好的饭 我招呼晴儿吃饭 两人各怀心事 冒冒地吃完了一顿午餐 吃过饭 晴儿让我睡一会儿 我也正有困意 昨晚和柳月在山里折腾到半夜 实在也是累坏了 我很疲惫 爬上床就睡着了 晴儿没闲着 继续打扫房间 洗衣服 他竟让我休息 在门外忙活着 迷迷糊糊间 听到晴儿关房门上床的声音 我知道晴儿忙完了 也想上来休息一会儿 果然 一会儿听见晴儿 稀稀疏疏脱外衣的声音 接着 就有一个温软的身体 缩到我的怀里 像一只小猫 蜷缩在我的身边 安静地睡着呢 一只手 还抱着我的胳膊 我突然感觉和晴儿 躺在一起很别扭 睁开一眼 坐起来 房间已经被晴儿 打扫得干干净净 收拾得净净有条 虽然简陋 但很洁净 晴儿看我醒了 不好意思地笑笑 风哥 是不是 我把你弄醒了 哦 没 晴儿 你睡会儿吧 我翻身下床 穿上外套 坐到鞋子台前 我有一篇稿子 还没赶出来呢 得抓紧写了 确实 我前几天采访了一个 非事件性新闻 因为时效性不强 拖延了一下 还没写稿呢 嗯 晴儿也起床了 给我倒了一杯水 放在床头的写字台上 然后又重新上床 躺下 我洗了一把脸 又开始写稿子了 我写起稿子来依旧很专心 晴儿在床上安静地躺着 我在床边的写字台前 粪笔集书 几乎忘我 一个小时之后 我写完了 松了一口气 转了一下头 突然看见晴儿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眼睛却没合上 正一查一查地看着我 我收拾好稿子 看着晴儿 哎 晴儿 看着我干嘛 在不睡觉啊 睡不着 想看你 晴儿枕着一个枕头 怀里抱着一个枕头 在床上半打滚的状态 神色有些沉郁 我有什么好看的 我笑了一下 你一个冬月不见你了 当然想好好看看你了 晴儿依旧躺在床上 嘴巴鼓了起来 你不想看我吗 你不想我吗 我 我看着晴儿 语言又直 我 我值得你这么想吗 你 你什么意思 你怎么冒出这句话 晴儿瞪着我 你当然知道我想了 你是我未婚夫 我当然想你了 你是我生命中的男人 我生命中唯一的男人 我的心呼得沉了下去 我对晴儿的话无动于衷 心里只是感觉 有一种东西 在屋底的深渊里 急速下坠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学校 我又冒出一句 犯病啊你 我刚来就问我什么时候回校 我当然是明天下午回去了 不过后天回去也行 你要是有时间 我就多陪你一天 晴儿坐起来 靠在床头 抱着枕头 看着我 哦 那就是说 你今晚要在这里住呢 我又说 是的 废话 今天怎么了 这么反常呢 晴儿伸手摸摸我的额头 不发烧呀 我心里一阵紧张 心跳得厉害 我在想 应该找个时间 和晴儿好好地谈谈 事情 已经无法再回避了 你不发烧 额头宰这么多汗呢 晴儿掏出纸巾 替我擦汗 又说 是不是这几天 用脑过渡 身体发虚呢 我心里更加紧张了 一种做贼心虚的感觉 走 咱们出去走走吧 到河边散散心 看看秋天的风景 晴儿起床 穿上外套 拉起我的手 我也想出去走走 就和晴儿一起 在外面小河边散步 三哥 我们难得见一次面 见了你 我好高兴啊 晴儿挽着我的胳膊 脚步轻盈 轻轻地说着 我好喜欢 就这么挽着你的胳膊 和你一起看秋天 我心里一声叹息 抬眼看着杨树上 纷纷落下的 泛黄的叶子 歪歪歇歇地 飘落到 缓缓流淌的小河上 随着河水 飘流而去 我终于下了决心 这事 绝不能再多了 明天晴儿离开之前 必须要和晴儿 彻底摊牌 晚上 我带晴儿去吃了一顿海鲜 点了晴儿最喜欢吃的大螃蟹 还有海粒子 晴儿有些心疼 风哥 太贵了 咱们这一顿 够平时吃半个月的了 晴儿的家庭和我一样 都是平民家庭 都不富裕 他的工资 每月有一半 是要寄给家里去的 平时他过得很节俭 在和柳月之前 我从来都认为 晴儿是一个 贤妻良母型的好女人 是最适合我的女人 可是现在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依然认为 晴儿是个好女人 可是 却不是最适合我的好女人了 我的心里有些发痛 行啊行 晴儿 喜欢吃吗 嗯 晴儿点点头 脑袋后面的马尾巴 一翘一翘的 好吃 就是太贵了 吃了好心疼啊 我忍不住地笑的 吃吧 别心疼 我请你的 晴儿不知道 这是我们 最后的晚餐了 嗯 晴儿又点点头 开心地吃着 风哥 你怎么不吃啊 我哪里有心思吃这一个脸 我正寻思着 如何找时间给晴儿开口呢 听晴儿这么说 我笑了一下 我天天采访 经常在外吃海鲜的 你吃吧 我不吃 晴儿看着我 开心地笑了 风哥 你真好 你真疼啊 我的心里一阵欺然 嘴唇不由地抿了抿 勉强地笑了一下 吃过饭 晴儿和我散步回到宿舍 晴儿今晚 要在这里住 我从柜子里抱住被褥 打算打地铺 晴儿阻止了我 风哥 咱们一起睡床上吧 又不是第一次呢 别打地铺呢 于是 我们睡在一张床上 熄灯之后 晴儿在黑暗中摸索着 搂住了我的身体 将嘴巴 凑到我的嘴边 亲吻我 我却没有感觉 以往让我神魂颠倒的机吻 此刻竟然未同嚼辣 一个多月没见了 晴儿自然想同我 多亲热一会儿的 我的脑子里正在激烈翻腾着 正在琢磨 要不要这会儿 同晴儿摊牌呢 晴儿一番温柔的亲热 让我无法开口 我轻轻地推开晴儿 怎么了风哥 晴儿温柔地 在我耳边说道 丰满了胸脯 挤压着我的身体 她只穿了小背心和短裤 身体的大部分 都落露在外的 晴儿的肌肤和我的 接触在一起 我没有任何感觉 没有任何冲动 她显然感觉到我的冷落 但她没有放弃 反而更加温存地 拱进我的怀里 主动地 用身体摩擦我 边在我的耳边轻轻亲吻着 瞬息着我的耳垂 她知道 我那里最容易冲动的 以前她不敢亲这里 怕我忍不住 要和她坐 今天 晴儿却主动亲吻这里 到底是怎么了 难道是晴儿感觉到 我的变化 怕失去我 想主动挑逗我吗 我的心里胡思乱想着 晴儿在我的耳边 娇喘着 风哥 喜欢吗 晴儿同样没有经历过 风月之事 和我在一起 最放肆的事情 就是这么亲吻 让我摸她的乳房 还得隔着乳罩 下面是绝对的禁区 我的眼睛和手 从来没有涉足过的 和柳月相比 晴儿显得很幼稚和笨重 只会这么亲吻我 手 也只是抱着我的身体不动 我不由想起了柳月 柔华的嘴唇 和灵巧细腻的双手 浑身有些发热 晴儿显然是以为 自己收到效果了 更加温柔地和我接吻 搂住我的脖子 晴儿只会这么做 憋得就不动了 她在等待我 主动采取行动 我慕然地躺在那里 脑子里 一会儿是 柳月的妩媚和柔情 一会儿是 晴儿甜美的亲吻 热血奔流 心里一阵阵的酸楚 晴儿忙活的半天 看我没有行动 却又分明感觉到 我的身体一阵阵滚烫 于是害羞地 踏在我的耳边 芬哥 今晚 你要了我吧 我心里一惊 晴儿果然要把身子给我 她一定觉察到什么异常 才决定这么做的 晴儿曾经说过 要在新婚之夜 才把身子交给我 为什么啊 晴儿 我轻轻地说道 将晴儿 从我的身体上移下来 不为什么 就因为我爱你 我想把身体给你 我是你的女人 晴儿依然紧紧靠着我的身体 我感觉到晴儿的身体 也开始滚烫了 我知道 晴儿在撒谎 我太了解晴儿了 她一定是因为 对我的不确定 越来越有理 为了真实地抓住我 为了能真实地感觉到我 才用这个办法的 我此刻对晴儿 没有丝毫的情欲感觉 我刚才的身体滚烫 是因为想起了柳月 晴儿其实很单纯 她一定在想 只要把身体给了我 我就永远属于她了 任何人也不能抢走 我在黑夜中 看见晴儿的眼睛盯着我 离我的眼睛很近 我从晴儿的眼神里 分明看到了惶恐和不安 我还没休息过来 身体也没感觉 早点睡吧 看到晴儿的眼神 我打笑了此刻 和她摊牌的念头 转过身去 背对着晴儿 同时心里暗下决心 明天 一定要和晴儿说清楚 晴儿没有声音 躺在我的背后 我脑子里胡思乱想着 慢慢地睡着了 睡梦中 我梦见了柳月 梦见我和柳月 在那月色笼章的大山里 一起漫步 一起聊天 一起畅想未来 一起憧憬明天 第二天 我醒了 晴儿起床了 正坐在鞋子台前发呆 眼睛红红红的 我心里一阵歉意 怎么了 没睡好吧 没睡好吧 晴儿见我醒来 忙站起来 勉强笑笑 没 没什么 我去给你做饭 一会儿 饭做好了 我和晴儿一起默默地吃着饭 正吃着呢 我的BB机响了 我打开一看 二十分钟内 到市委门口集合 有紧急采访任务 刘飞 不吃了 我有急事 紧急集合 我放下饭碗 对晴儿说道 晴儿放下饭碗 默默地看着我 眼里充满了忧郁 我手忙脚乱地拿起公文包 骑上自行车 就往市委门口赶 赶到市委门口 登上一辆等候的中巴车 才知道 省里突然来了一位大领导 我要随同采访 这位领导 要到下面县里去视察 时间为三天 车出发之后 我才突然发现 闭闭机忘了带了 扔宿舍里了 我有些后悔自己的毛躁 可也没有办法 三天之后 我圆满结束了采访任务 回报社交完稿子 直接回到宿舍 宿舍里静悄悄的 一切都还像是以前那样 井井有条 我的闭闭机 正安安稳稳地 摆放在枕头上面 我三步并坐 两步走过去 一巴抓起BB机 一看 是关机状态 我按开机按键 却毫无动静 这才发现 BB机电池没有电了 我松了一口气 啊 没电了 很好 没电 秦儿就不会看到里面的信息了 我之所以这样想 是不想让BB机里的信息内容 刺激到秦儿 虽然我打算离开她 可是 随之 另一个想法在我的脑子里闪过了 BB机是什么时间没有电的 是我走后不久 还是刚刚没的呢 要是刚没的 那秦儿离开之前 岂不是已经看到 短信息的内容了吗 我的心 又忐忑不安起来了 我实在是不想过度地刺激秦儿 我疲倦地躺在床上 闻到枕头散发出的香味 刚洗完后的香味 我马上意识到 秦儿在我走后 把枕套也洗了 随之我又发现 不仅仅是枕套 床单也都是干净的 也是刚洗过的 我的心突然一阵狂躁 一把掀开枕头下面的褥子 想看看 我存放在褥子下面的东西 掀开一看 我呆了 褥子下面的柳月 寄给我的接近十封信 完全不见了 一封都不见了 我的头一下子蒙了 血直往头上涌 心怎么不见了呢 心到哪里去了 我捏着松软的褥子 猛然意识到 一定是在我匆忙走后 秦儿给我晒的褥子 洗的床单和枕套 在晒褥子的时候 柳月的信 就暴露出来了 那么 信一定是被秦儿拿走的 那么 秦儿一定是看到 全部的信的内容了 那么 我和柳月的事情 不用我说 秦儿一定是全部知晓的 我默默地坐在宿舍里 脑子里翻江倒海 想象着这些信件 带给秦儿的打击 以及我即将面对的 狂风暴雨 或许秦儿很快就会找来 愤怒地质问我的背信记忆 或许秦儿会直接回到我的老家 找到我的父母 搬来救兵 然后 我等着挨老爹的一顿暴揍 和老妈的痛哭流涕 或许秦儿的父母 会找到我的单位 控诉我这个陈世美 我的脑子懵懵的 胡思乱想 我想到了即将要面临的风暴 我的心情狂乱而傲丧 我本来可以自己主动 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现在变得相当被动 我不知道 即将到来的是什么 我在追追不安中 过了两天 竟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我脑子里想象的事情 并没出现 然而 我也没有接到秦儿的任何 BB机信息和电话 秦儿好像极有耐心的 在考验我的意志 抑或等待我主动去找他 我横下一条心 事情既然已经如此了 就勇敢去面对 反正早晚都要到这一步的 晚痛 不如早痛吧 第三天上 我收到一个鼓鼓囊囊的大信封 一看信封上熟悉的字体 我的心猛烈地狂跳起来了 信是秦儿起来的 秦儿的字体 我再熟悉不过了 办公室里同事都在 我没有开启信封 等忙完手头的事情 我急活活带着信封 直奔宿舍 关好宿舍的房门 我急不可耐地撕开大信封 一下子掉出一塌信封 掉落地上 成分散状 我一看就知道 这是柳悦的信 这些信 果然被秦儿发现 并且带走了 经过的五天时间 这五天 秦儿一定是进行了认真的研读 和琢磨 我无法想象 秦儿在研读这些信的时候 是带着怎样的心情 怀着怎样的状态 我也不敢多想 我心里都很糟糟地 慢慢地蹲到地上 简落落在地上的信封 这才发现 地上还有一封信 一封密封好的信 信封上 又是秦儿的熟悉的字体 我知道 这一定是秦儿写给我的信 这封信里 一定装着秦儿这几天 所有的痛苦和悲伤 我将地上信封都捡起来 装好 将秦儿写给我的信封 拿在手里 左看右看 却始终没有勇气去打开 我不知道打开后 将面对秦儿 怎样的巨大伤痛和痛责 我一想到这一点 就失去了打开心房的勇气 我躺在宿舍的床上 眼睛无神且无地 心情糟糕极了 正在这时 我的BB机响了 我打开一看 是柳悦的信息 阿芬 我已经结束陪同 平安回到西京 悦儿 一想到柳悦 我的心里突然涌起无比的勇气 和巨大的力量 我觉得 自己应该勇敢地去迎接一切 勇敢地去面对一切 在所有的暴风咒语面前 我都应该是一只勇敢的海燕 高尔基笔下的海燕 我从床上坐起来 拿过秦儿的信封 毫不犹豫地打开了 抽出信职 展开来 然而 很出乎我的意料 信封内 只有一张信纸 信纸上 近似于空白 没有任何字 只有几个标点符号 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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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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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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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信纸上 布满了水字 点点水字 无论是问号 还是惊叹号 还是省略号 都是七个 我明白 这代表了 我们从高中到大学的七年恋情 我明白了 这是秦儿用无言表达出的强烈疑问和无比的愤怒 还有巨大的哀伤 秦儿此刻的天一定是塌下来的 巨大的哀伤 一定是将他击倒了 我的心中涌起巨大的愧疚 我深深感到自己对不起秦儿 辜负的秦儿 我无言回首过去 我知道 秦儿没有采取更多的措施 他在自己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我没有料到 事情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知道 我和秦儿的一切都结束了 从高中到大学的一起 都烟消云散了 我知道 我深深地伤害了秦儿 秦儿今后可能再也不会和我联系的 这简单的几个标点符号 还有信质上的斑斑水字 已经告诉了我 秦儿在经受着怎样的痛苦和折磨 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我的心中突然感到巨大的失落 我本以为的狂风暴雨没有来到 却迎来秦儿极其简单和无言的 近似于空白的一张信纸 我的心里一阵脚痛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十九集 接下来的日子风平浪静 我依旧每天忙碌着 秦儿再没有任何的信息 或许一切真的就这么结束了 我才经过连续几天的忐忑不安之后 心里逐渐平静下来 柳月仍旧 柳月仍旧就像以前一样 每周给我来一封信 每日给我一次BB机信息 谈工作 谈生活 谈今天 谈明天 我有些不敢相信 这事情会平息得如此顺利 如此安静 我预料中的一切没有发生 反倒让我感觉有些不正常 我甚至 都有些不敢相信 我和柳月的幸福 真的就这么来到 真的 就这样成为现实 我真的可以有资格 心里没有障碍地 去和柳月相爱 这天 我接到大学同宿舍的老三的电话 他也毕业留校工作了 从老三那里 我终于知晓了秦儿的消息 许晴出院了 这是老三告诉我的第一句话 啊 怎么了 我盲问 明知故问 江峰 你他妈真不是东西 这是老三和我说的第二句话 语气很冷 说完 老三挂死了电话 我目待了 难道秦儿这段时间 因为我住院了 刚出院吗 我摸起电话 又给老三打过去 老三 告诉我 秦儿怎么了 没怎么 许晴大病一场 已经全好了 许晴从今以后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走你的阳关道去吧 散我瞎了眼 交了你这样一个朋友 老三在电话那段 恶狠狠地说道 秦儿哪里不好 秦儿有什么不好 秦儿什么地方对不住你 你这个狗东西 竟然这样伤害他 你和你的那个老女人 一起去死吧 我目染 老三也知道这件事情了 一定是从秦儿那里知道的 老三骂我 我不反抗 怎么骂都行 但是 我不容许老三骂柳月 骂柳月为老女 我恼了 一言不发 狠狠地挂死了电话 被老三一顿冲骂 我心里竟然稍微找到一点平衡 我知道 老三一直暗中暗恋秦儿 只是因为我和秦儿早已好上 他才无奈作罢的 这下 老三可有机会了 我心里不由暗暗祝福秦儿 我给秦儿写了一封信 叙述了 我和柳月的从头到尾的经过 以及我的内心的真实感受 在心里 我承认我是一个混蛋 我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 我请秦儿将我忘掉 同时 我无比真诚地向秦儿道歉 无比虔诚地表达我的愧疑 无比致诚地祝福秦儿 今后幸福快乐 写完发出之后 我的心中又觉得轻松了一些 信发出之后 我没有收到秦儿的来信 却在一个周末的午后 迎来了老三 老三阴沉着脸 约我去江边走走 我和老三沉默地 走在江边的沙滩上 城市的喧嚣和浮躁 暂时被隐匿起来 这里有了片刻的宁静 老三突然转过头 恶狠狠地看着我 就在我刚要说话的一场那 老三一记重重的右手勾拳 击在我的下巴之上 论个头和身价 老三都不是我的对手 可是 那天 我没有做任何的反抗 接着 老三的一记左勾拳又打过来 击在我的左塞 我的嘴角开始流血 老三没有停 继续怒吼着进攻我 终于 我歪歪斜斜地倒了下去 满脸是血 浑身疼痛 起来 狗日的 老三眼睛发红 表情痛苦而愤怒 瞪着我 冲着我挥舞着拳头 起来 和我打 打呀 狗日的 我不作声 任凭老三的拳头继续 雨点一般地落在我的身上 终于 老三打累了 无力地坐在地上 仍旧用血红的眼睛瞪着我 那架势 仿佛要把我吃掉 告诉我 秦儿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羊面躺在沙滩上 下午的太阳照得我睁不开眼睛 我的眼睛里 布满了血字 要不是我看到 秦儿的遗书 要不是我无意中看到 秦儿的日记 我还不知道你江峰 能看出这等龌龊事 老三用笔实的目光 看着我 白血一样纯净的秦儿 却遭遇你这等肮脏的垃圾 你这等自私卑鄙的小人 就要秦儿去为你殉情自杀 你 你简直就是个魔鬼 简直就是个畜生 我的心猛烈抽搐着 突然开始无声地哭泣了 老三站起来 拍拍时长的沙子 用脚踩在我的胸口 举高临下地看着我 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 不准你再来打扰秦儿的生活 否则我杀了你 我还告诉你江峰 你这么做 不会有好下场的 你是要遭到报应的 说完 老三猛地朝我吐了一口唾沫 走了 边走 边声嘶力竭地吼着 所有的爱情 只能有一个结果 老三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和悲怅 还有几分哀愁 我躺在江边的沙滩上 一动不动 任江水的浪花 拍打着我的身体 血色尽锐的视线里 看到红红的天空 和红红的太阳 我死了 过去的我死了 我还活着 一个新的我 又活得过来 生活还在继续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 我和秦儿就这样彻底结束了 结束的方式 完全是我没有料到的 竟然是以秦儿的自杀未遂 和老三的一顿痛奏结束的 秦儿的自杀未遂 让我心如刀割 无底自容 老三的痛打 让我又从心里找到了一点平衡 一点补偿 从此 我的主要经历 就全部放到工作和柳约的身上 我拼命地工作 拼命地想柳约 柳约仍旧和我保持着 每周一封信的频率 每天都会收到 柳约的BB机信息 有时候方便 我们也会在电话上聊天 在这三种联系方式中 我们不约而同的都认为 最喜欢写信交流了 写信 是一个看不见的交流平台 可以将你心中享受的话 准确无误地 全部表达出来 而不用顾及当面时的尴尬 和腼腆 柳约在一次来信中 这样和我探讨 繁忙的工作之余 我经常一个人 跑到江边的沙滩上 坐在岸边的大石头上 反复地看着柳约的心 或者看着江里浑浊的江水 滚滚难去 想着这条江曾经差点吞噬过柳约 年轻的生命 想着这条江是柳约再生的地方 我变得沉默而孤独 我喜欢自己一个人享受痛苦的寂寞 在痛苦的享受里找寻快感 在我的精神世界里 只剩下了柳约 我觉得自己和柳约的感情 日真成熟 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开花结果 虽然我还不知道 我的父母知道这事之后 态度会是如何 不知道我的父亲 会不会杀了我 我承认我很执拗 也很执着 还很倔强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在不同的场合 不是会遇见杨哥和宋明正 这两个人 一个是一直在追柳约的男人 一个是柳约曾经的男人 还都是高官 起码对我来说是高官 我不知道自己猴年马月 才能爬到他们的位置 或许他们正在拥有的政治地位 是我一辈子的梦 看见他们 我心里会感觉很便宜 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强 地位比我高 经济基础比我雄厚 私利比我深 阅历比我丰富 总之 我和他们相比 除了年轻 没有任何优势呢 这让我的心里感觉相当不舒服 杨西匹的 老子和他们竞争女人 显然不是对手 幸亏柳月 偏偏喜欢的是我 每次看见我 杨阁总是很热情 对我关怀备至 有人的时候叫我小江 没人的时候就叫我小表弟 不停地过问我的工作和生活 我知道 杨阁并不是因为喜欢我而关心我的 而是因为喜欢柳月而关心 一想到这一点 我心里就一阵阵酸溜溜的 一阵阵的度议 用上心头 而宋明正见的我 眼神里依然是充满了 居高临下的傲慢和冷淡 虽然也偶尔会点头招呼一下 但是 看我的眼光里 分明包含着不友好 我从那眼神里能看出 除了敌视 还有忌妒 他摸不清我和柳月的关系 但是 我想他一定感觉到 我和柳月 有非同寻常的秘密 虽然只是猜测 一日采访回来 上了办公楼 忽见柳月的办公室门打开了 我心里一阵抽搐 这一天 终于要来了 果然 刘飞随即从我们办公室里出来了 抱着厚厚的资料和书本 江 江峰 你来得正好啊 帮我办东西 我明白了 柳月的手续办完了 正式调走了 刘飞正式到主人办公室办公了 刘飞容生主任了 我心里一阵空荡荡的 随口答应着进了办公室 帮刘飞将办公主张的东西 办了过去 陈静一会儿回来了 也帮着办东西 很快的 刘飞的东西就搬完了 然后 刘飞坐在柳月曾经的位置上 擦了一把汗 哎 刘主任高声了 调炼下来了 以后 刘主任可就是省里的领导了 刘主任可真厉害 有能力 省里新闻处当然想要了 陈静接过话 刘主任进步这么快 没准心里 可是难受得很啊 刘飞一听 大惊失色 忙看看门外 压低嗓门 对陈静说道 哎 陈静 可不敢胡说呀 让别人听见 可就坏了 哼 有什么坏的 怕什么 又不是造谣或重 本来就是嘛 报社上下谁不知道 没主任 嫉妒刘主任 凡事都要攀比啊 可惜哦 他没有刘主任那能耐 那素质 那品质 陈静满不在乎的说道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你看你吓得这个样子 刘飞苦笑道 哎 你年轻啊 我到底是比你长几岁 这祸从口出 以后可不要这么说了 不要没事惹事啊 哼 陈静不服 还要反驳 我接过话 对陈静说道 陈静 听刘主任的 我觉得 刘主任说的是对的 这都是刘主任的经验之谈呢 刘主任 也是为你好 我这么一说 陈静竟然乖乖的不说话了 还冲我温柔的一笑 嘴角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刘飞也笑了一下 但是有些勉强 祝贺刘主任 调到省里 以祝贺刘主任 荣生正主任 扶正了 我不失时机的 开始拍刘飞的马屁 是啊 祝贺刘主任 媳妇阿成婆 陈静半笑不笑地说道 附和着我 哪知道 这马屁拍得不对 刘飞又是苦笑的一笑 我没辅证啊 还是副主任 主持工作而已 换了办公室而已 以后说不定 党委还会任命新的 记者部主任的 我和陈静都一愣 我明白马书记 这么安排是何用意呢 难道还要继续 再考验刘飞吗 记者部主任 是要凭真本事来干的 写稿不行的 拦也压不住啊 这报事 刘主任一走 还不就是属你了吗 我对刘飞说道 转正我觉得 是迟早的事情啊 刘飞笑了 很受用的表情 那也不见得 我看这写稿啊 你的水平 你不比刘主任 差多少啊 陈静看着我 包括刘主任 我看你啊 快要青春欲蓝 而胜欲蓝了 刘飞继续笑着 表情有些难看 别胡说 我的写稿水平 和二位主任 那是没法比的 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他们是老师 我是学生 我急忙纠正陈静 虽然陈静的话 我心里也不反对 甚至表示赞同 什么胡说呀 江峰 过度的谦虚 就是骄傲了 别这么贬低自己 不是我夸你 就你目前这进步的速度 就凭你这经验的劲儿 超过二位主任 指日可待 陈静继续大大咧咧地说着 全然不顾旁边刘飞的脸色 刘主任是后天勤奋型的 你呢 是先天自制型的 再加上后天的勤奋 了不得呢 我待不下去了 看着刘飞的脸色 已经越笑越难看 忙找了个借口出去 回了办公室 陈静还在刘飞那边 不停歇 刘主任 你说 我说的对不对啊 对 对 很对 我身后传来刘飞 无可奈何的声音 一会儿 陈静也回来了 办公室 就我们两个人 陈静 你啊 说话也不看看地方 我对陈静说道 当着领导的面 说什么呢 咋啦 本来就是嘛 我又不说胡扯 陈静冲我挪挪嘴 眼睛火辣辣地看着我 你是一只极油骨 我很看好你的 咱们这记者部 早晚都是你的 我心中疑颤 忙说 可别说这些啊 我刚来时间这么短 还是学生呢 这以后的事情 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未来不可测呀 陈静笑眯眯地看了我一眼 又说 我送你提区刀 你干嘛不要 嫌弃我的东西不好吗 不不不 哪里哪里啊 我忙说 真的 我已经有两个了 再多了 真的是浪费了 两个 都是开会的纪念品吗 啊 这个 我含糊地说道 回答得不痛快 是不是女朋友送的 陈静盯着我 啊 呃 这个 嗯 我继续含糊其次着 哼 一定是的 陈静嘴巴一撅 又一撇 你女朋友在江海什么单位 大学同学吗 说实话 不许骗人 你 你别乱猜了 我装作什么也没有的样子 低头收拾桌上报纸 我不骗你啊 我在江海 没有女朋友的 啊 没有女朋友 好啊 陈静的口气很开心 又说 不过 像你这样优秀的男人 没有女朋友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 谁说我没有女朋友啊 我只是说 我在江海 没有女朋友 我说 哦 还弄了一个外地的女朋友 那一定是高中同学了 在外地上大学的 逼了没有啊 怎么没有分到江海来上班呢 陈静好奇地继续问 个人隐私 无可奉告啊 我躲避着陈静 咄咄逼人的目光 其实 你有没有女朋友 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没结婚 谁都有权利去爱 或者被爱 陈静像是对我 又像是 自言自语地说道 然后 陈静又打开抽屉 摸出那个铁须刀 递给我 拿着 我说了 我有两个了 真的不需要这么多呀 我推挡着 能再多是你的 这个是我的 陈静的口气不容回绝 你要是嫌弃我的礼物 就在垃圾堆里办 要不 我来着 说着 陈静拿过纸盒 就要坐视往外走 别别 回来 我收下就是了 我叫住陈静 干嘛呀 耍小孩子脾气 好吧 我收下了啊 谢谢你 陈静笑了 明亮的大眼睛看着我 这就对了 乖 收了我的礼物 打算怎么感谢我呢 我将铁须刀放进包里 看着陈静 半调侃地说道 要不 以身相许 此话当真吗 君子无细眼 陈静眼睛发光 当然是假了 我找时间请你吃大陪荡 我嬉笑着说道 陈静摇摇嘴唇 冲我胸口一拳 好 你说的 我等着 不许传来啊 这回真的是 君子无细眼 我拍拍陈静的肩膀 小贵 我是穷人啊 只能请你吃大排档 贵了 请不起啊 行了 我就体贴体贴 你这个穷人吧 天天出去采访 好吃的见多了 不稀罕 咱可就等你这大排档了 别过拖到过年了 陈静对于我拍他的肩膀 表现出很惬意的神态 陈静 我正在看着他 我觉得 刘主任对你挺好的 他很喜欢你 你没有感觉到吗 他喜欢我 和我有什么关系 陈静撇撇嘴巴 喜欢我的人多了 难道 我都得喜欢他们吗 呃 我一时一时 我最希望的事情是 我喜欢的人 能喜欢我 这才好呢 陈静又看着我 哦 是的 你的意思就是 两情相悦 互生爱意 相知相亲 我嘴里念叨着 溜出了办公室 啊 我去传达识拿信去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二十集 虽然我知道柳月的吊走是早晚的事情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 我的心里仍然是感到很悲凉和寂寥 出了办公室 避开沉静火 辣辣的目光 我到楼下传达室去 看看有没有我的信 我估摸着 柳月该来信了 到了传达室 又看到了梅灵 正站在那里看报纸 梅灵的脸色显得很阴沉 很不高兴的样子 搭拉着 仿佛是以前的什么东西似的 我悄悄地走进传达室 翻看有没有我的信 江峰 梅灵见到我 放下手里报纸 拿起一个信封 这里有你的一封信 妈的 又被这女人拿了我的信 我一扫 柳月的字体 这封信 专门放在一边 看来梅灵早就看到了 专门拿出来的 谢谢梅主任 我忙说着 接过信 江峰 有女朋友呢 是不是 梅灵边递给我信 边盯着我的眼睛 我知道 梅灵一定在为柳月的上调 而嫉妒和郁闷 心情一定很不好 而她又很可能 熟悉柳月的字体 虽然信封上 没有寄信人地址 但是 依照梅灵的脑瓜子 她很可能猜到 是柳月 在给我写信的 有时候 女人之间的嫉妒 比男人之间的斗争 要可怕很多 我将柳月的信 放进了衣服口袋 冲梅灵笑的笑 梅主任猜一猜 看你脸上的幸福状态 这一定是你女朋友 给你写的信了 我看见梅灵的眼睛里 有些出火 虽然她的口气 依然很柔和 我不想没事找事 打了个哈哈 梅主任真幽默呀 你看我脸上 有幸福状态 我给了梅灵 一个不知何妇的回答 说完 就回了宿舍 我知道 梅灵在我背后的目光 一定是要喷火 一定是记恨男人 我觉得梅灵真的很无聊啊 难道我和柳月好 她也要嫉妒吗 也要争一争吗 真他妈的可笑啊 回到宿舍 我打开柳月的台席 阿峰 我的调动办完了 真是调到省委宣传部 新闻处工作了 这几个月 我在新闻处已经站稳脚跟 牢牢站稳了脚跟 祝贺我吧 亲爱的 很想你 每天忙碌完 都会想你 在漫长的夜里 无数次都在想你 想你纯真的笑脸 想你坚强的臂膀 想你有力的拥抱 想你明亮的眼睛 阿峰 我常常不敢相信 我真的还可以再拥有爱情 再拥有真爱 再拥有一份 心灵的挚爱 我觉得自己是在做梦 我害怕 这梦总有一天会醒来 我不敢确认 这幸福 是否真的属于我 亲爱的 每一天 我都在幸福的遐想中度过 我看了 心里很温暖 很感动 心里涌起对柳月 无限的疼爱 同时 我的心里不由的 又想起了情儿 想起了无辜的情儿 顿感极度的无地自容 而又别无选择 第二天 我在江海宾馆采访一个示威的会议 岛中午会议结束时 大家一起出来 准备去餐厅吃饭 我刚走到餐厅门口 突然遇到马书记 后面跟着梅林 马书记叫住我 江峰 干嘛去啊 我忙笑着 马书记 我采访会议的 要吃会议午餐去了 马书记显然心情不错 一白手 哎呀 别吃会议餐了 跟我来吧 于是我什么也不问 乖乖地 跟在马书记的后面 沿着餐厅走廊 往丹间的方向走 梅林也跟在马书记的后面 脸色搭拉着 显得有些沮丧 哇 是 梅林被柳月的上条 打击得不轻啊 我心里有些幸灾乐祸 又觉得有些同情她 她不该和我的女人 去比较的 俺家柳月 从不想和你去竞争 任何东西 你干嘛 事事都要和她比呢 于是 边走 我便扭头出梅林 笑了一下 这一笑 多少显得有些嘲弄 梅林见我冲她笑 眼睛突然锁住我不放 一直看了接近五秒钟 上下打量着我 眼神显得有些肆无忌惮的 嘴角突然笑了一下 那笑显出了一丝淫荡 还有一丝诡秘 我的心一跳 赶忙转过头 不敢再看她了 随同马书记 进了一个豪华的单间 里面只有我们三个人 显然客人都还没有来呢 我们就先在周围的沙发上坐下 我不知道 马书记要和谁吃饭 也不知道 是马书记请别人 还是被请 我只知道 今天中午 我要作为马书记的一个部下 和他共进午餐 我什么也不问 只保持沉默 和谁一起吃饭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我也没有选择权 我只是领导的一颗棋子 或者说是附属物 还可以说是点缀 马书记坐在沙发上抽烟 看到我一眼 今天什么会议啊 我连忙告诉了马书记 马书记听了 点点头 然后不再说话 一会儿 又扫了梅林几眼 嘴角微微笑了一下 轻轻摇的摇头 哼 梅林 你带着江峰到门口 去接一下吧 马书记看了看手表 梅林站起来就往外走 我忙跟在后面 走到走廊拐角 没人的地方时 梅林突然放慢脚步 在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 他突然伸手 在我的屁股上摸了一把 我吓了一跳 看了他一眼 正好看见梅林挑衅 和挑逗的眼神 我没说什么 默默地收回眼神 往前走去 见我不作声 梅林跟在我的后面 又快速伸手 拍了一下我的屁股 我仍旧没有说话 加快了脚步 走到餐厅门口 我正好看见一辆奥迪轿车 开过来停下来 接着 车上下来三个人 竟然是 杨哥 张处长 还有一个是 柳月 我愣了一下 又惊又喜 柳月什么时候过来的 我竟然不知道 看到柳月和杨哥 亲密说话的样子 我心里酸溜溜的 又有些不快 梅林突然走上前去 脸上绽放出 美丽而热情的笑容 和杨哥 张处长握手 和柳月 抱着胳膊亲热 我明白过来了 这就是我和梅林要接的客人 这就是马书记今天要请的客人 客人竟然是他们 然后我也过去了 和杨哥 张处长 还有柳月握手 当着张处长和梅林的面 杨哥对我很客气 不叫我小表弟 而是带着领导 惯有的那种矜持 和我招呼了一下 啊 小江也来了 我自然是叫杨部长 不叫杨哥了 看到我和柳月握手 杨哥笑了 但是眼睛是看着柳月笑的 没有看我 他或许是觉得 表姐弟在这种场合 要装得一板一眼的 很有意思吧 张处长见了我很高兴 握住我的手摇了摇 哟 江记者 江海一支笔 哈哈哈哈 怎么又见面了 张处长 您还是叫我小江吧 我谦虚地对张处长说道 张处长显然对我的印象极好 边和我说话 还边拍了拍我的肩膀 往单肩走的时候 还亲热地揽了一会儿我的肩膀 自始至终 柳月一直微笑地看着 没有多差眼 到了单间 马书记邀请大家就坐 马书记做主陪 梅林做副陪 张处长做主宾 杨哥做副主宾 我和柳月则分别坐在 张处长和杨哥的下面 张处长本来要请杨哥做主宾的 杨哥坚持不做 哎呀 老同学 你是省里来的领导 又是客人 你一定要坐这里啊 张处长谦让了一下 也就作罢了 大家坐定 韭菜都上来了 马书记显得很高兴 带服务员倒满酒 举起杯子 张处长 杨部长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 咱们江海又往省里输送了一名优秀的人才 这是咱们江海的光荣 也是杨部长培养的结晶啊 更是张处长慧眼石英才呀 我一下明白过来 今天是给柳月送行的 张处长是来江海 正式来接柳月 走手续和刑事的 果然 马书记接着说道 虽然柳月过去工作了一段时间了 但是正式的手续才刚刚办过去 今天这酒 算是一个正式的送行酒 张处长亲自代表省委宣传部来接柳月 也是我们的荣耀啊 大家脸上都带着笑容 马书记笑得很夸张 张处长笑得很含蓄 杨哥笑得很开心 柳月笑得很动情 梅林笑得 很难看 我呢 笑得很硬丑 因为我的眼睛 鱼角扫描到 杨哥一直在看着柳月笑 这让我的心里 很不舒服 不过 一会儿 我的心情又稍微好了一点 因为我看到 柳月的眼神 不时地 温情地扫向我 马书记继续进行开场白了 从我们江海来看 从我们江海日报来看 我们是一个损失 我们损失了一名优秀的文字工作者 一名优秀的党报记者 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但是站在全省的角度考虑呢 站在全省宣传工作的大局考虑 从柳月同志个人发展前途考虑 我们的损失是值得的 所以今天这场酒呢 我想有三层意思 一是感谢 感谢柳月同志 对江海日报的发展 做出的贡献 感谢在我调到报社工作后 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二是欢送 祝贺柳月同志 上调到省委宣传部去工作 去做更适合自己 更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工作 三是祝福 祝福柳月同志 今后前程赐金 工作顺利 生活美满幸福 说完第三点 马书记一位深长地 看了一眼杨哥 我说的对不对啊 杨部长 杨哥很高兴 点点头 不错呀 很对 小天说得好 很好 同样都是正线级的干部 杨哥就敢称呼 马书记为小天 马书记就不敢称呼杨哥的名字 这同样的级别 却有着不同样的地位啊 我看到马书记 看杨哥的眼神 知道马书记话里的意思 马书记一定是知道 杨哥重情柳月的事情 在讨好杨哥 我的心里无力 而又无奈地诅咒马书记 把他家的祖宗八代 都操了一遍 然后大家举杯共庆 痛饮此杯 喝了一会儿 刘月站起来敬酒 倒满一杯白酒 刘月在这里 感谢诸位 感谢张处长 关怀垂碍 感谢杨部长 奔忙举荐 感谢马书记 清新培养 感谢梅主任 帮助关心 感谢江峰同事 刘月停顿了一下 看了我一眼 眼神如水 然后说道 感谢江峰同事 全力支持 刘月说完这话 大家一起拍手叫好 梅灵也笑得无比灿烂 大家看了酒之后 马书记笑看刘月 话中有话 刘月 你最需要感谢的是杨部长 杨部长为了你的事情 可是倾尽全力 当自己的事情来办的呀 我一听 心里又愤怒起来了 马书记的祖宗八辈 又被我从心里操了一遍 是的 刘月笑着 刘月笑着又端起酒杯 杨部长 今年领导一杯酒 哎呀 叫什么杨部长啊 刘月 叫杨哥好了 这妹妹敬哥哥酒 多好啊 哈哈哈哈 马书记像是喝多了 说话有些放肆 我看见 杨哥的脸色有些兴奋 眼神在发亮 忙举起杯子 刘月被马书记这么一将军 杨哥 来 小妹敬你一杯酒 杨哥和刘月单独碰杯 然后两人一饮而尽 哎 这就对了吗 马书记讨好似的 看着杨哥 杨部长 这刘月的事啊 都亏了你 要不然 这也是刘月的福气啊 我心里气炸了肺 恨死了马书记 马书记的话 杨哥显然很受用的 他用温和的眼光 看了看刘月 然后 对马书记说道 哎 哪里啊 小天 这其实啊 主要还是柳月工作干得好 争执素质高 不然 我就是在大力举荐 人家也不要啊 哎 哪里啊 张处长 白白手 老杨 没有你的举荐 我上哪儿去了解刘月呢 刘月是千里马 你就是他的伯乐呀 刘月 任何时候 都不要忘了老杨啊 啊 刘月笑着点点头 那是那是 这时 我看见 梅灵的眼神里 也充满了度议和愤怒 虽然时间很短 马上就成了笑眯眯的眼神 看着高官们在这里调侃我的柳月 大谈特谈柳月的美好前途和杨哥的丰功伟绩 我孤独的坐在这里 心里突然感觉自己很渺小 很卑微 很酸楚 很寂寥 一会儿章处长又说了 柳月来我们处 工作才两个多月 虽然时间短 但是 成绩斐然 无论是文字能力 还是组织能力 都很有特点啊 特别是 驾驭全局的能力 在部里组织 几次大型宣传活动中 表现非常出色 得到部里领导的高度赞誉 老同学 今后柳月去了你们新闻处 还得你大力的好好培养啊 你得多考虑培养接班人呢 啊 杨哥说道 呵呵呵 是的是的 张处长笑着说 柳月现在是平级调动 不过赶上的好时候啊 部里很快就要进行一次人事调整了 我们处啊 还空着一个副处长的圈呢 哈哈哈哈 哟 好啊好啊 到时候可就看你的了 杨哥显得很高兴 举起杯子 对张处长说道 来 老同学 赶一杯 感谢你的照顾 还有 朱老同学 官运横通 再上一层楼 我听了 心里很高兴 刘月要是提拔上副处 那不就是副县级了吗 和我家那县里的副县长拼级了 我不仅有些快意地看了梅玲一眼 想再看看梅玲气歪了鼻子的表情 却看到梅玲 正带着略显夸张的亲热的笑容 举杯和柳月喝酒呢 柳主任 哦不 领处长 来 我敬你一杯 柳月忙回敬 没准 可使不得呀 可叫不得 这都还是没影的事呢 咱们 还是喝一杯姐妹酒吧 喝完酒 柳月倒满 又断起酒杯 挡着所有人的面 看着我 江峰 来 小家伙 咱俩喝一杯 咱们记者部的记者刚来的时候 基本都是我带的 你算是我带的最后一个大学生啊 你是我带过的最优秀的一个大学毕业生 我看着柳月温情的眼神 也举起杯子 柳主任 敬你 衷心地谢谢你 我和柳月喝完酒 柳月抹了一下嘴唇 冲我一笑 嘴角露出了一丝俏皮 小江同志 也算是咱们柳月的关门弟子吧 张处长笑呵呵地看着我 又对马书记说道 马书记 你这个兵不错呀 前几天我看过他写的一篇文章 年纪轻轻 文字很老了 很有培养前途啊 哈哈哈哈 杨哥也附和着点点头 嗯 我经常从报纸上看到小江的文章 一开始 我还以为小江是年龄四十多岁的老记者 呵呵 一看才知道这么年轻 刚参加工作 就成了名记者 不错呀 年轻有为 张处长和杨哥的话听得我心里直发的 我脸上带着千公的笑 忙站起来给各位倒水 啊 张处长和杨哥的话无疑对马书记产生了一定效果 马书记满意地看着我 点点头 我走到柳月身边倒水的时候 柳月嘴角抿着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左手臂垂下来 左手快速地在我小腿上捏了一把 然后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我心里找到平衡了 柳月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酒席散后 柳月和张处长坐杨哥的车里去了 梅林和马书记一起走 我则是回到会议室继续采访会议 我不知道柳月去了哪里 今天是住在江海还是直接回西京 也不知道柳月今天还合不和我联系呢 我怀着期待而又茫然的心情 等待着柳月的消息 然而直到我下午开完会 回报社交的稿子 也没有柳月的任何消息 晚饭之后 我躺在柳月房间客厅的沙发上 心情很郁闷 又很惆怅 我想起中午他们关于柳月和杨哥的话 就心里生气 妈的 老子的女人 你们捣鼓什么呢 马书记真他妈的会拍马屁 拍得杨哥一愣一愣的 我烦躁的在沙发上躺着 一会儿就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电话的铃声将我清醒了 我迷迷糊糊拿起电话 喂 哪里啊 阿峰 宝贝 我是姐姐 电话里传来柳月温柔的声音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二十一集 我一呼噜爬起来 姐 你在哪里啊 刚到西京 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 估摸着 你可能会在我这里 柳月说道 哦 你回去了呀 这么快 我有些遗憾 张处长今天就是专门来接我 走程序的 程序走完了 交接仪式完了 他还有事情 我没有办法 只有跟着他回来了 哦 那你的房子咋办呀 这里的家具咋办 我看着房子里的家具和摆设 房子不是公价分的 是我自己买下来的 家具就不搬了 都留在这里 都留在这里吧 以后 你就在这里住好了 不要在你那狗窝里再住了 柳月呵呵笑着 反正 我又不住报社家属院的 这楼上认识我的 几乎没有 我答应下来 又想起中午吃饭的事情 今天中午吃饭 我气死了 看看马叔叔说的那话 看看杨哥幸福的神态 看你笑呵呵的样子 哼 柳月沉默的片刻 微微叹息了一声 哎 阿峰 我可以不去爱别人 但是 我不能阻止别人爱我 喜欢我 我也阻止不了啊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 我的人 我的心 都是你的了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我不喜欢你这么小家子气 虽然这证明你很爱我 我沉默不已 阿峰 我既然答应你了 就会忠于你 就会忠于我们的承诺 就会忠于我们的 爱情 爱是一种信任 爱是一种执着 爱是彼此永远不变的承诺 爱 需要互相地呵护 还有彼此的真诚 柳月诚恳地说着 哦 我答应了一声 你可千万别宽我 别骗我 阿峰 你不应该对我的人品产生怀疑 柳月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了 正因为我以前欺骗过别人 有过谎言 所以 我现在痛恨欺骗 如果有一天 当我们彼此之间发现有的欺骗 有的谎言 那都是不可原谅的 不可饶恕的 那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 我相信 我坚信 我们都能彼此信守着真诚和坦白 我的心里一阵恐慌 脸色一下子煞白 幸亏是在电话上 柳月看不到我的神色 我恩了一声 哦 我明白了 今晚柳月的话 让我的心里一下子变得忐忑不安起来 我知道 柳月温柔似水的背后 是无比的坚定和果断 我不知道 万一柳月知道我和秦儿的事情 将会有怎样的风暴降临到我的头上 在随后的日子里 每当想起这事 我心里就战战兢兢 惶恐不安 这天一上班 刘飞派给我一个采访任务 江峰 江海大学外语系 剑系十周年细庆 是立区一个分管的副市长 你去采访 说着 刘飞递给我一个大红的请柬 你的母校 你去最合适了 再说 不理只有你一个记者了 都出去了 我一听 本想推辞 听刘飞这么一说 没有理由不去了 一会江海大学外语系的人 带车来接你 你九点整 到报社门口等着就是了 刘飞又说 我心里有些坠坠不安的 这道江海大学外语系 很棘手啊 秦儿以前可是一直大张旗鼓地吹嘘我 他的同事们一定有很多知道我名字的 这会儿 我这个城市没去了 不知道会受到何种待遇呢 还有 要是万一遇到秦儿 该如何说话呢 如何面对呢 秦儿是戏里的辅导员 这戏庆的事情 少不了要出头忙活的 极有可能和我见面的 幸亏这种庆典 属于例行的小活动 一般也就是 在二版发一个简讯 走走过场就是了 我打定主意 去那儿签到之后 拿着会议材料 把副市长的讲话要来 瞅他们不注意 悄悄溜走 纪念品也不要的 反正学校都是穷单位 也没有什么好纪念品的 主意已定 我收拾好采访的东西 看看时间到了 就下楼到报社门口等车了 市里各部门搞活动请记者 一般的规矩都是 来车间 一辆车 报社 电视 一趟街 有时候 也邀请广播电台的 这年头 最吃香的就是 电视记者 其次是 报社记者 广播记者 最受冷落了 当然 这是各部门的活动 记者有着待遇 大爷一级的待遇 市里六大班子的活动 就没这么舒服了 没人尿你 来去自己想办法 写完 还得找领导审稿 见了领导 就像孙子见了爷爷 因此 我这小记者 也就轮番享受着 大爷和孙子的待遇 在高贵和卑贱之间 来回寻找着做人的感觉 体位失态炎凉 人间百态 还有 官场风云 九点整 一辆白色面包车 停在报社门口 车前面 副驾驶位坐着一位 三十多岁的女同志 起而短发 很精神 我一看 估摸着 就是江海大学的车了 走过去 江海大学的吗 是啊 那女同志 打开车门下车 面带笑容 你是去采访的记者吗 我一辆手里的请柬 对 那好 请上车 记者同志 我拉开后车门上车 电视台的记者 已经在车上了 经常一起出去开会 采访时间长了 大家都彼此熟悉 一见面 就亲热地打招呼 江峰 好小子 好久不见你了 电视台那哥们冲我就是一拳 亲热地打着招呼 坐在前排的那女同志文厅 回过头 你叫江峰 我心里一阵骚动 坏了 这个女的 一定从前儿那里知道我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嗯 我叫江峰 说完 我低头等待那女同志的反应 我不知道是唾弃还是冷吗 女同志竟然笑了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江峰啊 久仰久仰 久闻大名 今天终于见到大活人了 我一听 有些发懵 抬起头 想看看这女同志 是不是说的反话 我争处了 我看到的竟然是一张 真诚 热情 和友好的笑脸 这位老师 您 您认识我吗 我结结巴巴地说道 在学校里待久了 见了学校里的工作人员 都叫老师 习惯了 该不了 认识你啊 大名鼎鼎的江记者 江海大学 优秀毕业生 新闻系的 怎么不认识呢 再说了 还有我们的许 那同志看了看 我旁边的电视台记者 把话咽了下去 然后看着我 我姓张 今天负责接待你们 新闻单位的 哦 张老师好 我急忙打招呼 我心里直发了 这位张老师 貌似知道我和许晴的事情 但是 又貌似不知道 我和晴儿 已经分手了 张老师看着我的眼神 有些暧昧 江记者 你的文章 我们系里办公室的人 可都是常拜读的哟 我们系里 可是有你最铁的崇拜者的 我一听 心里异常尴尬 我知道 他指的是晴儿 晴儿说过 他经常和同事们 骄傲地提起我 给大家看我在报纸上 发表的文章 哦 张老师过奖了 想想文章 不值一提啊 我居促不安起来了 如坐针毡 张老师或许是觉得 我在电视台同行面前 不大好意思 也就笑了笑 不再多说 转过身去了 一会儿 夏世元和张老师 两人聊起来了 蓝姐 你这外出学习 昨天才回来 也没来得及 在家里休息 就开始忙了呀 夏世元说道 我一听 蓝姐 这张老师是蓝姐 就是晴儿说过 对他很好的蓝姐 就是柳月的大学同学 蓝姐们 我的大脑顿时乱了方寸 脑子懵懵的 真巧啊 竟然是柳月的老同学 蓝姐来接我 竟然是 晴儿的闺中密友 蓝姐来接我 看今天蓝姐对我的态度 一定是还不知道 我和晴儿的事情吧 我知道 晴儿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 这样的事情 他不会和外人说的 宁可埋在自己心里 老三要不是看了 晴儿的日记和遗书 也不会知道这事的 可是 晴儿自杀未遂住院 难道蓝姐不知道吗 我正寻死间 听得蓝姐对驾驶员说道 没办法 这出去一个多月 家里乱套了 系里的工作 也还没一交回来呢 幸亏许晴帮我代劳了 我明白了 蓝姐外出刚回来 晴儿替她干了工作 晴儿出事 她不知道 我分析了一下 那就是 蓝姐在晴儿上次看我之后不久 就出去学习了 昨天刚回来 因为晴儿上次还说 蓝姐邀请我去她家吃饭 但是 晴儿的同事们 那些天天在晴儿的鼓噪下 看我文章的老师们 会不会知道 晴儿和我的事情呢 我不知道 迎接我的将会是什么 是鲜花 还是臭鸡蛋 我自作聪明地分析了半天 心里慢慢地安稳下来 既来之 则安之 硬着头皮伤吧 我做好了遭遇晴儿的思想准备 也做好了 面对晴儿的同事们冷眼的准备 出乎我的意料 到了会场 我没有看见晴儿 从我在迁道处开始迁道 当我进入会场 接触到外语系的教职工们 不管是知道我身份的 还是不知道我身份的 对我都是笑脸相迎 知道我身份的 热情似乎更多一点 我不安的心 逐渐安静下来了 看来 晴儿的同事们 都不知道 我和晴儿分手的事情 我不知道晴儿是怎样 将此事隐瞒住的 他自杀未遂的事情 又是否在戏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一切似乎都很平静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似乎知道我会疑问 晴儿为什么不在 兰姐一会儿轻衣地 坐在我的身边 悄声告诉我 晴儿今天来离家了 肚子疼得厉害 还是我替她请了假 她在宿舍休息呢 你要不要一会儿去看看呢 至此 我确信 没有人知道我和晴儿 分手的事情 兰姐也不知道 我轻轻摇的摇头 兰姐 我现在正在工作 脱不开身的 哦 对对对 工作重要 兰姐笑的笑 早就听说你事业心特强 今儿个一件 果然是啊 我笑的笑 没有作声 对了 我那老同学柳月 听说高声了 是不是呢 兰姐问我说道 大家平时各忙各的 很久不联系了 是的 你说刘主任吧 是我的老主任 调到省委宣传部去了 刚办了调动手续 我平静地说着 心里却是十分紧张 我很希望 兰姐永远不要 和她的老同学 发生联系 这家伙好厉害 高声的也不请客 兰姐嘟囔道 柳月上大学的时候 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 学习很刻苦的 也很能吃苦 年年都得一等奖学金的 我对兰姐谈起 柳月的大学时代 很感兴趣 很希望兰姐 能多说一点 但是兰姐刚说了 这么一句 就被人叫走了 有事情忙 我很遗憾 又很安慰 原来 柳月在大学里 这么优秀呢 庆祝活动 很快开始了 各项发言议程 陆续进行 宣布祝贺单位名单 回顾 展望 领导重要讲话 来宾致辞 冗长而枯燥 我对此已经习惯了 这些东西 我都不需要 我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份 是领导的讲话 而这讲话里面 我也许 只会选择那么几句 写进稿子里 在党委机关报的老总 和编辑们眼里 副市长之流参加的活动 从党报新闻视角看 属于可报 可不报的范畴 报 也就是发一个简讯 或者豆腐块的短消息而已 只有市委常委们参加的活动 才会给予篇幅和版面 这也是党报政治性的一个体现 我本想选择拿到材料 就六指打击的 但看到周围的人 对我的气氛比较和谐 没有出现我原来预想的 冷遇和尴尬 再说呢 要悄悄走 交通也不方便了 这江海大学在郊外 要走半天才能到公交车站的 活动至少要两个小时才能结束 我没那份耐心坐在会场里煎熬 于是我无聊地从会场里溜出来 我出来的时候 拦截看见了 她冲我微微一笑 或许她以为我去禽儿宿舍找禽儿去了 我当然不可能去禽儿宿舍 我没那份勇气和胆量 我出的学校后门 沿着那条熟悉的小路 穿过一片茂密的白羊林 踩着松软金黄的落叶 走到学校后院的小河边 弯弯的小河静静流淌 河水清澈见底 河中央的芦苇荡里 传来小鸟的关桥 身后的白羊林 传来秋风扫落叶的声音 这里是我大学时代 和秦儿经常一起玩耍散步的地方 四年的时光里 我们经常安静地 坐在小河边的那块大石头上 依偎在一起 看着清清的河水 细说着各种有趣的故事 憧憬着美好的明天 我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中 为什么又来到这个地方 仿佛是冥冥之中 有一种力量 在引导我来到这里 走到河边那块大石头前 当我木然看到 大石头前坐着一个熟悉的背影时 我突然惊觉了 我分明看到 自己面前突然出现了秦儿的身影 她正背对着我 安静地 坐在那块大石头上 一如四年里那种姿态 只是 身旁少了一个我 我不知道 是幻觉还是现实 使劲摇摇脑袋 揉得揉眼睛 仔细再看 确实是秦儿 秦儿的身形 明显小瘦的 显得很柔弱 熟悉的马尾变不见了 带着的是一头 秦儿短发 此刻 她正手托着腮帮 弯曲着膝盖 睁睁地 看着小鹤发呆呢 我的心里一阵狂跳 我不知道是该进还是退 我不知道 是该应该和秦儿打招呼 还是 我就愣愣地站在那里 愣愣地从后侧面 看着秦儿发呆 我距离秦儿 不到十米的距离 周围一片寂静 微风吹过秦儿的短发 秦儿用手 轻轻捋的捋 被风吹乱的头发 时间仿佛停滞了 我就这么傻傻地 待立在原地 直勾勾地 盯着秦儿的侧影和背影 看着秦儿 苍白的面颊 和销售的身躯 直到远处传来老三 呼唤秦儿的声音 秦儿 在我的背后 远处 传来老三 气喘吁吁的呼唤声 传过秋日的白羊顶 钻进我的耳朵 秦儿听见老三的喊声 站起来 然后慢慢地转过身 自然 秦儿就看见了我 而我 这会儿 已经无处躲藏了 看见秦儿 看到秦儿的脸庞和眼神 我心中大海 狂跳不已 这些日子不见 秦儿的面容 显得无比憔悴 眼神里充满了 巨大的哀愁 和悲愁 看见我 秦儿很惊异 几乎是有些惊吓 身体明显晃动了一下 暗淡的眼神里 突然迸发出一丝 微弱的光 嘴唇不由自主地 在颤抖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秦儿也没有说话 我们就这么僵住了 秦儿的眼睛 死死盯住我 胸口再不停地起伏着 彼此沉默的瞬间 老三奔道了 看到我 一愣 接着反应过来 江大记者 是来参加外语戏 细情采访的吧 不好好采访 跑到这里来干嘛 老三的口气里 充满了嘲弄和厌恶 我表情僵硬 没有说话 勉强苦笑了一下 算是答复了 老三冷眠地 看到我一眼 走到秦儿的跟前 秦儿 我到你宿舍里 找不到你 知道你肯定 又到这里来了 走吧 该回去吃药了 说着 老三拉着秦儿的胳膊就走 秦儿没有说话 在老三拉动之下 机械地迈开脚步 从我的跟前 擦肩而过 眼睛一直默默地看着我 在秦儿和我 擦肩而过的瞬间 我分明听到秦儿急促的呼吸声 我甚至听见了秦儿心里的哭泣 我僵立在原地 没有回头 听着秦儿和老三的脚步声 逐渐消失在白羊林间的小道里 远处隐约传来老三和秦儿说话的声音 秦儿 不要打理他了 不要再看他了 这是个畜生 不值得你为他付出这么多的 我猜得到 秦儿一定还在边被老三拉着走 边执拗地 回头注视着我 当老三和秦儿的声音完全消失了 当周围只有和中央 芦苇荡里的小鸟的叫声 还有树叶在秋风下 萨萨落地的声音 我的内心一阵潮涌 一串心迹 一片空白 我站立在那块大石头旁 心里阵阵苍凉和气调 突然 我双腿一软 不通 跪倒在大石头前 直直地 僵硬地跪着 让膝盖下坚硬的立石 刺痛我的肌肉和神经 我不知道 我是在贵别过去的七年 还是在祭奠 逝去的青春和爱情 此刻 我的心依然在跳动 但我的灵魂已经消失了 消失在无边的茫然和执着里 我又一次感知到自己在无耻和卑鄙中死去 自从那次采访之后 我没有再见到秦儿 包括老三 我总是想尽一切大法推辞到江海大学的采访人物 找一切借口拒绝 参加宿舍司党们的聚会 我变得更加沉默 更加寡言 除了每日里埋头工作 就是回到我的口窝里 去思念 回味柳月 柳月虽然让我搬到他宿舍里去住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搬 我还是保持着以往的习惯 晚饭后在那里静静坐着 静静听邓丽君七晚的 恰似你的温柔 静静地回想和柳月的点点滴滴 待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再悄悄地回到我的宿舍 我的内心里一直在拒绝 去柳月的宿舍里住 似乎预示了 后来发生了事情 柳月和我 依旧保持着正常的通信来往 和BB机信息传送 偶尔打一个电话 我又一次提出 要去省城看望柳月 我受不住生理 和心理的煎熬了 我的要求 遭到柳月电话 BB机和通信的三重玩具 柳月告诉我 她现在正在一个关键的时候 在一个重要的时刻 目前她的精力 都放在了那上面 无暇去考虑个人私情 无心去享受男女的欢愉 待到合适的时候 她会通知我去省城的 于是 我不再提此事了 我和柳月在一起 总是随时感觉到 自己的被动和智能 我不知道 柳月这个关键时刻 是做什么的 要让她如此的重视 她不说 我也不想问 柳月仿佛知道 我心中的失望和不快 在一次通话中 笑嘻嘻地告诉我 阿峰 灯解成功了 再告诉你是什么事情 我现在需要的是 努力好好工作 努力展现我的能力和才华 你也一样 不要沉免于儿女私情 爱情 应该成为事业的助推器 催化剂 而不应该玩物丧志 我随后答应着柳月 姐 我知道的 知道吗 阿峰 每当我想起你 我心里就充满了快乐 我工作起来 就特别有精神 对未来 我就充满了信心 哈 密兔 我回答到 尽力装出轻松的样子 你很聪明 也很机灵 你只要好好做 以后你会比我做得更好的 柳月语重心长地说道 在单位离婚 在正常离婚 三分做事 七分做人 工作再好 不会做人 也不会有出头之日的 要善于观察 善于思考 善于归纳 善于揣摸领导意图 善于团结大多数 灵巧处事 灵活做事 像每一次打电话一样 柳月 又开始给我灌输这些道理了 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 然后才是会做事 这里说的做人 就是储关系 就是把自己 作为一个点 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 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 记住呢 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 一般指的 不是他做事能力强 而是指 做人能力强 我认真地听着 默默地记着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二十二集 除了在电话上 柳月也会经常在来信中 和我谈起很多观点和见解 阿峰 记住 不要执着追求真理 不要固执地去探寻 实物的本来面 把探索真理这件事情 让研究人员去做吧 这是他们的事情 要牢牢记住这样的心条 对自己有利的 就是正确的 有用即真理 实在把握不了 可以简化为 上级领导提倡的 就是正确的 阿峰 在正常婚 不但要学会逢场作戏 更要善于逢场作戏 要把逢场作戏 当成一个习惯 不 当成事业 说到自己也相信了程度 妓女和从政 是最相似的职业 只不过妓女出卖的是神 从政出卖的是心 记住从政以后 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 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混正常的目的是什么 是利益 要学会合力攫取各种利益 有人现在把这叫做腐败 你不但要明确地 把攫取各种利益 作为混正常的目的 而且要作为明确的目的 你的领导提拔你 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 你的下属服从你 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 你周围的同僚朋友 关照你 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 阿峰 你自己可以不要利益 但别人的你必须给 记住 掘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 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还有 要经常由衷的赞美领导 赞美领导换个说法 叫做拍马 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 千万不要以为拍马 只要豁出脸皮就行了 要拍得有水平 豁出去的女人多了 可傍上大款的 或者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 是极少数 大部分还是做了 第一层的三培小姐 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 赞美领导 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 在人质的社会里 上级的赏识 是升官的极为重要的途径 别的都是形式 这一点不可不查 我们的社会 无论外表怎样变化 其实这都是农民社会 谁迎合了农民 谁就会成功 我们周围的人 无论外表是什么 骨子里都是农民 农民的特点是 目光短浅 注重眼前利益 所以 你做事的方式方法 必须让自己在需要的时候 具有农民的特点 要适应他们的短期效益 要适应他们的鼠目存光 要把自己快速地 融入你需要的那个群体 但是 阿峰 你自己在心里 一定要把眼光放远 要有一个真实的尺度 柳月说的这些话 对我后来的成长 起到了无比重要的作用 成为指导我行为的思想指南 以至于直到现在 当初的很多话 我还都牢记在心中 仿佛就是昨天的话语 我是真的理解柳月 对我的良苦用心 柳月和我的通信 也变得固定起来 每到周三 我总是能收到柳月的来信 我呢 也会在周四 专时给她把信寄出的 我强行压制住 内心对情儿的不安和愧疚 保持着和柳月的炽热交往 我觉得 我们的感情在一天天 醇厚浓密起来 一天天沉厚迷重起来 我的心中 开始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勾化 我努力地想把和情儿的过去 从记忆中抹去 秋天过去了 冬天来临了 我记得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地冷 在这个冬季的一天 我请假回到我的老家探亲 看望我的爹娘 你和许青不是说好 秋天就要订亲的吗 这都到冬天了 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这是我回到家里 在火盆边坐下之后 娘说的第一句话 那会儿 娘正在堂屋里 和面 包饺子给我吃 唉 这么好的姑娘 这么好的闺女 俺看还是早订亲 早娶过来安稳 省得让别人打主意 给拐跑了 爹坐在堂屋里的火盆旁边 抽着老汉烟袋 闷声说道 秋天的时候啊 你爹把咱们家的猪都卖了 就是攒钱给你定期用的 这都压香点 压到冬天了 不能再拖了 按看呢 年前这事就得办了 娘边揉面 边看着我 宝啊 你说呢 我的小名叫宝宝 我是老蒋家的单传 老爹老娘对我寄予了 无比的厚望 我没有回答 从胯包里摸出几条石林烟 这是当年中级干部 才能享用的东西 我采访 经常说说这玩意儿的 我把烟放到八仙桌上 爹 以后别抽老汉烟了 赏身体 危害健康啊 抽这烟吧 抽完了 我再给您弄 呃 这烟多少钱一盒 爹剖了一盒 四块 哎呀呀呀 爹从喉咙里 发出咕咕的惊讶声 这么贵 四块呢 一条就是四十块 得卖多少粮食啊 爹可不敢抽这么贵的东西啊 回头让你娘拿了去镇上 你二里家开的小卖店里带卖 还能换不少钱呢 爹娘是典型的中国式农民 勤劳勤俭 艰苦朴素 是老本色 我没作声 坐在火盆旁边伸出手来烤火 宝儿 娘刚才问你的话 你还没有回答呢 娘继续揉着面 看着我 呃就是啊 先说正事要紧 爹江烟锅在火盆盐上 磕了几下 也抬头看着我 你和许晴 你们俩孩子到底是咋想的 知道你们这年轻人的思想先进 可这年龄不等人呢 你们俩年龄都不小了 爹当年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 你妹妹都在你娘肚子里了 哦 知道了 我便用树枝剥了火盆里的火 便忘声忘气地答了一句 屋外 寒风呼啸 北风凛冽 山沟里的山风 发出阵阵怪嚎 我抬头看着看屋外 站起来 娘 外面下雪了 爹和娘随意地看着看门外 院子里开始飘起鹅毛大雪 在寒风的果辖下 钻进了墙角 今年的第一场雪 这雪有下头啊 明年一定是个丰收年 我开始转移话题了 爸 先不说这个了 刚才娘说的事 你觉得咋样啊 你和雪晴商议一下吧 年前咱们把亲定了 行不 娘不和我讨论明年的收成 固执地 要和我商议今年的定亲 就是啊 先说这个 定下来 爹娘心里好有个底 有个盼头啊 爹说 你娘天天念叨雪晴 这女娃子真是万里挑衣啊 咱祖上积德 能让你娶到这么好的媳妇 我的心一个劲地往下沉 我知道 躲不过去了 回避不了了 爹 娘 我和晴儿 我沉默了一会儿 终于鼓起勇气 抬起头 看着我的亲爹亲娘 开口了 你们咋啦 爹坐在火盆前抬起头 娘停着了手里的活 我 我 我们 我微微弄弄了一会儿 我 我们 你们到底是个啥子啊 说呀 爹急了 两眼瞪着我 别着急 你 鲍儿 慢慢说 慢慢说给娘听 你们咋啦 娘的身体晃动了一下 我 我们散了 我终于吐出这四个字 到了下脑袋 手里的柴包 机械地在火盆里拨弄着 啊 啥 什么 爹呆住了 你 你 你说的是什么 再说一遍 娘没有听清楚 娘的身体又摇晃了两下 我 我和续晴分手了 我们俩算完了 我又说了一遍 咋啦 为啥呢 爹看着我 什么 续晴不跟你了 媳妇跑了 娘一屁股坐在旁边的板凳上 声音颤抖 是 是许晴嫌咱家穷 还是 嫌疑人才不够啊 做娘的考虑事情出发点 总是从维护自己孩子的利益来开头的 我摇摇头 神情沮专地 低头不语 宝儿 你 是不是你嫌弃人家 不要人家了 别瞪着我 徐晴做了什么对不住你的事情呢 我点点头 又急忙摇摇头 没 没有 徐晴没有做什么对不住我的事情 我 是我 你 是你什么 爹的口气有些火了 我 是我 和别的女人好了 我又喜欢上了别的女人 不怪续晴 是我不好 我抬起头 什么 爹发出一声怒吼 你这个女子 你 你不要人家续晴了 俺的天哪 俺的儿 你这是做的那门自孽呀 细情这么好的闺女 打着灯笼都难照 人家愿意跟着咱 是咱老江家的福分呢 你 你竟然不要人家了 你 你这是要作死啊 娘伸出手指 狠狠地戳着我的脑袋 我埋头不语 任爹娘指责赤马 说 你 你要找到什么样的女人 什么样的女人 能比得上喜情呢 娘问我 不管是什么样的女人 反正是我喜欢的 我喜欢她 我离不开她 她也喜欢我 我倔强地说着 她多大了 娘又问 眼睛里充满了哀愁和无奈 三十四 比我大一群 我心一横 咬咬牙 说了出来 什么 爹娘一起惊呆了 三十四 是的 我重复了一遍 和我一个属相的 比我大一群 爹和娘都带着了 震惊了 竟然半天都没有任何反应 屋子里静悄悄的 只有外面的风雪吼叫声 我决定趁热打铁 说了一通柳月的优点和好处 大大夸赞了柳月一番 同时 灵机一动 指着八仙桌上的石林烟说道 这是她 专门让我烧给爹丑的 特意去商店里买的 我刚说完 爹就抬起头 眼睛里喷火 一把抓紧了一几条烟 直接就扔进了火盆了 顿时 火盆里窜起一米多高的火苗 石林烟瞬间化为乌有 接着 爹忙的站起来 摸起娘刚才用的擀面杖 冲我就打过来了 你这个逆子 我打死你这个逆子 安江家家门不幸 撤了你这个败类 还有什么脸去见猎祖猎宗呢 我不作声 把脑袋一抱 任凭爹的棍棒 落在我的背上 娘一下子弹坐在地上 扶脚大哭 爹狠狠地在我的身上打着 我咬紧牙根 不吭声 也不躲闪 就让爹打 娘嚎啕大哭了一阵 又站起来 扑到我的身上 护着我 不让爹再打我了 便冲爹哭喊道 别打了 你老江家就这么一个男丁 打死了 谁给你传后啊 爹也打累了 气得扔下擀面杖 坐在凳子上 直喘着粗气 娘抱着我 热泪滚滚 宝儿啊 你的儿啊 你这是中了什么血呀 被妖精缠身了呀 宝儿哥 娘带你去村里 找张半仙看看 七七末 娘 我没有中血 也没有被妖精缠身 她也不是妖精 也就是喜欢她 她是我见过的 最好的女人 我执拗地说着 我就是要娶她 和她结婚 你这个混蛋 你是给老子找儿媳妇 还是找大妹妹啊 老子才比她大十岁 你这个畜生 爹怒吼着 又摸起了擀面杖 今天我打死你这个逆子 娘吓得赶紧 又扑到我的身上 护住我 便宠爹喊 你个老不死的 你还真要打死宝儿啊 打死了 看谁给你送中 爹气得两眼喷火 好像要把我吃掉 一会儿 将擀面杖一扔 进了屋 一头栽倒在床上 堂屋里只剩下我和娘了 娘抱着我伤心欲绝 我给娘垂着背 心如刀脚 却又是无比的执拗 第二天 风停了 血停了 外面一片白茫茫 山川大地 银庄宿国 我无心看风景 爹气病了 躺在床上没有起床 娘挣扎着下床 去村里找了郎中抓个草药 给爹熬药 我要回去 我只请了两天的假 在家里只能待一天 临走前 娘将煎好的中药 倒在碗里 帮给我 大儿 给你爹送去吧 我默默地端起中药 走到爹的床前 爹 你喝药 爹睁开眼 注视着我 眼角突然流出两行浑浊的泪水 我也流泪了 无声的流泪 爹坐起来 结果中药 一口气喝光了 然后 用傲袖 擦擦眼角 口气变得十分严厉 你下次回家 把续情给我带回来 不然 永远不许再见这个家门 我的心里剧烈抽搐着 无声的泪再次喷涌而出 默然转身 出了礼物 我再一次拒绝了娘要带我去驱魔的要求 此别满怀哀愁的爹娘 走在初冬的雪地里 埋着坚定的步伐 回到江海 这个冬季寒冷而漫长 我的心也在冰冻和复苏之间 起起落落的 柳月在来信中终于告诉我 她最近一直的心思都在 很快就要开始的 人事调整之上 布里这次拿出十多个副处的职位 进行公开答辩 竞辟上岗 宣传处 空出一个副处长的名额 布里好几个人都在瞄着这个职位呢 柳月也符合上岗竞聘的条件 但是因为她来的时间太短了 在人脉上占了劣势 还有在工作的熟悉程度和能力上 也还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 柳月最近一直在努力工作 努力更好的熟悉业务 努力和布里的同事们融洽关系 努力做好自己的竞争答辩方案 人生的机遇很难得 失去了 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来 事事我皆努力 成百不必在我 去做了 去努力了 实现不了 也没有遗憾 人生就是奋斗 为了理想 事业 和爱情 柳月在信中这样告诉我 我寒受孤悟 柳月是我生命中的灯塔 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 柳月是我事业中的导师 引导我在正确方向上 奋勇向前 柳月是我生活的全部意义 和不解的动力 孤悟着我不知疲倦地 为理想而奋斗 在来信中 柳月还告诉我一件事情 自从上次张处长来江海 和马书记吃饭 认识了梅林之后 梅林就和张处长 建立了联系 张处长好像对梅林很感兴趣 言辞之间颇多赞美 说梅林公关能力很强 做事情很泼辣 很有闯劲 善于协调等等 梅林在最近 还去过几次西京 和张处长 吃过几次饭 当然 柳月没有参加 这事儿是张处长后来 在谈话中 无意中说出来的 我看了没有什么感觉 张处长是省里的新闻处长 梅林是市里的小科技干部 又不会写文章 他把揭张处长 张处长赏识他 能又有什么用呢 柳月告诉我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或许就是随便当个话头说说而已的吧 我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觉得梅林也就是喜欢虚荣 喜欢结交上层人士而已 直到后来发生的事情 我才领悟到梅林的良苦用心 梅林不是一般的女人 路子很野的 心也很野 做事情很随便 善于走上层路线 一定不要得罪她呀 能可得罪君子 不可得罪小人 还有 你不要和她走得太近 一定 柳月在一次电话中又叮嘱我 柳月这些话 像我说过很多次了 我二耳朵都听腻了 虽然每次都答应着 但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想法 虽然柳月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梅林对我 好像还没有什么坏意 每次见到我 都很友好 很亲热 再说了 我和梅林也没什么利益冲突 柳月这么说 除了正常的理由 或许 也有女人的小心眼在里面吧 或许担心梅林勾引我吧 当然这些想法 我不能对柳月说的 我漫不经心地答应着 心里颇有些不以为然 这天下午 快到下半时分了 采访回来 把稿子交给刘飞 回到办公室 只有陈静自己在 我刚坐下 陈静就开始纠缠我 江峰 你答应请我吃饭的 还没兑现呢 我想起来 陈静的菲利普提取刀 人情还没偿还呢 他还一直挂念着呢 行 你说吧 想吃什么 想到哪里吃啊 我请客 我便收拾办公桌上的 零散文件 便对陈静说道 陈静走过来 站在我办公桌的对面 隔着桌子看着我 便帮我收拾东西 便说 随你吧 只要和你在一起 到哪里吃什么都乐意 都可以的 陈静这话 显然是一语双关 我避开陈静 火热而多情的目光 要不 咱们去吃农家菜吧 我知道江边 有一个农家菜馆 氛围很好 菜也很绿色天然 行 没问题 俺说了 只要跟着你 去哪都行 陈静的声音变得温柔而活泼 咱们骑自行车去吧 那边比较偏僻的 回来是达不到出租车的 再说也不远 我说 行 没问题 陈静爽快地说道 然后 我们关门 下班 经过刘飞办公室的时候 门开着 刘飞正扭头往外看 刘准 下班了 我打了一声招呼 先走 陈静跟在我的后面 喂 陈静 刘飞喊住陈静 干嘛 陈静停下来 我没有停下 这是放黄的脚步 下班后 我请你吃饭吧 去吃海鲜 刘飞说道 谢谢刘主任 我最讨厌吃海鲜了 你自己去吧 陈静说完 就下楼 跟在我的后面 刘准难得李贤下市 请不下吃饭 还是海鲜 多好啊 要不 咱们改日再吃农家菜吧 我边下楼 边扭头对陈静说道 你少啰嗦 不许变卦 我就喜欢吃你这个农家菜 就是不喜欢吃刘飞那个海味 陈静跟在我的后面 冲我的屁股踢了一脚 该你操心的 你少掺和 我没再说话 就直接下楼 到院子里推自行车了 我先推车 在大门口等着陈静 哎呀 我的自行车没气了 陈静走过来 脚下的目光看着我 你带我吧 我坐你车去 没办法 我只能答应他 陈静喜滋滋地 一下子跳到我的车后座 右手自然地 拦到我的腰 行了 出发吧 我深吸一口气 在登自行车前 有意无意地 撇了一眼柳月办公室 不 现在是 刘飞办公室的窗户 果然 我看到 刘飞正站在窗前眺望 我知道 刘飞的心里 一定很不舒服 很不高兴 我甚至看到 刘飞眼里喷出的火焰 我的心一沉 像逃跑一般 脚下一用力 自行车飞速地 拾出了宝舍院子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二十三集 自行车突然加速 沉浸在后面拦我腰的手 也是一用力 几乎等于半抱着我的腰了 便说 哎哟 吓我一跳 这么急干嘛呀 小伙子 呛媳妇啊 我苦笑一下 没有回答 感觉离开刘飞的视线了 还是放缓的速度 外面天气很冷 沉浸出来的时候 忘记戴手套的 一会儿就在后面支较冷 说道 好冷啊 我的手都快冻僵了 我没有做声 只顾蹬着自行车 以往的冬天 我骑自行车 带着琴儿的时候 琴儿都是把手 伸进我的上衣外套里面 隔着毛衣 拦住我的腰 可是 那都是过去了 沉浸不是琴儿 再说了 琴儿现在已经和我不在一起了 虽然我很同情沉浸的状况 但是我没法去帮她 只能说道 我快点急吧 很快就到了 不行了 再冻一会儿就冻掉了 沉浸不由分说 把手伸进我棉袄里面 隔着毛衣 搂住我的腰 姐姐瓜 用你吃的体温 温暖我冰冷而渴望的小手吧 我无言 只能默认了 因为外面确实很冷 干冷的寒风吹得我脸颊 皮肤发疼 更别说一个女孩子的手了 我感觉到 沉浸的小手 在我腰间肚皮的位置 不安分地倒腾着 呀 这暖和 好暖和呀 从手里暖到心里 谢谢江大记者 用作车夫 用作暖火盆的 我不理会沉浸在后面的调侃 只顾卖力地蹬着自行车 一会儿 我突然感觉身体坐下的腰间 又多了一只手 沉浸把左手 一眼伸进来了 贴紧我的毛衣 好事做到底 俺这只手也动得不行了 左右开空 同时温暖一下吧 这样 就等于沉浸的两手 都在我的腰间 成半抱的状态 而且沉浸这么一抱 她的身体和脸 也自然贴到我的后背之上 我的心里暗暗叫苦 这丫头把我按算了 冲击了 然后沉浸坐在后面 老实了 不再折腾 搂住我的腰 在我衣服里面的两只小手 也不乱动弹了 这是隔着毛衣 紧贴着我的身体 我感觉到了沉浸两只手的温度和力度 感觉到了沉浸在后面的依靠和体贴 我心里觉得很糟糕 刘飞还不知道会怎么想呢 我可不想得罪我年轻的刘主任呢 还有 可别在大街上遇到单位的熟人 不然的话 可就真的说不清楚了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 遇到红灯了 我刚停下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左边 车窗摇下来 喂 江峰 干嘛去啊 我扭头一看 车窗里露出的是 梅灵那张白皙妩媚的脸蛋 我心里那个窝囊啊 真他妈倒霉啊 越怕遇到熟人 却偏偏遇到梅灵 我刚要说话呢 坐在后面的陈静先发话了 哎哟 梅姐呀 我和江峰 要一起去吃晚饭呢 能加菜馆 拔到牙筋 你干嘛呢 陈静说话的时候 两只手都放在我棉衣里面的腰间 身体依然贴紧我的后背 口气显得很随意和放松 啊 梅灵看到我后面的陈静 也显然看到陈静的手和身体的位置 笑了 我去赶一个饭局 那你们去吧 边说梅灵边暧昧地看到我一眼 脸上带着难以琢磨的笑 摇上的车窗 绿灯亮了 梅灵乘坐的小轿车及时而去 我和陈静也继续前行 好不容易到了江边的农家菜馆 我停住自行车 啊 可是到了 下车 陈静恋恋不舍地将手抽出来了 哎呀 真快 还没感觉到呢 就到了 陈静的话里充满了留恋和遗憾 我没有说话 江自行车放好 和陈静进了饭馆 找到一个安静的小木屋 木屋内 炉火正旺 很暖和 我们两人坐在一个小方桌前 面对面地坐着 我去点菜 回来的时候发现 陈静把羽绒服脱了 只穿着一件红色的羊毛衫 我必须得承认 陈静的身材很好 一米六五以上的颗头 身体很匀衬 阿罗多姿 胸部很丰满 特别是 穿着羊毛衫之后 更加明显了 我不敢抬眼皮直看 垂下眉毛 坐下来 你不冷了 不冷了 这曲纳奴真暖和呀 陈静的脸色 白里透红 笑嘻嘻地看着我 不过 这曲纳奴再暖和 也没有你的身体暖和 我淡淡地一笑 你这不是胡扯吗 可能吗 真的 小江同志 沉静大大的眼睛看着我 这取暖炉啊 只能温暖我的身体 而你的身体呢 却能温暖我的心 我又笑了 闻人扫嗑的小字情调 你呀 那就发酸去吧 好了 美女 喝什么酒啊 你喝什么酒 我喝白酒 我也喝白酒 你喝什么牌子的 二锅头 我也一样 我也喝二锅头 沉静毫不示弱 于是 我要了两个小瓶的二锅头 北京红星二锅头 菜很快就上来了 我们都不喜欢用酒杯的 就直接对着瓶口喝白酒 我和沉静你一口我一口 边吃边喝边聊 我的身体也很快暖和起来了 脱了外套 江峰 你刚才说的是文人 我得给你纠正一下 沉静喝了几口白酒 脸色红扑扑的 话也多起来了 其实啊 咱们做记者的 根本就算不上文人 也配不上文人这个称号 真正的文人 那是做学问的 搞文学创作的 高峰谅节的 咱们算什么呀 写个新闻稿 把古文 没有任何文学滋润 高中毕业生都会的 还有 这做记者的干酒呢 各个都是混子 混酒厂 混官厂 混女人厂 混痊愈厂 哪里像是文人呢 叫咱们文人呢 我真觉得惭愧 觉得辱没了文人的称号 我点点头 沉静 你做记者时间久了 感触比我深了 你说的 我觉得也很有道理的 或许以后 我会体会得更加深刻的 沉静笑的 我们女人 做个记者编辑 安静清闲 就很满足了 你们男人 有志向的男人 哪里会心甘情愿 一辈子做记者编辑的 都是在利用做记者 积累社会资源 为自己下一步的进步 做跳板 哦 你说的对呀 不过 我属于那种 没有志向的男人 我觉得 能做一名党报记者 已经很光宗耀祖了 我谨慎地说的 你刚参加工作 还很新鲜呢 才会这么想 你看看 出来采访的记者 都是年轻的 老的都到哪里去了 沉静看着我 老的要么没混出来 回去埋头做了编辑 要么就是跳出去 混官场去了 等你的新鲜劲过去了 我看呀 你的野心比谁都大的 你为什么这么说呀 我哪里有什么野心的 我很知足的呀 行了 你少在我面前撞了 我做记者 别的能耐没练出来 这看人的能力 我还是有的 沉静看着我 咱们办公室 你和刘飞 都是野心勃勃的人 刘主任能耐大 我不行啊 我还在学习呢 我继续谦虚道 便抬高刘飞 刘主任这人 文物双全 写文管理都行 全才呀 你还别说 这刘飞呀 写东西还真有点本事 有两把刷子 这管理 刚主着工作 还没感觉出来呢 不过 他最厉害的 不在于厌恶 而在于为人处事 这家伙玩人 很有一手的 你看他那小眼睛 整天滴溜溜的 藏在眼镜片的后面 就知道 这家伙不善 陈静做了一个滑稽的动作 两个手指指着眼睛 眼珠子滴溜溜的转悠 我不由笑起来了 陈静 我觉得刘主任这人 确实有能力啊 而且 刘主任对你 确实也很忠情 你可别 眼眶子太高了 嗨 我说江塔记者 你可真扫兴 提着干嘛呀 他对我忠情是他的事情 我难道非得接受吗 那我还对你忠情呢 你也得接受我 陈静半真半假地看着我 于 你干嘛对我忠情啊 我有什么好的 我和刘主任比差远了 错 如果没有你 或许刘飞 是我这位接触的最好的 但是 因为你的出现 刘飞就完了 在我的眼里 在我的心里 没有位置了 陈静边说 边对着瓶口 又喝了一口白酒 江峰 实话告诉你 我现在打定主意 要搞定你 我知道你小子 在外地有女朋友 但是我不在乎 只要你磨结婚 我就有权利 我就有机会 我占尽天时地利 我就不信 搞不定你小子 我心里觉得很感动 一个女人这么看重我 难得呀 不过很遗憾 我心中 只有我的柳月 任何女人也无法打动我的 我也不会再为任何女人而动心 我心中对柳月的爱意 坚如磐石 可是 陈静 我的心中已经有人了 不论时间 空间如何转换 我不可能再有任何的改变的 我只会爱我心中那个女人 永远都不可能改变的 我认真地对陈静说道 不错 是个轻重 陈静 摇摇头 微笑了一下 给陈静 夹菜 哎 其实呀 这刘飞是个从政的料 你别看他 天天坐办公室里板板正正的 这家伙的心 早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他的心思我早就知道 他结交的官场大人物也不少呢 陈静又说 他根本就不是真正想做业务的人 他只是想把 新闻业务做一块跳板 往上爬的跳板而已 我对他最看不惯的就是 整天和梅林搅合在一起 见到梅林 就像是见到姑奶奶一样 怕得要命 刘主任在的时候 他就和梅林走得很近 背后没有少鼓到刘主任的 有的事情 刘主任都知道的 只不过 刘主任以大举为重 喝一笑 装作不知罢了 陈静的这话 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 我宁神看着陈静 刘飞不是刘主任带出来的吗 他会在背后 捣鼓刘主任吗 是刘主任带出来的不错 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徒弟 都忠于师父的 卖尸求人的事情自顾就有 当今更不稀奇了 梅林是一个嫉妒心极强的人 他处处都要和刘主任比 入党 提拔 平仙 外出考察 反正只要是出风头的好事 他都得压住刘主任 幸亏刘主任脾气好 容量大 从不计较这些的 和他在面子上 一直保持着和睦的关系 沉静边说 边哈哈笑起来了 这次刘主任掉到省里去 梅林肯定是气死了 他除了那身体 那张嘴 别的没什么资本了 又不会采访 又不会写稿的 自然是比不上刘主任了 想一想 他奇迹败坏的样子 我现在觉得畅快 就替刘主任高兴 我听的心里也很高兴 不由得 也呵呵笑起来了 我看你虽然跟刘主任 时间不长 但是 还是和刘主任 感情挺深的 而且 刘主任对你也特好 很照顾你 沉静笑着看我 我们都是跟过刘主任的 还从来未见刘主任 对我们 像对你这么上心的 我们私下里都很嫉妒呢 说刘主任偏心 沉静说道 我笑了 我是关门弟子 自然要多照顾了 这很正常的 就好像家里的孩子 老小 总是要多一点父母的疼爱的 嗯 有道理 你可别像刘飞啊 当面毕恭毕敬的 背后出卖师傅 刘飞这么做 其实很伤刘主任的心的 刘主任虽然表面上 看不出什么 但是 背后一定很难过 刘主任 其实心里很苦的 沉静出神地说道 刘主任不但是我们的好姐姐 好领导 还是我们的好生活引路人 好人生的向导 我的心中激情澎湃 陈静 你说得很好 刘主任是我们的好姐姐 生活道路的引路人 人生道路的好向导 我永远都不会背叛刘主任的 我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做卖师求荣的事情的 沉静笑了 我相信你 我相信 你对刘主任是有感情的 就像我对刘主任一样 有着深厚的感情 我知道 你是一个中意气的人 一个人品不错的人 我也笑了 和陈静继续喝酒 酒足饭饱 我带着陈静回去 外面又飘起了大雪 纷纷扬扬 静静地 无声地落在地上 落在我和陈静的身上 我小心翼地骑着自行车 陈静的手 又伸到我的腰间 隔着羊毛身揽着我 我没有说什么 只希望赶快回到报社 我知道 有柳月在 我不会和任何女人 有任何事情的 任何女人 也不会打动我的心的 我不想伤害陈静 但是 我绝对不会 给予陈静任何的承诺的 到了报社 陈静直接回了宿舍 我放下自行车 抖落身上的雪 想到柳月的宿舍 去待一会儿 我刚走出报社大门 一辆黑色的轿车 驶了过来 停下来 车上下来梅林 她赶散去回来了 梅林 没准回来了 我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梅林显然是喝了不少酒 摇摇晃晃地走近我 嘴里喷出一壶酒气 小白脸回来了 看不出 你这小子真有一手啊 大小通吃哟 说着 梅林突然快速伸手 摸了一把我的脸 我的心猛得一跳 梅林的话里别有用意 很明显是在说我和柳月 梅主任说的话 我听不懂啊 我今晚是请陈静吃饭的 老早就答应他请他吃饭的 梅主任 您喝多了 早点休息吧 我语无伦词地说着 身体快速移动 走远了去 我飞快地远离了梅林 背后传着他训斥门卫的声音 不知道又找到什么借口了 我直接去了柳月的宿舍 在这大雪飘飘的夜里 我愈发的思念 我远方的女人 我的月儿 快到柳月宿舍门口的时候 我的BB机响了 一看是柳月 阿芳 在哪里 回我船后 月 我急不到了柳月的宿舍 快速回复了船后 我在你的宿舍 阿芳 然后我静静地看着电话 等候柳月打过来 我知道柳月一定会打过来的 果然两分钟之后 电话响了 我一把拿起话筒 里面传来柳月温柔似水的声音 阿芳 刚到家吗 柳月把这里称为家 让我的心里感到很温暖 一种归属感 悠然而生 是的月儿 我刚刚进门 你在哪里呢 我在办公室加班呢 夜深人静了 办公室里 只有我自己在忙碌 外面下雪了 好大的雪呀 柳月的声音柔柔的 又有几分沉郁 我突然想你了 很想你 想听到你的声音 月儿 我也想你 这里也下雪了 鹅毛大雪 我想起柳月 孤零零一个人 在办公室加班 心里一阵的心疼 要不 我明天请假去看你吧 陪陪你 乖 知道心疼人了 柳月在那边笑了 轻轻地说道 阿芳越来越像大男人了 越来越像男子汉了 不过 还是不要来得好 我最近还在忙碌 没有这个时间和心情 能听听你的声音 也就知足了 可怜的女人呢 这么容易就满足了 我一阵心酸 月儿 注意身体啊 早休息 别太累了 这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 嗯 柳月温顺地说着 是啊 这身体可是一定要注意保养的 不然老得更快乐 就更配不上阿峰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要你好 好好地保养好身体 我急忙解释道 月儿 你就是个老黄脸婆 我也爱你的 我爱的是你的心 而不仅仅是你的身体 我明白的 我刚才是在开玩笑 逗你的 柳月听了我的话 显然很开心 笑了一会儿 然后又说 阿峰 明天 拜托你帮我办点事吧 什么事啊 你说 明天 是你你的生日 我回不去 我很久不见你了 我好想她呀 我好想我的女儿 柳月在那边断断续续地说道 明天 我想让你带我去看她 祝福她生日快乐 说妈妈很想你你 很爱很爱你你 柳月的声音里充满了哭腔 我的心里也是振振酸重 行 我明天去办 你放心吧 我与其平静地对柳月说道 接着柳月告诉我宋明正的家庭住址 我找笔记了下来 第二天是周末 中午 我去商场里买了一个大大的布娃娃 包装好 然后 去到宋明正家 去看你你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24集 宋明正家在 市儿童医院后面的一个院子里 这里是 卫生局的家属院 穿过一个小巷子 前面豁然开朗 一个城市中的花园 很宽敞 前面一排二层的别墅 后面是宿舍楼 别墅前面 是一个长方形的花池 被白雪遮盖着 显得很是美丽而安静 我知道 前面的一排小楼是局长们的 后面的宿舍楼 是职工住的 按照刘月给我的地址 我来到最东头那个别墅门前 按下了门铃 一会儿 有人来开门了 是保姆 保姆小姑娘还认得我 将我手里抱着大部娃娃 很友好的笑 请进吧大哥哥 我笑笑 跟着保姆穿过院子 在房门的台阶上 使劲跺了跺脚上的雪 然后进去了 房间里热气融融 喜气洋洋 彩球飘扬 宋明正和女主人 正围坐在餐桌前 两人中间坐着泥泥 桌子中央放着一个大大的蛋糕 一场家庭生日午夜 即将开始 见到我 宋明正有些意外 女主人不动声色 明确是蹭地跑了过来 一边叫 我妈妈让大哥哥 给我送生日礼物来了 说着 你一跑到我的跟前 抬眼看着我 手指头放在嘴里 大哥哥好 这部娃娃 是妈妈给我的吗 我心里一阵感动 一阵酸意 先是冲宋明正和女主人 点头笑了一下 然后弯腰拍拍 妮妮红红的脸蛋 是啊 妮妮 这是你妈妈让我给你带来的生日礼物 祝你生日快乐 有生的日子 天天快乐 妈妈说 她很爱很爱你 谢谢大哥哥 妮妮一声欢呼 把大娃娃接了过去 搂在怀里 将脸蛋贴在副娃娃的脸上 倾尼而入神的 喃喃自语的 身上只有妈妈好 你妈的孩子 先快饱 妈妈 你在哪呢 我的心里很难受 嘴唇实际抿了一下 不敢再看着催人的一幕了 直起身 对宋明镇和女主人 微笑着说了一句 打扰你们了 柳月在外忙碌 不能回来 托我捎带过来的 宋明镇和女主人对视了一眼 然后笑着站起来 谢谢你啊 谢谢你 转门跑这么一趟 请坐吧 女主人也冲我有善地点点头 然后弯腰去抱你你 乖宝贝 咱们先吃蛋糕再玩 好不好啊 小妈切蛋糕给你吃 不 先把妈妈给我大娃娃 宋明镇一扭身挣脱了 抱着大娃娃去了房间 女主人忙站起来 跟了进去 女主人对妮妮的友善和亲爱 让我的心里有些安慰 看样子 妮妮在小妈手里 没有得到冷落 宋明镇看到我的眼神 一直跟着妮妮 还有她的小妈 说了一句 小妈很疼你你的 像对自己亲生女儿一样 你转高六月 让她放心 你你生活得很快乐的 我听了如实重负 抬头冲宋明镇笑了一下 宋局长 我不走了 打扰你们的家宴 不好意思啊 我走了 说完 我转身就走了 等等 我送下你 宋明镇急忙穿上外套 跟在我的后面出来了 从宋明镇穿外套和出来送我的行为 我知道 他想和我单独谈谈 虽然我不知道 他想谈什么内容 我没有拒绝 出了院门之后 我放缓的脚步 走到那花池的队过 等宋明镇跟过来 宋明镇果然跟在我的后面来了 手里拿着一盒烟 打开 递给我一颗 自己也抽出一颗 点燃 然后把打火机递给我 我当然不能奢望他会给我点烟的 能递给我一颗烟 已经是很大的面子了 我此刻也正想抽烟 点着之后 把打火机还给了宋明镇 谢谢总局长 今天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宋明镇眼里的傲慢 和敌视的眼神 或许是因为在他家的缘故吧 宋明镇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然后用友善的眼神看着我 咱们见过好几次面了 你是叫江峰是吧 既然宋明镇不敌视我 我当然也不会敌视他了 我笑的笑 是的 宋局长 咱们开会还见过好几次面呢 上次卫生部部长来视察 就是我采访的 宋明镇点点头 哦 对对对 不错 是的 我记得的 稿子署名就是江峰 你文笔不错呀 写文很成熟 在江海日报上 我经常见到你的名字 多谢宋局长的夸奖 多多批评指教啊 我的心里有些得意 但是我知道 宋明镇跟我出来 绝对不是为了夸奖我的文笔和文采的 柳月在哪里啊 提出到省里去帮忙了 是不是呢 果然 宋明镇很快地就切入主题了 哦 他在西京 在省委宣传部 不过 现在不是帮忙 是调入了 刚不久前办理的手续 已经正是调入省委宣传部了 哦 那 你 你和柳月 宋明镇带着疑问的目光看着我 我 呃 我和柳月 我们是 我刚要说出我和柳月的关系 突然想起 这是一个红线区 一个禁忌的话题 我和柳月的关系 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 于是我紧急闹 紧急转弯 好 我们是同事关系 刘主任是我的老主任 我是刘主任带的兵 哦 那 那你怎么 怎么会在他的家里呢 宋明镇紧盯住我的眼睛 哦 宋局长多虑了 按说我可以不回答你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没有义务回答 因为刘主任和你现在 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 为了让你的心里敞亮一些呢 我还是告诉你吧 我抽了两口烟 伸手抓起一把血 握成一个雪球 在手里掀量着 刘主任调走了 他的宿舍 委托门办公室的同事 轮流去帮忙打扫照料卫生的 那天轮到我 我看电视晚了 就睡在那客厅里了 还有啊 正巧这两次不离的人员 救我清闲 所以 刘主任就抓到我的差 来看看你 希望你不要想多了 我一口一个刘主任 说得很轻松自如 随意洒脱 漫不经心的 宋明镇不由点点头 脸上的表情 生动起来了 哦 呃 讲记者 谢谢你了 要不 一起到屋里 喝两杯酒再走吧 我知道 宋明镇卸下了心里的包袱 虽然柳月 已经不是他的女人了 但是 宋明镇的心里 一定还有柳月的 不然 他不会这么拙意地 问这个问题的 都是男人 男人的心思 换位思考 可以理解 可以想象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 我的猜测没有错 宋明镇的心里 还一直深深地 爱着柳月 至于他和现在的 妮妮的小妈 为什么一直没有生孩子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谢谢宋局长 不了 我还有事呢 我对和宋明镇喝酒 没有什么兴趣 啊 嗯 那也好啊 改篇 到我们卫生局来帮忙 宣传宣传啊 我们卫生系统 有很多值得宣传的东西呢 哈哈哈哈 宋明镇 又热情地邀请起来了 我看着宋明镇 听他说到工作 心里突然很同情他 这个宋明镇的局长 当的其实很窝囊的 虽然是局长 但不是一把手 局里的一把手 是党委书记 这在政府各单位中 是很少见的 局长是二把手 书记是一把手 只因为这书记 监者是政府的副秘书长 这一间 书记就在卫生局 做到老大了 局长不应 下面几个规模较大的 医院院长都不尿他 在一次采访中 我亲眼看见 人民医院内老院长 和宋明镇讲话 一副老师教育学生的模样 眼里根本就没有 把宋明镇 当顶头上司的意思 本来卫生局 对下面的人民医院 中医院等的约束力 就不强 这年头 医院都肥得流油 卫生局虽然是主管局 但是穷得叮当响 这些医院 根本就不尿主管局的 虽然表面上是空顺的 再加上 宋明镇是秘书出身 不懂业务 跟的领导 就是那常务副市长 又进去了 没了什么靠山 自身又缺乏 基层管理实践经验 自然也得不到 那帮院长的尊重 而那局党委书记 是从乡镇党委书记 一步步爬上来的 玩人 玩权 玩心眼 都有一手的 关系很广 资历很厚实 说话底气很足 再加上 见着市政府的副秘书长 说句话 在局里还是比较管用的 我早就知道 宋明镇的尴尬处境了 但我还是很有礼貌地 回答宋明镇 行 宋局长 只要您需要 没问题的 然后宋明镇 主动地伸出的手 我也伸出手 两个男人的手 第二次握在一起 第一次是 以你生病住院 我去探视 我不知道 宋明镇对我今天说的话 有几分相信 也不知道 宋明镇在心里对我 还有几分敌视和面视 但是 此刻在我的心里 宋明镇对我是 无所谓的朋友 也无所谓敌人 那时 我还真的没有 怎么高看宋明镇呢 觉得他的处境好尴尬 这正现级 当了真他妈的窝囊 直到几年之后 宋明镇亲自把那几个 不尿他的院长 送进了监狱 独揽大权之后 我才知道 宋明镇的厉害 才知道 自己小看了宋明镇 和宋明镇握完手 我刚要走 突然听到院子里 传来妮妮 稚嫩的挣扎哭喊声 我不要大妈妈 我不要小妈妈 我不要妈妈 我要亲妈妈 我的心里一阵发酸 眼睛不由的湿润 忍不住想进去抱起妮妮 告诉她 妈妈很想妮妮 妈妈很爱妮妮 大哥哥和妈妈一样 都爱妮妮 可是我看着宋明镇的眼神 理智 终于控制我的感情 我知道 自己不能在宋明镇面前 引起她的任何怀疑 我可以不在乎 我和柳月的关系 大白于天下 但是柳月在乎 我必须为柳月负责 于是我冲宋明镇 微微一笑 使劲咬咬牙 转身离去了 走远了 咬咬咬咬声 还一直在我的耳边 萦绕着 路上 我接到陈静的传呼 速回报社 你父母来了 看到陈静的传呼 我心中大急 老天爷 这俩祖宗来干嘛呢 我急火火腾往回赶 心里充满了猜测 忐忑和不安 当然 对可能来到的风暴 也有了几分心理准备 赶回报社 我把自行车一丢 就往楼上跑 陈静在办公室 给我打的传呼 那我的父母 无疑这会儿 就在我的办公室里了 今天是周末 又是中午 办公室里一般没有人 估计陈静是在办公室里 加班的 一口气跑到办公室 推开门 果然 老爹老娘 正在办公室中间的沙发上 拘谨地坐着 面前放着两杯热气腾腾的热茶 陈静正在笑嘻嘻地 和爹娘说话着 爹 娘 你们啥时候来的 咋不提前后说一声啊 我一进门 就气喘吁吁地说道 见到我 爹娘的拘谨消失了 脸上的表情也放松了下来 娘站起来说道 我和你爹刚到 这家里也没有电话 咋和你说呢 俺们就坐车直接到了江海 打听着就来到这里了 正在大门口 问那站岗的 可巧了 这闺女就过来了 大俺和你爹就领上来了 还真是亏了这闺女了 扬边说 边直至陈静 陈静正坐在那里 笑眯眯地看着我 嗨 别说信我啊 自己人 大家都是革命同志 应该的 我笑了一下 转脸看向爹娘 爹 娘 还没吃上午饭吧 咱们去吃饭去 吃了 刚才这小陈闺女 领我们去了你单位食堂 吃完了 爹插话说道 哦 我又看了看陈静 肚子一阵阵咕咕叫 这才想起 自己还没吃饭呢 陈静突然像变戏法一样 从自己办公桌下面的小厨子里 拿出一个饭盒 递给我 呢 叔和婶子都吃完了 这是给你打的 趁着吃吧 辣子鸡块 你最喜欢吃的 诶 这怎么好意思啊 我客气了一下 接过来 打开饭盒 一股香味 扑鼻而来了 甭客气 先吃吧 我陈静微笑地说道 我不再客气了 狼吞虎咽吃起来了 慢慢吃 没人和你抢的 陈静温柔地说了一句 站起来 走到我的桌子面前 拿过我的水杯 给我倒了一杯水 放在我的面前 喝点水吧 让你操劳了 不好意思啊 我边吃 边客气了一句 爹娘在旁边 看着我和陈静 一直不说话 好像是 被我们这种 亲密的革命 同志友谊 给震住了 然后 我继续吃饭 陈静就和爹娘 继续拉家长 做党报记者的 时间久了 都能练就一项本领 那就是 见什么人 说什么话 适应能力强 比如陈静 我所知道的 接触采访的人物 上次省部级高官 下到村支书 村主任 甚至 种田的老农 养鸡的专业户 都熟悉 自然眼界和知识面 也就比较广了 了解的东西 也就比较多 果然 陈静和我爹娘 拉起家长来 头头是道 家里积木果园 什么品种 价格咋样 成本多少 都能说出个 一五一似的 看着他们三人 聊得兴致勃勃的 我不由赞赏地 陈静一下 很注意照顾 生人面子 吃过饭 我提起爹娘的包裹 爹 娘 到我宿舍里 去休息会儿吧 爹娘站起来 向陈静致谢道别 娘拉着陈静的手 小陈啊 有时间 到俺那儿去耍 到俺家里做客呀 陈静笑容可惧 行 婶子 只要您欢迎 我一定去的 欢迎欢迎 那能不欢迎呢 俺家宝在这里 亏了统治们的照顾了 娘继续说道 晚后啊 还得同志们 多担待 陈静得意地 看到我一眼 我知道 他是在为知道 我的小名而得意的 然后 爹和娘 跟我去了 我的宿舍 一到我的宿舍 气氛 骤骤索然紧张起来了 爹在我办公室 一直忍着 没有抽烟 这会儿 可能是憋坏了 坐在我的床沿 摸出汗烟袋 边把烟锅子在烟袋里 装碎烟 边阴沉着脸 瞪着我 许晴呢 娘也坐在爹的旁边 看着我 宝儿 你和许晴和好了吗 我坐在爹娘对面的凳子上 垂头不说话 娘急了 过来拍我的肩膀 说话呀宝儿 俺和你爹天天在家等你把续琴带回来呢 这一等二等不见 俺们都急了 就过来看看 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 我和他分手了 我呜声呜气地说了一句 你 你个逆子 你看来真的是要一条死胡同走到底了 是不是 爹气地一下子蹦起来了 手里的烟袋锅子差点敲到我的头上 傻儿子 续琴哪里不好啊 哪里比不上你那大一行的女人了 你这是着那么往来呀 娘坐在那里抹着眼泪 这婆娘比男人大十二岁 自古也没听说过呀 咱家这是哪辈子做了孽 老天要惩罚下来了 你说的那个女的在哪里 我和你娘去见见她 爹怒气冲冲地说道 我看见她见了我 是叫我大哥 还是叫我大叔 她不在江海 她在很远的外地工作的 我回答爹娘 她是个很好的女人 续情也很好 但是和她不是一个类型的 无法比较 反正我就是喜欢她 憋气地换身发抖 你 你是要把我气死吗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你就甭想做这个梦 她在外地 那正好 时间长了不见就忘了 你现在就带我和你娘 去找许晴 当着我和你娘的面 和她和好 我不去 我坐在那里不动 不想思索地回答道 好好好 我叫你不去 我这就去你单位 找你领导反应 状告你这个父亲的陈世美 让你领导把你发配 回老家去种地 叫你再做黄粮美梦 爹火气大了 碰得站起来 就要出去了 我一听 害怕了 当然不是害怕 被发配回老家种地 而是害怕这时闹大了 会波及到柳粤 会伤害到柳粤 我知道 爹要是发起火来 可是真的说到做到的 娘也害怕了 她一定是害怕 我真的会被发配回老家种地 那她这么多年的心血 不就白费了吗 忙拉住爹 然后对我说道 鲍儿啊 别惹你爹生气了 和你爹 好久没见续情了 也想看看他呀 乖儿子 听娘的话 咱们去找续情吧 我一时无计可施 赶紧借颇下礼 答应了爹娘 随后 我们一起出来 坐公交车 去了江海大学 很快的 就到了 晴儿的宿舍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欢迎继继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25集 到了晴儿的宿舍门前 门虚掩了一条风 我站住 对爹娘说道 你们进去吧 爹瞪着我 说的什么屁话 去 敲门 带我们进去 我正犹豫着 门突然开门 晴儿端着洗脸盆 正要向外倒水 看见我和爹娘 晴儿有些意外 不由他一生 随即 苍白的脸上 浮现出两片红韵 不再看我 却冲着爹娘叫起来 叔 婶子 你们来了 来来来 屋里坐 说着 就往屋里让爹娘 爹娘见了晴儿 那脸色刷的 是阴转情 脸上都展开的笑容 我知道 爹娘的笑容 一方面是 见了晴儿的欣喜 在他们的心里 早已把晴儿 当成自己闺女来疼 另一方面 是出于对晴儿的歉意 他们的宝贝儿子 抛弃了人家 做爹娘的 自然要觉得惭愧了 亲亲 我和你说 专门从老家来的 来看你们的 娘拉住 晴儿的手 边进屋边说 娘见了晴儿 一直喜欢叫她亲亲 爹也如此 爹跟在娘的后面 进了屋子 我跟在爹的屁股后面 垂头丧气地进去了 晴儿的房间 还是一如既往的那样 清洁丽丽 房间里还有暖气 空气中 飘着一股淡淡的 中药味道 晴儿和娘坐在床沿 我和爹 坐在屋里的两张方凳上 晴儿忙着找杯子泡茶 倒水 先给了爹娘 然后也端了一杯 站到我的面前 OK 我不知道 晴儿有没有看我的脸 因为我一直低着头 我忙接过水杯 没有说话 然后爹喝水 不说话 娘拉着晴儿的手 坐在床沿 满脸刺香地看着晴儿 晴晴 看你脸色不太好啊 是不是身子最近不大舒坦呢 啊 喂 身子 我挺好的 晴儿 轻轻地笑了一下 您和叔的身体 还好吧 这一句话 印出了话头 好 还好 我和你身子的身体 原来一直都很好的 就是最近 不好啦 我一直在喝中药 啊 你婶儿的身子呢 睡觉 也没有以前踏实呢 爹坐在凳子上 啪唧啪唧地抽着老汗烟 门头说道 散啦 晴儿看看爹 又看看娘 娘没有说话 拉着晴儿的手 用疼爱的眼眶 看着晴儿 还不是让这个东西 给气的吗 爹站起来 用汗烟带指着我 这个畜生 刚找找工作 就当了陈世美 晴晴 教二哥 我和你身子来 就是专门带她来认错的 让你们俩和好的 是啊 晴晴 宝宝找了抹了 入了邪路 她要是敢带别的女人回家 暗地一个不答应 安老江家的儿媳妇 就只让你 娘也接着说道 宝宝中的邪 欺负你 对不住你啊 你也别生她的气 其二哥 就让她当着俺 和你叔叔的面 给你认个错 你俩就和好吧 还像以前那样 等过年 到沈子家来过 沈子做好吃的给你吃 晴儿没有说话 看着爹 看着娘 然后又看着我 眼圈一阵发红 突然扑到我娘的怀底 痛哭起来了 晴儿哭得死心裂肺 伤心欲绝 哭得无比委屈 仿佛要把这些日子的 所有机遇和悲伤 全部倾吐出来 娘搂着晴儿 也不禁磨起了眼泪 立站在旁边 不住地摇头叹息 我坐在那里 很难过于晴儿的哭泣 晴儿和我这么多年了 我还从来没有听她 这么伤心地哭过呢 我的心里一阵阵地酸楚 我对晴儿充满了愧疚和怜惜 但是我心里更多的是矛盾 更大的是 对柳月的坚定执着的爱 对柳月的爱 坚决地压倒了 对晴儿的迁疚 在那一刻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此生无论生与死 无论爱与恨 无论分与何 无论风和雨 无论未来我和柳月 能否在一起 我对柳月的情 对柳月的爱 将永不泯灭 永不褪色 永不枯竭 爹娘带我来道歉的和好之旅 反而更加激发了我的叛逆性格 更加坚定了 我对柳月的爱情信念 我当然也就不可能按照 爹娘的意愿和情儿和好 等情儿终于哭完 爹娘用热毛巾 给情儿擦拭碗红肿的眼睛 娘看着我 宝儿 回来了就好 家儿哥 你当着俺和你爹的面保证 以后好好地带情境 不再和那个女人来往 入了邪道 回来就好啊 别也看着我 快说 给情境赔礼 和情儿和好 我倔弦地抬起头 看着侧面的墙壁 嘴里吐出三个字 对不起 快说 接着说呀 娘嘟嘱 搂着情儿的肩膀 情儿的身体 仍在轻微的抽搐 眼神看着地面 我咬咬牙 又说出三个字 忘了我 情儿的身体微微一颤 接着就闭上了眼睛 瘫倒在娘的怀里了 宝儿啊 作孽啊 娘指责完我 又忙去安慰情儿了 我的这三个字 引发了爹的怒火 爹抬起脚 就冲我坐的凳子 踹过来了怒吼着 畜生 你给我跪下 我扑通一声 跪在爹的面前 脖子梗直直的 爹脱下鞋子 老汉不屑的鞋底 就开始雨点般地 落到我的背上 我咬紧牙根 不躲 也不吭声 任凭爹狠狠地 用鞋底 抽打我的灵魂和肉体 情儿清醒过来了 忙下床扑到我的身上 护住我的身体 叔 您别打他了 别打了 爹也打累了 气得蹲在地上 扶着额头 哎 家门不幸了 除了这么一个逆子 儿啊 你这冲了啥血呀 咋这么久还不回头呢 娘在旁边抹着眼泪 我跪在那里不动 推开情儿的身体 我没有中鞋 不就是没有中鞋 我的声音仍然是无比的倔强 情儿默默地站起身来 回到床边 和娘坐在一起 婶子 俺们俩的事 您和叔就别操心了 您和叔的身子重要 别气坏了身体 您和叔疼俺 俺知道的 俺也一直把您和叔 当自己爹娘看的 宝宝哥是大人了 他做事情 一定有自己的考虑的 你们也别太勉强他 情儿以前一直叫我风格的 这次他竟然叫我宝宝哥 称呼我的小名 这让我很出乎意料 接着 情儿又走过来 拉拉我的胳膊 起来吧 我站了起来 正在这时 外面传来喊秦儿的声音 许晴 开会时间快到了 抓紧走了 秦儿看看表 对外面喊道 知道了 马上就走 秦儿下午要开会 我和爹娘也就告辞了 秦儿送我和爹娘出门 爹和娘唉声叹气 愁容满面 爹娘走在前面 我走在后面 秦儿在我的后面 走了几步 我转身 看着秦儿 又一次低头 对不起 秦儿第一眉顺眼 站在我的对面 低语道 他真有那么好吗 我没有回答 因为我不想刺激秦儿 我看着秦儿憔悴的面容 心里阵阵酸楚 说了一句 多保重身体 秦儿没有回答 抬起头 看着我 明亮的大眼睛 水汪汪的 为什么 我无语 两人就在秦儿宿舍门前的雪地里 默默地站着 我想让秦儿先走 可是 他不说 甚至连开会时间快到了 都不着急 就那么站在那里 一阵北风水过 卷起片片雪花 钻进我的脖子 停留在秦儿的头发上 我默默地站着 承受着心灵的煎熬 秦儿 快走啊 开会时间到了 再迟到 要扣奖金了 兰姐气喘吁吁地走过来 兰姐的到来 解救了我 哟 怪不得 俺们的许秦同志不去开会呢 原来是江大记者来了 兰姐看见我 打去道 看来到目前为止 她仍然不知道 我和秦儿分手的事情 我冲兰姐一笑 好 兰姐好 走吧 秦儿平静地对我说了一句 然后转身看着兰姐 兰姐 咱们走吧 我忙和兰姐道别 转身离去了 去追赶走远的爹娘 背后传来兰姐的声音 秦儿 你怎么了 眼睛这么红重呢 是不是小江欺负你了 告诉姐 姐给你出气 兰姐 没事的 我这是被风吹进沙子 吹了眼睛 秦儿回答兰姐 秦儿很爱面子 她绝对不会将我和她的事情 说出去的 我了解秦儿的性格 当天下午 愁绪满怀的爹娘 拒绝了我留他们 住几天的一再挽留 乘坐最后一班公共汽车 回了老家 就在我把爹娘送到车站 公共汽车刚驶出车站不到一分钟 我收到了柳月的传呼 阿芬 方便回电访 月 我急忙找最近的公用电话 给柳月打传呼 我在外面 三十分钟之后 我在你宿舍 打完传呼 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柳月的宿舍 当我气喘启启的 在柳月宿舍里坐了有两分钟 坐起电话响了 我一把抓起电话 月 我刚回了几分钟 电话里传的柳月娓娓的声音 跑上脑袋吧 我听见你的呼吸很粗重 是的 我幸福的傻笑起来的 你你的生日 今天好不好玩啊 好玩好玩 我给你你带了一个大部娃娃 说是妈妈给买的 你你这样的高兴得不得了 抱着娃娃就亲了 就好像是在亲妈妈 你你的爸爸和小妈在家里 给你你举办了隆重的生日宴会 买了大蛋糕 还有彩气球 我生动地向柳月描述着 增添了一些虚拟的情节 为了让柳月开心 柳月果然很开心 在电话那段 发出了开心的笑声 其实 你你虽然是后妈 但是 那小妈对你你其实很疼爱的 因为她自己 一直没有能生日 刘月一会儿说道 是的 我看到那小妈对你你很浇惯的 你你好像不大买她的账 她也不气恼 我接过话头 你你的爸爸也和我说了 说你你的妈妈 对你你是不错的 你今天和宋明正 单独交谈了吗 是的 我接着把宋明正 交谈的内容 告诉了刘月 然后说道 月 你说 我这么回答她 行不行啊 行 你回答得挺好的 我们俩的事情 如果现在暴露在熟人和阳光之下 那就翻天了 乍赢了 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我想想都恐怖呢 但是等以后 我们就会在一个自由的天地里 自由的生活 我现在感觉 我们好像是地下工作者呢 刘月的口气比较轻松 你回答她的第二个问题 很明显 但又想压制她的情节 想让她知道 我混得比她好 是不是 是的 是有这么一点意思 你啊 还是小孩子脾气 在这方面 没必要这么争强好胜 不做夫妻 还可以做朋友 既然是朋友 应该为对方的进步 而祝福和高兴的 不要试试都去比较 去压制 没意思的 我看她以前 看我都是齿高其扬的 很牛逼哄哄的 我就来气 正好借你打压她一下 我离去词穷地说道 还有阿杰 这个宋明证 其实很窝囊的 这个局长在局里是二把手 书记是一把手 我看下面医院 几个院长都不尿她 听我把话说完 刘月说道 嗯 卫生局的情况 很特殊的 这事我早就知道了 那书记资格资历 都比较老 还见着市政府的 副秘书长 就是这么一见 全力就应了 刘月平静地说道 来日方长 宋明证年龄也不大的 她有的是时间 有的是机会 别看现在她有点污呢 下面的院长都不尿她 但是笑在最后的 才是最终的胜利者 阿峰 宋明证这个人 我很了解的 不要小瞧她 她做卫生系统的 业务不行 但是 很官场 以后你就知道了 我听见刘月赞扬宋明证 心里竟然没有吃醋 和不高兴的感觉 或许是我自己 现在已经对刘月 很有自信了 自信没有人 可以夺走我的刘月了 天气冷了 晚上自己要多盖一床被子 出门多穿点衣服 马路急雪打滑 骑车注意安全 刘月又叮嘱我 我一一答应着 心里暖融融的 对了 你搬到我宿舍住了吗 刘月问我 哦 还没呢 最近事情太忙 没来得及搬呢 我撒了个慌 你宿舍没有暖气 太冷了 晚上以后就在我宿舍住吧 听话 抽空把那单身宿舍 退了算了 刘月说道 哦 我口头答应着 但是心里却总觉得 有点不大对劲 到底是哪儿不对劲 说不出来 反正我是没打算 搬到柳月宿舍来住的 和柳月打完电话 我踩着厚厚的积雪 回到我的宿舍 在冷冷的冬夜里 全坐在冰冷的被窝 挨过一个寂寞 而冷落的寒夜 冷寂的夜里 我想起了柳月 想起了晴儿 想起了爹娘 我辗转反侧 一夜未眠 突然感觉自己 很寂寥 很迷惘 第二天 按照部里的工作安排 我到下面的一个山区县 去采访 采访对象是一个 深山里的养牛专业村 我正好心情 比较忧郁和压抑 也想去山里散散心 希望在冰天雪地的大山里 找到另一个自我 我先去了县委宣传部 在新闻科一位 干事的陪同之下 取车直奔大山 奔向我预定的 那个采访村 没想到 这个村的地势 竟然如此险要 212吉普车 在山道上 磕磕碰碰的 一直在向上爬 蜿蜒曲折的 在大山里 爬向了 接近三个多小时 在一个 接近山顶的 广泊处停下 接着 汽车 又沿着一条 弯弯曲曲的山路 往前走了 一个多小时 新闻干事才对我说 将记着 十五村到了 我渗透看着周围 连绵而陷峻的群山 看着眼前这个 散落在山坡上的几户石头房子 就是这里吗 是的 这里是村长家所在地 也就是村围所在地 这村有九个自然村 散布在周围的山谷和山坡处 我看着周围山谷里 散落的几户房屋 无疑就是这行政村中的 其中一个自然村了 看着这深山里 近乎于残垣断壁 组成的破旧村落 我不由得肃然其境 赞叹生命的顽强和执着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 这个处于大山深处的 封闭落后村 近几年 立足当地山区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养牛业 老百姓解决了温饱问题 并开始走上了 稍有积蓄的生活 这对一个长期 被温饱困扰的山村来说 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而在江海的北部山区 还有不少挣扎在温饱县上 致富无门的贫困村 石屋村的经验 无疑具有典型的宣传仪 在老村长带领之下 我全面了解了村子的情况 了解了这几年养牛业发展的状况 并实地查看了养牛户的家里 听取他们的真实说法 虽然党报新闻经常流于假大空 但是我还是尽量想多采访到一点 真实的东西 下午日落时分 采访顺利结束 准备下山 在大家休息的大空 我在村子里随便溜达 这一随便就溜达到村后一排石头房子面前了 四间石头屋 前面是一个三十多平方的空场 中间竖着一根旗杆 上面一面国旗在寒风中烈烈飘扬 这是村里的学校 我一时来了兴趣 信不走过去了 时间已经是傍晚 院子里很安静 在院子一个角落 指着一个灶台 冒出了鸟鸟的炊烟 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 正坐在灶台前 边往灶堂里填树枝 边抱着一本书在看 我静静地走过去 站在小姑娘身后看去 小姑娘看的是语文课本 正在学习呢 您找谁 正在这时 我身后传了一个浑厚的男中音 她的说话声也惊扰了小姑娘 小姑娘忙回过头来站起来 好奇地看着我 我回过头去 看到一个中年男子 面色油黑 眼神有神 神态朴实 衣着朴素 正带着友好的眼神看着我 哦 我 我是经过这里的 随便进来看看 我忙说 请问您是这学校的吗 还有 你们是 这是我们十五村办小学 我是这学校的老师 姓王 这孩子 是我的女儿 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礼貌地回答道 我一听 肃然起敬 原来 他是这所山村学校的老师 我顿时来了兴趣 在校长的邀请之下 坐在旁边的木凳上 王老师 咱这十五小学 有多少学生啊 一到五年级 总共十三个娃 王老师憨厚地回答道 啊 那 有几个老师呢 就我自己 我是这五个年级的班主人 带他们所有的课程 王老师淡淡地说道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二十六集 我被震动了 那你在这里 看了多少年了 我是这村里 唯一的高中生 高中毕业 就在村里 干明板教师了 到现在 又十六年了 我继续被震动了 你 你竟然干了这么久 的明板教师 是什么力量 支撑你干了这么久呢 我以为 他会说出一番 豪言壮语 王老师沉默了一会儿 往灶堂里添了几根树枝 为了有朝一日 能转成工班老师 那样 我就吃上国库粮了 工资也就高了 孩子以后的发展 孩子以后的发展 也就有着落了 那你什么时候 能够转上呢 不知道 等吧 反正已经等了十六年了 国家总会解决 明板老师的问题吧 王老师浑浊的眼睛底 发出了蜥蜴的光芒 我的内心被强烈震撼 当即决定 留下来 继续采访 我安排车子和新闻看事回去 一周后来接我 我借宿在村长家的西厢房 开始了我新的采访活动 山里没有信号 BB机自然也收不到 柳月的窗户了 我只能在夜晚的冷气和静谜里 寄托着对柳月的思念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 我每日都和王老师在一起 和学校的孩子们在一起 听他们上课 和王老师攀谈 十三个山里娃 分属于五个不同的年级 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 王老师一般先是 从一年级教起 依次进行 最后是五年级 所谓年级 也就是一个班 一个班 也就是两到三名学生 课本只有一套 是王老师自费买来的 用牛皮纸包着书皮 大家轮流用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王老师的教学很正规 每天早上升国旗 带领大家唱国歌 然后开始上课 中间还带领孩子们 做课检操 放学之后 安排孩子们站好队 依次出校 看得出 孩子们对王老师都很尊敬 进校门见了王老师 都打敬礼 嘴里叫着 王老师好 山里穷 大山深 出不去啊 娃子再不读书 不上学 将来就是正眼下 就更走不出这大山了 王老师对我说道 我从村长口里知道 王老师高中毕业后 本可以在城里找份工作的 但是看到山里的娃子 没人教 没人管 自己主动要求 做了村里的民办教师 从此 就开始了16年如一日的 执教生涯 王老师对孩子们很好 很疼孩子们 教学质量也很高 15小学 每年小学生初中的升学率 都是100% 王老师教出的学生 有五个初中毕业后 考上了中专 还有一个 前年高中毕业后 考上了江海大学 这是村里解放后 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我还了解到 王老师的妻子 受不了王老师 做民办教师的倾苦 和山里的贫瘠 三年前 撇下孩子 悄悄地下山走了 到了哪里 也不知道 从此 王老师就既当爹 又当妈 带着女儿 持住在学校 采访越深入 我的内心 就被更多的感动 所重斥着 你自己一个人 带着孩子 很辛苦的 坐在学校门前的 大石头上 我和王老师 眺望看不到头的远山 习惯了 做民办老师 收入低 没地位 孩子妈妈跟着我 也受了很多苦 她离开 我不怨她 等我以后 转成了公办 她或许 就会回来的吧 王老师 入神地看着 无垠的天空 带着对未来的 美好 憧憬 和期望 你有没有想过 带着孩子下山呢 我看着王老师 两边的白发 我想 十六年前 那里一定是乌黑的 想过啊 可是 我走了 这里的孩子怎么办呢 相里相亲的 都是自己的娃 不能撇下他们不管 这做人哪 得讲良心 看着王老师 我突然有一种 想哭的冲动 一个十六年前的 高中毕业生 风华正茂 意气风发 却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 给了这片大山 给了这山里的教育事业 这是一种 何等壮丽的 平凡中的伟大呀 采访结束 临走前 我把身上 仅有的一百八十元钱 应塞到王老师的手里 这点钱 给孩子们 买书本和奖剧吧 王老师执意不受 两人推诿起来了 直到王老师 看到我的眼圈 开始发红 才勉强收下这钱 下山前 王老师带着全小同学 排成整齐的队伍 还送我 谢谢江叔叔 江叔叔再见 我心中大痛 不忍在回眸 侧身摆摆手 转身急速离去的 此刻 我特想把我的心情和感受 告诉刘月 回到江海 我带着满腔的激情和冲动 连夜赶出的一篇人物通讯 大山深处的坚守 将王老师的动人事迹 和朴实无华的奉献精神 尽我所能 表达于彼端 当又一个黎明来临的时候 我写完了稿子 上班之后 我即刻上交 在将稿件送交本报的同时 我还直接传真给了 省委机关报 江东日报 和中国教育报 第二天 江海日报 在头版头条 刊登了我的稿件 第二天 江东日报 在第二版头条 刊登出来 第三天 中国教育报 在头版显著的位置 也刊登了 三家报纸的题目 都没有变 都是 大山深处的坚守 其中 江东日报 配发了评论员的文章 中国教育报 还特别加了 编着安语 我又一次成功了 又一次 在我的圈子里 引起了轰动效应 报社的领导同仁 见了我 都敲口称赞 说这是一篇 人物通讯中的家族 肯定能获得 省力今年的 最好新闻奖 刘飞的脸上 也带着赞扬 和恭喜的表情 虽然我觉得 那表情 多少有些勉强 真正的好新闻 来自于基层 来自于生活 来自于群众 来自于实践 扑下身子 抓好作品 江峰就是一个好力 马书记 报社全体员工大会上 对我进行了表扬 大家的赞扬 虽然让我有些得意和满足 但是我最渴望的是 来自于柳越的表扬 却迟迟味道 我深深体会到 我此次收获的 并不仅仅是一篇好新闻稿 我收获最大的是 从王老师身上感受到那种 心灵的感动 和思想的升华 我迫不及待地 想和柳越 一起分享这种感觉 我知道 作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 每天看报是必然的 柳越是一定看到了 我发表在省报 和中国教育报上的文章的 那么 为什么 我没有收到他的祝贺呢 不知才想起 昨天是周三 我应该收到柳越的信的 然而 却没有收到 同时 柳越也好久 没有给我打船户了 又过了一周 我仍然没有收到柳越的 任何消息和信息 我给他打船户也不回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的心里越来越不安 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 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决定请假去西津看看 我带着忐忑不安 而又烦躁的心情 直接到长途汽车站 去坐车了 在车站 熙熙嚷嚷的人群中 我一扭伸 突然见到了 站在我身边不远处的老三 在出站口 正伸着脖子 往里张望 我迅速戴上羽绒服的帽子 扭转身 不让老三看到我 一会儿 我听见老三在叫 清二 过来 我在这里呢 接着 我听到清二的声音 谢谢您老三 这么浓的天来接我 清二和老三说话 与其很客气 怎么样 去省城学习半个月 收货大不大呀 老三接过清二手里的行李 挺好的 学习很有收获 学习间隙 我抽空去拜访几个同学 还替兰姐 去看望了几个大学同学 两人边交谈 边向外走 原来 清二去省城学习归来 老三来接他的 我无心去品味他们的交谈内容 像做贼一般 怀着难以名状的感受 等他们走远了 急忙进站上车 直奔西京 直奔流月 傍晚时分 寒风撂桥之中 我满怀奇异和不安 还有无端的猜疑和寂寥 抵达了西京 从车站下车之后 我给柳月打了个传呼 姐 我一到西京 我没有征得柳月的同意 就来到西京了 我不知道柳月会不会生气呢 但是我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 这么久没有柳月的消息 我心中已经快急疯了 如果再不来 或许我就真的疯了 打完窗户 我在公共候车厅 等公共汽车 连不停地看着我的BB机 可是十分钟过去了 一直没有得到柳月的回复 我不禁心里有些发毛 柳月便是出差了 不再西京 那我可就惨了 白跑一趟 看看将近下班时间了 我急忙又跑到公用电话厅 咬咬牙 狠狠心 拨打了柳月办公室的电话 为了不打扰柳月 我自那一次 打到张处长办公室之后 就再也没有给柳月办公室 打过电话 今天不行了 柳月没有任何消息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何况 我已经来到西京 找不到柳月 我怎么能罢休呢 电话打过去 一直没有人接 估计都是下班走的吧 我别无他法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硬着头皮 打到张处长办公室 希望他能在 希望能从他的那里 得到柳月的消息 电话打通了 电话里传来熟悉的 张处长浑厚 而充满磁性的男中英 喂 哪里啊 我 张处长 您好 我是江海日朴的小江 江峰 我急忙说道 哦 小江啊 哈哈哈哈 张处长显然对我的印象深刻 而且印象破家 语气很有善 你可真会打电话呀 啊 我刚要下班呢 你就打过来了 再晚半分钟 我就关门走人了 怎么 有事吗 哦 是这样的 我急忙说道 我有急事想找刘主任的 可是 打他办公室电话 一直没有人接 啊 都下班了 刘月刚走了大约十分钟吧 说是 去江东日报社办点事情 有什么急事 要不要我回头转告他呀 张处长显然以为 我人在江海市 我一听 很傲丧 我要是刚才不打刘月传呼 直接打刘月办公室电话 不就找到他了吗 哦 那算了 谢谢您了张处长 不麻烦您了 我打他传呼吧 我急忙说道 哦 那也行 那就再见了 张处长显然急于下班 张处长再见 我挂断了电话 打完电话 我的心里沉甸甸的 刘月不在办公室 打传呼又不回 看来 我还是直接去他宿舍吧 他总归是要回宿舍的 逐一一定 我决定 坐公共汽车 直接去刘月的宿舍 正在这时 我的传呼急响了 一看 是刘月打来的 到江东日报社招待所四楼 420房间 刘 我心中狂喜 怪不得张处长说 刘月到江东日报社去了 原来刘月接到我的传呼 直接去江东日报招待所 开好的房间 在那里等我呢 可是 我不由又很奇怪 刘月有宿舍 自己单独的一套房子 干嘛要去招待所开房间呢 这好好的宿舍不住 在外面花钱开房间 多浪费啊 我心里不仅有点埋怨 刘月的铺杂浪费 又一想 或许是天气太冷 刘月宿舍的暖气不好 怕我着凉 所以才会在招待所开房 我们这么久不见了 今晚自然是要彻夜大战的 这一大战 自然免不了登开被子 痛痛快快的 肆意作为 暖气不好 还真不大方便 刘月考虑得真主要 我心里不由得暖暖的 一想到 即将开始的二病四魔 浓情蜜意 还有 炽热焦和 疯狂抽插 我的身体里 不由得 开始涌动着一股一股的春潮 又看着柳月打给我的船壶落款 不由得有些意外了 柳 怎么会是柳呢 以前落款都是月 这次怎么成了柳呢 柳月在平时给我打船壶 落款都是月和柳月 交替使用的 从来没有用过柳 这次从月到柳 我突然感觉到了一丝冷意 这次凉意 从我的后脑勺涌起 直到我的头顶 在脑门处打了一个旋 然后就不见了 我很快地 就为自己找到答案 柳月留的落款名字 一定是柳月 一定是 传户台的小姐 把柳月两个字给省略了 单独留了一个留 即将见到柳月的喜悦 把我所有的疑虑和不安 还有猜疑 一扫而光 我急匆匆地 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快 到江东日报社传户所 在江东日报社旁边 冬季的白日很短 才刚到下班时间 天色已经开始黑了 花灯出上 下班的人流和车辆 在马路上 形成一股奔流高峰 出租车走走停停 还不时地遇到红灯 我急不可耐 一个劲地 催促师傅快点 恨不得一下子 飞到柳月的身边 我的大脑里 充满了动情的憧憬 和热烈的冲动 我想 柳月此刻 是已经买好酒 和佳肴 在房间里等我了 或许 他已经洗完澡 换上了棉睡衣 正在吹头发了 我在想 进了门 首先一定是一顿 浓烈的亲吻和拥抱 然后 是直接倒在床上 做爱呢 还是先吃饭 喝上几杯酒 再洗澡 上床 然后 开始一夜的 柔情蜜意 和难忘春宵 想到柳月的 风情和柔嫩 还有那无比的 炽热和妩媚 我的心里痒痒的 浑身的血液 已经开始奔流 笼子里的小小鸟 已经忍耐不住 想要飞得更高了 终于到了江东日报社的招待所 一座闹市区里很安静优雅的六层楼宾馆 档次不低 我下了车 三步并坐两步走 飞速地跑到420房间 一把推开门 气喘吁吁的 进门就喊 姐 我来了 喊完之后 我不禁一愣 房间里灯光明亮 很安静 没有我想象中的美酒和佳药 也没有沐浴后 风情万种 等待我采摘的柳月 只有一个身穿深色风衣 背对着我 两手插在口袋里 静静眺望窗外城市夜景的柳月 听见我的声音 柳月缓缓转过身子 江峰 你来了 声音缓慢而平淡 很轻 很陌生 很客气 还很冷 我看见柳月脸上的表情 不禁大吃一惊 满腔的热情 仿佛突然掉进了冰窟 好像被一盆冷水浇到头上 我一时被柳月脸上的表情 惊呆和震慑住了 站立在房间里 半上没有说话 才这么短时间不见 柳月的面容像是变了一个人 苍白而憔悴 眼神暗淡 眼泉发黑 嘴唇毫无血色 脸颊消瘦 更让我心惊胆颤的 不仅仅是柳月面容的巨变 而是柳月 看着我那忧怨寒恨的目光 和冷若冰霜的眼神 仿佛面对的 不是自己日思夜想的阿峰 而是刻骨怨分的仇人 还像是幽深岁远的莫读人 这到底是怎么了 柳月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呢 做贼心虚的我 两股战战 积悦而不能立 我的脑子里开始飞速盘算着原因和对策 心中突然想起 在车站 遇到在西京学习的晴儿 想起晴儿说的 批蓝姐 看望大学同学的话 难道是晴儿 我的脑门一阵阵眩晕 我实在想不出 柳月还有别的能对我如此的原因 但是 我很快又否定了自己 依照晴儿的性格 她应该不会这么做的 她不是这样的人 那么 或许是 柳月这段时间提拔只是受挫 心情才会如此之差吧 我心里安慰着自己 很快地强作震惊 勉强笑着 看着柳月 又重复了一遍 姐 我来了 此刻 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只能鸡鞋地重复着 这次 我的声音没了欢乐 充满了弱弱和无力 坐吧 柳月慢慢地 坐在左边的单人沙发之上 指着她 对过的单人沙发 淡淡地说道 柳月的身体 好像变得十分虚弱 呼吸好像变得很困难 胸口起伏得很剧烈 坐在那里 也似乎需要双手 扶住沙发扶手 才能支撑住自己 我老老实实地坐好 规规矩矩地 坐在柳月的面前 就像我第一次 跟随柳月出差 夜晚 柳月第一次打电话 让我到她房间里 谈话那般的 反正和拘谨 当时 我和柳月坐的位置 和现在一模一样 命运真会开玩笑 画了一个圈 坐在那里 我们都没有说话 房间里的电视也没有开 我们都在沉默中静坐着 窗外传来城市 汽车的喇叭声 夜色 已经完全笼罩的 这座城市 沉默 不在沉默中爆分 就在沉默中灭亡 我虽然目光下垂 但仍能感觉到 柳月寒冰一般的目光 在死死地盯着我 感觉到柳月的胸口 在急促地 呼吸起伏着 姐 你怎么了 最近出什么事情了吗 身体不好吗 工作不顺利吗 我一直得不到你的信 和BBG信息 把我寄坏了 就没和你打招呼 就自作主张来了 你该不会是因为这个生气吧 我忍不住 鼓起勇气 抬起头 终于发话了 发出一连串的疑问 而且自作聪明地 先装酣卖傻 进行自责 把柳月冷漠的原因 归咎到这个方面 柳月面无表情 睁睁地盯着我 一会儿 轻轻地摇摇头 否定了我的一切疑问 然后轻轻而淡淡地 从口里吐出几个字 吃饭了没 哎呀 你不说 我还要说呢 我快饿死了 我夸张地笑着 努力地 想让房间里的气氛 缓和起来 中午就没吃饱 就等今天晚上 饱餐一顿呢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 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 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27集 我的努力 似乎没有什么效果 柳月的嘴角 都没有半思笑意 伸手摸起 插机上的电话 拨打几个号码 一会儿说 麻烦给420房间 送两份套饭过来 费用结在房费里 打完电话 柳月又不说话了 站起来 走到窗口 双手插在风一口袋里 沉默地看着窗外的夜色 我咬咬牙 也站起来 走到柳月的身边 站在她的身后 突然伸出有力的背包 从后面 抱住柳月的身体 姐 我想你 便说 我便像往常那样 将脸 披到她的脸颊和脖颈 嘴巴 也触到了她的耳边 此刻 我的心里 没有丝毫的欲念 脑子里 唯一充斥的就是 希望能从这一动作里 得到柳月 对我的热情的反馈 哪怕是一点 微小的顺从和迎合 也会让我感到 温暖和安慰 我无比希望 此刻能通过这一尝试 抓到救命稻草 然而 我却连一根稻草 都没有抓到 我甚至 没有摸到稻草的末梢 抱住柳月的那一刹那 我感觉到 柳月的身体很冷 很僵硬 很排斥 柳月浑身一震 突然就扭身 奋力挣脱我的怀抱 转过身 瞪着我 咋了姐 不想让我抱抱你吗 我好想你啊 我脸上的表情在笑着 放开的柳月 尴尬地站在那里 心却一个劲地往下沉 一种巨大的不祥之感 开始弥漫 柳月如此对我 难道是她知道了 我和秦儿的事情 难道真的是秦儿 利用来西京学习的机会 来找柳月摊牌了吗 想起柳月和我说过 她不能原谅彼此之间 存在欺骗的话 我的心 狂烈地 开始坠坠不安起来了 柳月没有说话 平静地注视着我 嘴角抿得紧紧的 鼻腔里突然重重地 呼吸出一团气 眼神里 充满了忧郁和哀伤 还有浓郁的绝望 和忧悦 我被此刻柳月的眼神 吓住了 我第一次 从柳月的眼神里 看出绝望和忧悦 特别是绝望 我呆地在那里 动也不敢动 心中充满巨大的疼爱和爱怜 都是对柳月的 但是我不敢再接近柳月了 柳月那冷冷的眼神和身体 让我丧失了 肆意妄为的胆量 正在这时 饭送过来了 服务员将两份套饭 轻轻地放在沙发之前的茶几上 悄悄关门推了出去 吃饭吧 都吃掉 两份都是你的 柳月又转身站在窗前 背对着我 口气不容分辨 我听话地坐下 默默地吃饭 口里一望香甜的饭菜 此刻如同在嚼木渣 我急急地吃着 便偷眼看一眼柳月 柳月处理在窗前 背对着我 一动不动的 我竟然将两份套饭都吃光了 不知道是怎么吃进去的 也不知道 是咸是淡 是甜是辣 看我吃完饭 柳月过来 坐下 打电话吩咐服务员 把餐具和垃圾收走 打扫好我的站长 等服务员收拾停档 关好房间的门出去 柳月坐在我对过的单人沙发之上 突然 重重地 戳了一口气 接着平静地说道 家风 正好你来了 我们谈谈 我知道 严峻的时刻来到了 谜底即将解开 我心情紧张地坐在那里 等候柳月的发露 我不知道 即将开始的是什么 我的情绪已经开始往下陷落 正在往一个无敌深渊里陷落 但我仍然在挣扎着 不放过一丝一毫的机会 我坚信 哪怕是星星之火 也可以燎原 虽然我现在看不到那行星之火 最近工作忙吗 柳月轻轻地问了一句 还是那样 我死声回答 前些日子金山了 柳月一定是看到我那篇稿子的 是的 金山采访了 看到那篇稿子的 在审报和中国交易报上 都看到的 写得不错 很有新闻价值 很具有典型意义 柳月继续轻声地说道 我的心里一阵宽慰 柳月和我说话的语气 分明是在渐渐缓和 在表扬鼓励我 我的心开始在滑向深渊的过程中 起起落落 我甚至抬眼看了一下柳月 正看见柳月眼里的抑郁和怨愁 我的心一跳 忙低下头 顶着自己的脚 没说话 家里都还好吗 柳月继续问道 还好 一切都好 我回答道 然后柳月沉默了 我也沉默了 两久 柳月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继续用若有若无的声音说道 她也还好吧 我的心猛的一阵 终于来了 她 我抬起头 左腹结状 什么她 那个她 她是谁 柳月看着我的眼睛 皱皱眉头 她是谁 你心里明白 不要在我面前装 我最讨厌装 特别是男人 有什么好装呢 我泄气了 面红耳赤 有点无地自容的感觉 她和我已经分手了 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 我转换心态 直接了当地说道 也等于默认了 琴儿和我的事情 为什么要分手 为什么要没有关系 她是那么好的一个姑娘 那么善良 那么温柔 那么文静 那么优秀的一个女孩 是因为我 是吗 在我和你好了之后 你才和她分手的 是吗 在我们这些日子里 你一直在瞒着我 你在瞒着她 是吗 刘月发出了一连串的反问 我一时间无法回答 深深地低着头 不说话就等于默认了 你这是不折不扣的欺骗 你欺骗了我 也欺骗了徐青 刘月的声音很遥远 仿佛来自那遥远未知的天国 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的话吗 我最痛恨的 就是欺骗 最不能原谅的就是欺骗 最不能饶恕的就是欺骗 而你 却偏偏在实践 并进行着欺骗 我的心里一阵阵紧缩 一阵阵抽搐 一阵阵站立 额头上 直冒冷汗 或许你一定在猜测 我是这么知道你和徐青的事情的 其实 我怎么知道的 这个不重要 你也无需过问 若要人不知 除非寂寞为 重要的是 我知道的你一直在欺骗我 在伤害他 他是那么的柔弱和无辜 你竟然能下得了手 如果我不知道这事 或许 你还会一直就这么对我欺骗下去 一直就这么 将许晴伤害折磨下去 柳月的声音里 充满了激愤 至此 我彻底明白了 毫无疑问 秦儿来西京学习期间 找了柳月 将她和我的事情 告诉了柳月 我有些失算 想不到 秦儿竟然有如此胆量和勇气 来做这个事情 很显然 我低估了秦儿 我没有想到 秦儿会做出这种事情 我心里涌起一阵 对秦儿的愤恨 背后放我冷枪 插我黑刀 怪我好事 毁我幸福 姐 我不是在欺骗你 当然 如果你认为那是欺骗 那也是善良的欺骗 那是因为爱而欺骗的 你应该知道 我是多么刻骨地爱着你 我的人生第一次 就是给了你 我抬起头 看着柳月 我承认 我和许晴是有过恋爱关系的 但是 我们仅仅是男女朋友 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实质性的事情 说白了 我和许晴没有发生过身体关系 我们始终保持着最纯洁的精神恋爱和交往 但是 自从有了你 我的整个心里的天平完全失衡了 我的整个精神世界轻壳崩溃了 我和许晴的所谓爱情不堪一击 我不可救药 死心塌地地爱上了你 为了不失去你 为了我们的爱 我没有告诉你我和许晴的事情 为了不伤害虚情 为了减少对她的打击 我知道最近才和她分手 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爱你 为了我们的爱 为了我们的未来 我突然来的尽头 滔滔不绝地说着 解释着 辩解着 用各种牵强和自以为恰当的理由 柳月静静地听着 默默地注视着慷慨激昂的我 耐心地 让我说完 我看到 柳月的眼睛有些潮湿了 里面充满了剧烈的苦痛和失落 还有那一直存在的绝望 等我说完 柳月沉默了片刻 让我说道 说累了吧 喝口水 江峰 我承认 你口才很好 你的口才比你刚参加工作时候好多了 好很多呗 我承认 你说都很合情合理 都很顺理成章 从面子上都能解释过去 我也知道 你的第一次给了我 但是 在灵魂和肉体之间 我认为灵魂更重要 江峰 我今天只想告诉你一点 自从我人生十足清醒之后 我就树立起了我做人的原则 那就是 无论空间和时间如何改变 我都绝不会灭自己的良心 绝不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 建立在他人痛苦 和被伤害的基础上 绝不伤害无辜 所以 江峰 很遗憾 即使你说了这么多 仍然不能打动我 我吃了一惊 你 你想干什么 你 你要怎么处理我们的事情 江峰 我们 我们的一切 该结束了 柳月断断续续地说着 猛然站起 猛地转身 站立在窗前 不让我看见他的脸 不 我懵了 呆呆地坐在哪里 大脑一片空白 嚎叫起来了 不 不要 你应该有你自己的生活 你应该有你英勇的生活 你和许晴 你们才是最合适 最幸福的一对 柳月的声音 逐渐平静起来了 不 我不答应 我默默地待坐着 继续嚎叫着 我爱你 我不能没有你 你爱我 你亲口告诉过我的 你爱我 你好爱好爱我的 柳月沉默了 片刻 声音传过来了 对不起 我误导了你 我们的感情 是建立在性爱的基础之上的 是建立在你的恋慕情节之上的 我们缺乏感情的基础 没有感情的温床和土壤 我们的所谓的爱说白了 更多的是性 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 没有爱情 只有性爱 你撒谎 你在骗我 你也在骗你自己 我猛地站起来 转身走到柳月的背后 你看用眼睛注视着我 讲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吗 柳月没有转身 站在那里不动 肩膀轻微地颤抖着 不要逼我 我们之间 不是性爱之情 是纯洁的感情 是崇高的爱情 我知道 你是深深地爱着我的 就像我刻骨铭心地爱着你 我和许晴已经结束了 伤害已经造成了 爱情不是交易 不是同情 不是友情 既然都已经结束了 既然你是爱我的 我也爱你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我一屁股坐到床上 情绪激动起来了 柳月继续保持着片刻的尖默 然后开口 声音缓慢而有力 江峰 你说错了 我们之间没有爱情 我们之间不是爱情 我们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就注定是没有明天 没有结果的 我们的结束 早就注定了 是不可避免的 我和许晴真的结束了 我们早就没有任何联系了 我的心里早就没有他了 我希望你不要解题发挥 不要小题大做 过去的 永远过去了 我又站起来 在屋子里 焦躁不安地 快速地来回走动着 你 柳月突然转过身 逼时着我 你 对于你们的过去 竟然能如此之快 如此之彻底地忘记 我去 七年了 那是因为有的你 我的心里只有你 自从和你之后 我的心里不再有任何别的女人了 我有些心虚 但是强作理直气壮 我看见柳月的目光突然变得凄然 紧接着 嘴唇咬了咬 嘴里绷出了一句话 可是 对不起 我的心里没有你 我心里 已经有了别人 说完这一句话 柳月舒的转身 看着窗外 一只手 扶着窗台 肩膀剧烈地抖动了几下 我待若木吉 降临在原地 你 你说什么 你心里有了别人 是的 柳月的回答很简短 你 你不爱我 你爱别人 我的脑子里猛然冒出的杨克 心里一阵的自卑和嫉妒 是的 柳月继续回答道 我大脑麻木了 思绪一片混乱 这么说 即使 即使没有许晴 即使 即使我和许晴分手了 你也不会和我在一起吗 你和我在一起 只是为了 为了身体的享受吗 你从来就没有真正爱过我吗 你和我说的那些话 那些爱我的话 都是 都是在逢场作戏吗 是的 是的 你说的都很正切 都是的 柳月的声音有些语无伦次 还有些歇斯底里 他站在那里 头抵到窗户之上 肩膀继续猛烈地颤动着 我如遭五雷轰顶 大闹一片眩晕 我知道 柳月心里的男人 一定是杨格 他一定是爱上杨格的 是啊 我和杨格相比 除了年轻 除了做爱能力强之外 还有什么能比得上杨格呢 他有权有势有地位 呼风唤雨 众星捧月 和他在一起 柳月得到的 远比从我这里得到的多 我能给他什么呢 除了吴秀之的体力抽动 别的没有了 我突然觉得自己真傻呀 是啊 我早就该明白这事了 自己在柳月面前算什么呢 一个刚大雪毕业的山沟里 出来的穷小子 要什么没什么的 可笑的是 我这个烂蛤蟆 一直把自己当成了金凤凰 一直想吃那天鹅肉 真的是太刺不量力了 一股耻辱感油然而生 一股自尊和怒气 奋然而出 我狠狠地喘了一口气 声音突然变得恶狠狠的 柳月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这么多天 你不和我联系 为什么拿我和许青的事情 大做文章 为什么一个劲地表白 自己所谓的做人原则 为什么一个劲说 不能原谅欺骗 这 都是你为自己开拓的理由 再为自己一边依附权贵 一边享受肉体开拓的理由 是的 我不如他 我没他有地位 没他有钱 没他有权 我一无所有 我地贱卑劣 我什么也不能给你 而他 能给你想要的一切 权力 地位 金钱 你和我玩够了 就想摆脱我 正好许青的事情 给了你最合适的理由和借口 你迫不及待拿出来 当做最好的工具和武器 你真厉害啊 柳月 刘主任 刘主任 我佩服你 我 我笑了眼 我 我因为愤怒和耻辱 激动得一时欲色 手指在颤抖 你想怎么说 想怎么骂 随你吧 刘月无力地说道 我只希望 你 你能和他 你们 你们重归于好 希望你们 一辈子幸福 住嘴 恶心 不用你在这里假情 因为我考虑 我终于看透你了 我和许青怎么样 都和你无关 刘月 我 我恨你 我恨你一辈子 我恨你恨到骨头里 我的眼泪不争气地 突然爆发了 喷涌而出 我疯狂地 将柳月 送给我的BB机摘下来 将柳月 房间的钥匙摘下来 狠狠地 摔到床上 柳月 我祝你神官发财 祝你虔诚似锦 祝你心想事成 柳月 我现在是不行 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给我记住了 我江峰有朝一日 要是混不出个名堂 要是不超过你们这些权贵 我就不姓江 说完 不等柳月说话 我提起行李包 猛地拉开房门 狂奔而出了 背后 传来柳月 抑制不住的哭声 我没有理会 跑出招待所大门 在寒冷的冬夜里狂奔 任眼泪在我的脸颊滑动 我恨死了柳月 也恨秦儿 如果没有秦儿来这里捣乱 柳月就不会这么快下决心 和我断绝关系了 我就一定还有机会 去俘获柳月的心 去战胜杨哥 如今 因为秦儿的胡搅满缠 我的一切都完了 我失去的秦儿 失去的柳月 什么都没有了 我恨这两个女人 我不能原谅秦儿 刻意来毁掉我的幸福 我恨柳月 胜过恨秦儿 有生以来 我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 恨过一个人 难道 极度的恨 是因为极度的爱吗 在这个陌生的省城 凄冷寒夜里 空旷的大街上 我泪雨纷飞 我的心碎了 腕念俱灰 那一夜 我没有回招待所 我在冷寂无人的大街上 徘徊了一夜 用满腔的怒火 和寒冷对抗着 第二天 带着一颗被揉灵的 支离破碎的心 我浑沉沉地 坐车回到了江海 一回来 我就被同事送进了医院 急性扁桃体验 发高烧烧39度 我在医院里昏睡了两天 也做了两天的梦 当我从梦中醒来 看到了坐在床边的陈静 还有 窗外的一轮朝霞 老天 你终于醒过来了 陈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你真厉害 困死鬼脱身啊 这一睡 就是两天两夜 我嘴唇干裂 坐起来想喝水 陈静忙扶着我的胳膊 怕弄坏的正在输液扎阵的地方 陈静端水给我喝 我喝了两口 看着陈静 说话有其无力的 谢谢你 陈静 说完这一话 我看到床头柜上 放着一束盛开的鲜花 发出了淡淡的悠香 谁送的 我问陈静 陈静闻了闻鲜花的香味 你的大学同学 一男一女 哦 叫什么名字啊 我看着陈静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28集 具体名字不知道 男的叫女的琴二 女的叫男的老三 他们俩这两天 一直在医院看护你 和我轮换着 晚上他们 白天我 陈静口快心直 你这俩同学真够意思 特别那女的 叫琴儿那个 对你那个关心呵护体贴哟 让我看得都妒忌 幸亏那老三在旁边了 不然 我还真以为他是你女朋友呢 我无语了 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知道我得病的消息的 我不想知道 我并不领情 想起两天前的事情 心中对琴儿的哀怨 开始涌起了 他们刚走了一个多小时 说是 回去开会 陈静继续说道 那琴儿临走时 还恋恋不舍的 眼圈红红的 不住地回头 让那老三连拉带拽地拖走了 这女孩也真是的 守着一个老三还不满足 还对你那样 当着男朋友的面 长得这样呢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陈静显然在吃着无味的醋 显然是对琴儿对我的态度 和神情 表示强烈的不满 我咬咬牙根 没有说话 整整地 看着窗外一轮 冉冉升起的太阳 心中一股悲情 悠然而生 我的情 我的爱 我的欢乐 我的憧憬 我的未来 我的世界 在两天前 在西京 在江东日报上招待所 都晚了 都消失了 都在那琴刻之间 成为了几分 我不知道 这一切怎么会发生 我不明白 这一切为什么会来得这样快 我不接受这一切会降临到我的头上 我不敢相信 这竟然是血淋淋的现实 我和柳月真的晚了吗 这一切是真的吗 那些往期的欢乐和幸福 真的成为了回忆了吗 那些海市山门和海库时难 真的随风飘散了吗 我真的就这么输给杨哥了吗 在我的心里无力地 一遍遍问着自己 又一遍遍痛苦地 给着自己肯定的答复 极极离开西京的最后一晚 记得我在寒冷刺骨的街道上 徘徊的那一晚 我的心里充满了 对柳月无比的憾 充满悲情和痛苦的憾 我当时发誓 永远也不能原谅 这个绝情而卑鄙 玩弄我感情的女人 一定要奋发努力 超越那抢走我感情的男人 一定要让他们仰视我 难道真的是爱到极点 恨到极点吗 难道柳月如此地伤害我 也不能泯灭我对她的爱吗 此刻 我的心中充满的是 极度的哀伤和失落 我恨柳月 不再恨秦儿 我那么残忍地抛弃了她 让她饱藏失恋的痛苦和折磨 她去找柳月讨回公道 是合情合理的 现在轮到我了 轮到我被抛弃 轮到我来品尝这痛苦和折磨了 我体会到了秦儿 当时被我抛弃时候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报应 我应得的报应 同时 我的心中涌起无限的哀怨 对柳月的哀怨 对秦儿的哀怨 一个不该轻率游戏我的感情 让我不能自拔之后又抛弃我 一个不该在爱情消失 明知不可挽回之后 再去破坏别人的幸福 我放任我的悲伤和哀怨 那一刻我无法控制我自己 沉静或许觉察到我情绪的低落 或许是因为我身体虚弱又睡了 坐在我的床边默然无语 安静地陪护着我 等我再次心情平静下来 转过身 看着沉静 你不去上班吗 屋里这两天没什么重要事情 我就没去 我好了 没事了 你去上班吧 不要耽误工作 我坐起来 我的烧已经退了 平时打针 我自个儿就能应付了 又不是多大的病 不必这么大动干戈的 不着急 反正回办公室也没事干 就在这里陪陪你 省得你一个人闷 沉静冲我玩耳一笑 如果因为我的小毛病 影响不理的工作 我会心里不安的 我再次说道 我知道 我有书 沉静说着 掏出自己手绢 递过来 你眼里尽得灰尘了 看你自己揉得红红的 擦一擦吧 我感谢陈静的善解人意 她是在给我一个男人的尊严 和面子 我接过陈静带着好闻香味的手绢 擦了擦眼睛 然后还给她 谢谢你 真的很感谢你 感谢你这两天的操劳 陈静在我还给她手绢的时候 握住了我的手 大大的眼睛看着我 江峰 我不要你信我 我愿意为你这么做 我喜欢为你做一切事情 我喜欢你 我 我爱你 陈静终于说出这个字了 伴随着 她火辣辣的眼神 我欺然一笑 抽回手 陈静 不要说爱我 我不值得你爱她 你是个好姑娘 是个优秀的女孩 我呢 我什么都不是 我是个小妈佬 是个土包子 是个穷小子 是女人面前的垃圾 是权贵面前的蚂蚁 是高官面前的草剑 总之 我是个混蛋 我不配得到你的爱 我也不想得到你的爱 所以 不要说爱我 不要爱我 我们 永远是同事 永远是朋友 江峰 你不要这么作践自己 你不要这么贬低自己 你不是乡巴佬 不是土包子 不是穷小子 你的精神世界无比富有 你的心地无比高尚 你的才华无比横溢 沉浸看着我 眼里闪着点点泪花 情绪有些激动 在女人面前 你是个等待发掘的宝 在权贵面前 你是可谓的后生 在高官面前 你是参天大树的种子 终有一天 你会站立起 你会超越它们 你还会实现你所有的梦想 在我眼里 你是那么优秀的一个男人 那么完美无缺的一个男人 我颓然摇头 眼神变得愈发气冷 沉浸 不要这么说我 我们 还是做同事的好 我不想舞蹈你 也不想你有幻想 我知道你有女朋友 我知道你有欣赏人 我知道我是后来者 沉浸明明嘴 伸手擦了一把眼睛 但是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没有结婚 我就有权利 有资格去追你 我知道你现在不爱我 我不会强求你爱我的 只要我知道我爱你 这就足够了 爱 并不代表着极客的拥有 但是 爱 会指引我的方向 我会为之而努力的 好了 不要说了 我突然焚躁地 打断沉浸的话 不要再和我说这些了 求求你 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沉浸看我的表情 突然变得极度痛苦 吓了一跳 忙闭嘴 我又一次陷入了 近乎于疯狂的苦痛之中 将脑袋 靠在墙头 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闭上了眼睛 我的脑海里充斥的 全部是柳月 眼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那往日的一幕又一幕 我的肉体复苏了 我的灵魂正在死去 下午 我的吊瓶打完了 医生说我体格棒 身体恢复得很快 以后 只需要每天上午 打一次吊瓶就行了 我开始在房间和走廊里 轻微的活动 来回走动 舒展筋骨 我想以后每天上午来打针就行了 不用整天待在这里了 老这么躺着 郁闷呢 我对陈静说道 算了吧 就你那宿舍 连暖气都没有 像冰窖子 这身体还没好 那一所 别折腾了 陈静说道 这里舒舒服服的 闹闹和和的 医生护士 还得一天几次 给你检查身体 量体温 化验血 你跑得怎么办 我一听 那就算了 不回去了 不过 你不用整天这么陪我了 我现在好好的了 你老这么一样 我心里会不安的 陈静明明嘴唇 有些毒气地看着我 不用你黏我 屋里有事 我会去忙活的 我没再说话 在心里一声叹息 回到病床上躺下 枕着双手 呆呆地看着天花 晚饭之后 我坐在病床上发呆 陈静坐在床前 削苹果给我吃 我环顾病房 突然想起了什么 陈静 我都忘记问你了 这病房咋是个单间呢 这可是高干待遇啊 你这才想起来呀 大记者 陈静笑了笑 把消化的苹果递给我 你这高干待遇 还亏了美主人和你的名头了 我到你宿舍找你时 你已经烧晕了 美主人亲自安排办公室的车 把你送了医院 他又直接给院长挡了电话 一提你这大记者的名字 院长都知道 很重视 亲自给你特批安排的 这高干病房 怎么样 还满意吧 年轻高干 哦 我轻轻地咬着苹果 慢慢咀嚼着 心里不由生出 对梅灵的几分好感 和感激 这美主人 总算也是做了一件 对人民有利的好事 陈静看着我一副 心事重重的样子 半挑死里地说道 一个人 做一件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 陈静突然停住不说了 看着我 这套面是什么吗 一辈子只做好事 不做坏事 我无精打采地接过来 错 陈静笑嘻嘻地看着我 对美主人来说 难得是 做两件好事 我忍不住苦涩地笑了 这美主人 也别把人家看得太差劲了 看人 要用辩证的眼光 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的 此刻 我忘记了柳月对我的嘱咐 开始替梅灵说起好话了 你说得对 有道理 我刚才只不过开个玩笑而已 逗逗你 陈静站起来 给我倒了一杯水 将杯子递给我 不过 我劝你一句 不要人家对你好一点 就被冥住眼睛 就把人家当亲人 好坏不分 我心里一阵逆反 我不是小孩子 我自己有数的 陈静看我说话的口气 有些不耐烦 也不生气 冲我做个鬼脸 是啊 你不是小孩子 你是大孩子 大男孩 陈静努力地 想到我开心 我明白她的良苦用心 可是 我的心 正被愁苦所笼罩着 我怎么能开心得起来呢 对了 你生病住院的事情 还惊动了刘主任呢 我晚上在办公室写稿子 他天天晚上打电话给我 询问你的病情 问得很详细 他对你这个关门弟子 可是关心得很呢 陈静突然又说 我一个机灵 刘 刘主任 他 他怎么知道 我生病的事情呢 我的情绪突然有些激动 我甚至无法掩饰自己 冲动的心情 看你 这么激动干啥呀 是不是被沈领导一关心 感动得感激涕零了 陈静开心地看着我 哎 美女领导 魅力就是大呀 让咱们这江大记者都动容了 好羡慕啊 好了陈静 别转丸子 快说 刘主任是怎么知道我生病的消息的 我急忙催促陈静 你是他的关门弟子 心有灵犀 心灵感应呗 陈静继续逗着我 胡说什么呀 别开玩笑了 我的心里一阵失落和悲楚 陈静看我情绪又要低落了 王说 好了不逗你了 刘主任找我 说他打你传呼不回 让我去找你 转告你 让你把你写的那一 发在咱们报纸头条的 大山深处的尖手 给他寄一份样报去 结果 我去你宿舍找你 就发现 你在那里烧晕了 真奇怪 这刘主任好像就算准 你身体肯定不舒服 让我去找你 我要不找你啊 估计 你自己在那狗窝里 就烧迷糊了 我心里很不是自慰 传呼机 早还给柳月了 他一定是知道 我在外冻了一夜 可能会生病 找个借口 让陈静看我 或者 他是怕我想不开 寻了短剑 想知道 我是不是还活着 是不是 安全回到了江海 都已经分手了 还假惺惺 玩这一套干嘛呢 我心里一阵怨怒 胡思乱想 在我昏迷的这两天 在我身心 备受煎熬的时刻 说不定杨哥 又到西京去了 说不定两人 正在那宿舍 那床上 把耳闭撕磨 颠乱倒风呢 我在心里 度火喷涌 心如刀割 那一样报 我已经给刘主任 寄过去了 他肯定是想着 在年底 凭省起好新闻的时候 给你走后门的 陈静做了一个 夸张羡慕的表情 接着又问我 对了 你那BB机呢 没了 上厕所的时候 没注意 顺着腰带滑溜出来 掉到风坑里 成肥料了 我说 哇塞 没搞错吧 你还真不小心 你应该弄个链子 夹住的 早知道 我给你买条BB机链子了 沉静无比痛心 老大 这可是你好几个月的工资啊 虽然知道你是社会的 但是 我还是要这算成你的工资 我没说话 狠狠地大口吃着苹果 眼睛看着窗外 漆黑的夜色发呆 脑海里 反腾着 从此以后的所有夜晚 柳月 将不会再和我一起度过的 她的所有风情 和娇柔 滑嫩 和性感 都属于了 另外一个男人 从此以后 将会有另一个男人的身体 在她白嫩 弹响的身体上 肆虐 柔错 将会有另一个男人 享有她那舍人心魄的身影 和娇船 我痛苦地一吟着 内心的度火 汹汹燃烧 此刻 特有一种想杀人的感觉 正在这时 病房的门轻轻被推开了 秦儿和老三出现在门口 见到老三和秦儿 我的脸色一下子搭了下来 见我身体恢复了 秦儿的眼神显得有些欣慰 脸上浮起了一丝红润 陈静看他们来了 站起来热情打招呼 小两口形影不离的 又来换班了 你 进来坐 在他们面前 陈静俨然是个女主人 陈静这话一出 我看到老三和秦儿 都显得不大自在 他们在对面的窗檐座下 默默地注视着我 陈静 你回去休息吧 我对陈静说道 我知道 陈静白天没有工作 晚上七时 要回办公室 去加班赶告辞的 我还有一个想法 或许 陈静明天会来告诉我 刘悦今晚 又给他打电话 询问我的情况 我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还要这么想 刘悦是如此残酷 如此冷漠 如此绝情地抛弃了我 我为什么还要 如此这般地念着他们 我确实是个贱人 行 那我回去了 陈静痛快地说着 看着我一笑 正好我回去 加班写个稿子 还有 咱师傅的电话 说不定 还得打过来呢 我的心里 针扎一般地疼 好了 你走吧 陈静冲老三和秦儿笑笑 二位 我走了 这人呢 就交给你们了 真为江峰高兴 有你们这么好的同学 好人好抱啊 你们小两口 也一定会有好抱的 陈静一口一个小两口 说得轻松自如 随意顺然 似乎在提醒秦儿 注意自己的身份 不要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 恋爱中的女人都很傻的 但相思中的女人更傻 秦儿勉强冲陈静笑笑 你会去吧 老三面无表情 没有说话 陈静冲冲我们大家笑笑 穿上羽绒服 轻轻带上门 走了 房间内 只有我 老三 和秦儿 秦儿低头 默默地坐在那里 老三看着我 你小子命大 没死 又活过来了 我苦笑 将身体靠在床头 这点小病 死不了的 谢谢你们 这么辛苦来照顾我 我没事的 今晚 你们回去吧 明天 也不用来了 狗日的 来不来 你说的不算 老三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管不着 老三蛮横地说了一句 老三 住嘴 秦儿抬头说了一句 老三听话地闭上了嘴 秦儿看着我 虚弱的表情 眼里充满了 我曾经熟悉的 关切和心疼 放在以前 我会幸福于这种 关爱和体贴 可是 现在 在我看来 这一切都不是在演戏 在做给我看的 在这演戏的背后 是幸灾乐祸 和嘲讽计较 是快意于我的沮丧 和绝望 人生是个大舞台 台上都是演员 刘悦是演员 秦儿也是 只不过 演技不同而已 我悲愤地这样想到 老三 我想和续清 单独谈谈 我木然说了一句 我的意思很明白 你出去 给我腾出空来 老三当然明白我的意思 站起来 看着我 嗯 行 我出去转转 警告你一句 若再敢欺负秦儿 我回来抽你的筋 无论老三和我之间怎么闹 我知道 我们之间的哥们感情 都是相当深厚的 这是男人之间情感的一种 表达方式而已 但是为了秦儿 老三真的会和我翻脸的 老三接着轻轻拍的拍秦儿的肩膀 我就在走廊里转悠啊 他要是敢欺负你 你就喊 我进来揍死他 我再一次哭笑 秦儿轻轻地冲老三摇摇头 不用这么说了 你先出去走走吧 老三又扭头瞪了我一眼 冲我示威似的挥舞了一下拳头 然后带上门 出去了 老三走后 病房内一下子陷入了尴尬的寂静 我靠在床头 冷眼看着低头摸摸绞着双手的秦儿 知道她的内心 此刻很紧张 秦儿有个习惯 心里一紧张 就绞着双手 我想起秦儿这次习经学习之旅 带给我的毁灭性灾难 想起我的幸福前程 被她这么秦儿一举地毁掉了 心中的怒气和厌恶 悠然而生 如果说 我以前还对秦儿 有着歉意和内疚的话 现在 你已经被愤怒冲淡了 甚至没有了 是对不住你 但是 你报复过来了 我什么也没得到 大家扯平了 现在 你满意了吧 我努力压抑住内心的怒火 从喉咙里发出这么一句 秦儿抬起头 苍白的脸上充满疑惑 你 什么意思 什么我满意了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 你不明白 我从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 我和她现在完了 结束了 你如愿以偿了 你可以得意了 你终于达到目的了 什么 你和她分手了 秦儿很意外 眼神一亮 为什么 为什么 你真不知道 徐老师 别装算了 我冷笑一声 我真的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好 你不知道 我来告诉你 我怒视着秦儿 你去西京学习 你去找了柳月 你告诉了她我和你的事情 你让她离开我 是不是 对不对 我 秦儿的身体晃了晃 我哪里见过柳月 你 你已经不要我了 我怎么会 怎么会去找她 我 我只会祝福你 开心幸福 我 我哪里会毁灭你的快乐 不错 我是去西京学习了 我是有过找柳月 讨个说法的想法 但是 我的的确确确没有去找她 我知道 强扭得挂不甜的 你 你这么多年 你应该是了解我的 我怎么能做那样的事情呢 这就叫做 知人知面不知人心 我这么多年瞎了眼了 我激愤地说道 你没见过她 她怎么会知道 你温柔善良漂亮文静 还让我回到你的身边呢 啊 秦儿睁大了眼睛 看着我 她 她真的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 怎么 你很满意 是不是 我瞪视着秦儿 心里很气愤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二十九集 我 秦儿一时雨色 突然间想起了什么 兰吉让我替他烧个东西 给他大学同学 我那天去的时候 他们帮大学同学 正在茶馆聚会呢 大约有五六个吧 他们请我坐下 喝了几杯茶 这其中 有一个长得特别漂亮 舒雅的女的 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难道就是她吗 难道 这是兰吉故意安排的 那次 你父母走后 兰吉从老三那里 打听到了我和你的事情 行 许晴 你就编吧 继续编 我根本不相信许晴的话 看不出啊 你行啊 会编故事了 我没有编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真的没撒谎 秦儿急了 看着我 眼圈都红了 从秦儿的眼里 我看到了委屈和着急 还有几分希望的光芒 我愧然尝探 好了 我不想和你争论这个问题了 不管过程如何 不管你说的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 总之 你成功了 你的第一个目的达到了 祝贺你啊 许晴老师 你 秦儿被我的话噎住了 半上才说 什么第一个目的 难道 我还有第二个目的吗 当然有了 我气横横地说道 我问你 你是不是 想让我回到你的身边呢 秦儿低头不已 双手又紧张地搅在一起了 第一步 拆散我们 第二步 让我回去 这就是你的两个目的 我的心中怒火万丈 爱情 岂能强求得来呢 用这么卑鄙的计量 你以为我能就范吗 我告诉你 秦儿 我和柳月是散了 但是 你不要包容任何幻想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你做梦去了 秦儿的身体又摇晃了一下 抬起头 脸上毫无血色 嘴唇抖嗦着 你 你 我什么我 我的心中悲愤万分 我承认 我曾经对不起你 我伤害过你 你可以骂我 可以恨我 可以诅咒我 但是你不该这么做 你不该残忍地毁掉我的幸福 我和一个大官争女人 我容易吗 我 好不容易快成功了 却被你凶残地毁灭了 你 你 我 我不会原谅你的 你 你走吧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祝你 祝你们幸福 说完这话 我满腔的憋屈和悲情 清醒而出 我的眼泪再一次不争气地流出来了 挖他一下 秦儿突然放声哭出来 接着站起身 拉开门 眼面奔走而去了 接着 走廊里传来老三的声音 秦儿 等等我 老三来不及进来和我算账 急忙去追赶秦儿去了 病房里剩下空荡荡的我 剩下悲痛欲绝的我 那一夜 我在孤独寂寞的病房里 辗转反侧 一夜未眠 想了很多很多 从那时起 我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巨变 一方面 我在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为了实现理想 为了超越权贵 而拼搏奋斗 一定要让夺走我女人的男人 和抛弃我的女人 仰视我 一方面 我开始对爱情 心灰意冷 对人生 完事不公 开始了放松 而颓废的生活 第二天早上 经历了一夜的苦痛折磨 我刚迷迷糊糊地睡着 沉静跑进来了 江峰 今天不能陪你了 我一会儿 要到市委门口集合 省里来了个副书记 去采访 去吧 没关系 我自己能照顾自己的 我感激地看着沉静 麻烦你这几天 不好意思啊 少来了 咱这是谁跟谁啊 沉静瞪了我一眼 似乎是嫌我 把他当外人 忽然又笑了 对了江峰 昨晚刘主任 又打电话 问你的事情了 问你好没好 我听了 心里一阵倒壳 已经把我甩了 已经投入另外那个 权贵的怀抱了 还假惺惺地 问候我干嘛呢 不需要 不稀罕 我勉强冲沉静笑的笑 刘主任再打电话给你 你就带我谢谢他吧 告诉他 我很好 昨晚我就带你谢他了 沉静大包大两地一挥手 接着又说 好奇怪呀 我听刘主任这几天打电话 声音很低沉 很虚弱 好似生病的一般 我问他 他也说没事 我不想听沉静再说下去了 别变手 沉静着 你该走了 别迟到了 哦是 我知道了 拜拜 沉静看看时间 刮风一般地走了 沉静出去采访 晴儿被我妈走了 我独自在病房里待着 心里感到异常的冰冷和孤独 中午打完调瓶 我正打算出去外饭吃呢 老三进来了 提着一个饭盒 我蹬着老三 不知道他会不会突然冲我 来一顿暴走呢 蹬着我干嘛 哑得 老三骂了一句 接着打开饭盒 里面飘出了排骨的香味 我的肚子一阵咕咕叫唤 胃口大开 吃吧 老三对我说了一句 镜子转身去了阳台 默默地抽烟 我毫不客气 埋头吃起来 一会儿功夫 排骨肉和汤 被我一扫而光了 等我吃完 老三将烟头扔掉 走进来 坐在我的对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这两天 这两天来对我的照顾 我对老三说了一句 滚蛋 少给我来这一套 老三骂了我一句 然后看着我 怎么样 我说的对不对 你和那女人不会有好结果的 你给我滚了 我火了 老子被蹬了 你很快意是不是 我不滚 你被蹬了 我没心情快意 本来我就不看好你们 老三却也不恼 依然不紧不慢的 江峰 你个二傻子 你想想 你们年龄差距这么大 可能吗 他做你绳子都差不多了 你去死 少胡说八道 我很气恼 我不容许老三这么说我和柳玥 虽然他不要我了 我还活着 没有死 老三依然不生气 还有啊 人家走的是上层路线 人家的圈子里是权贵阶层 这么漂亮优秀的女人 那官场里那些有权有势的男人 追求的能少了吗 啊 你算老几啊 一个所谓的大记者狗屁都不是 谁会将你放在眼里呢 不光那些男人俯视你 就是那女人 也没真把你当个葱啊 老三的话切中我的要害 我默默无语 自尊受到打击和伤害 一股强烈的出人头地的念头 在我心中再次生起了 想起曾经属于我的柳玥 躺在别的男人的怀抱里 让那男人在身体上肆虐和疯狂 和那男人一起云雨春霄 耳鬓思抹 我的脑神经开始剧烈抽搐 心再次碎了 傻子 醒醒吧 或许你爱那女人 但是 那女人爱你吗 你有什么值得她去爱的 你有钱还是有钱呢 和她终于那些权贵相比 你算什么玩意儿 说白了 你说的下面那花是个嫩黄瓜 没有任何优势 嫩黄瓜吃够了 你就没用了 你就下岗了 老三 别说了 给我一根烟 我无力地说道 那 给你烟 老三递给我烟 给我点招 兄弟 总算你走得还不是很远 吊得还不是很深 迷途知返 还来得及 我哭响 还不远 还不什么 都快要了我的命 刚才的饭菜 好不好吃 老三换了一个话题 好吃 我点点头 你他妈的最了解我的胃口了 放狗呸 我才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呢 知道吗 这顿饭是情儿做的 他一大早 专门去菜市场买了排骨 专门炖好 让我带过来的 我无语 低头狠狠地抽着烟 心里仍不肯原谅情儿 叫风 回来吧 回到情儿身边吧 真正爱你碰你的人是情儿 是许情 而不是那个女人 在那个女人眼里 你不过就是个嫩黄瓜 用来享受玩弄而已的 在许情眼里 你是个宝 是他最亲最爱的人 是可以一生为伴 享受白头的人 老三说得很动情 不要说了 老三 我打断老三的话 我突然发现 自己仍然不能容许别人 说柳月的不是 我仍然感觉到 我的心里充斥的 仍然是柳月 爱情 不能勉强 不要逼我 谢谢你的好意 我抬起头看着老三 我知道情儿是个好姑娘 我知道我对不住她 但是我现在 不想再谈爱情 爱情是个什么玩意儿 别和我谈爱情 我知道你喜欢情儿 你心里一直很喜欢情儿的 你们好好发展吧 我说的是真的 我此时此刻 对爱情 真的是感觉心灰意冷 对感情看得很淡漠 觉得感情真的不过是一场游戏 一场梦 人生如梦 感情如戏 混蛋 江峰 你是个混蛋 老三突然暴怒 一把抢过我手里的烟头 扔到地上 用脚狠狠地踩灭了 我知道你心里还挂起了那个女人 你还不死心 看你这副熊眼 被人家甩 活该 看你不陪她玩死 你不会回头的 我告诉你 那女人甩你 根本就不是因为你和情儿的事 她根本就是把你玩腻了 另外攀附权贵去了 你还抱有幻想 当死去吧 我不想和老三争辩 我知道老三说的有一定道理 但是 如果没有情儿去找柳月 我完全有机会得到柳月 战胜杨哥 现在 让情儿这么一折腾 全完了 情儿自以为 我和柳月结束了 就会乖乖地回到她的身边了 简直就是做梦 我绝不会让她的阴谋得逞的 老三 人格有知 请勿勉强 我冷冷说了一句 站起来 走到阳台 我很讨厌老三这么说柳月 很不喜欢 不管我自己怎么骂柳月 怎么诅咒柳月 但是 我不容许别人这么说她 不容许别人说她的不是 我真替情儿难过 真替情儿悲哀呀 她竟然会爱上你这个混蛋 老三愤怒地扔下一句话 拿起饭盒 走了 病房内 又只剩下孤孤单单的我 下午 医生又一次给我检查了身体 告诉我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夜幕降临 我出去打来盒饭 独自默默地 坐在温暖的病房里 准备吃晚饭 窗外 寒风呼啸 大雪飘飘 看着窗外的银庄宿果 挨挨白雪 我不由得 又想起了远方的柳月 此刻 她一定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或者 正在酒店的餐桌上 和那些男人们 公愁交错 谈笑风生 本来 我和柳月属于同一个世界的 可是现在 我被隔离到了另一个世界 再也走不进柳月的世界了 我呆呆地 看着窗外的飞雪发愣 心里涌起万般酸楚和寂寥 正在这时 门响了 梅灵推门进来了 梅灵穿着一件 价值不菲的妮子大衣 深蓝色的 脖子围着一个白色的围巾 雪白的 戴着一副黑色的手套 穿着半长筒的马鞋 显得很有几番风韵 梅主任 你来了 我站起来 不知怎地 我此刻对梅灵突然多了几分亲切感 或许是 被抛弃的失落 需要填补吧 也或许是 梅灵给我帮忙送医院 江峰 身体好了吗 梅灵进屋 脱下外套 露出里面紫红色的羊毛衫 丰满了胸部 凸显出来 很惹眼 好了 明天再最后检查一次 就可以出院了 我不敢看梅灵惹火的身体 忙拉过一个方灯 梅主任 请坐 恢复得很快呀 梅灵笑嘻嘻地坐下 看着我 那天沉静叫我的时候 我一看 你都快烧糊了 那宿舍冷得像冰窖 这么冷的天 宿舍里没有暖气 那怎么行啊 我安排办公室了 大仓库里 还有两个电暖气呢 回头 让他们给你送过去 这样晚上也会暖和一些的 谢谢梅主任 谢谢啊 我的心里一阵温暖 听沉静说 那天住院 亏了你了 咱们都是同事 你不要客气 梅灵看着我 突然伸出手 摸了摸的脸颊 看 瘦了 瘦了 我没想到 梅灵竟然伸手摸我的脸 一时没来得及躲避 被她结结实实地摸了一下 不由得有些心跳 又有些不自在 却不好说什么 摸完我的脸 梅灵得意地笑了 继续看着我 小子 我代表马书记 向你表示慰问 马书记听说你住院了 特定委托我 代表他来问好你的 人就是这么贱 大领导的一丝温暖 都能在小人物的心里 激起幸福的涟漪 虽然我不知道 梅灵说的话里有几分真实 仍然有几分感动 谢谢马书记 谢谢领导关怀 马书记嘱咐你 要好好地养养身体 等身体完全恢复了 再去上班 再为江海报业的振兴 做出新的贡献 梅灵抿嘴笑着 那双桃花眼 发出勾魂的光 我呢 今天不是以公家名义 是以个人名义来看你的 小白脸 等你出院了 康复了 我给你接风压惊 谢谢梅主任 接风压惊就不必了 我低着头 根本就不敢看梅灵的眼睛 那眼神太勾人了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 还有没有比这更勾人的眼神 就是在电影电视上 也没见过 江峰 咱姐弟俩别客气 以后在这四人场合 不要叫植物呢 太疏远了 叫我梅姐吧 反正我比你大 好不好 梅灵亲切地 神手拍拍我的肩膀 咱们报社很多同事 都叫我梅姐的 那好吧 梅姐 我叫了一声 哎 这就对了 好 江小弟 梅灵显得很高兴 今后在报社 有什么难事 有什么问题 找梅姐啊 姐给你解决 只要在报社 不是你没解吹 还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梅灵的话里有几分炫耀 还有几分自信 我相信梅灵这话的可信度 我知道 梅灵这话不夸张 她确实有这能力 在报社 除了马书记 她谁都不尿 即使是报社 报社党委的其他成员 包括总编辑在内 作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报社除马书记之外的所有人 也都习惯了梅灵这种地位和态势 大家都知道 梅灵和马书记的特殊关系 似乎都接受这种现象的存在 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甚至是正常的了 不然 这特殊关系 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有了特殊关系 梅灵地位还不硬 那就说明 马书记的权威不行 直接影响到马书记的微信了 而在报社 没有人敢对马书记的微信 提出挑战的 包括同为正线级的张总编辑 至于梅灵和马书记 是什么特殊关系 谁也说不出来 梅灵见到两人正在办什么事情 只是猜测而已 这年头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大家虽然没有什么证据 但是都一厢情愿 而且肯定地认为 马书记和梅灵之间有内事 而梅灵似乎也更乐于 让大家相信 她是马书记的人 我对梅灵的话 自然是没有怀疑的 行 梅姐 以后一什么事情 还得你多关照啊 其实说真的 像你这能力和基本素质 我关照都是多余的 你现在是马书记眼里的红人之一哦 马书记走到哪儿 夸到哪儿 说你们记者部 出了两个人才 一个你 一个刘飞 梅灵说道 哦 我和刘主任怎么能并列呢 我比刘主任差远了 我知道 梅灵和刘飞关系不一般 忙谦虚的 不用谦虚 你们俩谁更胜一丑 马书记眼里心里都有数的 这个和官大小没关系的 和资历没关系 马书记用人 向来是不具一个匠人才 梅灵满不在乎的说道 我看呐 在我的眼里 你们俩确实不等比 更有特色 更有长处 不大像一个类型的 我没说话 我对牵扯和刘飞的事情 不发表任何看法 我可不想这么早 就树立对头 虽然我直觉 在以后的工作中 我和刘飞 早晚要发生冲撞的 但是能晚来就晚来 现在 我没有任何资本和资历 同刘飞抗争 我还嫩着呢 坐了一会儿 梅灵站起来要走 我站起来送梅灵 等她穿上外套 突然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 递给我 对了 我差点忘记了 有你的一封信 我下午去收发室看到了 就给你带过来了 我接过来一看 看到那熟悉的字体 心蓬蓬直听 忙对梅灵说道 哦 谢谢梅姐 梅灵意味深长地看到我一眼 嘴角露出不意察觉的笑意 然后说道 好了 走了 明天安排办公室的车 来接你出院 送走梅灵 我关好病房的门 紧盯着这封信 慢慢地撕开信封封口 抽出信纸 打开 信自然是柳月寄来的 打开信纸 看到柳月眷秀的字体 我的信一阵脚痛 呼吸顿时急促起来的 我闭住呼吸往下看 江峰 听说你急性扁桃体验住院 身为关切 望多多保重身体 看完第一句 我在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摇了摇嘴唇 继续往下看去 江峰 我们的一切都结束了 就像我们的开始一样 在不经意间来临的这一切 就让它在不经意间结束吧 忘掉我 忘记过去的一切 忘掉曾经的所有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我们超越了现实和客观 我们不能用浪漫和主观 来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只能去适应 并融入这个世界 对不起 我对不住你 我没办法 我无能为力 我只能这么做 别逼我 别恨我 把握好自己的今天 把握好自己的幸福 把握好自己的爱情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 确定好自己和爱人的方向 坚持地站住自己的脚跟 你的明天 一定会美好的 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 都会比我好的 加油好好努力干吧 好好地去对待爱你的那个女人 安慰她受伤的心 好好地给她幸福 给她快乐 好好过日子 再见 祝你们幸福 信很短 完了 我的手颤抖着 那花点点 柳月 你这样一个女人 带给我海市山路般的快乐和幸福 当我在花纳的顶峰享受的时候 却又狠狠地把我摔下来 急于将我摔进无底的深渊 当我在深渊里挣扎的时候 又来安慰我 用花言巧语 给我一个绝望和无望的爱情祝福 自己呢 却在和别的男人享受着情和欲的欢快 你好狠 好狠的女人啊 柳月在心里总算给我留打个面子 在心中没有再提及她的那个男人 那个大官人 她看来也是不想太伤我自尊的 即使她不提 我也知道 她现在已经成为那官人的女人了 成为她怀里柔顺的杰丝猫 温柔地在她怀里 任她肆虐 而这一切 曾经是属于我的 曾经都是我的 我的心猛地揪起来 飞速冲上阳台 站在冰冷的室外 看着夜色中 飞舞的雪花 任风雪吹打我的脸庞 泪水和雪花一起 凝结在我的眼角 交合在一起 我将柳月的心慢慢地 撕成纸条 又撕成碎片 然后伸出手 在风雪中张开手掌 任碎片在风雪中飘散 和那些雪白的雪花 掺合在一起 无声地落在厚厚的雪地之上 阴藏于积雪之中 慢慢消失 我知道 这是柳月的绝交信 这是柳月最后一次 给我写的信 这是我和她最后一次交流 她从此 就将在省城里 春风得意 平步青云 寄身权贵行列 而我 一只默默无闻的丑小鸭 只能就此蜷缩在这个小地方 度过余生了 面对苍凉深邃的 漫漫雪液天空 我仰起头 发出了一阵 绝望的嚎叫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第三十集 第二天上午 在医生检查完我的身体 告诉我可以出院之后 我坐上了梅林派来的 报社办公室的车 回到了冰冷 而寂寞的宿舍 刚在宿舍坐下 办公室人员 抬过来两台电暖器 说是梅主任 梅主任安排 送过来的 插上电暖器 宿舍里逐渐变得 暖和起来了 房间里 开始有了一点生气 我坐在床边 呆呆地看着自己 熟悉而又陌生的宿舍 心里对梅林 充满了感激 我慢慢地掀开枕头 拿出枕头下面 刘月写给我的信 默默地注视着 脑子里不想让自己多想 就这么久久凝视着这些信 然后 我打着了大火机 当火苗窜起 当青烟冒起 当火焰燃起 我的心 也随之而焚毁了 所有的美好记忆 都化为了一缕青烟 飘散而去了 做完这些 我倒头就睡 直到夜色降临 梅林敲响我的房门 梅林走进来 提着一床电热毯 一进门就说 嗯 不错呀 暖洋洋的 充满温暖气息 这是给你的电热毯 我刚让办公室的人去买的 我有些过意不去 忙将梅林让进来坐 便说 啊 梅姐 这 这太不好意思了 这怎么可以啊 太挺麻烦了 怎么着 跟姐还见外啊 梅林随意坐在我的床檐 将电热毯放在床上 眼睛瞟着我 脸上的表情半带跳动 你现在是马书记的眼中红人 不照顾好你 我怎么给马书记交代呢 这也叫做照顾职工生活吗 我坐在梅林对护的椅子上 不好意思地笑笑 心里很温暖 这温暖来自于组织和梅林 我的眼睛不敢看梅林 她的眼睛太他妈的狗魂了 我不是刘夏辉 但也不想被勾引 梅林又打量了一下我的宿舍 小江同志 我得提醒你一句了 这个人卫生要注意哦 看看你这宿舍 快长狗窝了 蓝同志啊 每个女人照顾就是不行 邋遢 梅林嘴里说着 坐在那里纹丝不动 并没有站起来 给我收拾卫生的意思 我知道 梅林一向只是人习惯 她是很少动手干活的 自然也不奢望 她能给我收拾房间了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皮笑笑 忙还没来得及呢 明天好好收拾收拾 然后梅林继续用那种 暧昧的眼神看着我 江小弟 个人问题咋样呢 什么个人问题啊 我装作不懂 什么个人问题 就是你的女人问题 不懂吗 梅林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哦 你说这个呀 我现在不想谈这个个人问题 我直接了当地回答 口气里充满了逻辑 哟 怎么了江小弟 失恋了 梅林看着我 好似从我口气里听出了什么 我不说话 重重地出了一口气 男爷们 腰杆要硬 不要这么萎靡不振的 多大事啊 不就是个女人吗 梅林轻描淡写地说道 像你这么好的小伙 女人都跟在你后面追呢 谁见到不喜欢呢 何愁没有女人 你说 是不是呀 说着 梅林用脚踢踢我的小腿 带着挑弄的意味 我不适应梅林的挑弄 但是梅林的话 却让我有毛色顿开支感 是啊 多大的事啊 不就是个女人吗 自己干嘛要这么萎靡不振 打扎扶她横行天下 岂能为儿女情长消磨意志 耽误青春呢 我不由自主地点点头 被哪个女人耍了 梅林继续问我 告诉姐 姐替你出气 梅林的话 让我一下子警觉起来了 她分明是在套我的话 想从我的口里 得到确凿的证据 我绝对不能让梅林知道 我和柳月的事情 即使已经是过去了 也绝对不能告诉梅林 我不能容许梅林掌握任何 对柳月不利的信息 那一刻 我陡然意识到 在我的心里 不管我是如何地恨柳月 不管我将那些来信 如何地化为了青烟 但是 在我的心里 却始终不能放下柳月 不能抹去柳月 没被哪个女人耍 我随意地说道 梅姐 你看咱这样的 还能被女人耍吗 啊 我看也是 梅林同意我的看法 又用脚轻轻地 踢了几下我的小腿 我缩回小腿 收缩了梅林的脚距离之外 但还够不到 梅林显然意识到我的动作了 宽容地笑笑 嘴里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小家伙 还挺害羞的 像个厨 我一下子觉得 自尊心受到伤害 妈的 老子已经是女人身上的老手了 敢说老子是厨 太小瞧人了 我刚要反驳呢 一抬眼 看见梅林那挑战的目光 立时清醒过来了 放弃了回应的打算 我知道 如果我回应 则郑重梅林下怀 说不定今晚 她就会躺在我的床上 成为我的胯下之物 她打我这个嫩黄瓜的主意 我是觉察到的 我并不傻 什么都明白 这是装作不懂罢了 我气馁地做低调状 笑笑 没说话 我不由想起柳月 曾经多次告诉我的一句话 为人处事 要淡定 离掉 其实 在我和柳月交往的这几个月中 我的身上 已经不可避免地 神神打伤了柳月的烙印 我的言行处事 处处都自觉不自觉地 带着柳月教会的痕迹 梅林看我这样 也笑了 江小弟 很聪明 小鬼惊 梅林看穿了我的心思 哪里啊 梅姐 在你面前 我哪里敢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我一贯本分 一贯诚实 一贯正当 梅林开心地笑起来了 小弟 给姐耍平嘴啊 好 姐喜欢 以后在姐面前不要放不开啊 不要这么拘束 姐就喜欢你 随意放开 我也笑了 梅姐 你是领导 我是小兵 哪里敢在领导面前放肆呢 小鬼惊 你就真的没有在领导面前放肆过吗 你真的没有在女领导面前放肆过吗 梅林的眼睛又紧盯着我 我有些心慌了 又有些心虚 强作镇静 不懂声色 依旧笑着 哈哈 想法是有的 但是 有贼心没贼胆呢 梅林显然是不满意我的回答 但是 她也不能再说些什么 站起来 看看时间 你还没吃晚饭吧 六点多了 走 和我一起吃饭去 哦 不了 我推辞到 我自己弄点吃的就行了 老麻烦你 不好意思啊 又跟我客气 是不是 梅林一瞪眼 吃顿饭 我是不是能把你吃了 小白脸 还爷们呢 扭扭捏捏像个娘们 说着 梅林顺手 就摸了一下我的脸 这是她第三次 神手摸我的脸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我被梅林这话给激着了 二话不说 穿了棉衣 就跟她往外走 去了饭店 在饭店的单间里 梅林要了一只野生甲鱼 炖好 对我说道 小弟 吃吧 补补身子 自己一个人出门在外 不比在家里 要好好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 这些稿子 也是脑力活 要多个我脑子的 梅林的话 突然变得很温柔 没有了以往的野性 我的心一阵感动和温暖 感激地看了梅林一眼 谢谢你 梅姐 梅林看着我 突然笑了 凑近我 小弟 咱们上一个事 行不行啊 什么事 你说 我便大口喝着甲鱼汤 便说 以后 只有咱们俩的时候 你别叫我梅姐 交姐 行不 梅林声音柔柔的 我一愣 抬起头 看着梅林水灵灵的眼睛 这个称呼 我只对柳月有过 只有在我和柳月 情浓一觅之时 这样叫过她 现在 梅林提出这个要求 显然是不行的 我摇摇头 不行 为什么呀 梅林反问道 不为什么 你只能是梅姐 而不能是姐 我说了一句 又低头喝汤 我心里知道 我只有一个姐 那就是柳月 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 但是将永远地 留存在我的心里 直到永远 这个称呼 再也不能给任何的一个女人 死鬼惊 梅林没有得逞 嘟囊着 布满地用手 又狠狠地摸了一把我的脸 妈的 摸了四次了 我边喝甲鱼汤 边在心里念叨着 吃过饭 梅林倒是没有再纠缠我 因为她接到马书记的电话 说是 让她到歌厅 去陪领导唱歌 梅林邀请我同去 我婉拒了 不 姚姐 我还想睡觉 困了 我推辞到 心想 我和梅林一起出现在马书记面前 显然是找死 那也好 你回去 好好休息吧 梅林痛快地说着 没再坚持 替我拦了一辆出租车 我回到宿舍 铺上电热毯 在暖暖的房间里 躺在暖暖的被窝里 睡得暖暖的一觉 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 午饭后 我去上班 一进办公室 沉静就乐呵呵地冲我向 江峰 快来看 你配新电脑了 我一愣 果然看到 我的办公桌上 安放了一台崭新的电脑 这是梅主任专门安排的 最新的486电脑 这一定配给你用的 是咱们记者不最好的电脑呢 比刘主任办公室的都好 沉静显然很兴奋 拉着我的胳膊壁划着 听安装电脑的危机事人员说 这一台可不是普通电脑 里面加装了一个叫做数据宝的配件 遇到停电时 可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的 然后自动保存数据 自动关机 打的稿件如果忘记保存 下次来电后 所有的稿件都在的 不影响工作 我心里不由得有些不安了 如此之待遇 不大合适吧 怎么能把最好的电脑给我用呢 应该先配给刘飞的呀 正在这时 刘飞进来了 带着微笑 江峰 身体好了吧 祝贺您康复啊 刘飞关切地说道 我这些日子忙 还没来得及去医院看你呢 不好意思啊 谢谢刘主任关切 都好了 小病 不用专门去看啊 我笑着对刘飞说道 刘主任 这电脑还是给你用吧 我用你那台好了 我这话说的是真心话 刘飞用的那台 是六月以前用的 我很想用那台 虽然不如这台高级 哎呀 那可不行啊 没准上午专门交代了 说这是马书记的指示 呃 培根已专用的 哈哈哈哈 我可不敢违背领导的意图啊 刘飞半笑不笑地说着 我听得出 刘飞的口气不大自在 我看得出 刘飞的眼神 有些捉摸不定的 我知道 梅林经常打着马书记的旗号办事 谁知道马书记有没有这指示呢 反正梅林说有 那就是有 即使大家明明觉得是假的 但也宁愿相信这是真的 既然如此 我也就不好再推辞什么了 我带着略微不安的心情 开始使用我的新电脑了 心里对梅林 又增加了几分感激和好感 在随后的几天里 我将心里的痛苦深埋在心里 用拼命而繁忙的工作 来挤压心中的累累伤痕 白天 我到处奔波忙碌 晚上 我在办公室里加班疯狂的写稿 写到深夜 回到宿舍 合上几口二锅头 开始写日记 我和情儿一样 都有记日记的习惯 高中的时候养成的 此刻 我的日记不再是每天的流水账 而是成了 我发泄痛苦和忧郁的阵地 我将自己和柳月的过去 将柳月从毕业 为了工作时辰于常务副市长 到离婚 到和自己发生关系 到将自己抛弃的过程 以及自己心中 对柳月的情感 统统倾斜地写在我的日记里 在我的日记里 没有出现杨哥 我对他抱着一种无法说出的亲近和敌意 还有难以名状的妒忌和愤恨 我不想让他出现在我的心事中 往往写到更深的深夜 我就将笔一张 带着无法排泄的忧苦和酸楚 在酒精麻木的沉醉中 浑浑睡去 不给自己打脑一阵和思考其他的空闲和时间 就这样 时间又到了周末 到了下午下班的时间 大家都下班了 我自己仍在办公室里打字写稿 正在这时 办公室的那一线电话响了 我过去接 是梅林 江青 你在办公室 是的 在写稿 周末了 别写了 走 出去放松一下 我答应你 等你出来 要给你接风押金的 前几天 看你身体虚弱不能喝酒 就拖到今天了 梅林说道 梅姐 这 我刚要推辞了 梅林不由分数地打断我的话 怎么 江大记者 不给姐这个面子吗 我不叫梅林为姐 她倒是自己感觉良好 一直自称姐 我一时也不好再推辞了 人家领导看得起自己 自己也不能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呃 好吧 行 我答应到 哎 这就对了 这样才怪吗 梅林满意了 小道 看来 梅林办公室里没有外人 所以她才敢如此放肆的 我在报驰楼 定了一个小单间 三楼云翔间 我先过去了 你也直接去吧 不要一起走了 梅林看起来 也是有所顾忌的 忙碌了一周 我也想放松一下了 于是关了电脑 下楼 直奔报驰楼 等我赶到的时候 梅林已经到了 正在房间里等我 梅林点了一桌子好菜 很快就上级了 想喝点什么酒啊 梅林问我 将来跟我请客 不要客气 反正也是不挂我钱 吃完咱们签字走人 哦 我喝白酒 哈 神明赔君子 我也喝白酒 梅林叫服务员 拿了一瓶52度的无量夜 这喝白酒 要么不喝 要喝就喝高度的 喝低度白酒 时间久了 容易引发 鼓鼓头坏死 梅林笑着看着我 你看咱们单位那老梦 应该是喝低度白酒喝的 鼓鼓头坏死 走路都不行了 刚提拔了一个 副主人不能上班了 定休 拿受吧 我是第一次知道这个 不由点点头 哦 原来还有这讲头啊 是的 小弟 以后你跟着我 长见识的地方还多呢 梅林说着 叽叽酒杯 来 祝贺你身体康复 给你压惊 受苦了 小兄弟 一个人在外 爹妈不在身边 无依无靠的 不容易啊 梅林这话说得很得体 很感人 很温暖 我的心里一阵感动 出门在外的人 最要的是什么呢 关心呢 谢谢梅姐 我一口将被中酒干掉 眼睛潮潮的 配给你那台电脑好用吗 梅林也干了 脸色微微红起来 看着我 好用 打字很流畅的 键盘很好使 我说 听刘主任说 是马书记 专门安排给我配的 什么马书记 专门安排的 梅林笑起来了 胸脯发颤 胸前的两团 在我的面前 肆无忌惮地抖动着 这是梅主任 专门安排的 这点小事 还犯得着 惊动马书记吗 马书记整天 日理万机的 哪里能记得 这些索性呀 果然不出我所料 这是梅林自己安排的 这 不大合适吧 我说 梅姐 我觉得 这电脑应该给刘主任 我用刘主任 旧电脑就可以了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我说合适就合适 梅林一挥手 刘飞用刘月 那台电脑就不错了 怎么 你喜欢刘月 那台电脑吗 梅林狡猾地看着我 不是 没这意思 我忙说 我只是觉得刘飞是领导 这办公室的新电脑 应该是先给领导用的 领导担负着更重要的工作呀 哼 狗屁重要工作 不就是写准 不就是写几篇破稿子吗 写出来不就是糊弄糊弄那些当官的 给领导看的吗 梅林不屑地说道 咱们这报纸上的文章 有几个是给老百姓看的 哼 还不都是官样文章 自己吹自己 写了下集给上集看的吗 我听了 有些不是滋味 脸色有些难看 梅林如此贬低 我所从事的神圣党报记者工作 我可是把这份工作看得 无比崇高 虽然梅林说的不无道理 梅林看我的神色 直到说走了嘴 忙对我说 我不是对你来的 我是针对一种现象来的 当然了 你的能力 你的才华 不仅仅体现在写作上 不仅仅体现在 记者这个岗位上 我脸色好转 我觉得梅林对我的喜怒很在意 好像在讨好我 对我又好像有些忌惮 来 不说了 敬你一杯 道歉酒 小男人 梅林笑意盈盈地举起酒杯 我们再次干掉了 我有个习惯 喝酒的时候 喜欢喝白开水 而且要热的 这样喝了解酒 我起身打算出去 叫服务员给我送一杯白开水来 梅林眼珠子一转 忙站起来 今天你是客人 我去给你要 坐好 别动 说着 梅林顺手拿起自己的包 就出去了 一会儿梅林进来 端着一杯热热的白开水 放在我的面前 那 你的白开水 我接过来 谢谢梅姐 小东西 叫你降卫生姐 你就是死活不干 真够降的 梅林边给我夹菜边说 我不说话 低头喝了一口白开水 诶 这水 咋这味道啊 咋了 什么味道 梅林看着我的神色有些紧张 夹菜的烧 也停在半空中了 呃 怪怪的 说不出什么味道 我说 是不是这水里碱太大了 是是是 你病逝了 梅林忙说 这饭店什么都好 就是白开水碱性太大 不放茶叶 水就很难喝的 要不 给你放点茶叶吧 说着 梅林拿了茶叶盒 倒了一点茉莉花茶 在我的水杯里 这会儿 你再喝看看 嗯 味道清多了 我喝了一口说道 梅林轻松下来 那就好 来 吃菜 然后 我们继续喝酒 很快的 一瓶白酒 被我干掉五分之四 梅林喝了一点点 梅姐 谢谢你啊 你对我真好 八两酒下肚 我的话开始多起来了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梅林眼神飞扬 看着我 小弟 姐喜欢你啊 第一次见到你 姐就喜欢你 我 我有什么好的 你干嘛要喜欢我 我眼神直勾勾的 看着梅林 感觉身体很热 小腹部 一股暖流 一个劲地往上涌 你年轻 你年轻 潇洒 有知识 有能力 会来事 聪明机灵 这样的小伙子 谁不喜欢呀 梅林眼神火辣辣地看着我 暴时的女人 不喜欢你的 不多哦 恐怕你的上司 柳月 也很喜欢你吧 别提她 我心里突然一阵发酸 一股想哭的冲动 涌上了心头 从梅林摆摆手 最心虚地说道 梅姐 不提这个 谢谢梅姐喜欢我这个小弟 小弟很有面子 来 倒酒 咱们喝酒啊 你喝得不少了 多吃菜 来 听话 快 梅林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对面坐到我的身边 身体挨着我 给我夹菜 我闻到梅林身体的肉香 感觉到梅林高耸 而弹性的胸部 对我胳膊的接触 浑身的血液 流速不停地加快 脸上寒烫 头 蒙蒙的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何必问天为您演播的 长篇小说 出牌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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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